永夜仙剑 统治无尽永夜仙剑 威慑诸天万界 至高无上的仙朝地宫 悬浮在无尽的虚空 无数奇异景象 犹如天花乱坠 生灭不休 高高在上的神座之上 端坐着一尊笼罩在无尽幽暗光芒中的模糊身影 只有无尽的神威传递出来 禀陛下 搅乱我永夜仙剑百万年之久的白莲妖女 已经被擒拿 关押在永恒神官之中 如何处置 还请陛下定驳 在这神座之下 也有着许多强大气息站立着 一个声音在这些气息中响起来 与此同时 在无尽虚空之上 就好像被撕裂出了一道口子 可以看到一尊水晶神官悬浮着 透明如水的神官之中 躺着一个黑发如铺 皮肤雪白的女子 身上披着白纱 完美的令人窒息 她双眼紧闭 神情自然 犹如睡觉一般 白莲妖女 乃是天地至宝三十六品 地煞白莲孕育而出 天生带有无边煞气 不死不灭 就算是灭其肉身 也能够转世重生 虽说用永恒神官 能够囚禁她一段时间 却无法永远地囚禁她 她留在我永夜仙界 终究是一个祸害 还是找一个时空 将她流放吗 充满无尽神威的声音 从那神座之上传递而出 陛下 一般的界外空间 根本困不住她 除非是那种 完全枯迹的天外时空才行 一个声音响起 陛下 城管理下的生命境狱中 找到了一个 稳定的枯竭天外时空 可以将此妖女放逐进入这时空之中 就算是这妖女在逆天 也绝对无法 重返我永夜仙界 另一个声音连忙说道 那好 传无法指 将白莲妖女 打入此枯迹时空中 永恒仙界之主 发出号令 谨遵陛下法指 整齐华一的声音响起来 伴随着一道光芒一闪 顿时 一个巨大的黑洞 猛然浮现出来 然后将那个水晶神官 慢慢吞入其中 果园中 叶峰拿着手电筒 朝着铁皮房走去 身边十几头猛犬土狗跟着 走到铁皮房前 他拿出钥匙 将大门打开来 进入其中 然后又打开了里面的门 他用手电筒照了一下里面 并没有如他想象中的生命之泥 怎么回事 叶峰眉头一皱 突然 他瞳孔猛然一缩 因为他看到了 在另一边赫然摆放着一个巨大的东西 在手电筒光芒的照射下 折射出璀璨的光芒来 那是什么 叶峰连忙走了过去 不过他还是很谨慎 慢慢逼近 终于将这东西看了个明白 他嘴巴张得老大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尼玛 见鬼了 水晶棺材 里面还躺着一个 穿着白沙衣裙的美丽女子 那女子似乎处于沉睡中 或者是死的 但是 那女子的面容 身材 却无疑不透着完美 照空缠算几品美女了 跟这水晶棺材中女子比起来 就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因为这女子太完美了 没有一丝瑕疵 好美啊 世间怎么会存在这么完美的女子 叶峰感觉自己的心 都被彻底吸附住了 目不转睛 他走近 将手电筒照着水晶棺材的女子 每一寸地方都完美无比 就好像是艺术品一般 这个水晶棺材和女子 肯定都是从那个神秘漩涡中喷出来的 叶峰心中暗想 他已经可以肯定 在这漩涡的背后 有着一个无法想象的世界 还有这极为高等的生命 甚至可能是高等人类 比如说 眼前的女子 就应该是那个世界的生命 叶峰轻轻触摸水晶棺材 温润如玉 摸起来很舒服 呼 叶峰轻轻吐出了一口气 然后一时一动 就将这水晶棺材 收入了空间戒指之中 无论是这水晶棺材 还是那完美的女子 都是不能见光了 如果不是有空间戒指的存在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了 总不能找个地方埋了吧 而且 这么完美的女子 就算是死了 叶峰心中也有点舍不得 当然 叶峰是没有什么变态的练尸品 只不过 他总感觉这女子似乎没有死 因为那样子 根本不像是一个死了的人 就好像是睡着了一般 所以他心中存在一丝念想 叶峰再检查了一下房间 没有找到其他东西 显然 这次那神秘漩涡 就喷出了这么一口水晶棺材 当即 他返回了房间里 睡在床上 叶峰怎么也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那完美女子的身影 突然 他心中一动 连忙精神意识 进入了空间戒指中 一口水晶棺材悬浮在空间戒指的空间中 在里面躺着一个完美女子 叶峰的精神意识 飘到水晶棺材之上 静静欣赏着 太完美了 难以想象 这女子要是苏醒或者复活了 该是何等的动人 原本叶峰对那种一笑亲人城 在笑亲人国的绝世家人 还有所怀疑 现在看来 还真的存在 只怕这女子 一旦在人面前现身 不知道会引发何等震撼 叶峰自认为 不是那种看到美女 就走不动的花痴男 在这水晶棺材中的女子面前 却绝对抵挡不住 那种致命的吸引力 你到底是死了 还是活着 叶峰的精神意识 看着水晶棺材中的女子 喃喃自语 他很想将这女子 从水晶棺材中弄出来 不过这水晶棺材上下一体 根本找不到任何痕迹 而且叶峰也不想 暴力破掉这水晶棺材 就怕伤害到这女子的身体 在空间戒指中待了许久 直到意识坚持不住了 叶峰的精神意识 才念念不舍地 离开了空间戒指中 意识归体 叶峰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只觉得脑袋胀胀 知道是精神意识 在空间戒指中待的时间太长了 躺在床上 虽然他竭力想睡 努力不去想那美丽女子的身影 却还是睡不着 在床上辗转反侧 脑海中时时刻刻都在有着 那完美女子的影子 叶峰不由地苦笑起来 看来自己还是一个俗人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叶峰才昏昏入睡了过去 醒来之后 叶峰没有起床 而是精神意识 直接进入了空间戒指之中 水晶棺材之中 躺着一具完美的女体 皮肤犹如白瓷一般 细腻精致 面容完美无瑕 犹如艺术品一般 紧闭的毛子 弯弯的睫毛 叶峰真想看一下 当着毛子睁开之后 那会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 看了好久 叶峰才想起 今天家里收割早到 当即念念 不舍得离开空间戒指 起床之后 叶峰吃了早餐 却感觉还是心不在焉的 脑子里总是想到 那躺在水晶棺材中的完美女子 她甩了甩头 心中暗想 不能继续这种状态 要是跟许晴在一起的话 以女孩子的心细 说不定会察觉到什么 她又来到屋后的压水井前 用冰凉的井水洗了一把脸 然后才开着皮卡离开了果园 车子刚刚开着山下的马路上 一辆红色QQ开了过来 叶峰有些惊讶 来得这么早 这红色QQ自然是许晴的车 今天来得这么早啊 叶峰头伸出车窗外 朝着红色QQ车上的许晴打招呼 不早了 没看到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而且 你家收割早到 我当然要早点了 许晴嬉笑道 她今天没有穿的以前那么清凉了 而是一身很普通的牛仔短裤 米黄色短衫 看上去显得很清新 呵呵 今天起得晚了点 叶峰笑了笑 摸了摸鼻子 今天要不是 她在空间戒指中浪费了不少时间 早就吃完早餐回家了 很快 两辆车子来到了老屋前 由于新房刚刚装修完 还没有住进去 等到双墙过后 再过火入宅搬进去 搬迁新居 在乡下是很重要的 必须举行过火仪式 宴请亲朋汽油左邻右舍才行 本来在新房再收尾的过程中 还有一个上凉仪式 也同样需要大宴宾客 不过老爸老妈为了节省许多麻烦 决定上凉简单一点 重点半千居过火仪式 而且 双墙过后 刚好可以吃到新凉 更加吉利 在乡下 有吃新凉的风俗 每家每户都会定一个时间 请亲近的亲戚临舍来吃一顿 当叶峰下车的时候 发现在地平里 放着两辆女士摩托车 大门口 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妇女 正在洗刷锅子 叶峰微微一愣 因为这老妇人不是外婆 还有谁 她怎么来了 小枫 你过来了 外婆抬起头 看到的是叶峰 满是皱纹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小枫 你爸妈舅舅舅妈他们 都已经去田里了 哼 这姑娘长得真漂亮 应该是小枫你的女朋友吧 叶峰心思一转 连舅舅舅妈他们也来了 还真是稀客呀 不过他已经明白 肯定是自己办了作坊 现在有钱有出息了 他们立马想跟自家亲近 虽说对外婆他们一家子的爱慕虚荣 颇为不齿 不过总归是亲戚 有血脉之连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倒也没有多想什么 小青 这是我外婆 叶峰连忙将许晴拉了过来 说道 她不想在许晴面前表现出异样 毕竟过去就过去了 不能在许晴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 外婆好 我是许晴 峰的女朋友 许晴很有礼貌 还直接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 荡成礼物送给外婆 外婆立马没开眼笑 喜滋滋的接下了 没把许晴捧到天上去 叶峰没想到 许晴竟然给外婆也准备了礼物 看来她真是准备周到 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礼物 小青 你给我外婆在家里 我先去田里了 叶峰换上了旧衣服 带了一个斗笠 虽然才八点多钟 已经老大的太阳了 我跟你去田里看看 再回来吧 许晴却硬要去田里 好吧 不过晒黑了 我可不管 叶峰笑道 没事 我这人惊善 没看到我最近皮肤白了许多 许晴嬉笑道 叶峰本想给她找一个斗笠 没想到她早有准备 直接从车里拿出一个太阳帽 戴在头上 当即 叶峰开着皮卡车 载着许晴朝着田里驶去 到时候 还要用皮卡车将骨子运回来呢 这一片田也非常空阔 一块块的水田 被分割得整整齐齐 每一块都有三四亩的样子 叶峰家中的水田 刚好都连在一起 有的是自家的 有的是租用别人家的 此刻 一台收割机正在紧张的工作中 田里还有十几道身影 正在忙活的 虽说有收割机 收好的骨子 直接装进了蛇皮袋中 必须要人将一袋袋的骨子 扛上岸才行 叶峰仔细看了一下 除了老爸老妈外 其他人中有大舅 大舅妈 还有二伯 二伯母 大伯母 灰嫂子 大伯叶林轩等左邻右舍 另外 上次叶峰救的叶勇 叶勇妈也在 看来他们感激叶峰救了叶勇一命 也主动前来帮忙了 他不由得心中感叹 要是在以前 哪会有这么多人来帮忙 就说大舅大舅妈 肯定是不会来的 几个左邻右舍 二伯家 大伯母他们 也要忙自家的事情 没有时间来帮忙 就算是帮了忙 你还是要还工的 有这么多人帮忙 骨子搬运起来 就非常轻松了 老爸老妈都不要亲自动手 就有人抢着干 叶峰本来还想帮忙 见此情况 知道自己是没机会了 这么多人帮忙啊 许清脸颊被晒着飞红 惊讶道 是啊 叶峰笑道 不过他心底还有一句话没说 如果是以前 想也别想 累死累活 也不会有人来帮忙的 他心中感叹 人就是这样 穷在闹市无人问 负在深山游远青 姐 你们今天的早稻产上好高啊 而且磕磕饱满 你们种的是什么品种 田里 正在背骨子的大舅 从地上捡起了一株稻碎 以他的经验来看 这一株稻碎比正常情况 要多出五成左右 就是香灿四十八号啊 老妈沈翠花 脸上满是笑容 今年的早稻产量 比他想象中还要高出许多 现在才收割了不到梁母早稻 庄下的蛇皮袋 已经不下五十袋了 按照一袋七八十斤来计算 这几乎比起正常的产量 高出了三分之一的样子 而且这早稻碎子上 几乎没什么干瘪 磕磕饱满 比正常的骨子要大了一些 不会吧 我种的也是这种 远远比不上 有不少干瘪的 大舅很奇怪道 在场还有其他人 时不时也说上几句 语气都透出惊讶来 叶峰家的早稻产量 实在是太好了 完全超出了正常水平 只有叶峰知道 他家的早稻 都是施加了混合生命之泥的肥料 这早稻不增产才怪呢 就是不知道 这骨子脱鞘之后的米饭好不好吃 他心中隐隐有些期待起来 人多力量大 更何况还有收割机 不到一上午 十几亩早稻 就全部收割完毕 在此期间 叶峰就用皮卡车 来回运载骨子 现在老屋外的地瓶 堆满了装着骨子的蛇皮带 老屋里 吊扇呼吱呼吱的高速扇着 几台落地扇也在吹着风 刚从田里回来的十几个人 都在吃着冰凉的水果 吹着凉风 聊天打屁 讨论的都是叶峰家早稻的话题 十几亩早稻 估计收割了将近两万斤骨子 已经是亩产千四五百了 一般而言 就算是丰收年 能够达到亩产千金就是极限 正常就是九百斤而已 此刻 许晴正帮着外婆洗菜做饭 一刻也不停 在场的人都说 叶峰找了一个勤快贤淑的好女朋友 疯子 你可找了一个女朋友 真勤快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吃到你们的喜酒 大舅妈笑着脸道 她总找着机会跟叶峰说话 似乎想要改变自己 在叶峰心中的印象 满是讨好之意 我们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叶峰也懒得跟她计较 含糊地回答了一下 然后就走出去 对还在忙活的大汗淋漓的老爸老妈 天气太热了 你们赶紧进去休息一下 没事 你进去吧 老爸摆摆手 不要叶峰帮忙 他现在身体非常棒 如果是以往 劳累了这么一上去 肯定疲倦得很 可现在依旧体力充沛 对他这样劳作了一辈子的庄稼人来说 只要身体好 根本不怕吃苦 就怕干不了活 叶峰还是留下来 帮他们将蛇皮带的口子拆开 然后将里面的骨子倒出来 然后用摊开来 由于骨子太多 地平面积有限 自然不能全部倒出来晒 老屋的地平 加上新房的地平 只能晒干两三千斤 幸好这收割机脱离后的骨子 都非常干燥 只要晒一两个太阳 就可以入仓的 如果是平常年份 用电动机带动的脱离机 打出的骨子 不仅要晒干 还要除掉里面混杂的倒毛子 那才无比麻烦 忙活了许久 叶峰已经汗流加倍了 伯父 伯母 峰 可以吃饭了 许晴走出来 喊叶峰三人吃饭 好嘞 叶峰将手上的四袋骨子 丢进老屋屋檐下的角落里 四袋骨子夹起来有三百多斤 叶峰双手提着 就好像提着的是棉花一般 根本不费力 屋子里比外面就是凉快 两张桌子已经摆放 上面摆满了菜 琳琅满目 非常丰盛 几个鱼菜 几样蔬菜 蒸鸡肉 还有煎蛋 这煎蛋可不是一般的土鸡蛋 而是叶峰养的土鸡开始生蛋了 这些土鸡吃了混合生命之泥的食物 各个养的是标肥体壮 生下的鸡蛋比正常的鸡蛋要大不少 营养价值自然不是普通的土鸡蛋可以比拟的 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有一股特有的香味 这一顿饭 吃得所有人心满意足 他们还从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 几乎每一个人都吃了两三大碗 也幸好煮了足够的饭 吃完饭 大伯母二伯母他们闲聊了 一会儿就各自回去了 至于大舅大舅母还帮忙老爸老妈晒骨 许晴跟外婆收拾桌椅 洗刷碗筷 俨然将自己当成了女主人一般 此刻 叶峰正在叶勇母子说着话 他们话里话外都是感激 对叶勇妈来说 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也是宠溺过度 造成现在叶勇依旧是不务正业 在外混着 疯子 沈娘能够求你一件事吗 叶勇妈有些支支吾吾道 旁边坐着的叶勇 看上去沉默了许多 不像以前那么吊锒铛 一脸流气 也许是那次差点被淹死的经历 让她的想法生出了一些变化 沈娘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叶峰笑道 峰子 你能不能让我家勇子 进你的作坊干活 我知道我家勇子以前不务正业 不过 经过这次的事情好 他说要洗心革面 堂堂正正做人 这些天 他都一直待在家里 帮我干活做事 再也没有出去混了 叶勇妈犹豫聊一会儿 还是说道 这个当然没问题 只要他能够吃苦耐劳 我肯定不会亏待他的 叶峰没有多想 直接答应了 虽说叶勇以前名声不太好 是个混子 不过浪子回头总要给他一个机会 至少叶峰对他印象并不太差 至少以前他见到自己的时候 也是风歌风歌的叫着 勇子 你听到了没 叶勇妈连忙推了旁边的儿子一把 正色说道 叶勇沉默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喜意 连忙说道 风歌 你放心 我叶勇这条命是你救的 以后我就跟着你 你就算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 我叶勇要是说一个不字 你就可以将我开除了 不愧是混子 连说话都打着江湖的味道 叶峰摇头笑道 没有这么严重 只要你在作坊 你好好表现就行了 一旦进了作坊 可就没有以前自由了 想要工资高 平时还要加班才行 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 风歌 你放心吧 我一定能够做到的 叶勇点点头 对他而言 算是死过一次了 虽说不是大彻大悟 却也算是真有悔过之心 他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再也不想 让父母为他操心操劳了 将叶勇母子送走之后 叶峰才出去 帮爸妈的忙 外婆大舅大舅妈三人 也一直忙到下午四点多才离开 老妈又给他们准备了 大袋的东西 什么野香老鱼 桃子李子 西瓜香瓜一类 平时伸手贼快的舅妈 竟然破天荒的左推右推 还是叶峰说了句 让他们收下来 大舅妈这才没开眼笑的收下来 说了一句客气话 疯子 以后多来大舅妈家玩啊 叶峰那个受宠若惊啊 什么时候大舅妈这么客气过 时间不早了 叶峰送许晴回去 由于他这次开了车 将他送到石马镇的十字路口 许晴就让叶峰回去 不要再送他 叶峰顺便去工地看了一下 正在热火朝天得干着 回到果园之后 叶峰先洗了一个澡 然后就精神意识迫不及待的进入了空间戒指之中 空间戒指中 叶峰的精神意识朝着那口水晶棺材飘落而去 看着里面的美丽人 就算是看上千百次 依旧是百看不厌 正当叶峰盯着那女子仔细着看着 陡然 那宛如沉睡中的美丽女子 睁开了眼睛 叶峰被吓得猛然倒飞了出去 如果他现在有心脏的话 只怕会被吓得心脏停止跳动了 被活活吓死了 躺在水晶棺材中的神秘女子 复活了 叶峰怎么也没有想到 躺在水晶棺材中 美丽女子会突然睁开眼 既然人都躺在棺材里 不是已经死了 或者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棺材 这女子只是在沉睡而已 不管怎么样 叶峰就算是胆子再大 此刻也吓了一大跳 美丽的女子睁开眼睛 那一双美眸 空灵纯净 犹如白纸一般 不含一丝杂质 纯净无瑕 经过了一开始的紧张之后 叶峰看到这双眼睛 原本经济的心 竟然一下子平复下来 就好像这双美眸 可以安抚心灵 两人就这么对视着 从这纯净白纸一般的美眸中 叶峰没有看到任何惊讶 疑惑等等眼神 就好像是出生的婴儿 刚刚张开眼睛 看这个世界的那一刹那 不由自主得 叶峰的精神意识 慢慢飘飞了过去 落到了水晶棺材旁边 就这么看着里面的美丽女子 美丽女子的目光 竟然也随着叶峰的移动而移动 在这白纸一般的目光中 叶峰逐渐感受到了一种好奇 显然 躺在水晶棺中的女子 可以看到自己 两人又这么对视了两久 小姐 你好 叶峰尝试去沟通水晶棺中女子 不过她发现 自己现在是精神意识状态 根本不能说话 想到这里 她的精神意识连忙抓住水晶棺 下一刻 两者都消失在空间戒指之中 在房间中 一个偌大的水晶棺 凭空出现在房间中 哄 咔嚓 这水晶棺超乎想象的重 一下就将叶峰睡的床给压塌了 叶峰也是反应的快 才没被这水晶棺压住 看到被压垮的床 叶峰摇摇头 看来下一次必须注意了 也不管被压塌的床 叶峰连忙看着水晶棺中的女子 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就这么好奇得看着自己 小姐 你能够听得到我说的话吗 叶峰轻轻说道 水晶棺中的女子没有反应 依旧这么看着 那好奇似乎在增强一般 而且 叶峰发现 她的身体微微动了一下 难道听不到 叶峰眉头微皱 也许是这水晶棺的封闭性太好了 声音传递不进去 不对 如果封闭性太好 里面没有空气 她岂不是要缺氧至息而死 叶峰脸色一变 紧张起来 多说男人在美女面前 会走不动 智商也会变低 现在叶峰也是如此 既然这神秘女子 在水晶棺中睡了这么久 都没有窒息而死 可见 要么是水晶棺没有蜜蜂死 跟外界有通气通道 或者是这女子本身有问题 不需要吸氧 就能够生存下来 叶峰还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她的精神意识 在空间介质中 不受里面的时空之力限制 其他活物在里面 都将处于一种时间停止的状态 所有的生理机能思维意识 都将处于停止中 还能够睁开眼睛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这女子 也不受着空间的影响 虽然叶峰感觉有些奇怪 根本没有去细想这些 她围着水晶棺转了几圈 上下查看可能存在的缝隙 却根本没有找到 而且她尝试搬水晶棺 实在太重了 以她的力气 竟然是纹丝不动 她连忙跑出房间去 在她离开的时候 水晶棺中的女子的目光 也一直跟随着她 直到她消失 女子似乎想起身 却好像动弹不得 连续动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也就只能放弃 不过她的眉宇间 却多了一种委屈的表情 没过多久 叶峰就重新回到了屋子里 躺在水晶棺中的女子脸上 原本的委屈一下消散 转而多出了一种高兴的表情 对此 叶峰并没有看到 她手上拿着一个单手 可以操作的钢筋切割机 正在将插头插在一个插板上 然后启动了切割机 伴随着轰隆的声响 她将齿轮高速运转的切割机 靠近水晶棺 呲呲呲 伴随一连串的火星 刺耳的声音 差点没让叶峰耳膜都痛了 她眉头再次皱了起来 根本切割不进 上面连个印子都没有留下 反倒是切割机的齿轮都被磨损了 尼玛 这什么材质 以切割机的锋力 就算是钢筋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剧断 难不成这不是什么水晶 叶峰不得不放弃切割的想法 怎么办 总不能就这么一直 将这女子关在水晶棺中 先不说会不会窒息 也会活活饿死啊 不知道用氧气切割机一类行不行 叶峰心中一动 不过现在家里没有这类工具 今天已经很晚 要买也只能等明天了 想到这里 叶峰看了一眼她掉的床 看来今天是没有地方睡觉 只能打地铺了 反正也睡不着 叶峰就拿了一条凳子 就这么坐在水晶棺旁边 双手支招下巴 看着水晶棺里的美丽女子 此刻她也反应过来 都过去了这么久 这女子没有一点不适 很显然 应该不会出现 缺氧引发窒息的情况 而且 这女子来自那神秘莫测的世界 也许根本不需要西洋 两人就这么对视着 叶峰终于看到了女子表情的变化 似乎多了一种高兴的味道 隐隐间 她从女子白纸一般的眼神中 看到了一种清静依恋之感 就好像自己是她最清静的人 这种感觉很奇怪 无由来的 却能够看懂 迷迷糊糊中 叶峰竟然睡着了 就这么服在水晶棺上睡着 水晶棺中的美丽女子静静躺着 看着扶着睡觉的叶峰 目不转睛 在她精致完美的脸上 洋溢着一抹笑容 很甜很纯 早晨 叶峰苏醒过来 抬起头 伸了一个懒腰 突然 她愣住了 因为水晶棺中的女子正在看着她 那纯净无暇的眼神 让她心中悸动 一定要将她从水晶棺中救出来 叶峰在心中发誓 看了一会儿之后 叶峰才将水晶棺收入空间戒指中 将这水晶棺留在外面 实在不太合适 虽说苏醒的神秘女子 在空间戒指中 不知道会有多么的孤独无聊 不过现在 她不得不这么做 洗刷过后 叶峰简单得吃了早餐 就开着直奔县城而去 想要买到养汉切割机一类 就必须去县城了 叶峰现在的心思 都放在水晶棺中的神秘女子身上 在县城买了几样工具之后 也没有停留 直接返回 路过石马镇的时候 又买了一张床 她原来睡的那张老式架子床 被水晶棺压塌了 回到果园之后 她先将床庵放好之后 才开始切割水晶棺 她买了氧气切割机 等离子切割机 如果不是县城没有激光切割机 水刀切割机之类 她肯定也会一起买回来的 令人遗憾的是 这两种切割机 依旧无法对水晶棺造成 哪怕一点点的痕迹 叶峰彻底失望了 她估计 就算是水刀切割机 怕是也没有什么用 难道这水晶棺的硬度 达到钻石的程度 叶峰眉头皱着 她不认为 整个水晶棺是一种钻石 世界上哪有这么大的钻石 再说了 这水晶棺根本没有钻石的结构 她已经从南哥那里 也学到了一些基本的钻石常识 眼前这水晶棺 是完全透明的 不知道使用激光切割机行不行 叶峰闪过一个念头 据她所知 激光切割机 足以对钻石进行切割了 不知道能不能将这水晶棺切开来 必须得试一试 叶峰想了想 拿出手机来 拨通了一个电话 很快 手机就拨通了 喂 是陈老板吗 我是叶峰 对 就是之前在你店里 买了两台切割机的 叶峰连忙说道 我想订购一台激光刀切割机 对 切割大型物件的 而且那种立方型的大物件 功率一定要高 陈叔 一定要保证质量 价格不是问题 时间是越快越好 行 我先给你打五十万的定金 那就麻烦了 好了 我挂了 叶峰挂了电话 激光切割机属于极为昂贵的设备 一般的店子里 没有线物买 必须订购才行 一连几天 叶峰大多数的时间 都待在果园 陪着水晶棺中的神秘女子 只有偶尔出去一下 到了第五天的时候 叶峰终于接到了陈老板的电话 激光切割机已经到货了 叶峰心中激动 立马开着车子去了县城 到了之后 叶峰就在陈老板的带领下 看到了那台订购的激光切割机 体型还真大啊 这么一台激光切割机 足足花掉了叶峰二百三十多万 专门用来切割大型物件的 叶老弟 这位是厂家派来的技术员 他可以为你的操作工人 进行一个星期的短期操作培训 当然 如果你能够为他支付培训费用的话 这个培训周期可以延长的 陈老板为叶峰介绍道 这个技术员三十多岁的样子 戴着一副眼镜 能够被派来培训客户 自然要技术过硬了 跟着技术员打过招呼后 叶峰对陈老板说道 陈老板 我能不能借用你这仓库几天 借仓库 陈老板微微一愣 不过还是点头道 当然没问题 这一旦他赚了不手 反正他有两个仓库 这个仓库平时都空着 借给叶峰没什么问题 所以直接答应了 当他知道 叶峰竟然要将这仓库 当成培训之地 不由得愣住了 更吃惊的是 叶峰要亲自接受培训 叶老板 在我服务的一些客户中 也只有你亲自接受培训的 一般都是派一些员工接受培训 技术员彭工说道 激光切割机的操作培训并不简单 经常有客户培训过后 还是出现各种操作方面的问题 不过震惊的还在后面 在接下来的半天里 技术员彭工已经已经彻底麻木了 因为叶峰的学习能力实在太强了 一般人起码也要一个星期才能够勉强完成独自操作 叶峰只是半天的时间就全部掌握了 操作没有一丝错误 而且叶峰在操作的时候 稳定性 操作手法竟然比他这个师傅还要强了 叶老板 你是我教过的客户中学得最快的 而且 你现在的操作水平 已经不比专业操作员差了 彭工感叹道 呵呵 这也是彭工你教的好 叶峰也恭维了一句 他的精神意识 再进出空间戒指再加上仓物大地符文 感应沟通大地中强化了许多 使得他的思维 逻辑 学习等能力大大增强了 再配合上他解脱的肉身 操作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 送走彭工的时候 叶峰顺便送了他几条好烟 彭工喜滋滋的 本来做好了在峰县待上一个星期的打算 现在这么快就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的几天 他都可以休息 不需要回公司 叶峰自然不会在陈老板的仓库中 切割水晶棺 所以他叫了一辆卡车 将重新拆开的激光切割机打包之后 搬上车子 然后运回了果园 激光切割机的安装 是非常复杂而麻烦的 不过难不倒叶峰 他将偌大的激光切割机安装在铁皮屋子里 然后拉了电线过去 一般220伏的电压 就可以带动激光切割机运转 只不过必须电压稳定才行 否则对激光切割机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叶峰没有白天就使用激光切割机 只有等到深夜的时候 使用电的人降到最低 那个时候的电压是最稳定的 在患得患失中煎熬的等待了几个小时之后 时间终于到了凌晨3点多 叶峰现在是又紧张又兴奋 他不知道激光切割机能不能将这水晶关切开 虽说激光切割机连地球上最坚硬的金刚石都能够切割开来 这水晶关却不是地球之物 而是来自另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 兴奋的是 一旦能够切开水晶关 他就能够真正见到水晶关中的女子 叶峰按照操作步骤将激光切割机启动起来 同时 他手一挥 在面前出现了一个水晶关材 那神秘女子清晰可见 完美无瑕 叶峰是百看不厌 呼 叶峰吐了一口气 然后开始移动激光切割机 他必须将位置摆好 这样的话 切割水晶关的时候 不会伤害到里面的女子 不过水晶关实在太重了 他根本就移动不了 就只能移动激光切割机了 虽然激光切割机体型大 非常笨重 足有一两千斤重 不过以叶峰的力量 要移动激光切割机 还是没有问题的 终于 激光切割机被移动到了最佳的位置 叶峰开始操纵激光发射头 慢慢朝着水晶关靠近 他心中紧张无比 能不能切割开水晶关 再此一搏了 激光切割机 没有其他切割机产生的震动 声音 稳定性非常好 精度非常高 在激光束照射到水晶关上的时候 没有产生一点声响 就好像是手电筒的光照射一般 不过那激光可不是一般的光束 有着极高功率密度 可以将最为坚硬的物质都融化气化掉 由于距离有点远 叶峰无法看到激光照射到水晶关上的情况 照射了一段时间后 叶峰连忙关掉激光器 然后走到水晶关前 仔细检查 刚才被激光照射的位置 看上去没什么变化 不对 颜色好像有些变化 难道是攻略还不够 叶峰心中一动 想到这里 他连忙又回到操作平台前 连忙加大激光切割机的功率到顶点 这种极限功率输出 对切割机的负载很大 不能长时间持续的 叶峰再次启动了激光器 顿时 一束更加璀璨的激光照射到原来的位置 这一次激光 持续的时间更长 等到叶峰关掉激光器 再次查看 这一次 他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难以言喻的惊喜 在被激光照射的位置 已经被激光器化掉了一层 虽说这切割速度实在太慢了 不过 总归是有效果了 停一段时间 继续 就这样 叶峰操纵激光切割机 关关停停 连夜切割 就算是电压不稳定的白天 也没有停下来 由于工作的时候 产生的温度过高 不能长时间持续工作 虽说有专门的冷水机组进行冷却 不过对激光切割机的反射镜 聚焦镜 还是会造成损伤 已经是第三天了 不过 水晶棺材切割出一小段 切割速度实在太慢了 当然 也有激光切割机 不能长时间运行 每次只能满功率运行十几分钟 就要停下来半个小时才行 根据这种效率 叶峰估计 想要将水晶棺彻底切割开开来 没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是不可能做到的 还要激光切割机不坏 否则的话 耗费的时间估计就会更长了 正当叶峰忙活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田老的电话 什么 田老 你们准备动身来封线了 叶峰惊讶到 叶峰 是的 这边老夫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 该买的仪器都已经下了订单 至于国际伏计文研究协会的人 过段时间就会从各国飞过来 所以老夫先过来 好好准备一下 田老声音洪亮 显然心情很好 为了伏计文的研究 最近他可是非常忙 不过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好 田老 如果快到了的话 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们安排一下住宿 叶峰点点头说道 又聊了几句 叶峰才挂掉电话 这两天 为了切割水晶棺的事情 他基本上没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了 连工地也没去看 也就是打了几个电话而已 至于为实验室找房子的事情 他还根本没有去做 算了 实验室房子的事情 等到田老来了再说 找什么样的房子 他更有经验 叶峰想了想 然后继续操作激光切割机 切割水晶棺 又没过多久 放在裤兜里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叶峰眉头微皱 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蔡天芳的电话 喂 蔡天芳 什么事情 我现在很忙 叶峰有些不耐烦道 哈 叶峰 当然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了 我的犬神夺得了这次斗拳比赛的冠军 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蔡天芳在电话中得意说道 那恭喜了 叶峰不嫌不淡地说道 叶峰 你再给我准备一百包 不 两百包狗粮 蔡天芳对叶峰的语气态度不以为意 继续说道 这个没问题 叶峰直接答应了 现在叶是超级鱼饵作坊 不仅生产鱼饵 还生产狗粮 和其他养殖的动物食物 根本不缺狗粮 挂了电话后 叶峰索性将手机调成了静音 楼市 恒星区 某个别墅小区 一栋巨大的别墅的游泳池中 一个年轻男子正在游泳 还有两个长腿大胸 翘臀满腰的长发女子 穿着三笔基尼陪着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青年拿着手机走了过来 对着游泳的年轻男子说道 昆少 你要调查的事情有结果了 游泳的年轻男子林昆 连忙从游泳池边的扶梯走了上去 走到一个太阳伞下 躺在一条靠椅上 拿起一条毛巾 擦了一下身体 然后问道 什么情况 昆少 蔡天方的那头犬神 是在封县的一次斗拳比赛中买的 据说当时 蔡天方的猎王 被一头很普通的土狗 干脆利落的击杀 他就以三百万的高价 买下了这头土狗 也就是现在的犬神 那个青年说道 这家伙真是好月 三百万就买到了一头超级斗拳 我怎么就碰不到呢 林昆语气中很是羡慕 因为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 楼市斗拳比赛中 他最看重的斗拳 被蔡天方的犬神 轻而易举地击杀了 正因为如此 他才调查蔡天方 是从哪里搞到这么好的斗拳 卖他犬神的那个人 可调查到了 林昆又问道 查到了 这是此人在现场的照片 至于更详细 估计还要一段时间 年轻人将手机递到林昆面前 林昆接过来一看 顿时惊讶起来 我靠 这不是叶哥吗 他一眼就看出了照片中的人 就是他曾经在野乡老鱼楼 看到的叶峰 神乎其神的车技 再加上又是野乡老鱼楼的老板 所以他印象很深刻 不知道叶哥 还有这样超级逗权没 林昆摸着下巴 然后连忙拿出自己的手机 从通讯录中 找出了叶峰的电话 当时在野乡老鱼楼的时候 他跟叶峰是 交换过手机号码的 他连忙拨打了叶峰的电话 不过他连续打了几个电话 却没有人接听 他自然不知道 不久前 叶峰为了不让人打扰 将手机调为静音 自然就接不到他的电话了 没办法 他只能放弃打电话 然后对那个青年说道 调查的事情 就到此为止吧 好的 坤少 那青年点点头 然后离开了 不行 我得亲自去一趟封县 或许叶哥还有这样的超级逗权 林昆摸着下巴 虽然他知道 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过 他决定试一试 而且 他还真有点怀念 野乡老鱼楼的鱼了 那是他这辈子 吃过的最好吃的鱼 吃过野乡老鱼 再吃其他的鱼 真是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果园 铁皮房中 叶峰还在继续操作激光切割机 对水晶棺进行切割 他看了一下温度检测显示的温度 有些过高了 当即将切割机停了下来 然后走到水晶石棺面前 看着里面一直盯着自己的美丽女子 轻轻说道 再等等 最多半个月 我一定可以将你救出来的 由于激光切割出来的裂缝非常细 只有头发丝那么粗细 叶峰也暂时没办法跟里面的女子完成交流 估计声音也传不进去 他轻轻摸着水晶棺 精神意识一动 顿时水晶棺消失不见了 被他收入了空间戒指中 他又拔掉了激光切割机的插头 将激光切割机也整个收入了空间戒指中 这大东西不能放在外面 倒不是怕被偷走之类 在这果园中 还没有人敢随便闯进来 主要是这东西的精度太高 对无尘环境的要求非常高 如果长时间放在外面 容易落灰尘在上面 他每次用完之后 都会放入空间戒指中 他拿出裤兜里的手机 发现有几个未接电话 林坤 叶峰看了一下上面显示的名字 有些惊讶 他记起来 这个名字应该是上次在野乡老鱼楼 遇到的那个跟自己抢车位的人 后来自己跟他交换了手机号码 他打电话给我 做什么 叶峰跟他也只是一面之缘 还从没有联系过 想了想 叶峰还是回拨了过去 没过多久 电话就被接通了 然后林坤的声音传了出来 叶峰 我是林坤 我们上次在野乡老鱼楼见过的 还记得不 当然记得了 之前我的手机调成了静音 所以没有接到你的电话 实在不好意思 你有什么事情吗 叶峰对着林坤印象不错 当即笑道 没事没事 叶峰 你是不是卖过一只斗拳给蔡天方 林坤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了当地问道 是啊 你问这个做什么 叶峰有些惊讶 他心底已经明白 林坤打电话做什么了 不过这林坤从哪得知的 听林坤的语气 似乎跟蔡天方很熟 野哥 你可还苦了我 他用你卖给他的斗犬赢了我的 让我输了上千万 林坤开始大道苦水 叶峰有些无语了 怪不得上次蔡天方说 他跟林坤两人 联手举办斗犬大赛 怎么对林坤这个名字有些耳熟 原来此林坤就是比林坤啊 野哥 这样的超级斗犬 你还有没有 林坤与峰一转 我愿意出四百万 不 五百万 购买一头这种超级斗犬 野哥 你三百万卖给蔡天方 实在太便宜了 你确定想要 叶峰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道 当然想要 野哥 你真的还有啊 电话另一边的林坤浑身一震 精神亢奋起来 大吼道 野哥 我现在就过来 马上 最多一个小时 就能够赶到封县 他做梦都想拥有一头强悍的超级斗犬 他有三大爱好 飙车 玩女人 训斗犬 为此 他可以一致千金 你就直接到石马镇吧 叶峰没想到林坤性子这么急 不过也好 要不然怎么赚他钱呢 五百万一只斗犬 叶峰嘴都快笑弯了 他突然感觉 自己卖给蔡天方 穆叔 南哥的三头狗 都有些太便宜了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 万事开头难 一开始价格 一开始价格不可能太高的 只要跟林坤这一单完成 他的斗犬价格提高到六七百 乃至千万都是有可能的 价值千万的斗犬 说多很多 说不多也不多 就好比花花会中 比极品更罕见的珍品 价值数百万 也是尝试 任何东西 罕见而珍贵 那么价格就会超乎想象的高 挂了电话 叶峰走出了铁皮房子 里面非常闷热 空气流通性也不太好 也只有叶峰的体质 才能够在里面长时间待 换成其他人 早就中暑了 呼 深吸一口气 外面的空气就是新鲜 他吹了一声口哨 顿时群狗都跑了过来 剩下的几只土狗 他是绝对不会卖的 特别是大狗二狗 在他家待了几年 早已经有感情了 至于那些猛犬 叶峰从墓书那里要来 除了用来守护果园之外 本身就是用来卖的 就你了 叶峰摸着一只高大狼狗的脑袋 轻轻笑道 这狼狗站着 几乎到他的胸口了 如此大的狼狗世所罕见 要知道 叶峰现在的身高猛窜 已经长到一米八三了 这狼狗看上去极为威猛 而且毛发也是极好 任何人看到之后 都会有种心神战力之感 嗯 看来的在买皮狗了 叶峰心中暗想 不过他决定 不再只买纯粹的猛犬 也要买些宠物狗 不知道用生命之尼 培育出的宠物狗 会有什么变化 一个小时之后 叶峰开着皮卡 载着那头狼狗来到了石马镇 凌昆来得够快的 当他看到叶峰带来的那头狼狗 眼睛发光 围着狼狗兴奋不已 哈哈 狼狗好啊 比蔡天方的那头土狗 威猛多了 林坤非常满意 他之前还担心 叶峰卖他的斗拳 比不上蔡天方那头 现在看来是担心多余了 相比那头土狗 他更心喜欢这头狼狗 林坤 要不要试一试 这头狼狗的战斗力 叶峰笑道 不用了 叶峰 我还不相信你 这样的超级斗拳 事所罕见啊 林坤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狼狗 如果不是狼狗那冰冷的凶芒 只怕已经伸手去摸了 叶峰又跟他讲了 狼狗只吃自己提供的狗粮的事情 林坤二话不说 直接采购了一千包 当然 叶峰没有要他高价 一千一包也就一百万而已 再加上卖狗的五百万 叶峰一下子就从林坤身上 赚到六百万元 买了狼狗之后的林坤 没有多待 开着车子 带着狼狗 直奔县城而已 他是去找蔡天方炫耀刚买的超级斗拳 顺便去野乡老鱼楼大吃一顿 他本来邀请叶峰一起去 不过叶峰推托说 还有事情 叶峰还真有事 田老早已经从沙市动身 估计再过个把小时 就能够抵达石马镇了 由于田老他们还没有到 叶峰先去工地看了一下 进展还算不错 比预想的要快一些 待了一会儿 他又来到了夜市超级鱼尔作坊 现在作坊的生产规模 已经达到了极限 业务扩展 生产压力变大 不得不加班加点 不过没有人怨言 反而都是干劲十足 对作坊的工人来说 加班就意味着更多的钱 老板 老板好 走在作坊之中 每一个遇到的工人 都匆忙打着招呼 几乎没有人空闲着 叶哥 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青年 正推着一个平板手推车 朝着仓库而去 看到叶峰连忙停了下来 招呼道 叶峰 工作怎么样 叶峰看到是叶峰 当即笑道 现在叶峰看上去变化很大 原本那头耍裤的黄色碎发 已经理成了平头 看上去显得更加精神了 还好 叶峰说道 虽然比较辛苦 却让他感觉很充实 现在已经基本上 适应了工作节奏 好好干吧 叶峰拍着他的肩膀 鼓励道 嗯 叶峰点点头 叶哥 那我先去忙了 去吧 叶峰点点头 叶峰连忙推着推车离开了 叶峰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在叶峰进入作坊之后 他就让后勤部的刘平多 关注一下叶永 根据这些天的表现 还算是不错的 跟同事相处的也很好 没有将混子的习气 带到作坊里来 进了办公室 叶峰召集几个主管 简单说了几句 就让他们去工作了 对于叶氏超级鱼尔作坊 以后的发展方向 叶峰已经有了基本的构想 鱼尔中生命之泥的比例 叶峰已经是一降再降 从一开始的100比1 降到了500比1 鱼尔的效果太强 也有不太好的影响 他最近就经常看到 一些关于叶氏超级鱼尔的 新闻报道 说是某某使用这种鱼尔 将一口池塘里的鱼 全部掉光了 总而言之 现在叶氏超级鱼尔 已经开始出现在 某些媒体新闻上 虽说反响并不大 反而增加了网上销量 总得防患于未然 正因为考虑到这些 叶峰准备再次降低 生命之泥的比例 降到千分之一以上 虽然他不担心 别人检测出 叶氏超级鱼尔中的 生命之泥成分 反正现在叶氏超级鱼尔 已经打出了名气 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就算是降低了鱼尔效果 只要比其他鱼尔效果好就行了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鱼尔的定价太低了 又不能将鱼尔价格 提高的太多 鱼尔本来就是讲究 薄利多销 那么就只能降低 生命之泥的比例了 以叶峰现在的身家 就算是停掉这个作坊 不再生产叶氏超级鱼尔 也没有任何问题 最多是跟老鬼鱼尔合作 那边有些麻烦 需要赔付大笔违约金 不过 他还是狠不下这个心 毕竟现在作坊工人一百多人 不是能停就能停的 反正制作鱼尔使用的 生命之泥并不多 特别是减低比例之后 反而消耗更小了 而且现在作坊 除了生产鱼尔之后 还生产一些狗粮 鸡粮之类的 生命之泥的比例 就比鱼尔要高得多 特别是狗粮 转眼间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他很快接到了田老的电话 他们已经到了收费站 叶峰连忙出去接他们 这次来了五个人 除了田老 田田两人外 两个田老代的研究生 还有一个留着八字胡中年男子 珍世念 也是名气不小的古文研究专家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看上去很儒雅 叶老弟 你能够出资赞助伏基文的研究 实在是我们这些研究 伏基文的人的大性 珍世念跟叶峰握了一下手 语气中透着感激 他是国内对伏基文 极为痴迷的古文学家之一 也正因为共同的兴趣 才跟田老建立往年之交 这一次田老的伏基文研究项目 他也是参与者 本以为就要泡汤了 没想到有叶峰赞助 喜出望外 对叶峰自然是非常感激 珍老哥 你就别这么说 其实我也是有私心的 我相信伏基文一定会大放光彩的 到时候 伏基文被世人认可 我岂不是也能够跟着出名 叶峰笑道 至于真实目的 他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真要有这么一天 你叶峰就是伏基文研究的最大功臣 真实念等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田老 现在先去县城 找个地方住下来 至于实验室地址的选择 还要田老实地考察了 叶峰看向田老说道 这个没事 做伏基文的研究 必须尽量清静的地方 田老点点头 你们坐的出租车太挤了 要不上我的车子坐一个 叶峰看了田田一眼 跟他打了一声招呼 一段时间没见 田田越发水灵了 田老他们是坐出租车来的 五个人挤在车子 确实有点拥挤了 我来坐吧 田田主动坐上了叶峰的车子 叶峰先带着田老他们 到了野乡老鱼楼中 吃了一顿丰盛的鱼餐 田老跟田田两人 吃过野乡老鱼 倒还没有觉得什么 两个研究生刘辉 和金雨昕两人 还有真实念三人 却吃得赞叹不已 当他们知道 这么一顿鱼餐 要花费数万元之多 不由得暗暗扎舌 当然 叶峰跟他们说了 自己是这家野乡老鱼楼的老板 他们才释怀 也算是见识了叶峰的财力 怪不得赞助上千万连眼睛 都不眨一下 他们对福吉文的研究 更加有信心了 吃过饭之后 叶峰将田老暂时安顿在 丰县的一家新级酒店之中 以后具体的住宿 就要看实验室的地点了 不过实验室的建立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比如说赞助资金的管理 虽说叶峰相信他们 田老还是坚持 要建立完整的资金管理条例 首先就是要建立一个实验室的财务管理部门 对赞助资金进行管理 按照田老的要求是叶峰亲自管理 不过叶峰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只能聘请专业的财务人员 毕竟这是上千万的资金 确实不能太随意了 而且田老他们本身是研究人员 对管理财务资金并不擅长 反而会分散精力 时间一长 赞助资金出了问题 反而会生出一些麻烦来 几人在酒店房间中开了一个会议 分配好工作 叶峰主要是负责实验室的财务 后勤工作 这些他可以聘请专业人员来做 至于寻找实验室 以及实验室本身的建造 就由田老他们负责了 从酒店出来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不过叶峰不是一个人离开的 还带了田老的一个研究生刘辉 叶峰准备带着刘辉 再去买一辆车子 提供给实验室 毕竟没有车子 出行就很不方便 比如说田老他们要去找合适 做实验室的房子 就必须到处看房 有一辆车子就方便了 另外叶峰也准备 将自己的那辆皮卡车换了 坐在皮卡车驾驶室中 叶峰正要发动车子 放在裤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一看 是蔡天芳打过来的 喂蔡天芳 你要的狗粮 我有时间会给你送过来的 叶峰还以为 他是因为狗粮的事情 叶峰 你是不是卖了一头 超级斗拳给林坤 未料蔡天芳气势汹汹的问道 是啊 这有什么问题吗 叶峰眉头微皱 不嫌不淡倒 当然有问题啊 这家伙现在来我这里炫耀 你怎么不卖给我啊 不就是五百万 我可以出更多的钱 蔡天芳几乎是大吼道 你又没有问我要买 既然有人出高价买 我当然就卖给他了 叶峰别别嘴巴道 叶峰 那你还有这种级别的斗犬没 我要了 六百万 我出六百万再买一头 蔡天芳连忙问道 蔡天芳 你是知道的 这种级别的斗犬培养太困难了 不知道耗费了我多少心绪 叶峰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 叶峰 别跟我说这些废话 我知道你肯定还有 这样吧 我再加你八十万 六百八十万 怎么样 蔡天芳怎么不知道叶峰的心思 当即说道 方少你还真是个爽快人 好 六百八十万 我最强大 也是最后一头超级斗犬 就属于你了 不过 今天是没有时间交易 明天我们再联系 叶峰直接答应了 然后不带蔡天芳说话 就直接挂了电话 我靠 这家伙竟然就这么挂我电话 另一边的蔡天芳 差点没跳脚 他现在是恨不得将超级斗犬买到手 对他来说 多拖一天 就是让他煎熬一天 不过没办法 他也只能咬牙切齿的哼哼几声 林坤 等我买到第二头超级斗犬 看你怎么跟我斗 叶峰收起手机 然后启动发动机 朝着风线的一个车行开去 坐在副驾驶市市上的刘辉 对刚才听到的话 极为好奇 什么样的超级斗犬 竟然要买到六百多万 现在叶峰在他眼中 越发神秘起来 随随便便就赞助上千万 又是野乡老御楼的老板 现在似乎还有其他的生意 对于刘辉的心思 叶峰自然不知道 很快 他开着皮卡 来到了丰县最有名气的凯泽车行 这车行不像一般的4S店 只销售单一品牌 而是多种牌子 上到宝马奥迪奔驰 下到一般的大众本田雪佛兰 各种牌子都有 为实验室提供车子 不需要档次太高 只要能够多做人就行 叶峰带着刘辉 来到了雪佛兰区域 一个长相甜美的服务员 接待了两人 先是送上了冰凉的纯净水 然后开始给两人 介绍雪佛兰的各位车型 叶峰对车子没什么挑剔 很快就选择了一款 18万左右的 7座雪佛兰SUV车 刘辉 你去试车吧 叶峰对刘辉道 好的 叶哥 刘辉脸上有着兴奋 他在大学时期就考了驾照 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开车 趁着刘辉去试车的间隙 叶峰又来到了其他品牌区域 他也打算买辆新车 毕竟皮卡开车去 档次实在太低了 以后接触的 可能都是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如果自己开皮卡出去应酬 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同时又不能太张扬高调了 选什么牌子 什么车型 什么价位 叶峰还没有想好 准备先看看再说 不过他对宝马 奔驰 奥迪之类 没什么感觉 路过大众区域的时候 叶峰看到了一辆颇为顺眼的车子 而且这价格竟然不低 高达230多万 小姐 这是什么车型 怎么这么怪 叶峰上前询问服务员 这是大众腾辉 这服务员很有礼貌地说道 哦 原来这就是腾辉 叶峰恍然大悟 这款车据说号称汽车界的低调豪车 很容易被人当成是一般的大众帕萨特 先生 如果你想了解这款车 我可以为你详细介绍一下 这服务员态度很好 好 叶峰点点头 经过这服务员的介绍 叶峰对这腾辉有了了解 才知道这款车看上去很低调 配置却不低 属于大众的旗舰 可以跟奔驰S系列 宝马七箱提并论了 美女 这款腾辉可提现车吗 叶峰心中有了决定 当即问道 这服务员眼睛一亮 一般来说 提到这个问题的 通常都是打算买车的 他本来是无聊 所以才顺便给叶峰介绍一下 没想到 竟然介绍出了一个客户来 真要是能够销售一辆腾辉 他的提成是很不错的 大众腾辉这种豪车 在风线是很难销售动的 反之奔驰宝马奥迪路虎 这一类就非常畅销 就因为腾辉太低调了 一般买豪车的 还不是追求一个面子 如果不是有一个客户 最近订购了一辆腾辉 恐怕这大厅中 还不会有这么一辆 大众腾辉的车子 先生 实在抱歉 这辆车子是有客户提前订购的 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订购一辆 只要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就能够提车 这服务员强忍着心中的激动 连忙说道 行 那就给我订购一辆吧 叶峰点点头 说道 好的 先生 你跟我来 服务员再也难以掩饰 脸上的喜意 连忙对叶峰说道 十几分钟之后 叶峰已经跟车行签订了 订购大众腾辉的协议 而且还是腾辉W12D的顶配 加上各种车险 上牌等手续 需要250多万 他先支付了一部分订金 刘辉也是车回来了 对叶峰说 车子不错 叶峰就干脆得买下了这辆雪佛兰 对于叶峰这么一个购买了两辆车子 其中一辆 更是价值200多万毫车的大客户 车行的销售经理 自然是非常重视 还给叶峰打了一些折扣 而刘辉知道 叶峰竟然还买了一辆200多万的大众腾辉 吃惊之余 也只能羡慕不已了 土豪就是土豪啊 什么时候 自己也可以一至200多万购买这等豪车 不过他知道 就算是能够做到 也要努力很长一段时间 离开了车行之后 叶峰就跟刘辉分开了 刘辉开着新买的雪佛兰科 怕骑SUV直接回酒店 而自己则开着皮卡回家 他现在是归心四剑 水晶关中的美丽女子 还在等着自己呢 回到果园后 叶峰就立马开工 使用激光切割机 对水晶关进行切割 叶峰在外面忙活着 而躺在水晶关中的神秘女子 就一直盯着叶峰看 眼神中似乎多了许多东西 只要叶峰的身影 离开她的视线 她就会露出依恋不舍的表情 一旦叶峰出现 她又会高兴起来 对此 叶峰也有所察觉 心中有了一些想法 不过必须等到将女子救出来之后 才能够确定 第二天 叶峰选了一头体型最高大的猛犬 开着皮卡给蔡天芳送去 还包括了两百包狗粮 蔡天芳住的地方 是一栋非常大的别墅 非常奢华 外面有着一个巨大的游泳池 当叶峰抵达的时候 正看到蔡天芳给她的犬身 亲自梳理毛发 这土狗在看到叶峰的时候 立马撇下正在伺候她的蔡天芳 撒腿就朝着叶峰跑了过来 摇着尾巴 脑袋蹭着叶峰 神态举止轻腻无比 特别是那泪汪汪的眼神 似乎在哭诉叶峰 为什么不要她了 叶峰看得心软 摸着她的脑袋 不远处的蔡天芳 恨得牙根痒痒 卧槽 老子天天伺候她 差点没把她当成祖宗供着了 在她眼里 竟然还是比不上你这家伙 这犬身根本不愿意让其他人伺候 只有蔡天芳才能够接近 她不得不亲自给犬身喂食 洗刷 梳理毛发等等 可谓是犬身的全情保姆了 不过 蔡天芳很快就被叶峰身边 另一头蒙犬给吸引住了 叶峰 这就是你给我送来的超级斗犬 蔡天芳连忙跑了过来 眼睛发亮 这是一头鳌犬 看上去极为凶恶 属于鬼鳌 当然 并不是纯种 只是拥有鬼鳌的一些血统而已 不过经过生命之泥的培养 现在已经出具鬼鳌的凶残外形了 而且在体型上 远远超过了正常的鬼鳌 原本体型足够高大的土狗犬神 跟叶峰身边的这头鳌犬比起来 就差了一些 毕竟 屠狗本身的体型 就比不上鳌犬这种超大型犬的 好好好 太完美了 强壮 凶残 冷血 这就是我需要的超级斗犬 蔡天芳搓着手 满脸兴奋激动 我们赶紧交易 等等 蔡天芳 交易之前 我必须跟你签订一份协议 叶峰淡淡笑道 什么协议 蔡天芳惊恶道 你看一下吧 叶峰拿出一份打印的文件 递给蔡天芳 蔡天芳接过来 看了一下 皱着眉头道 购买的豆犬在退役之后 甲方不能随意处置 以方有权利以低价回收 叶峰 你不会开玩笑吧 豆犬都卖给我了 你还想回收 蔡天芳惊讶道 当然 这些豆犬是我一手培育出来的 我不希望 他们在为你们努力拼搏赚钱之后 退役之后 反而落得一个凄惨的结局 我可是听说 豆犬在退役之后 通常会被处理掉的 叶峰说道 对于训养豆犬的人来说 退役的豆犬 就是失去了利用价值 继续喂养的话 依旧要极高的费用 很不划算的 叶峰不希望自己培育的豆犬 落得这样的下场 所以他去找过律师 起草了一份这样的合同 既然你愿意承担 豆犬退役后的负担 我自然没有意见 蔡天芳根本无所谓 直接在合同上签了字 豆犬是680万 至于200包狗粮 他已经将狗粮的价格 确定在1000一包 也就是20万 蔡天芳自然是喜滋滋的 对叶峰那个感激 毕竟这相当于 为他节省了100多万元 叶峰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为了统一狗粮的价格 现在给他降了价 以后蔡天芳就算是知道了 也没话可说 700万到手 叶峰的银行户头上的数字 又增加了不少 叶峰没有在蔡天芳这里 多停留 开着皮卡离开了 他现在可是很忙的 他顺便去了一下田老他们住的酒店 不过没什么事情 真是念带着刘辉 出去找能够做实验室的房子去了 从酒店出来 他正要开车回去 就接到了云千华的电话 喂 叶哥 你在哪里 云千华的声音依旧骚包得很 有什么事 赶紧说 我现在很忙 叶峰美好气道 这家伙都在野乡老鱼楼待了这么多天 天天吃鱼吃上瘾了 估计早就忘记了学车技了 叶哥 我现在正好有空 能不能来叫我那个什么自选 云千华小心翼翼地陪笑道 你有空 可是我没空啊 叶峰淡淡说道 这个以后再说吧 他家里还有一个仙女一般的美女 等待他解救呢 哪有时间去教云千华自适的时间 叶哥 别别别挂电 云千华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来 随即就戛然而止 因为叶峰已经挂掉了电话 另一边 野乡老鱼楼中 云千华看着嘟嘟嘟的手机声音 愁眉苦脸 好不容易忍着没吃鱼 叶峰竟然没时间 不管了 先大吃一顿再说 云千华哼哼一声 就要打电话给厨房订餐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心中一喜 还以为是叶峰打过来了 不过看到是一个陌生号码 他心中有些奇怪 还是接听了 千华哥 我是妮妮 听到这个娇腻的声音 云千华差点没将手机吓得丢掉 他 他怎么来了 云千华脸色巨变 当即灵机移动 以一种标准的普通话说道 对不起 你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他又变换成了英语的口音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 Please read the letter 自证腔圆 真的跟语音提示中的声音 没有什么两样 说完之后 他面带微笑地挂掉了电话 然后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 还好我够机灵 要不然就麻烦了 希望姐不会告诉他 我在封县 要不然他找来就麻烦了 云千华心中暗响 铁皮房子中 叶峰又在操作着激光切割机 切割水晶关 不过切割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幸好水晶关中的神秘女子 并没有任何变化 这么多天不吃不喝 叶峰心中越发惊诧不已 不知道这神秘女子到底什么来头 以他现在的体格 可以坚持几天不吃 要是不喝水的话 没几天就要奄奄一息了 一直忙到深夜 叶峰返回屋子里 就开始锻炼 每天雷打不动的道立二十二氧式 做完之后 他就去洗掉身上覆盖的那层血垢 随着道立二十二氧式的深入 换血逐渐进入了尾声 每次排出的旧血越来越少了 吃了点水果 补充一下体力 他这才躺下睡觉 第二天起床后 叶峰第一件事情 就是换掉裤衩 先把衣服洗掉再晾好 换成以前 他是不会这么勤快的 积攒几天的衣服 等到许晴来的时候 一起洗了 不过今天刚好是星期六 许晴会来的 虽然已经是暑假 许晴他所在的幼儿园 办了幼儿托管班 他还要上一个月左右的班 只有到八月上旬 他才能够有休假时间 现在已经是八月初了 估计也就要放假了 他要是知道自己梦移了 还不得笑死 以他的身体素质 竟然还会梦移 真是不可思议 只能说明 水晶棺中的女子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所谓日游所想 夜游所梦 今天许晴来的晚了一点 他今天特意在一家发廊 做了一个新发型 耽搁了一些时间 风 你的衣服都洗了啊 许晴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对着正在割蜂蜜的夜风说道 已经洗了 夜风周身都飞着蜜蜂 这个蜂箱还是原来那群 至于新收来的几群 暂时还割不到蜜 由于收割太厉害了 这次估计也就能够收到半斤左右的蜂蜜 不过 用来做蜂蜜冰淇淋 还是没有问题了 由于这些天忙着切割水晶棺的事情 他都忘记做冰淇淋了 今天怎么变得这么轻快啊 闹去榨果汁了 许晴有些惊讶道 说完他进了屋子 将九阳榨汁机找了出来 用开水清洗干净后 又拿出一大块西瓜 一些香瓜 桃子 李子等水果 分别切成丁 混合放入榨汁机中榨汁 搅碎的汁液经过几次过滤 剩下的果汁清澈 色泽鲜明 五颜六色 极为好看 还有一股浓郁的果香 顿时 叶峰已经端着剩放着蜜皮的大碗进来了 由于蜂蜜要流出来 需要一段时间 叶峰进入厨房 拿出洗干净的糖瓷锅 又从冰箱里拿出一桶纯牛奶 倒入其中 然后又放入几个鸡蛋黄 用筷子搅拌起来 顿时 原本奶白的牛奶 一下子变成了黄灿灿的 他将糖瓷锅放到燃气灶上 打开火之后 边加热边搅拌 一直到牛奶跟鸡蛋黄完全混合均匀后 这才关掉火 用不锈钢盆打了半盆冷水之后 就将糖瓷锅放入里面进行冷却 另一边 许晴的果汁已经榨好了 嗯 好甜好香啊 太好喝了 风 你喝一口 许晴端着一个小瓷碗 手中拿着一个小勺子 咬了一勺 送到了叶峰的嘴边 叶峰微微一笑 张口将果汁吃了下去 果然是清甜芳香 蕴含了好几种水果的滋味 混合在一起 奇妙无穷 风 好吃不 许晴的眼眸 眯成了月眼 好吃 叶峰点点头 再吃一口 许晴又送了一勺过来 你一口 我一口 直到将瓷碗中的果汁 全部喝光 小青 你倒冰箱里 拿一盒奶油出来 叶峰看到糖瓷锅里的奶浆 冷却的差不多了 当即说道 好 许晴放下瓷碗和勺子 走到冰箱前 叶峰端着糖瓷锅 来到大厅里 看了一下大海碗中 过滤出来的蜂蜜 已经有不少了 当即倒出来一些 在另一个瓷碗里 许晴拿着一盒奶油出来了 叶峰接过来 撕开封盖 倒出一半 与奶浆混合起来 搅拌混合充分后 又倒出剩下的一半 继续混合起来 这样可以让奶油 跟奶浆混合的最均匀 降低颗粒的存在 叶峰拿着的筷子 一直没有停止过搅拌 他将搅拌好的液体 倒在两个大碗里 然后一个碗里倒入果汁 一个碗里倒入蜂蜜 由于果汁和蜂蜜非常的甜 已经不需要往液体里放糖了 你办这个 叶峰对许晴说道 好 许晴拿起筷子 开始搅拌放了蜂蜜 和奶浆奶油的大瓷碗 而叶峰则搅拌放了果汁 和奶浆奶油的大瓷碗 直到搅拌均匀之后 叶峰跟许晴 这才端起大瓷碗 走到冰箱前 将这两个大瓷碗 放入冰箱的冷冻室中 等个把小时 这液体稍微凝固一些后 就再搅拌一次 然后装入冰淇淋盒子中 等到液体彻底凝固好 好吃的冰淇淋 就能够新鲜出炉了 由于外面天气太热 两人也没有外出 就在屋里聊着天 许晴喜欢说 她在幼儿园 当幼娇的一些事情 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 叶峰连忙起身 将两个瓷碗 从冰箱的冷冻室中拿出来 然后又用筷子搅拌起来 许晴已经拿出 十几个冰淇淋盒子 我吃一点 许晴又拿出一个勺子 咬了一小勺 品尝起来 嗯 好吃 这次的特别好吃 许晴边吃边说道 还没有凝固好呢 叶峰拿出勺子 将两个碗里的 半凝固的冰淇淋 一一装入盒子中 每一个盒子中 装一半果汁味的 一半蜂蜜味的 果汁味的冰淇淋 五颜六色 而蜂蜜味的 却是金黄色 非常好看 全部装完之后 叶峰就将冰淇淋盒子 中间的薄格板 一一拔出来 这样的话 两种不同口味的冰淇淋 就会接触到一起 一半五颜六色 一半金黄 煞是好看 盖上盒盖后 叶峰将十几个冰淇淋 重新放入了冷冻室中 好了 几个小时之后 就能够吃了 叶峰拍拍手道 几个小时后 哇 我的冰淇淋好了 可以吃了 许晴欢呼地冲入了厨房 第一时间打开了冰箱 拿出两盒冰淇淋来 解开盖子 顿时就露出了 完全凝固的冰淇淋 一半是金黄色的 一半是彩色的 嗯 好香啊 许晴鼻子凑近 轻轻吸了一口 满脸沉醉 给 许晴将一把小勺子 递到叶峰手上 然后就开始咬着吃了起来 透心的凉 松软 香甜 两种冰淇淋 有着不同的滋味 混合吃起来 真是不错 特别是在这炎热的夏天 简直就是莫大的享受 这可是纯天然的冰淇淋 没有加入任何添加剂 吃完一盒之后 许晴又贪吃了一盒 这才一脸满足的 躺在大竹椅上 似乎在回味冰淇淋的味道 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太阳不那么晒了 两人带着斗笠太阳帽 又去土里浇水 去养鸡场捡鸡蛋 玩得不易悦乎 一直到傍晚的时候 许晴才想着回去 凤 本来下个星期就放假的 不过 我估计没时间过来了 上车的时候 许晴突然说道 有什么事 叶峰惊讶道 烦死了 还要去楼市培训一周 许晴苦恼道 比正常的老师 少修一个月嫁不说 现在还要培训一周 这样一来 他也就能够休假半个月而已 也就一个星期而已 相比起其他职业 你们老师放暑假 寒假这么长 已经足够让人羡慕了 叶峰笑道 他心中却暗暗松了一口气 一旦许晴天天待在这里 他真没时间去切割水晶棺了 那你可得天天打电话给我 许晴撒娇道 放心好了 一天三通电话 是少不了的 叶峰说道 送走了许晴之后 叶峰就迫不及待的进入铁皮房子 开始工作起来 这一忙就是到深夜 晚饭也是随便吃的 第二天一大早 叶峰又忙活了两个小时 这才开着皮卡朝着县城而去 酒店之外 叶峰坐在车子里 没等多久 田老几人就出来了 刘辉也从地下车库 将那辆新满的雪铁笼开出来 叶峰 我们选的是彩河中路的金黄大厦第三层 空间足够了 而且隔音信号 不需要重新装修 租金也不贵 田老上了叶峰开的皮卡 说道 田田也跟了上来 而真是念根金玉兴 坐的是刘辉开的车 彩河中路 那里原本是新开发区 我听说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 没有搞起来 原本炒得很热的房价一跌再跌 根本卖不出去 形成了不少浪位房 叶峰对封县 还是有些了解的 是啊 我们就是看重这一点 田老点点头 开了十几分钟 两辆车子来到新开发区 这里明显冷清了许多 实际上 这里的交通设施比较完善 街道宽阔 车辆却并不多 金黄大厦就处于新开发区中心 一个极为显眼的建筑 县城的建筑 很少有超过十层的 金黄大厦却达到了十五层 可惜 这个商业大厦 却根本租不出去 入住的商家企业并不多 很多空闲 就说田老他们看重的第三层 就是有人转让的 在一开始这里的商铺楼层是非常抢手的 一建造就被人提前抢租下来 只可惜新开发区的迅速冷却 立马让入住的商家损失惨重 将车子停在大厦外的停车场上 众人下了车 进入了大厦中 到了三楼之后 里面装修果然很好 空间很大 只不过空荡荡的 四处查看了一下 叶峰满一点点头道 田老 我觉得挺不错的 就这里吧 那就这里吧 田老点点头 带叶峰过来看看 也就是过过场而已 租金不贵 一个月一万二千块钱 最少租一年 也就是十四万四千元 这么大的面积 如果放到县城的繁华地方 跟白送没两样 有了叶峰点头 接下来签订合约的事情就简单了 由于这里空荡荡 什么也没有 接下来就必须购买各种用具才行 反正面积足够大 除了当实验室外 还可以当宿舍 房间挺多的 这些就交给田老他们去做了 叶峰没有多呆 就离开了金黄大厦 直奔封县的人才市场而去 他知道 今天这里会举行一场招聘会 当然 像封县这种小地方 想要招聘到高材生 还是非常难的 进入这种县级的人才市场 都是一般学历不高的人 甚至大部分都是高中生 中专生一类 参加招聘会的企业 招聘的也是一些技工一类 在封县 中小企业不少 却以鞋厂 服装厂 化肥厂之类居多 不过叶峰只是招聘几个后勤财务人员 应该没什么难度的 到人才市场之后 叶峰花了两百块 租了一个角落位置 很不起眼 就一张桌子 两条凳子 桌子上放着竖着一块黑板 黑板上用粉笔写着招聘信息 其他企业公司的都是非常正式 招聘的通常是几个人 使用的招聘信息 都是专业广告公司策划出来的 完全不能比啊 不过叶峰也不在意 只要能够找到人就行 再说他这黑板上写的招聘信息 绝对不会比其他企业公司拆 甚至还要高得多 虽然是角落 也许是招聘信息吸引了人 很快就有一个五六十左右 面容看上去很憔悴的老年男子走了过来 手上拿着简历 你好 这老年男子穿得很整洁朴素 戴着一副眼镜 上前说道 哦 请坐 大叔 你想 叶峰正在闭目养神 当即睁开眼睛 惊愕不已 这么大年纪也来应聘 不过他看清楚这老年男子的样子后 微微一愣 感觉有些眼熟 却有些不太确定 大叔 你想应聘什么工作 我想应聘后勤主管的职务 老年男子坐留下来 将简历递到了叶峰面前 哦 叶峰点点头 打开简历看了起来 脸上的惊讶越来越强烈了 老年男子有些紧张起来 毕竟他已经去过其他招聘摊位看过 都在知道他的年纪后 都委婉拒绝了 王老师 您以前在的回塘中学做过十几年的班主任 现在应该都已经退休了 怎么还想着出来找工作呢 叶峰好奇问道 他已经确定 这个中年男子就是记忆中的那个人 只不过变化太大了 看上去苍老憔悴许多 真看不出当年意气奋发的样子 中年男子王学斌沉默了一会儿 似乎有些不太想说起过去 王老师 如果您不想说也没关系 欢迎你加入风铃工作室 叶峰伸手笑道 你答应了 王学斌微微一愣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而耳朵 王老师 您认识我 叶峰深吸一口气 说道 这个 实在抱歉 我真认不出来 王学斌犹豫了一会儿 摇摇头道 王老师 十几年前 您还当过我的班主任呢 就是当年的五十四班 我是叶峰 叶峰轻轻笑道 五十四班 叶峰 王学斌皱着眉头 似乎回想起当年的记忆 叶峰 我好像有一点记忆 哦 我记起来了 我记得你在初二的时候 还处于班上中等水平 短短半个学期的时间 就突飞猛进地赶了上来 成为班上两个考上一中的其中一个 也难怪 那个时候的叶峰内向 并不起眼 如果不是当时叶峰 有这么一段特殊的经历 只怕王学斌真的难以想起来 毕竟他带过的班级 教过的学生 实在是太多了 叶峰 后来你考了什么大学 王学斌好奇到 他这样的老师 对所带学生的前途 还是很感兴趣的 如果能够出几个有成就的 心中也会觉得自豪 难大 叶峰说道 这可是我们南省的名牌大学啊 王学斌很是欣慰到 叶峰笑道 也就那样 毕业后 差点连工作都找不到 他当时报考的南大是第一志愿 而且还是当时比较热门的自动化专业 却没想到分数线没有达到 最后调剂到了园林专业 你现在不是很好啊 没想到我们师生以后 有机会在一起工作啊 王学斌心情似乎变得好了许多 笑道 王老师 我给您讲一下 我们凤林工作室的一些情况 是专门为一家专门从事古文研究的科研实验室服务 由于刚刚成立 所以设施人员还不完全 到时候估计要你多费心了 叶峰说道 他对王学斌的能力毫不怀疑 在初中当班主任的时候 就以智学严谨而著称 刚成立 王学斌微微一愣 面露犹豫之色 王老师 这你就放心 这家科研实验室的投资有上千万 而且聘请的专家 就是省文物局的专家 还有其他一些国际上的古文研究专家 资金方面不需要担心的 叶峰知道王老师的担心 当即解释说道 王学斌这才放下心来 在内心中 他还是相信 叶峰这个昔日的学生 应该不会骗他这个老师的 王老师 关于工资待遇的问题 你直接看一下合同就知道了 叶峰将一个合同 递到王学斌手上 王学斌没想到 连合同都准备好了 不过他看了之后 极为心动 因为在黑板上写到的工资 只是其中一部分 另外的福利也是非常高 特别是主管一级 月收入上万并不困难 在封县这种县级城市里 那是非常的高 叶峰 工作室还能够提前预付工资 王学斌突然看到 合同上写了这么一条 眼睛一亮道 对 这是我们封灵工作室的 一大特点 叶峰点点头 那就好 那就好 王学斌很是激动 王老师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 现在可以提出来 叶峰看到王学斌的表现 当即说道 我就是现在家里 经济紧张了一点 所以才这么高兴的 让你笑话了 王学斌自嘲一笑道 王老师 我不是想探问您的隐私 不过 真要有困难 一定要说出来 如果经济上紧张的话 我可以给你预知几个月的工资 叶峰说道 真的可以 王学斌很是激动到 他现在是想钱想疯了 如果不能再找到工作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哎 叶峰 我实话跟你说吧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去年我女儿被车子撞了 虽然就回来了 却伤到了脊椎 瘫痪在床 前期费用已经耗尽我的积蓄 后期费用却没有着落 而且 赵氏司机一直没有找到 王学斌脸上露出了一抹苍凉 他只有一个女儿 荡成宝贝 一般疼着 却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什么 叶峰脸上露出了一丝吃惊 他还记得王老师女儿的样子 那个时候才十岁的样子 却长得很可爱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惨事 怪不得王老师本来退休了 按理说退休金也不少 晚年生活应该有保障 谁想到会遭遇这等痛苦之事 王老师 你女儿的后期治疗费用 大概需要多少钱 叶峰问道 如果能够帮助王老师 他是很愿意的 至少也要几十万 而且医生说了 完全康复的几率 只有一成左右 不过不做的话 铁钉要一辈子躺在床上 王学斌苦涩说道 这样吧 王老师 你给我一个账户 我给你转一百万 叶峰直接说道 你说什么 王学斌愣住了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叶峰又复述了一遍 他是非常相信王老师的 毕竟初中三年 足以建立起他对王老师的尊重 说起来 当初他能够从中游水平突飞猛进 最后考上一中 很大程度上就是王老师的鼓励 所以他对王老师是非常感激的 现在自己有这个能力 自然要出手帮助 这怎么行 不行 王学斌连连摇头 这不是几千几万 而是一百万 就算叶峰曾经是他的学生 却也十几年没见面 他怎么能接受叶峰的上百万 王老师 我这相当于是提前预知给你的工资而已 你以后还得给我工作啊 叶峰笑道 预知的工资 王学斌惊愕了一下 猛然想到一个可能 当即是问道 难道这工作室是你办的 如果工作室不是叶峰的 怎么有这个能力 预知上百万的工资呢 是的 叶峰点头笑道 王学斌深吸了一口气 好不容易才消化心中的震撼 沉思了片刻 然后说道 叶峰 谢谢你 千万言语 汇聚成了五个字 沉甸甸的 叶峰看到王老师那满是沧桑的眼中湿润了 心中也是叹息 说道 王老师 别这么说 对我来说 你曾经交给我的知识 那都是无价的 王学斌终于说出了一个银行账户 不过他只让叶峰赚了三十万 因为三十万 再加上他借到的 已经能够满足后期的治疗了 王老师 我还要再找几个人 等人齐了 再去工作的地方 叶峰看到 王老师签了合同之后说道 好的 王学斌点点头 他脸上的阴霾都散去了许多 因为女儿的后期治疗费用 终于有着落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 叶峰又招了三个人 王学斌不说 其他三人 分别是庞海 41岁 持有中三级厨师证书 严勤 29岁 大专学历 财务管理专业 赵勇 32岁 大专学历 会计专业 有了四个人 再招聘几个厨房打杂 打扫卫生的 后勤保安一类 那么招人的任务 算是基本完成了 叶峰开车 将他们几个带到实验室去 让他们熟悉了一下环境 至于接下来的招聘工作 叶峰就交给了王老师负责 他是管后勤的 也暂时监管人士 回到果园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叶峰也没多耽搁 直接投入了 切割水晶官的工作中 对他而言 建立实验室是头等大事 而切割水晶官 将神秘女子救出来 也是一件大事 这神秘女子 来自那神秘的世界 或许 她身上隐藏了不少秘密 能够为自己解答许多疑惑 而且叶峰从这女子的眼神中 看到对自己 有一种很奇怪的依恋之情 已经是深夜了 叶峰还在操作着激光切割机 切割水晶官 她今天打算熬夜切割 由于铁皮房子里太闷热 叶峰全身汗流加倍 就算是放了一台落地扇吹着 也根本没什么效果 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奇异的波动 陡然在铁皮房出现 以叶峰现在的精神意识敏感度 很容易就察觉到了 她猛然抬头 看向不远处的半空中 犹如水波一般 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 不好 那个漩涡又出现了 叶峰这个念头刚起 顿时就有大量的生命之泥 从中喷发出来 整个铁皮房子里 犹如掀起了一股沉暴一般 滚滚灰尘肆虐 她根本来不及跑出铁皮房子 就被大量喷发出来的生命之泥 掩埋了起来 只持续了十几秒钟 漆黑漩涡中 终于没有再喷出生命之泥了 整个铁皮房子内 被生命之泥充堆满 这一次喷发的生命之泥 前所未有的多 嗨嗨 随着漆黑漩涡消失不见 叶峰终于从生命之泥中爬了出来 浑身乌七八黑的 沾满了生命之泥 她好不容易爬出了铁皮房子 刚才差点就被窒息了 嘴里 鼻子里 眼睛里 耳朵里都是生命之泥 因为太突然 肺里面也都吸入了不少生命之泥 粉尘吸入肺里的感觉 实在太糟糕了 她拼命的咳嗽 好像要将肺都从口里咳出来一般 咳到最后 叶峰竟然咳出了血来 看着地上一滩黑血 叶峰没游来的感觉到一阵虚弱感 幸好她不是普通人 否则的话 刚才就真的被活埋了 她摊坐在地上 喘着粗气 不停地咳嗽 咳出的不仅是混杂着生命之泥的黑血 五脏六腑都火烧一般的疼痛 特别是肺部 随着呼吸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搅拌一般 足足咳嗽了一盏茶的时间 叶峰突然感觉 肺部原本的灼烧感逐渐在消退 反而弥漫着一股清凉的感觉 她知道 这应该是生命之泥发挥的作用 虽然吸入生命之泥 让她的肺部非常不适应 在咳嗽重伤及到肺部 形成了咳血 不过生命之泥的效果 也会逐渐发挥出来 修复伤害的肺部 呼 终于舒服了 叶峰直接躺在了地上 之前的痛苦已经彻底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舒畅感 就好像五脏六腑都被洗刷着一般 刚才咳嗽的感觉实在太痛苦了 不过她很快想起 还被活埋的水晶棺 当即翻身而起 重新冲入了铁皮房子中 里面堆满了生命之泥 有一部分都已经溢到小房子里 这次的生命之泥 似乎比前几次多了几倍啊 叶峰有些惊讶起来 不过这样最好 对她而言 生命之泥是越多越好 想到这里 叶峰连忙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大量的蛇皮带 还有铁锹 开始盛装起生命之泥 由于生命之泥太多了 叶峰装到早上 都才装了不到一半 不过 水晶棺还是挖出来了 她立马将水晶棺 收入了空间戒指中 那台激光切割机 也被她收了起来 不过她有些担心 这激光切割机会 不会损坏了 毕竟那漩涡喷发的时候 激光切割机 还在正常运转 突然被生命之泥掩埋 难免会损坏掉 一旦损坏了 想要修理就麻烦了 不管怎么样 先将生命之泥收拾好再说 又干了一上午 叶峰才将所有生命之泥 全部装带 然后一并送入空间戒指中 做完这一切 叶峰也是累坏了 回到屋子里 叶峰先洗了一个澡 昨晚被生命之泥活埋 浑身跟你猴子一般 吃过饭之后 叶峰躺在一张大竹椅上 准备瞇一会儿眼 突然 叶峰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当即起身 走出了屋子 从皮卡车上取出了一包烟 回到屋子 就将这包袱绒王拆开来 他本来是从不抽烟的 吸烟有害健康 还费钱 现在倒是不缺钱 不过这抽烟没有上瘾的话 不抽也没什么 很多人抽烟 一开始只是好奇而已 或者是好面子 觉得抽烟很酷的 或者是别人抽 你不抽就显得不合群 等到上瘾之后 想借也借不掉了 嗯 先试试看 叶峰拿出一根香烟 然后用牙签将里面的烟丝 全部挑出来 放在一张白纸上 他又拿出一小撮生命之泥 与烟丝混合起来 又重新将混合了生命之泥的烟丝 重新装回了纸筒中 由于他手法精巧 香烟的纸筒没有被破坏 完好如初 做完一支香烟之后 叶峰正想点燃 却发现身上根本没有打火机 当即去厨房 用煤气造点燃 叶峰尝试吸了一口气 随着一团烟雾吞入口中 进入肺部 一股难以形容的奇妙之感 油然而生 就好像五脏六腑 都被刺激的嗨了起来 以前他尝试抽过香烟 不过将烟气吞入肺中 立马就会咳嗽的 连眼泪都出来了 这一次 却没有这种感觉 反而觉得浑身舒坦 飘 飘于仙一般 看来 用吸烟的办法 使用生命之泥是可行的 叶峰心中暗响 极为兴奋 他之所以想到这么做 主要是之前生命之泥 吸入肺部之中 虽然一开始咳出了血 随之而来的舒服感 让他知道 生命之泥 本身对人身体也有好处 只不过 让他直接吃生命之泥 这有点难以做到 他一直都没有找打 怎么使用生命之泥的办法 现在 以吸烟的形式 使用生命之泥 却完全可行的 或许 生命之泥中的神秘力量 就在烟丝的燃烧中 释放出来 融入烟气之中 被吸入肺部 发挥着作用 不管是不是这样 叶峰决定试着抽一段时间 他有种感觉 吃生命之泥 重养的蔬菜水果 加禽加畜 效果应该是没有直接使用 生命之泥这么好的 抽完一支之后 叶峰浑身舒服透了 真是过瘾 从此以后 抽烟有意健康 叶峰感觉很带劲 当即又将剩下的 全部都装入了生命之泥 然后重新放入了香烟盒子中 以后想抽了 就可以随时拿出来 反正也只是他个人抽而已 自己做完全可以满足需求 叶峰起身 又回到了铁皮房子中 他将激光切割机弄了出来 开始检查起来 没看到明显损坏的地方 他又用专用清洁器具 对激光切割机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都清洗了一遍 重新装好之后 已经是下午四五点了 接下来的调试运行 才是重点 叶峰还是挺紧张的 毕竟真坏了的话 又要耽搁一段时间才行 还好 叶峰启动之后 进行一番调试 激光切割机 还能够正常运行 叶峰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伴随着激光切割机 再次运转起来 一道激光射到了水晶关之上 切割工作再次开始了 一连两天叶峰都待在果园中 切割水晶关 不过第三天的时候 他终于出门了 因为凯泽车型打电话过来 他订购的大众灰腾已经到了 等到他去提车 叶峰开着皮卡车出门了 路过石马镇的时候 叫上了作放后勤部的刘平 他对皮卡车有了处置的方案 准备交给叶氏超级鱼尔作放的后勤部使用 后勤部经常要外出采购货物 没有车子非常不方便 刘平知道 叶峰将皮卡车给他们后勤部使用 自然是非常激动了 半个小时之后 叶峰开着皮卡到了凯泽车行 站在自己订购的大众灰腾车前 叶峰心情是非常不错的 终于可以不用那辆不上档次的皮卡车了 灰腾低调内敛 外表看不出什么 里面装饰非常奢华 坐在里面 跟普通的车子感觉就是不一样 他试开了一会儿 感觉非常的棒 他二话没说 就支付了剩下的钱 车行已经将所有手续都办好了 各种车险齐全 连车牌也已经装上了 叶峰将皮卡的钥匙丢给了刘平 让他自己开车回作坊 而自己就钻进了新买的大众灰腾中 新车感觉就是不一样 叶峰开车离开了凯泽车行 路过一个路口的时候 旁边传来了一声惊呼 钢子 快看 那好像是最新款的大众滕灰 要两百多万吧 那不是滕灰 那是灰腾 不过真没想到 在我们县城还真有SB买这车 另一个声音说道 我觉得叫腾辉更顺口 而且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 觉得葡萄酸 我要是有钱 宁愿做这样的SB 先前说话的不屑道 正在等红路灯的叶峰脸 摸了摸鼻子 他耳力何等强 虽然那人声音并不高 却还是被他听到了 这时 绿灯亮了 后面车子按了几次喇叭 叶峰摇了摇头 懒得理会 连忙开车通过了十字路口 新开发区 金黄大厦 实验室已经搭建的像模像样 各种用具都已经购买来 研究区 后勤区 财务区 食堂 宿舍 都已经规划的差不多了 又多了好几个新人 是王学兵新招的人 叶峰在实验室待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 反正实验室已经建成 接下来 他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等着他们出成果了 开着新买的大众灰腾 叶峰沿着国道 朝着石马正开去 在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他方向盘一转 就拐入了另一条水泥马路中 只见在这条水泥马路的一侧的路边 竖着一块颇为显木的大牌子 丰县龙门花卉 培植基地 欢迎您 在这牌子上 还有路标箭头 叶峰沿着马路一路开进去 足足开了一公里的路 就远远看到 原野之上是一大片大棚 看上去极为壮观 在另一边 就是一排楼房 不用说 那就是龙门花卉培植基地了 叶峰连忙驱车 拐入了进入花卉培植基地的马路 一路开到了大门口 一扇自动伸缩门挡住了去路 叶峰按了几下喇叭 很快就有一个六十多岁的门卫走了出来 询问有什么事情 大爷 我想跟你们老板谈一笔生意 是关于花卉培植基地转让的 叶峰头伸出车窗 说道 那你等等 我打个电话问问 这门卫没有立马放叶峰进去 而是回到门卫室 用座机打了个电话 没多久 这门卫就打开了自动门 叶峰驱车而入 找了一个地方 将车子停了下来 办公室中 张严金现在筹白了头 最近花卉市场的行情不太好 再加上 他资金短缺 使得现在的花卉培植基地 几乎陷入了半庭宫中 几十个温室大棚 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正常运转 他现在准备将这个培植基地转让出去 虽然有几个人有购买的意愿 不过 价格都压得很低 让他难以接受 正在沉思中 突然办公桌上的座机响起来 他拿起来接听之后 顿时就精神一震 脸上露出一丝洗衣 他放下电话之后 整理了一下衣服 不过他并没有急着出去 谈判谈判 可不能先梳了阵脚 让对手看穿了自己的底细 此刻 叶峰已经走到了门卫指点的办公楼前 很冷清 这是叶峰的第一感觉 他曾经看过 这花卉培植基地的检介信息 在楼市都算是规模较大的培植基地了 当初的老板很有雄雄心 建造的都是科技含量较高的温室玻璃大棚 员工有两三百人 没过多久 叶峰就在一个员工的引领下 来到了三楼 这个时候 办公室的大门也刚好打开 龙门花卫培植基地的老板张严精 正好走了出来 四十多岁的样子 身材高大 看上去豪气 你就是叶峰 张严精看到叶峰的时候 有些惊愕 叶峰在来之前 就跟张严精打过一个电话 探视了龙门花卫培植基地要转让的情况 所以才会开车前来的 张老板 难不成还有人冒充我不成 叶峰轻轻笑道 不是不是 主要是你太年轻了 真是没想到啊 张严精感叹道 说着他拿出一包黄鹤楼的香烟来 就要给叶峰递烟 叶峰委婉拒绝了 先不说他不抽烟 就算抽 也抽自制的生命之烟 两人客套了几句 就进入了正题 叶老爹 我看你也是有诚信 来谈这转让之事 老哥我也不跟你打马虎眼 爽快一点 一口价六百万元 张严精沉音片刻说道 他这价格绝对是他的底线了 当初他建造这个花卉基地的时候 都花了不下八百万 再加上大棚里还有不少花卉 还有培养土的十几个配方 这完全是白送了 叶峰来之前 也是查过一些温室玻璃大棚的建造成本 估算过这培植基地的投资规模 这价格应该说不算太高 如果他自己去投资建造一个 这样规模齐全的培植基地 耗费时间精力不说 投资也不会少多少 有县城自然更好了 张老板 我不跟你讨价还价 而且 这培植基地的所有工人技术员 我也都会留下来 叶峰想了想说道 如果没有这些老员工 他要重新招聘的话 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叶老弟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 我本来还头痛怎么安顿他们呢 有你这句话 我这笔买卖就不算亏了 张严精笑道 谈妥之后 叶峰就跟张严精签订了转让合同 至于其他的转让手续关系 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办下来 张严精又接着召集了培植基地 剩下的五六十个员工 开了一个会议 将叶峰这个新老板介绍给了他们 这些员工一直都在担心 会不会被裁掉 当叶峰承诺不会裁人的时候 他们都欢呼了起来 自从关于培植基地 要转让的消息传出之后 老板已经裁了几批人了 这些员工都是人心惶惶的 直到现在 他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交代完毕之后 张严精就离开了 从此以后 这培植基地就跟他一点关系 也没有了 而叶峰则开了一个会议 交代了一些事情 职务安排依旧 至于工资待遇 叶峰却提高了不少 达到跟他的作坊和实验室持平地步 诸多员工激动不已 本以为会被裁人 谁想到反而涨工资了 叶峰的举措 一下子赢得了员工们的感激 不裁人 涨工资 这两条就足以稳定 花卉培植基地诸多员工的心 会议散了之后 培植基地的气氛都热闹了许多 再也没有之前那种死气沉沉 不过 叶峰留下了培植部的主管杨华秋 他还有事情吩咐 杨主管 你坐下吧 我留下你 主要是说一下培养土的事情 叶峰对举止神态有些拘谨的杨华秋说道 老板 这个你放心 我们基地有专用配置的培养土 足以保证培育的花卉 达到90%以上的良品率 出精品的几率达到了万分之五点八 杨华秋坐了下来 不过只坐了半边屁股 对于新老板 他自然要察言观色 好好表现 他这主管的位置能不能坐稳 可全在叶峰一念之间 花卉行业对花卉品质 有着特有的等级划分 次品 良品 精品 极品 真品 其中次品属于有瑕疵的 不合格的 通常无法进入市场 如果次品底力太高 就会增加成本降低利润 影响花卉品质的最大因素 跟培养土有关系 每一个花卉品种 对培养土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 一个花卉培植基地 首先就需要好的培养土配方 没有这个 是很难培植出好的花卉 当初这培植基地的原老板张严金 一开始使用的是标准培植土的配方 后来高薪聘请培养土方面的专家 对培植土进行调整 从而调制成十几种新的培养土配方 使得现在基地培植的花卉 有十多种之多 一般来说 九成以上的良品率已经算不错了 不过对叶峰来说 这远远不够 这配方不行 我需要的是百分百的良品率 精品率提高到百分之一的地步 叶峰摇摇头道 杨华丘直接傻眼了 他突然感觉在叶峰手下做事 怕是没那么好应付 老板 这个恐怕 他犹豫着说道 又不想直接否定叶峰的说法 就算是以现在国内最顶级的 花卉培植基地中 拥有最顶级的培养土 也无法达到百分百的良品 至于精品能够达到千分之一 就是奇迹了 至于百分百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那样的顶级培养土配方 哪一个不是这些培植基地 耗费大量资金研究出来的 都是当成宝贝一样珍藏着 想买 没门 这你不要担心 我手上有一种超级培养土配方 足以达到我所需要的预期目标 叶峰摇头说道 杨华丘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对叶峰所说的超级培养土 并不完全相信 就算是最顶级的培养土 也达不到 而且 花卉的培植 培养土是一方面 还有温度 环境 氧气 水分等等条件的 叶峰自然知道 杨华丘不会相信 不过也不在意 你先带我去培养土的配置车间吧 叶峰起身说道 好的 老板 杨华丘连忙点头 在这培植基地中 除了最重要的温室大棚 就是培养土配置车间最为重要了 在专门的培养土市场上 可以购买到培植培养土的配方原料 培养土的基土来源有很多种 可以是沙土 排水幸好 就是肥力不够 而龙门培植基地的基土 就是取自河滩的沙土 重点是其他的原料 一种好的培养土 必须能够保证花卉的生长需求 缺少任何一种养分元素 对花卉的成长极为不利 对叶峰而言 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有生命之泥 就可能能够让普通的培养土 变成超级培养土 培养土的配置其实很简单 只要掌握了培养 将各种原料混合 通过搅拌机搅拌均匀就行 叶峰看了一会儿 就对杨秋华说道 明天我就会派人将超级培养土送来 只需要按照一斤超级培养土 跟一吨普通培养土混合起来就行了 好的 老板 杨华秋点点头 能够在培植基地中做到主管一级 自然知道什么时候该说 什么时候不该说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唯命是从 叶峰满意得点点头 然后又吩咐了几句 就开车离开了培植基地 他刚刚买下这个培植基地 不过他一点也不熟悉这里的员工 必须安插一两个熟悉的人才行 特别是生命之泥这东西 必须由他放心的人经手 他已经想到了两个人选 三舅沈元庆 还有叶勇 三舅肯定是他最信任的了 最是适合 而叶勇这段时间表现得不错 值得培养 毕竟是年轻人 在作坊干体力活 也不是个事 最好是学点技术 叶峰准备去问他一下 有没有雪花会种植的想法 三舅监管培养土配置车间 这样的话 就不需要担心超级培养土出什么篓子了 石马镇 夜市超级鱼尔作坊 叶峰将车子停下来 刚好看到大门位置 朱练兵正带着几个人 再往三轮车上装货物 现在网上的订单 已经基本上稳定下来 不过 这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 虽然负责快递这方面 有十几个人 依旧忙得飞起 叶哥 朱练兵现在浑身看上去干练多了 最近天气热 多喝点水啊 叶峰看到朱练兵几人身上 热得汗流加倍 说道 我们也是当出来 朱练兵笑道 作坊里早就安装好了空调 在里面工作并不热 虽然很忙 经常要加班 不过他现在是乐在其中 由于他现在工作不错 都有人给他说清 已经跟一个姑娘对上了眼 正在谈着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有成功的机会 叶哥 我能够跟你说个事情吗 朱练兵突然说道 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 你我之间 还要这么婆婆妈妈吗 叶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笑道 是这样的 我想介绍一个人进来做工 朱练兵扭捏说道 可以啊 你跟董哥说一下就行了 叶峰笑道 他所说的董哥叫董明 是作坊人事部的主管 也是最近成立的 之前的工人招聘 人事安排 都有后勤部经受 现在就独立出来了 他在超市里做过会计 就是想能不能安排进财务部 朱练兵说道 他之所以要问叶峰 主要是现在财务部不缺人 做过会计 叶峰看了一下朱练兵的神情 心中一动 突然笑道 应该是个女的吧 朱练兵脸一红 还是个美女呢 我们都见过 昨天还找过兵哥 这两天 兵哥一直都在傻笑 肯定是谈恋爱了 旁边一个小伙子笑道 朱练兵在几个主管里 是最好说话的 人也没有脾气 所以 手下的人都敢跟他开玩笑 朱练兵的脸上更红了 叶峰眼睛一亮 感情朱练兵谈恋爱了 当即笑道 这是好事 正好需要一个会计 你让他来吧 不过 你女朋友不会在作坊里工作 叶峰宇峰一转道 那在哪里 朱练兵愣住了 我正在办一个花会培植基地 那里需要一个会计 叶峰说道 既然是朱练兵的女朋友 自然不能安排在作坊里了 毕竟两人在一起工作 还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 而且从作坊中掉一个财务过去 也不太合适 朱练兵有些失望 不能再用一个作坊工作 这样一来 见面就有些困难了 放心吧 距离这里没有多远 就在龙门那边 叶峰笑道 朱练兵这才能松了口气 虽说不是一个地方工作 不过 总归给未来的媳妇安排了工作 他相信他一定会满意的 现在石马镇境内 谁不知道 叶是超级鱼耳作放的 工资福利后 打破脑袋都想挤进来 只不过 最近没怎么招工了 又跟朱练兵聊了几句 叶峰就进了办公室 就让后勤主管刘平 将叶永叫来 叶哥 你找我有什么事 叶永进来之后 有些忐忑不安 难道是自己这段时间表现不好 勇子 你先坐下 叶峰看到 叶永谨慎的样子 当即笑道 在作放工作怎么样 很好 虽然有时候感觉累 不过 我觉得 比以前充实多了 叶永说道 这是他的真话 勇子 你现在很年轻 一直做这种工作 也不是长久之道 叶峰掂量了一下说道 叶永却脸色俱变 连忙说道 叶哥 难道我最近表现不好 如果有不好的地方 我可以改的 我真的想在这里长期坐下去 他还以为 叶峰要辞退他 勇子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叶峰摆了摆手道 他没想到 叶永反应这么大 不是这个意思 叶哥 你的意思是 叶永愣住了 不过心中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我是这样想的 你应该趁着现在年轻 学一门技术 叶峰笑道 我连高中都没有读完 能学到什么技术 叶永恼恼恼待到 那可不一定 我刚刚盘了一个花卉培植基地 那里需要花卉培植园 如果你对花卉培植方面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调你过去 叶峰说道 花卉种植 叶永有些疑惑 不错 我们镇上不是有花鸟店吗 就是培植那样的盆花 那也是要技术含量的 你要是能够学会学金这门手艺 肯定差不了 叶峰说道 我学 叶永几乎没有多想 直接就答应了 他不想让叶峰失望 他看得出来 叶峰是真的想帮他 好 那你先去忙吧 明天就过去 叶峰点点头 说道 好的 叶永心情愉悦的 离开了办公室 叶峰喝了一杯冰凉的纯净水 也起身离开办公室 来到了仓库 正看到三舅正在清点货物 时不时拿笔记录一下 等到他忙完之后 叶峰才走了过去 跟三舅打招呼 直接跟他说了 调他去培植基地 当车间监管的事情 三舅自然没问题 一口答应了 又聊了几句 叶峰来到人事部的办公室 让董明办理了一下 三舅和叶永的调动手续 一签动完之后 叶峰才开着车子 离开了作坊 返回果园 继续用激光切割机 切割水晶关 第二天一大早 叶峰就开车出门了 来到石马镇的时候 三舅和叶永 已经准备好了 而朱炼冰带着一个女孩子也在 这个女孩相貌一般 站在身材高大的朱炼冰身边 却显得极为娇嚣 叶哥好 我是圆圆 女孩连忙跟叶峰打招呼 都上车吧 叶峰点点头 当即打开了后备箱 让三人将各自的东西放上去 兵子 别念念不舍了 以后有的是时间 叶峰上了车 看到朱炼冰 还在跟圆圆低声说着什么 当即笑道 朱炼冰脸皮薄 当即不好再说什么 圆圆却大放得多 眼嘴笑了起来 到了龙门花卉培植基地后 叶峰就让三人办理入职手续 由于是叶峰这个老板亲自带来的 人事部的主管 自然是亲力亲为 效率极高 立马就安排妥当 三就进入车间当监管 负责监管培养土的仓库原料 和培养成品 生产过程 叶勇进入培植部 当花卉培植学徒 跟了一个老资历的技术员 这样的话 学东西快一点 不然从底层做起 估计也很难学到什么真正的培植技术 圆圆进入了会计室 毕竟是钢盘下这个培植基地 对人员成分并不熟悉 财务方面没什么了解 要是内部人员搞鬼的话 他也难以察觉到 现在安插了圆圆进去 财务的人肯定会收敛许多 当然 叶峰没真打算靠圆圆来监督财务 毕竟他对圆圆也不怎么熟悉 至于生命之泥 叶峰直接交给了三就 以后使用这种培养土 就必须三就亲自过手 对生命之泥的监管 叶峰从来都是非常严格的 就算是叶氏超级鱼耳作放的生命之泥 叶峰也是交给了朱练兵的母亲在监管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叶峰就开车离开了基地 一回到果园 就直接进入了铁皮房子 继续切割水晶棺 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里 叶峰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果园 只有偶尔出去一趟 主要是看一下花卉培植基地 还有福吉文研究实验室的情况 花卉培植基地 已经有一批花种下土了 用的是叶峰提供的超级培养土 福吉文研究实验室的大部分仪器设备已经到货 从国外飞来的十几名研究福吉文的专家 也已经陆陆续续抵达了 这些不需要叶峰担心 有田老他们在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所以叶峰可以全心全意地切割水晶棺 这一天深夜 已经是凌晨四点了 铁皮房子里灯光通明 巨大的激光切割机正在运转着 一道璀璨的激光照射在水晶棺上 进行最后的切割 只剩下最后不到一寸的区域 没有切割了 叶峰心中紧张又期待 不知道水晶棺被切割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在这些日子里 跟水晶棺中神秘女子的目光交流中 感受到他眼神中的干净 对自己的深深得依恋 这种感觉很奇妙 也是叶峰夜以继日的切割 也要将美丽女子救出来 他相信自己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 外面的天色已经开始放亮了 不过叶峰一丝不敢放松 因为水晶棺就要切割开来了 突然 叶峰敏锐地听到了轻微的震动 那是水晶棺上传出来的 而在激光切割机的操作屏幕上 显示了水晶棺被彻底切割开来的提醒信息 而那激光束也随之消失了 终于切割开来 叶峰深吸一口气 慢慢走向水晶棺 一颗心都在砰砰直跳起来 他很快就要见到水晶棺中的梦幻女孩了 水晶棺中 那个神秘女子 美眸睁得大大的 依旧白纸一般纯净的眼神中 却多了一些其他感情 看到叶峰走过来 他的精致如玉一般的脸庞上 流露出了一抹灰心的笑意 清澈如水 令人怜惜 呼 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叶峰猛然伸手放在了水晶棺的上面 精神一时一动 刹那间 切割开来的水晶棺盖 已经消失不见了 彻底露出了水晶棺内的美丽人 这是叶峰第一次如此清晰 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他 没有任何隔绝 就在这个时候 一片奇异的白色光点 从神秘女子身上浮现出来 然后叶峰惊愕地看到 只见美丽女子身上穿着的 那深白沙衣裙 竟然在逐渐消失 似乎化为了点点白光 飘飞了起来 融入了空气之中 一个没穿衣服的爵士美女 躺在面前 只要是男人 只要取向正常 估计都有点承受不住的 水晶棺中的美丽女子 眨巴眨巴眼睛 似乎有些诧异 不过她没有动 依旧躺着 只是看着叶峰 叶峰脸上微红 梦中女神一般的绝世家人 躺在自己面前 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过了片刻 水晶棺中的女子突然笑了 这一笑 沉鱼落雁 修花碧月 都不足以形容 叶峰顿时有些失神 目不转睛得看着女子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她才醒悟过来 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 自己这诸葛样子 不知道会给这水晶棺中的女子 留下什么印象 不过她也有些奇怪 这女子自始至终 叶峰似乎都没有察觉到 自己没穿衣服一般 小姐 你好 你能够听得懂我的话吗 叶峰动了嘴唇 用她自认为最温柔的语气说道 女子没有反应 不过美眸中的诧异更强烈了 叶峰连忙又复述了一遍 她心中明白 这女子来自神秘的世界 很可能听不懂自己的话 如何交流 让她有些苦恼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她突然看到 女子红润的嘴唇 微微动了一下 似乎想开口说一般 叶峰连忙将靠过去 这女子身上 竟然有一股很好闻的体香 看着那细腻血白的肌肤 叶峰不由得一阵失神 她按咬了一下舌头 让自己保持清醒 再次复述了一遍 小姐 你好 你能够听得懂我的话吗 果然 女子又动了动嘴唇 叶峰隐隐听到她发出的声音 嗓音很轻很甜也很柔 非常好听 叶峰连忙又复述了一遍 这一次 那女子的声音终于大了许多 似乎能够适应口说了 不过听到女子的话 叶峰微微一愣 因为这女子的话 竟然是在附属她的话 怪了 难道她在猜测我这话中的意思 叶峰心中一动 当即又说道 小姐 你来自哪里 小姐 你来自哪里 神秘女子 口齿变得清晰正常起来 听起来月儿动人 人美 声音也一样美 小姐 我是叶峰 请问 你叫什么名字 叶峰心中闪过一个想法 还是继续问道 神秘女子美眸看着叶峰 精致完美的脸上 有着甜美而干净的笑容 似乎对叶峰所说的话 很感兴趣一般 她又将叶峰的话说了一遍 不过叶峰从她的声音中 还是听出了一种好奇 她似乎想知道这话的意思 叶峰又跟神秘女子 说了许多的话 还说了几句英语 这神秘女子 都能够一一复述出来 而且叶峰发现 她的口音 竟然跟自己的完全一致 叶峰心中一动 又说了几句家乡土话 这神秘女子 依旧能够原原本本的说出来 一字不差 连口音都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时候 叶峰已经更加确定 心中的猜想了 躺在水晶观中的女子 是百分百听不懂自己的话 从漩涡中喷出来之后 她表现出来的举止神态来看 叶峰怀疑 她已经失去了记忆 而且还不是一部分记忆 很可能是全部的记忆 有可能她现在的记忆 就跟一张白纸一般 记忆的起点 就是从苏醒的时候 见到自己的那一刻 根据生物的本能行为 在出生之后 会对第一眼看到的目标 产生亲近依靠感 而这女子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 才会在之前的日子里 对自己表现出一种 本能的亲近依靠 现在她会复述自己的话 应该是一种模仿 叶峰心中既轻松 却又有些失望 这女子失去了记忆 就意味着 根本不能帮助自己 翻译那些伏迹文 自己想要了解那个神秘世界 就根本不可能了 除非她能够恢复记忆 不过 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如果只是一部分记忆 还有恢复的可能性 现在这种彻底的记忆消除 很可能是 穿越时空的时候造成的 她轻松的是 这女子失去了记忆 她以前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都跟现在没有关系了 在此之前 她心中有一点担心 如果自己切割 开了水晶棺 这个神秘女子不是一般人 自己该怎么办 被封在如此坚硬的 水晶棺中这么久 又能够不吃不喝 不吸养 一点事也没有 很可能极为可怕的存在 如果她心生歹意 突然出手 自己还有活路吗 毕竟自己对她什么也不了解 只是 在这一天天的相处 叶峰感受到 她目光中的依恋和亲近 她的心就变得很软 根本不忍心 让她永远关在水晶棺之中 不过 她最终还是赌对了 我扶你起来 叶峰看着女子白玉的脸蛋 鼻息间闻着她身上的忧香 眼中变得无比柔和起来 这样一个沦落地球 失去了所有记忆的女子 确实值得她去呵护 我扶你起来 女子脸上有着疑惑 又轻轻说着 叶峰俯下身去 伸手触摸到了女子的肩膀 她明显感觉到 女子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 就好像触电一般 你能够起来吗 叶峰轻轻抓着她的手腕 将她的手慢慢抬起来 手指纤细 指甲犹如宝玉一般 你是不是全身没有力气 叶峰轻轻问道 不过女子眼睛一直看着叶峰 对叶峰摸她的手 并没有任何异样 依旧只是轻轻复述着她的话 叶峰试了几次 已经确定女子全身无力 动弹不得 怪不得之前她在水晶棺里 一直没怎么动过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叶峰双手抓着女子的肩膀 然后轻轻用力 想要慢慢将女子扶起来 突然女子低呼一声 袖眉皱着 翘脸上似乎有着痛苦之色 怎么了 我是不是弄痛你了 叶峰有些紧张道 这一次女子没有说话 两只手扶着水晶棺的两边 似乎也响起身一般 叶峰连忙放慢速度 尽量减轻她的痛苦 将她慢慢扶起来 女子轻咬着嘴唇 纯净的眼眸中露出了一抹坚强 虽然脸上依旧犹如痛苦之色 却没有再出一声 终于 叶峰将女子从水晶棺中扶着坐了起来 女子全身无力 根本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坐起来 当即她用手将她的身体拖了起来 然后让她的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 不过当叶峰看向女子背部的时候 被眼前看到的情况给惊呆了 女子的头无力得靠在叶峰的肩膀上 她能够闻到女子发丝间的忧香 令人迷醉 不过当她看向女子背部的时候 不由得惊呆了 只见在女子雪白完美的背部上 赫然有着一朵奇异的白色莲花 这莲花重重叠叠 犹如和肌肤融合在一切 并不像是刻画上去的 给人一种血肉立体质感 叶峰仔细数了一下 这朵白莲花足有三十六种之多 几乎占据了女子的整个背部 不止如此 在这朵白莲花的三十六个位置 赫然被钉入了一根根漆黑的钉子 只在皮肤上露出了一个个泛着漆黑 而冰冷的金属光泽的尾端 叶峰简直难以想象 到底是什么心狠手辣的人 能够狠心到 在这女子身上钉入三十六枚钉子 怪不得女子根本动弹不得 自己将她扶起来的时候 为什么会表情如此痛苦 只怕就在于这三十六根漆黑钉子的缘故 怎么办 不将这些钉子取出来 只怕她就根本动不了 叶峰心中暗响 如果去医院取的话 根本不行 毕竟这太恐怖了 太不可思议了 一旦这神秘女子出现在世人面前 不知道会引发多大的震撼 所以这事情万万不行 而且去医院的话 让医院检查出一些东西来 就更麻烦了 谁知道这女子的身体 跟地球上的人类 有什么不同之处 就说这不吃不喝 就足以让人看出问题了 而且 一个人背部 被人钉入这么多钉子 就更恐怖了 说不定医院的人会怀疑 是自己虐待了她 而且 她听不懂这里的话 更没有任何记忆 这样麻烦就会更大 总而言之 这女子绝对不能送到医院去 甚至不能让别人见到 不过 她有些苦恼 自己总不能给她把钉子吧 谁也不知道 将钉子拔出来之后 会有什么后果 而且 她根本不知道 这些钉子定入的位置 深度 有没有伤到骨骼 脊椎 五脏六腑 毕竟人体太复杂了 这个女子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人体内部构造 会不会有什么差异 再说了 她一点医学知识都不懂 怎么给她拔钉子 没有十足的把握 她根本不敢下手的 对了 我可以去购买一台CT机 自己就可以为她 检查一下钉子的情况 叶峰心中一动 有了主意 在医院里 病人一开始都要做各种检查 B超 X光 CT之类 就能够找出身体内部的情况 想到这里 叶峰重新将女子重新放平躺下来 毕竟她现在的身体情况 根本不允许她坐着起身 除非是取出那三十六根钉子 叶峰看着躺在水晶棺中的女子 那绝美的脸庞 心中一动 然后笑道 我给你取个名字吧 我给你取个名字 女子翘脸上露出一丝疑惑 然后轻轻说着 对 给你取个名字 你的背上有一朵白莲花 就叫叶白莲怎么样 叶峰蹲了下来 看着女子 轻轻说道 女子没有一丝抗拒的表情 反而露出了一抹 轻逆依恋的神色 又轻轻复述着叶峰的话 看来 我得教她说话才行 以她的模仿能力 应该学起来很容易的 叶峰心中暗想 虽然叶莲看上像出生的婴儿一般 没有什么记忆 脑子中一片空白 拥有的记忆 就是看到自己的那一刻起 不过 从她模仿自己的话来看 并没有影响她的智力 只不过是所有记忆缺失 从而形成的一种认知障碍 只要教她说话 学习这个世界的知识 那么叶白莲很快就能够像正常人一样了 叶峰跟她说了一会儿话 然后她精神意识一动 就将水晶棺送入了空间戒指中 由于担心水晶棺被切割开来之后 暴露在外面的白莲会不会有什么不适 所以她的精神意识也紧跟着进入 不过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白莲一点事也没有 跟原来一样 显然这空间戒指中的时空之力 对她无法造成影响 叶峰也放下心来 精神意识归体 然后又将激光切割机收了起来 这才离开了铁皮房子 外面已经天色大亮了 太阳也露出了头 呼 外面的空气就是好啊 叶峰深吸一口气 脸上满是沉醉 一连几天 她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待在铁皮房子中切割水晶棺 连果园养殖区种植区都没怎么打理了 摇了摇头 叶峰回到屋子里 然后拿着水瓢 用钩子扁担挑着水桶朝着池塘走去 几天没有浇水 田里的蔬菜水果看上去都尾痒痒的 这些天天气很炎热 干燥 太阳很大 她先往池塘里撒了一些生命之泥 大量的鱼浮出水面 疯狂争抢生命之泥 场面极为震撼 看了一会儿之后 她就挑了一单水 开始浇起土里的蔬菜水果 随着种植的面积越来越大 各类植物越来越多 浇水消耗的时间越来越多 依靠单水耗费的时间太长了 她都有打算在园林铺上水管 可以自动喷水浇水 把土地里浇完 叶峰又开始浇摆放在棚区的两盆花卉 这两盆花卉是上次剩下的 之所以没有送去 因为这两盆花卉已经有蜕变到真品一级的迹象 真品级的花卉 价值数十乃至上百万 由于还没有蜕变完成 所以她就留了下来 现在她已经盘下了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培育花卉的事情就不需要她操心了 反正有超级培养土 诞生精品乃至极品的几率很大 她研究过 使用的生命之泥越多 蜕变的几率也就越大 只要她控制超级培养土中的生命之泥比例 那么花卉的精品率 极品率都能够得到控制 浇完之后 她又挑着水来到了种植区里 她可是种植了几十棵茶树 还有三株珍贵至极的黄金花茶树 守在血红花旁边的一头猛犬 看到叶峰过来 摇着尾巴 连忙跑了过来 显得极为兴奋 因为叶峰好几天没有来过这里了 咦 血红花有脱落的迹象了 叶峰摸了一下猛犬的头 然后走到血红花旁边 看到上面剩下的九朵血红花 开始朝着一边垂落 根据李教授的说法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代表血红花脱落 就在这两天了 看来得多注意才行了 叶峰摸着下巴按响 仔细观察了血红花的情况后 叶峰喂了一些狗粮给猛犬吃 就才给那些茶树和黄金花茶树浇水 浇完之后 叶峰又朝着养殖区走去 里面可是养了山羊 野猪 几子之类的动物 而山林中吃的虽然不少 不过叶峰还得提供生命之泥给它们吃 来到养殖区后 它就站在围墙之上 准备吹口哨 将里面的动物都召唤过来 现在这养殖区的动物 都已经有条件反应了 只要它的口哨一响 就会马上过来的 就在这个时候 裤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它拿出来一看 是老弟叶海打来的 虽然学校早已经放了暑假 叶海却待在沙士没有回来 除了忙活夜市超级鱼儿 网店客服的事情 它也在搞创业 它利用这几个月做客服赚的钱 跟同学搞了一个小工作室 接一些设计方面的活 估计要等到家里新房入宅过火的时候 才会回来 老哥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一下 叶海在电话里犹豫着说道 有什么事 赶紧说吧 别吞吞吐吐的 叶峰笑骂道 我把人搞大肚子了 叶海低声说道 你说什么 叶峰微微一愣 吃惊道 搞大肚子了 什么意思 他连忙追问 这才从弟弟口中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弟弟早就有女朋友了 而且还是同院同学到现在已经交往将近两年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准备怎么办 叶峰有些头痛 没想到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弟弟身上 他一直以为弟弟老老实实读书呢 不过说起来 叶海长相不差 至少叶峰自认为比自己帅气的多 在高中的时候就有女生倒追 只不过叶海那个时候 专心想考大学 拒绝了 这是叶峰是知道的 相比起内向木讷的叶峰 老弟叶海就活泼跳大得多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打掉的话 我听说对女孩的伤害挺大的 叶海伤脑筋道 那你是真的很喜欢那个女孩吗 叶峰问道 当然喜欢 叶海与气坚决道 那她喜欢你吗 叶峰问道 当然喜欢 当初可是她追的我 叶海颇为得意道 既然都喜欢 要不生下来 结婚吧 反正大学生结婚的 也不是没有的 叶峰想了想说道 可是我们才大三 而且我估计小梅她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叶海犹豫道 她家里是什么情况 叶峰问道 是海省的 她那边传统的很 不喜欢女孩子外嫁 最重要的是 家里只有她和妹妹两个女儿 叶海说道 这些先不管 以后可以想办法 这次心房过火 你带她回来一趟吧 叶峰想了想说道 好的 叶海点点头 她也是这个想法 只不过不敢跟爸妈说 先跟老哥通通气 拿个主意 你要是缺钱的话 可以打电话给我 既然你女朋友怀孕了 就要吃好一点 知道吗 叶峰挂电话之前 又说了一句 叶海自然是应声 只是让叶峰 帮她跟老爸老妈说一下这事情 她自己是不敢说的 毕竟叶海镇上的大学 就把人家女孩子肚子搞大了 老爸老妈知道 还不得气坏了 如果有老哥开口的话 性质就不一样了 叶峰拿着手机 脸上露出了一抹苦笑 摇摇头 这事情要跟老爸老妈说清楚 还真不容易啊 算了 先不管这些 她将大拇指和食指含在嘴中 猛然鼓气吹了一声口哨 口哨声尖锐 穿透性极强 在禁忌的山林中极为响亮 没过多久 就能够听到山林中 想起了一些动静 然后叶峰就看到一只挤子 带着两只小挤子 蹦蹦跳跳地跑了出来 他们对叶峰一点也不怕 直接走了过来 漂亮的眼睛中 带着对食物的渴望 不过很快 就有一头头的野猪 从山林中呼吱呼吱得跑了出来 这些大家活体大粗圆 凶恶无比 见到这些野猪 一大两小三只脊子 吓得都远远躲开了 这些野猪 是这片山林的绝对王者 现在分成两个猪群 相互间敌视 经常可是听到两群野猪之间的厮杀 其他动物遇到野猪 都是躲得远远的 野猪是杂质动物 不仅吃草吃果子 吃种子吃树根 也吃虫子小动物的 这些野猪 现在是长得彪肥体壮 叶峰打算过年的时候 就宰杀一头野猪吃 看看味道怎么样 叶峰一念一动 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了一大袋食物 这些食物 也是夜市超级鱼饵作坊制造出来的 跟鱼饵和狗粮不一样 这些食物被制造成绿豆大小 配料就不是单纯的面粉和生命之泥 还放入了各种食物 压缩而成 叶峰就站在围墙之上 一手提着袋子 一手掏出一把食物 朝着下面洒落而去 吼吼吼 见到食物洒下 两个猪群 十几头野猪疯狂争夺起来 时不时发生打架斗殴的情况 叶峰沿着围墙走 边走边丢 这样的话 猪群可以吃到 几子可以吃到 其他的山羊兔子等等 也可以吃到 由于有野猪在场 其他什么山羊 兔子一类 根本不敢靠近这片区域 沿着围墙 叶峰洒落了半圈 一大袋食物也用掉大部分 他边走的时候边 吹着口哨 就会有动物出来 嘿嘿 接下来就该去喂养土鸡 顺便去捡鸡蛋 叶峰提着剩下一小部分食物的蛇皮带 沿着围墙走入另一个区域 这也算是养殖区 只有两三亩的样子 是专门用来养家禽的 家禽不能跟野猪这类野兽养在一起 说不定都要被野猪吃光的 吹着口哨 果然大军的土鸡 从树林中跑了出来 其中还夹杂着几只竹鸡野鸡 撒完食物之后 叶峰拿出一个大框子 里面放着一层层的蛋托 跳下了围墙 开始寻找鸡蛋 当初在建造围墙 就在围墙下面 搭建了许多的鸡窝 土鸡随便找地方下蛋 很容易造成鸡蛋的损失 寻找不容易不说 一到下雨天气 更容易让鸡蛋变坏 晚上 土鸡也可以在这些鸡窝中睡觉 很快 叶峰穿过一片茂密的丛林 来到了另一边的围墙下 就看到一粒的鸡窝中 下着许多的鸡蛋 各个体大色则好 一千多只土鸡 其中母鸡占据了大半 现在都已经能够生蛋了 几乎是每天都能够生一个 这样一来 每天生下的鸡蛋 就多达上千枚 叶峰有两天没有来捡过鸡蛋 也许是几天没有喂过食物 下蛋粮降了一些 叶峰还是捡了将近三千个土鸡蛋 现在叶峰的空间戒指中 已经储存了好几万个土鸡蛋 根本吃不完 不过有空间戒指储存 也不怕鸡蛋坏掉 捡完鸡蛋之后 叶峰就回到了屋子里 煮了十几个鸡蛋 吃了起来 他现在的早餐几乎很固定 鸡蛋加水果 他还准备养两头奶牛 用生命之泥喂养 以后就可以天天喝新鲜的牛奶 屋子里 吃着煮熟的鸡蛋 叶峰拿着手机搜索 CTG方面的信息 他有些失望 因为CTG这类大型医疗设备 不是随便就能够买到的 就算是一般的医院 也必须通过审批才行 至于个人购买 根本不可能的 我就不信有钱还买不到 叶峰心中暗想 走特殊渠道 应该有可能买到的 想到在这里 叶峰心中一动 翻出了一个电话号码 封县卫生局 一个部门科长的电话 正好是负责这一块的 这还是上次 在野乡老鱼楼开业的时候 见过一面 想到这里 叶峰拨通了电话 喂 请问是哪一位 手机中传出了一个低沉的男音 是罗科长吧 我是叶峰 上次在野乡老鱼楼 见过一面的 叶峰笑道 叶峰 哦 原来是叶老弟啊 我可是听说 叶老弟现在是 混得风生水起啊 今天怎么有时间 给我打电话 罗科长先是一愣 旋即记了起来 当即开玩笑道 罗科长说笑话了 今天还真是有事 想拜托罗科长 叶峰笑道 叶老弟 有什么事尽管说 只要我能够做到 罗科长说道 叶峰将购买CTG的事情 说了一下 叶老弟 这不是什么难事 虽说现在购买CTG 都要经过审批 实际比以前宽松多了 现在就算是乡镇卫生医院 也都能够买到 多花点钱 就是私人小医院 也没有问题的 如果叶老弟需要的话 我倒是可以给你联系 一个供应商 正好向人民医院 也要换医疗设备 过几天 会派一个负责人过来 到时候 你可以跟他谈的 罗科长说道 他并没有询问叶峰购买 CTG做什么 那感情好 这事还要罗科长 您帮忙 要不这样 我提前在野乡老鱼楼 订一桌野乡老鱼菜 到时候 请你和那个负责人吃过饭 叶峰心中一喜 当即说道 这个没问题 罗科长自然不会拒绝了 他可是好久没有去过 野乡老鱼楼了 随随便便就是几万一顿 不是人请吃 他就算是消费得起 也会心疼的 两人又聊了几句 叶峰这才挂了电话 将早餐吃完 叶峰就出去了一趟 在夜市超级鱼尔作坊 工地 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还有福吉文实验室 都巡视了一遍 回到果园的时候 已经快中午了 想到老弟叶海打来的电话 叶峰没有回果园 直接开车回了老屋 老妈正在水泥地瓶里晒着骨子 看到一辆新车开进来 有些惊愕 不过看到开车的是叶峰后 当即问道 疯子 你怎么换车了 换了 这是刚买的 叶峰笑道 这多浪费啊 那辆皮卡车 不是开得好好的 老妈说道 像他这种老古板思想的人 一样东西不用到坏了 是绝对不会换新的 那辆皮卡 才买了多久 呵呵 老妈 那皮卡作坊那边可以用 我就买辆新的了 叶峰哪还不知道老妈的想法 吃过饭了没 老妈听到作坊要用 也就没有再纠缠此事了 当即问道 还没有呢 这不回来吃饭 叶峰笑道 那我去做饭了 老妈点点头 放下木耙子 老爸呢 叶峰也跟着进去 问道 刚才还在啊 老妈说道 这个时候 老爸正好出来 拿着一杆水烟 正呼吱呼吱地抽着 一股刺鼻的烟气散发出来 这杆水烟可是有些年头了 听说是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 后来分家 老爸就分到了这杆水烟 他当成宝贝一般 小时候 叶峰连碰都不能碰 老爸 我给一根好烟抽 叶峰从裤兜里拿出一包烟 抽出一根说道 这自然是他改造出的生命之烟了 看到老爸抽水烟 所以他才想到给老爸换成生命之烟 你这烟我抽不惯 老爸坐在靠椅上 摇摇头 又吸了一口气水烟 一脸满足感 嘿嘿 老爸 我这可不是一般的烟哦 世上仅有我猜哦 保证你抽了之后 就再也不想抽你的水烟了 叶峰嘿嘿笑道 哦 有这么厉害 老爸有些好奇道 您试试不就知道了 叶峰连忙上前 将老爸手上的水烟拿过来 然后烟嘴里燃烧了大半的烟丝灰烬 倒了出来 然后又将特制的生命之烟的包纸撕开 将一团生命之烟放到了烟嘴上 老爸接过水烟壶 叶峰已经哗然了一根火柴 给他点上 老爸将烟口含在嘴里 然后塞帮一吸 可以听到水烟里面的水响声 然后烟嘴上的烟丝快速燃烧起来 却没有烟气冒出 全部被吸入了水烟壶中 过滤之后 通过烟管从烟口吸入老爸的口中 一口生命之烟吞下 老爸眼珠子一下子瞪得老大 然后慢慢闭上眼睛 一脸极度享受的样子 这一口烟足足持续了好几秒钟 才被老爸慢慢吐出来 好烟 老爸猛然一拍桌子 一脸惊喜无比 他又接连吸了几口 直到烟嘴里的烟丝燃烧光了 这才一脸回味的输了一口气 真是浑身舒坦啊 疯子 反正你也不抽烟 这包烟就全留吧 老爸眼明手快 一把将叶峰放在桌子上的那包生命之烟 收入了囊中 叶峰自然不会在意了 一根烟的烟丝抽完之后 老爸感叹道 疯子 抽了你这个烟之后 其他的烟估计都抽不惯了 这怎么办 老爸 你就放心吧 这包烟抽完了 我再给你 叶峰笑道 两人聊着 就聊到了新房过火入宅的事情上 按照老爸的意思 就请请亲戚朋友 左邻右舍就行 老爸 也没有必要节省 多准备一些 也没坏事 要是来的人多了 那怎么办 叶峰说道 我就说嘛 这可是大喜事 有必要节省吗 老妈 从厨房里出来了 平时很节省的老妈 此刻 却表现得很大起来 叶峰自然知道老妈的心思 就是想借助这个机会 好好热闹热闹一番 另外 我觉得 还要请一个专门的演出剧团 唱一天花鼓戏 老妈又说道 这个主意不错 叶峰笑道 有必要这么铺张吗 老爸低声说道 不过在老妈的气场 压制下 完全没有反驳之力 就这样 新房过火入宅 就在三人的讨论中决定了 吃饭的时候 叶峰终于提及到了老弟叶海的事情 你说什么 他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老妈突然将筷子一方 大声说道 叶峰直接被吓了一跳 当即弱弱道 这个老弟也是后悔 不过事已至此 也没有其他办法 这是大好事啊 老娘我本来还打算 让你早点结婚 生个孙子给我带 没想到 还是你弟弟争气啊 抢在你前面了 看来我很快就有孙子抱了 老妈却乐开了笑 这景象 差点没把口中 还含着饭的叶峰噎死 不对劲啊 老妈不是应该生气吗 不过他心底终于松了一口气 看来老弟这一关算是果了 不行 我得赶紧打个电话 让他这次将他女朋友带回来 让我好好瞧瞧 老妈嘴都合不拢了 连忙跑到房间里 去用固定电话打电话去了 吃完饭之后 叶峰也没有在家里多待 就直接开车回了果园 房间里 叶峰将水晶棺 从空间戒指中拿了出来 水晶棺中的白莲 看到叶峰的时候 完美而精致的翘脸上 露出了一抹欣喜之色 似乎对他来说 能够看到叶峰 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叶峰连忙拿出自己的一件衬衫 盖在白莲的身上 白莲 我现在就教你说 我们这里的话 叶峰拿了一条凳子 坐在水晶棺旁边 轻轻说道 白莲头微微斜着 看着叶峰 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 然后又将叶峰的话复述了一遍 他现在吐刺非常清晰 你 白莲 叶峰口中发出一个音来 然后手指着白莲 连续重复了几遍 白莲眼中露出一丝疑惑 也跟着念了几次 对 你 就是白莲 叶峰点点头 然后抓着白莲的手 用他的手指 指向他自己 又念了几遍 白莲若有所思 接着 叶峰又教了 他几个基本的字 还有叶峰自己的名字 不得不说 白莲非常聪明 很快就能够理解叶峰的话 接下来的两天里 叶峰几乎都是在叫他说话 从最简单的字 到词语 再到句子 各种东西的名字 白莲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 实在太强了 一开始还需要反复几遍 到后来 只要说一遍 就能够记住理解 短短两天时间 白莲竟然可以跟叶峰 进行简单的对话了 白莲 你饿不饿 叶峰坐在水晶棺前 说道 叶峰哥哥 白莲不饿 喂 一点也不饿 白莲说话很流利 说到饿的时候 他还竭力抬起手 想要指着自己的胸口 喂的部位 白莲 你什么地方不舒服 叶峰又问道 背不痛 动不了 一动就痛 手没有力气 脚没有力气 头没有力气 白莲的声音很好听 说话的时候 眉头微醋着 令人怜惜 白莲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拔掉背上的三十六根钉子 叶峰柔声说道 嗯 白莲轻轻应声 来 我给你看图片 叶峰拿出一本专门教小孩子认图食物的课本来 他可是买了许多书籍 从小孩子到小学 初中 高中 各种各样的书籍 都有 这是榴莲 它是一种热带水果 果皮坚实 带有三角形刺 叶峰指着其中一张图片说道 这图片旁边就有解释的信息 叶峰哥哥 什么是热带 什么叫坚实 刺我知道 很坚的 就跟我背部的钉子差不多 不过为什么叫三角形刺 白莲心中有十万个为什么 总能够从叶峰的话中找出各种疑问来 正是这种问答 让他的词汇 知识在快速丰富起来 热带 就是 叶峰非常有耐心的解释起来 白莲边听边点点头 时不时会说出疑问 两人就好像是一个有耐心的老师 和一个认真听讲 却又疑问很多的学生 有时候学累了 叶峰就会去果园其他地方 养殖区 种植区 让白莲到处看看 顺便教他一些东西 这一次 叶峰再次带着白莲来到了种植区 水晶棺出现 叶峰轻轻将他从水晶棺中扶着坐起来 多看看外面的情况 那是什么 突然 白莲努力抬头望着天空 抬手想指着天空 叶峰连忙帮他抬起手来 只见天上晴朗 却有着许多的白云重重叠叠 可以看到 一条长而细的白线扭曲贯穿天空 隐隐可以看到 在白线的尽头 有一个小黑点在慢慢前进 那是飞机 后面的白线是飞机拉烟 是飞机排出的水汽 热量 废气 跟空气中混合起来形成的 叶峰说道 好漂亮 这一次 白莲竟然没有让叶峰解释 什么叫做飞机 什么叫飞机拉烟之类的词汇的意思 反而眼中露出了一抹异样 静静得看着 脸上露出了纯净的笑容 似乎被天上那纯净的天空白云给吸引住了 两人就这么静静得看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叶峰惊讶的发现 白莲竟然已经睡着了 白莲并不是不需要睡觉 只是睡得很少很短 叶峰将他轻轻放躺下 并没有弄痛他 他已经掌握了力度 将白莲放好之后 他就将水晶棺送入了空间戒指中 呼 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山风吹过 叶峰惊讶的看到 不远处的血红花灌木上 一朵血红花随之脱落下来 血红花终于开始脱落了 有了第一朵 第二朵 第三朵也随之脱落下来 眨眼间 整个灌木已经变成光秃秃的 叶峰连忙走了过去 连忙将剩下的九朵血红花捡了起来 这些血红花已经彻底干枯了 稍微用力 就变成了一种红色粉末 这些红色粉末没什么用处 所有精华全都汇聚到了一枚种子上 这血红花的种子足有龙眼大小 鲜红如血 还有这奇异的纹理 看上去颇为奇异 足足九枚血红花种子 宋司令给李教授 剩下的五粒就用生命之泥种下 叶峰早有打算 虽说这血红花的效果 对拥有生命之泥的他来说 并不算什么 不过总归是一样灭绝的稀罕植物 多培植出来一些也是好的 他拿出两个盒子 将九枚血红花种子分别装入 然后收入了空间戒指中 就在这个时候 叶峰的手机响了 他拿出来一看 是老弟叶海的电话 喂 老哥 我们快到了 你来接我们一下 叶海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来 好的 我马上就来 叶峰当即说道 过几天 新房就要进行过火仪式 宴请轻朋妻友 左邻右舍 所以叶海就带着已经怀孕的女朋友 提前回来了 封县收费站 沙士开往封县的长途客车上 叶海和他女朋友赵梅 坐在车子的中段位置 由于赵梅晕车 头靠在他肩膀上 脸色有些苍白 在此之前 已经吐过好几回了 梅子 我们就快要到了 再坚持一下 叶海搂着赵梅 轻轻说道 嗯 赵梅轻轻点头 手上拿着一块橘子皮纹着 这样可以减轻脑海中 那种难受的恶心感 嗨 你说你爸妈会接受我吗 赵梅突然开口说道 梅子 你都说了多少遍了 放心吧 而且 我都跟我老哥说了 我爸妈都听我老哥的 叶海轻轻抚摸着赵梅柔顺的发丝 轻轻笑道 我就是有点担心嘛 赵梅还是有点没底 等会儿你就能够看到 我老哥了 他人很好的 叶海说道 两人闲聊着 没过多久 叶海突然说道 到了 到了 司机 停车 我们要在 这前面那个十字路口下车 叶海起身 对前方开车的司机喊道 好嘞 司机回应道 很快 车子就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 叶海背着两个包 扶着赵梅下了车 他一眼就看到了 不远处路边 正靠在车门边上 抽着烟的老哥叶峰 老哥 你不是不抽烟吗 叶海大叫道 叶峰正在抽烟 这自然是他特制的 有一身心健康的生命之烟了 由于来早了一些 就买了一个打火机 抽了一根 一根还没有抽完 叶海他们就到了 看到叶海扶着的女孩 挺高挑的 跟叶海都差不多一般个 长相挺清秀的 第一眼 叶峰觉得还算满意 他现在也算是眼光高了 见过的美女不熟 如果是一般的 还真看不上眼 呵呵 你应该是赵梅吧 你好 我是叶峰 叶海的哥哥 叶峰笑道 风哥好 赵梅很有礼貌道 不过他脸色有些苍白 还没有从晕车的感觉中脱离出来 所以声音有些虚弱 叶海 你女朋友怎么了 叶峰看到赵梅的样子 惊讶道 他晕车 在车上都吐过好几回了 叶海扶着赵梅 说道 晕车 来 吃个桃子 保证就舒服了 叶峰打开车子的后备箱 从一箱水谷中 拿出了一个桃子 用矿泉水洗了一下 然后递给赵梅 这桃子 都是用生命之泥 种植出来的 应该对晕车有好处的 谢谢 赵梅接过来 却没有吃 拿在手上 吃吧 叶峰看到赵梅不吃 当即说道 他自然不知道晕车的人 一开始根本不想吃东西的 不过赵梅不想给叶峰不好的印象 还是点点头 吃了一口 这桃子的甘甜 立马刺激到了他的味蕾 竟然忍不住又吃了起来 好吃吧 叶峰笑道 嗯 好甜啊 赵梅点点头 连吃了几口 那种令人烦闷的晕眩恶心感 似乎轻了许多 老哥 你换新车了呀 叶海却在看着叶峰的新车 上下摸着 嘖嘖撑其道 刚换不久 叶峰点点头道 好了 赶紧上车吧 叶海和赵梅两人上了车 赵梅由于晕车 习惯坐在了副驾驶位上 老哥 坐起来真舒服啊 没想到这车子外表看起来不咋的 内部竟然这么奢华 这车子多少钱 叶海四处看着 问道 这是大众灰腾的 你说多少钱 叶峰笑道 我靠 老哥 你也太奢侈了吧 叶海沐瞪口呆道 他对车子品牌车型还是有些了解道 自然知道大众灰腾的价格起码也是一百多万的 坐在副驾驶车上赵梅也很是吃惊 虽然他知道 叶海的哥哥现在开了一个鱼儿作坊 在淘宝上销售鱼儿 销售量非常高 应该是赚了不少钱 只是没想到有钱到这种地步 随便就能够买得起一两百万的车 老哥 那你那辆皮卡呢 现在是不是没开啊 叶海眼珠子一转 突然问道 叶峰哪还不知道弟弟的心思 笑道 给作坊用了 叶海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失望 他还想着能不能开开呢 虽说是皮卡 总归也是车子嘛 老爹 你考了驾照吗 叶峰突然问道 考了 刚考的 叶海闷闷说道 他还准备在家 开叶峰的车子过过瘾呢 考了就好 我问你们 你们毕业后准备在哪里发展 叶峰边开车边问道 当然留在沙市了 我觉得我开的那个工作室 还是有前途的 现在沙市虽然只是二线城市 不过发展还是挺快的 叶海不知道老哥问这个做什么 赵梅 你呢 叶峰看了赵梅一眼道 叶海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了 赵梅语气很坚定道 这样吧 赵梅也怀孕了 肯定是要结婚的 反正现在在校大学生结婚 也不是没有的事情 只要你们结婚 我这个做大哥的 就给你们在沙市买一套房 一辆车子 作为你们结婚的礼物 叶峰直接了当说道 都是哥弟俩 亲兄弟 没有什么遮遮掩掩掩的 虽然跟赵梅只是初次见面 不过印象还不错 一个女孩子家的 打胎流产这种事情 实在太痛苦了 很是影响身体 叶峰偏向于将孩子生下来 让两人结婚 虽然两人还没有毕业 而赵梅的家里又不同意 那么自己这个做哥哥的 既然有这个能力和条件 自然要好好帮帮叶海了 叶海愣了一下 随即欣喜若狂 立马抱着叶峰的头 大喜道 老哥 你对我太好了 我爱死你了 喂 嗨嗨 你孤死我啊 叶峰正开着车 被叶海这么一孤 差点方向盘都失控了 激动了 激动了 叶海嘿嘿笑道 赵梅也是满脸震惊 不过随之的就是惊喜 两人没有毕业就结婚 家里阻力太大了 不过 如果能够有房子和车子 这两样 想来爸妈就不会阻止了 他们两个毕业还要两年 虽说在夜市超级于二做客服 两人加起来 有一万多块的工资 再加上开工作室 也有一些进账 不过结婚可不是一般的事情 特别是生小孩之后 又会有一大笔开销 两人还要上学 肯定只能请保姆带孩子 也正是这种种困难 他的父母 肯定不会答应两人的婚事 如果现在有大哥叶峰的支持 这些困难也就迎刃而解 老哥 你准备送我们什么车子 叶海迫不及待的问道 五十万以下 你可以随便挑 叶峰笑道 老哥 我要宝马五二八 刚好五十万 叶海黑黑笑道 行 宝马五二八就宝马五二八 至于房子 你们回沙市的时候 可以先看好了再倒锁 叶峰笑道 能够帮到家人的感觉 感觉的确挺不错的 十几分钟后 叶峰的车子开过了黎原桥 远远可以看到 远处一栋极为险目大气的乡村别墅 现在 老屋和新房周围的环境都已经焕然一新 用石头砌城 周围种了不少观赏树木 看上去环境非常不错 梅子 你看 那就是我家的新房 好看不 叶海指着远处的那栋别墅说道 虽然现在乡下到处是崭新的两三层白瓷砖屋 不过样式都差不多 唯有叶峰家的 看上去极为抢眼独特 好看 我还知道 那是你设计的 赵梅眼嘴笑道 我还没说呢 叶海别别嘴巴道 不过眼中的激动和自豪 没法形容 赵梅美眸中闪烁着一彩 心中对叶峰这个大哥 越发好奇了 开着一两百万的车 带着乡村别墅 听说也花了几百万 之前 又许诺送自己和叶海一两百万的房子车子做礼物 真难以想象 他到底赚了多少钱 不过 他对以后的未来越发有信心了 叶峰这个大哥接受了自己 那么叶海的爸妈应该也没有问题 而叶海答应送的房子车子 足以用来说服自己的父母 这样一来 他跟叶海之间的婚事也就没有什么阻力了 他心中甜滋滋的 车子停到了老屋外面的地平中 孩子 回来了 这是赵梅吧 老妈正在拔鸡毛 看到叶峰的车子回来 当即将土鸡放下 洗掉手上的鸡毛 站了起来 他的眼睛一直落在赵梅身上 他脸上一下子乐开了花 比他想象中的要好 虽然比不上许晴 不过长得挺漂亮的 也不像是那种刁蛮任性的 看上去挺温柔贤淑的 对于农村的人来说 比钱比人比媳妇 那是一种风气 谁家 要是讨一两个既漂亮又贤淑的媳妇 那都是极为光彩的事情 伯母好 赵梅很有礼貌 声音也很甜 好了 都进屋吧 老妈拉着赵梅的手 很是亲切 赵梅心中这才放下心来 爸呢 叶海问道 他去田里了 晚到姚苗刚刚插好 他要给田里灌水才行 老妈说道 在早到收割后的一个多星期里 老爸老妈也是忙得团团转 又要晒骨子 又要离田 如果是以往 老爸还要亲自离田的 离田的工具都有 家里还养了一头大水牛 当然 这一次也是请人用的离田机 插碗到秧苗也同样是请的人 所以一个星期就全部做好了 剩下的就是浇灌 除草 扔化肥之类的零碎事情了 在屋子里说了一会儿话 叶海就带着赵梅去新房子里看了 疯子 你说赵梅他家的事情怎么弄 老妈边拔鸡毛边问道 到时候我跟爸亲自去一趟就行了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国庆节将婚礼办了 叶峰笑道 这样也好 把事情早点定下来 老妈点点头 过了半个小时 老爸就从田里回来了 对赵梅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也是非常满意 赵梅想帮着做家务 不过老妈硬是让她坐下来休息 说是怀孕在身 不能多动多劳累 吃过中饭之后 叶峰准备开车 带老弟叶海去县城 既然要送车 晚送不如早送 至于赵梅则待在家里 老妈知道叶峰要给弟弟买车 也不反对 现在老大赚钱了 帮助一下弟弟也是应该的 老爸 要不让老哥买辆车给你开吧 叶海开玩笑道 叶峰却是心中一动 如果老爸想开车 还真是可以的 不料老爸就摇头道 算了 我都这么大年纪 驾驶是学不会了 也麻烦 反正我也不要开车去什么地方 孩子 你别起哄了 你爸像是能开车的样子吗 老妈发言了 叶峰也只能打消这个念头 老爸很少外出 都是在家里务农 平时去镇上都少呢 那我们去了 叶峰招呼叶海上车 说道 小心一点啊 老妈嘱咐道 好的 叶峰关上车门 发动车子 驶出了地平 直奔县城而去 这算是叶峰第二次进入凯泽车行了 招待叶峰的 还是上次那位服务员 连销售经理也惊动了 对于叶峰这样的大主顾 车行自然是非常重视的 短短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叶峰接连买了三辆车子 由于宝马528没有现成的 必须预定 估计要一个多星期 才能够踢车 叶峰自然是等不及了 退而求次 买了一辆宝马 320利 40万左右 有限车 太棒了 试车回来的叶海 很是激动 由于叶海需要在沙市生活 所以除了车险外 上牌照的事情 他准备回沙市再说 他只买了一张临时牌照 开着新买的宝马车 回到家里 叶海的兴奋劲 还没有过去 还让赵梅上车 载着他到处溜达了一圈 说是带他兜风 叶峰见此 何尝也不是这么激动 正当叶峰准备开车 回果园的时候 手机响了 拿出来一看 是云千华打来的的 叶哥 别挂电话啊 我有救命的事情 要你帮忙啊 云千华说道 什么要救命的事 不会有人追杀你吧 叶峰笑道 比追杀还要恐怖 云千华极为夸张道 我被一个美女给缠上了 可她不是我的菜啊 不是你的菜 卧槽 云千华 你不会是 叶峰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是说 我喜欢的是那种小家 碧云温柔娴熟的 而不是撒娇年人 到恐怖地步一类的 叶哥 拜托你接待一下 就我于水深火热之中 云千华连忙说道 他喜欢的是你 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叶峰懒得搭理他 就要挂电话 别别别 叶哥 实话给你说吧 我已经将你的手机号码 发给他了 说我就在你家里 到时候他回来找你的 而我已经流之大吉了 我准备去躲过这阵风头再说 以后再说 拜拜 云千华急忙说道 你说什么 叶峰看到云千华挂掉了电话 微微一愣 满头雾水 这什么跟什么 一连两天 叶峰都没什么时间陪白莲 因为叶海和赵梅两人 经常来果园玩 对于果园的环境和景色 赵梅是非常喜欢 到每到一个地方 就让叶海给他拍照 第三天的时候 罗科长突然打电话过来 说是销售西门子 CTG的供应商已经派人过来了 他给叶峰约好了时间 就在今天晚上 叶峰一听大喜 挂了电话之后 就给彭哥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晚上准备一桌一等鱼餐 野乡老鱼楼 现在实行鱼餐等极致 鱼餐价格大幅度提高 主要是现在的野乡老鱼 彻底打响了名气 不说全国有名 在南省绝对是赫赫有名的 不知道多少人都想来吃 以前的全鱼套餐 一共18个鱼菜 刚开业的时候 只要38888元 现在提升到了1288888 依旧是预定着极多 已经轮到几个月之后了 一等鱼餐 12鱼菜 88888元 二等鱼餐 9个鱼菜 58888元 三等鱼餐 6个鱼菜 38888元 四等鱼餐 三个鱼菜 18888元 这已经是最低等的鱼餐 现在野乡老鱼 最低只接四等鱼餐 而且 每一个等级的鱼餐 都是有数量限制 至于你想点一两个鱼菜 现在已经不供应了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叶峰就开车到了野乡老鱼楼 他问过彭哥 才知道云千华已经离开了 他不由得想起云千华给自己打过的电话 那家伙不会是真的夺女人吧 摇摇头 他也懒得去理会这些 跟着彭哥来到了办公室之中 现在彭哥是意气奋发 浑身散发着成功人士的气质 抽雪茄布 彭哥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 拿出一根金黄色的雪茄 足有大拇指粗 比一般香烟要长 叶峰摇摇头 这可是好东西 比香烟过瘾多了 彭哥拿出一把雪茄剪 轻轻剪掉雪茄的头端 然后用专用的雪茄火柴点燃 就这么吞云吐雾起来 很快 办公室里就渐渐弥漫起一股淡淡的芳香 没有一般香烟的那种刺激性气味 呵呵 彭哥 你可还真懂得享受啊 叶峰笑道 哥哥我可都脱了你的福 要不然哪会有今天啊 彭哥感叹道 如果不是当初的决定 他现在也就是一个酒楼饭庄的老板 哪有现在这么风光 不过赚钱更多了 底气能量更大 交集也更广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叶峰的手机响了 是罗科长打开的电话 说是他们已经到野乡老鱼楼了 叶峰告诉罗科长锁定的包间号 然后跟彭哥又说了几句 就朝着锁定的包间走去 包间跟锁定鱼餐是相匹配的 一等鱼餐的包间自然是非常不错 装饰古典 摆放了不少古物 没过多久 包间门就被推开了 走近三个人来 其中一个就是罗科长 看上去丝丝纹纹 白白净净的 戴着一副眼镜 脸上挂着笑容 另外是两个男子 年纪大一点的 留着八字胡 个子不高 却让人不敢小看 一看就知道是精明之人 叶峰惊讶的是 另一个年轻一点的男子 身材高大 手上提着一个包 应该是八字胡男的助手 这个年轻男子 在看到叶峰的时候 也有些惊讶 叶峰 是你 他没想到 会在这种场合下 见到叶峰 潘龄 好久不见啊 叶峰也招呼道 你们认识 那个八字胡男子惊讶道 经理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年轻男子潘龄连忙说道 李经理 叶峰跟你的助理认识 那这事就更好办了 罗科长笑道 叶峰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西门子 在楼市八县的区域 销售经理李云 李经理 希望没有打扰你 叶峰伸手道 哼 既然是罗科长介绍的 有什么打扰的 只是 你可比我想象中的年轻 还跟我的助理 小潘氏同学 李云知道 叶峰找自己的目的 而且隐隐从罗科长口中 知道一些东西 知道叶峰不简单 自然要给面子 当即伸手跟叶峰握了一下 几人落座 对面坐着的潘龄 却心中很是吃惊 叶峰在大学的时候 存在感很弱 两人关系一般 毕业之后 也很少有联系 不过他倒是知道 叶峰据说已经辞职了 回家经营果园区了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叶峰在班上是 混得比较差的了 像他进入了西门子公司中工作 工作算是极为不错的 几年时间 月薪就已经上万了 不过现在看来 叶峰似乎跟传闻中的不一样 他很好奇 叶峰现在是做什么的 怎么会通过罗科长跟经理联系上 要购买CT机 难不成叶峰进入了什么私人小医院 帮忙采购CT机了 说了几句客套的话 鱼菜也终于上来了 我可是早就听说了野香老鱼的名气 还从没有吃过 今天拖了叶老弟的福 就尝一尝这野香老鱼的味道 李云闻到鱼香味 胃口大开 当即笑道 李经理 保证你吃了一次 就想再次第二次 罗科长笑道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加了一大块鱼肉 吃了起来 李云也动起了筷子 嗯 好吃 真的好吃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李经理吃了一块鱼肉之后 脸上顿时是幸福感十足 他从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鱼 当即再也顾不得说话 大口吃了起来 潘林在罗科长和李经理动了筷子之后 这才开吃 这一吃 顿时就停不下来了 等到十二个鱼菜全部吃光 罗科长 李经理 潘林三人已经心满意足地背靠着椅子 还在回味野香老鱼的味道 接下来 叶峰跟李经理的交谈就简单了 李经理一口答应了 卖给叶峰一台最顶级的西门子 64排128层螺旋CT机 这种高端CT机 一般只有三甲医院才会购买的 因为一台这样的CT机 就要接近900万元之多 虽然昂贵 为了给白莲检查背部36颗钉子的情况 就算是再多的钱 叶峰也会毫不犹豫地花出去 正规的医院采购的话 肯定花不了这么多 像李经理之所以会答应给叶峰一台 除了有这顿鱼餐以及罗科长的关系 主要是其中的回扣非常高 他这一单 起码也要赚个十几二十万 而且打点上面也要花钱的 这等高端医疗设备 是禁止销售给个人与私人小医院的 就算是现一级的医院 都是要打报告申请的 李经理还要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吃过晚饭之后 叶峰请李经理去KTV娱乐一下 李经理却委婉拒绝了 说是自己不能熬夜 想回酒店早点休息 而罗科长说自己是七管炎 必须早点回去 叶峰也就是随便说说而已 既然他们不去 也就没有强求了 小潘 你跟叶峰是同学 可以多聊聊 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回去就行了 反正酒店也不远 李经理突然对潘灵说道 好的 经理 潘灵对叶峰现在的情况 也是很好奇的 送走了李经理和罗科长 包间里就剩下叶峰和潘灵两人 叶峰 我听说你辞职 在老家经营果园 现在怎么做起采购 CTG的生意了 潘灵喝了一口果汁 然后问道 帮人采购的偶尔而已 叶峰笑道 这一台CTG起码也要八百万呢 这生意可不小 想来给你能够赚不少吧 潘灵却不相信 能够采购近九百万的CTG 肯定赚头不少 就算是他这样跟着李经理的助理 也能够从中赚一些好处 虽然比不上李经理 得个几千块好处费 应该是少不了的 作为采购方的叶峰 就更不用说了 叶峰 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生意 你可以找我 我们是老同学 我肯定得给你便宜些 潘灵眼珠子一转 突然压低声音说道 虽然他只是当李经理的助理 还无法直接经管销售方面的情况 不过 他很得李经理的信任 现在也算是心腹了 这次带他出来 也是想栽培他的 如果能够搭上叶峰的关系 建立一个稳定的销售渠道 他的好处就大了 叶峰自然听出了潘灵的意思 也不否认 点头笑道 这是当然可以 如果早知道你在西门子公司的销售部门 我就直接找你了 叶峰 你还是跟学校里一样 太低调了 经常不在群里露面 否则的话 你肯定知道我在西门子公司做什么的 潘灵摇头道 如果这次叶峰直接找他的话 他获得的好处就大多了 两人又聊了许久 潘灵还是跟以前在学校一样 喜欢吹牛炫耀 时不时评价某个同学 工作怎么怎么样 语气中无不透露出一种质得意满的味道 跟之前李经理在场的那种低调小心翼翼截然不同 叶峰心中有些不屑 不过也知道潘灵的性格本来就是这样 人本身倒是并不坏 时间也不早了 两人出了野乡老鱼楼 潘灵 你住在哪里 我送你过去 叶峰对潘灵说道 就在香水大酒店 潘灵说道 这是你的车 挺新的 看来是刚买的 呵呵 看来你做这个采购工作 赚都不小 潘灵跟叶峰走到车子面前 不由的笑道 他还拿出手机 前后左右的拍了几张照 不过这大众普通了一点 我今年准备入手一辆宝马二系的 买车还是要买好一点 这车子就跟人的脸面一样 潘灵坐了上去 侃侃谈道 杨帆那孙子 年初买了一辆奔驰C200 在群里嘚瑟不得了 天天发图片 这家伙太不是东西了 年初就将陈颖甩了 杨帆跟陈颖分手了 叶峰有些惊讶 由于好久不关注群了 所以这些信息 他都没有听说过 他知道 潘灵为什么对杨帆这么不爽 主要是当初两人都喜欢 当时班上的班花陈颖 展开了疯狂追求 最后陈颖选择了杨帆 这让潘灵怎么受得了 这不就结下了怨 你不知道这家伙有多可恨 听说炮上了他们公司的女上司 要不然 你以为凭这家伙的能力 能够当上主管 潘灵恶狠狠道 那你的机会岂不是来了 叶峰笑道 晕 我是好马不吃回头草 世上美女多的是 何必担恋一只花泥 潘灵撇撇嘴巴道 在公司里 美女见多了 她自然再也看不上陈颖了 将潘灵送到香水大酒店后 叶峰开车返回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今天算是她最晚回家的一次了 香水大酒店 某间客房中 潘灵洗完澡之后 却没有睡意 围着浴巾 坐在床头 手机已经打开了 大学班上的企鹅群 各位 你们知道我今天见到谁了吗 她在群中发了一个信息 原本群是静悄悄的 现在潘灵一发言 立马就变得热闹起来 潘总 见到谁了呀 不会是陈颖吧 潘总不是说今天去出差 肯定是见到漂亮妹妹了 不会去做大宝剑去了吧 潘总 大宝剑 求报照 潘总 大宝剑 求报照 潘灵看到群热闹起来 心中很是得意 也只有她出场 才能够让群活跃起来 由于她在西门子工作 曾经夸下开口 十年之内 一定要混出个门堂 做到老总一级 所以被同学们戏称为潘总 她对这个称号 反而很喜欢 哈哈 你们肯定想不到 我见到叶峰了 潘灵又发了一条信息出去 叶峰是谁 叶峰这个名字 好像很熟悉 我靠 叶峰你们都不记得了 上次不是有人说她去经营果园了 哦 是她的 她的存在感太弱了 这家伙几乎没有在群里露过面 我都快忘记她了 潘总 你怎么遇到叶峰的 她是经营果园的 不会是在路边卖水果的时候 你刚好看到的吧 你真是好想象力啊 潘总还要在路边摊位买水果吗 你们想错了 叶峰可没有你们想象中的混得那么惨 看到没 她连车都买了 大众的 总要个十几二十万 潘总又发了一条信息 她没有将叶峰采购CTG的事情说出来 毕竟这是见不得光的 不过她顺便将拍到的几张照片发了上去 其中一张照片上叶峰还露了脸 还真是叶峰啊 怎么感觉变帅了 人家本来就不丑啊 难道经营果园真的很赚 奶奶的 我工作这么久 连房子首付都付不了啊 我要回去开养猪场去 我要回去开养鸡场去 我要回去种菜去 潘龄 你PS要 PS得有技术一点 哈哈 这是一般的大众车吗 有见识一点 这是最新款的大众灰腾 价值两百多万呢 就在这个时候 群里跳出了一道很显慕的加粗加色信息 发信息的人是杨帆 这信息一出来 群都轰动了 这是大众灰腾 咦 好像真的是 你们看到那个车标下面的英文字 好像是Phaeton 还真是灰腾 没想到传说中的超级低调豪车士 这个样子的 还真是不起眼啊 潘龄 你不会说叶峰买了一辆大众灰腾吧 这可是两百多万 别说是叶峰 就算是你再努力个几年 也买不起吧 除非你真的成为潘总 杨帆更加刺耳的信息发了出来 两人就是死对头 只要出现在群里 就一定会相互冷嘲热讽一番 现在杨帆抓住这个机会 自然会穷追不舍的 大众灰腾 客房中 潘龄脸上的得意 直接凝固了下来 差点手机都没有抓稳 他连忙放大照片 仔细辨认了一下 车标下的那英文虽然模糊 却还是能够看得出是非腾 没错 这确实是灰腾 他这点见识 还是有的 这也难怪 当时是晚上 他只当成是普通的大众车 没有往其他方面猜想 毕竟在他眼里 叶峰就算是现在混得过去 也就买辆十几万的大众而已 哪比得上他 用不了多久 就能够买心爱的宝马了 不过 这照片上的大众同辉 是怎么回事 是他亲自照的 不可能PS的 只是叶峰 怎么开得起大众辉腾 这种两百多万的豪车 不科学啊 他突然想起 自己坐在车子里的时候 还奇怪里面的装饰 怎么豪华别致 那座椅跟真皮的一样 原来坐的是大众辉腾啊 不对 就算这车子是大众辉腾 就算开的是叶峰 也不一定这车子就是他的呀 突然 潘林猛然拍了一下大腿 大吼一声 对 一定是这样 叶峰肯定是想象自己炫耀 所以才说 车子是他的 说不定这车子就是他背后的老板的 或者是租来的 只有这个解释 才行得通了 此刻 群里已经闹开了 而杨帆又发了几条极度讽刺尖锐的信息 潘林看得脸都黑了 杨帆 你嘚嘞什么 你怎么就不认为叶峰买不起大众辉腾吗 难不成你买不起这么贵的车 就认定别人也买不起 你应该知道一个道理 试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潘林虽然也不相信 叶峰能买得起辉腾 不过为了面子他是要死撑到底 反正有照片为证 而且他们跟叶峰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谁会去求证 他回复的信息也同样尖锐 不过杨帆的反击很快就来了 哈哈 我可没嘚瑟 就算叶峰买得起大众辉腾 跟你有一毛关系 你干嘛不说这车子是你的呀 卧槽 老子不过是发张照片 你TM叫什么劲 眼看着两人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烈起来 群里的人终于开始拉架了 也可能是觉得这么吵下去没意思 两人终于霸占了 关掉群 潘林心情发燥 总想着叶峰开着的那辆大众灰腾 虽然心里认定叶峰买不起 却总觉得好像梗在心头的一根鱼刺 总是难以让人畅快 苏盛 灵氏 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中 一个穿着睡裙的女孩正在拿着手机 无聊得看着 前面一台彩电正放着韩剧 旁边还有一个女孩正看得起劲 时不时发出笑声来 突然 这睡裙女孩神色猛然一变 拿着手机的手都颤抖了一下 此刻 在她打开的企鹅群中正有几张照片 当她看到上面那张熟悉的面孔 她原本已经逐渐平静下来的心 又重新泛起了波澜 你还好吗 她手指轻轻抚摸着照片上的人 口中发出无声的喃喃之语 自从家里不同意他们来往 对于性格柔弱的她来说 最终只能斩断了这段男舍的感情 已经两年多了 两人之间已经彻底断掉了联系 她好像在自己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 群里从来没有过她的出现 她的企鹅号也一直是灰色的 有时候 她实在忍不住想要打电话 可是 那个手机号码已经变成了空号 她知道 她对自己肯定很失望 想从自己世界里彻底消失 永不相见 群里的吵架她并没有多关注 她将那张照片默默地保存了下来 或许 以后不再相见 这也能够当成一种回忆吧 叶峰自然不知道 跟大学同学潘林的一次见面 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此刻她正在开车返回 还没有到石马镇的时候 她的手机突然响了 她边开车边拿出手机看了起来 一个陌生电话 是谁 叶峰眉头微皱 这个时候 怎么会有陌生电话 不过她 还是按了接听键 喂 千华哥哥 我已经到封县收费站 你来接一下 一个娇滴滴的声音 从手机中传了出来 叶峰差点没全身起鸡皮疙瘩 这声音太娇气了 只听声音 就会让人觉得肉麻不已 嗨嗨 叶峰连忙咳嗽了一声 然后说道 不好意思 请问你是哪位 你是谁 赶紧让我千华哥哥接电话 那个女婴很是惊讶到 你说的千华哥哥是云千华吧 不好意思 他不在我这里 叶峰心中暗叹 已经明白 前两天云千华所说的是 什么意思了 不在你这里 我不相信 云华哥哥 肯定在你那里 赶紧让他接我电话 那女婴根本不相信 真的不在 叶峰无奈道 不可能 千华哥哥不会骗我 他说会在封县等我 说是 如果他的手机打不通 就可以打这个手机 就一定能够找到他 手机中的女婴 很是确定到 叶峰不再说话 默默地挂掉了电话 他连忙打了云千华的电话 果然打不通 已经关机了 当即暗骂了一声 云千华 别让我下次见到你 我保证不打死你 他刚想收起手机 手机又响了 还是刚才的电话 看来对方不死心啊 叶峰无奈之下 只好又接了 反复说了几遍 对方依旧认定 云千华在他这里 一定要让云千华接电话 最后 叶峰又挂掉了电话 不过刚挂 电话又打了进来 千华哥哥 你在哪里 妮妮现在一个人 妮妮好怕啊 到处都是路 妮妮该走哪一条 叶峰指的又接了 不过这一次 这女婴没再要叶峰 去将云千华 找过来接电话 反而是用一种 柔弱的声音说着 语气中 似乎都快要哭了一般 叶峰满脸黑线 指的苦笑不已 这云千华搞什么鬼啊 哪找的极品撒娇女友 不过 总不能让他 一个女孩子 孤单一人来到丰县 人生地不熟的 毕竟那靠不住的云千华 肯定已经溜之大吉了 看来 自己只能去接一下他了 没办法 叶峰总觉得 自己就是心态软 丰县收费占 路边停着一辆 橘红色的汉马 这汉马看上去 极为威猛霸气 不少路过的车子 都忍不住减速多看几眼 而且 在这汉马的外面 还站着两个女子 其中一个女子长发披肩 穿着一件很清凉的 蓝条纹直筒连衣裙 身材曲线 展露无遗 头上戴着一个小太阳帽 鼻梁上 架着一副很大的太阳眼镜 将大半边脸都挡住了 不过那圆润的下巴 红润的嘴唇 可以看出姿色不错 这女子正用高跟凉鞋 踢着汉马的车轮 口中发出娇滴滴的嘀咕声 坏云千华 坏云千华 明明知道 我来了 也不爱接我 小姐 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 她要是想见你 早就来了 而且 马尾便看上去很干爽的女子 一身纯白色的运动服 小麦皮肤 一双眼神闪亮 偶尔有着锐芒一闪而逝 浑身上下 充满了一种健康阳光的野性气息 不 绝不 那长发女子却倔强得很 好吧 你说接下去哪里 马尾便女子无奈道 我怎么知道 不然要你这个保镖做什么 长发女子琴妮妮根本没主意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大众车子 从远处缓缓驶了过来 与此同时 长发女子琴妮妮手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喂 千华哥哥 是你吗 长发女子琴妮妮连忙连通 惊喜道 大众挥腾车上 叶峰一眼就看到了 那辆停着的汗马 还有两个站着的女子 心中还有些拿不准是不是电话中的女人 当即拨通了一下 现在看到对方的举动和说话的声音 顿时就明白 就是他了 两个人 叶峰有些惊讶 还以为是一个人 不过他 还是将车子开了过去 两位可是云千华的朋友 叶峰头伸出车窗 说道 是啊 我是千华哥哥的女朋友琴妮妮 千华哥哥呢 他是不是在车上 怎么不出来见我 琴妮妮连忙跑到叶峰的车边 朝着车里面看去 口中还娇滴滴的问道 叶峰已经可以肯定 这琴妮妮就是一个花痴 怪不得云千华看到他就好像见到了老虎一般 仅仅听他说了一句话 他就浑身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他曾经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撒娇女人最要命 这琴妮妮绝对是撒娇女人中的高手啊 叶峰的目光看向另一个女人 这女人长得也不耐 给人一种很冷酷的感觉 看到他 叶峰竟然想到了那个女警姚月清 两女身上似乎都有类似的气质 特别是以现在叶峰的眼光 可以看出 这女人无论是战力举动 似乎都好像叙事待发的猛兽一般 充满了强烈的危险性 我是叶峰 算是云千华的朋友 我现在带你们去县城里找地方住下 叶峰说道 叶峰哥哥 我的千华哥哥呢 琴妮妮能够在任何时候 将那种撒娇的语气都融入进来 叶峰感觉全身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许青也会撒娇 不过跟这个女人比起来 拍马都赶不上 连忙说道 你们先去县城 他应该过两天就回来找你的 真是麻烦啊 千华哥哥怎么不现在就来找我吗 琴妮妮很是失望 小姐 我们还是上车吧 那个冷酷的马尾辫女孩 终于开口了 好吧 琴妮妮撅着嘴 上了那辆汉马车 叶峰忍不住看了那辆汉马几眼 还真是霸气啊 女孩子开这种车 很少见啊 叶峰将他们带到县城 让两人住进了云千华原来住的地方 按照叶峰的猜想 云千华这么喜欢吃野香老鱼 说不定并没有真的离开封县 很可能只是躲起来 等到他忍不住吃野香老鱼的时候 肯定会自动现身的 叶峰吩咐野香老鱼楼 给两女做了鱼菜 给他们当晚饭 当然 这饭前住宿费肯定是要收的 好不容易回到果园 叶峰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看电话上的名字 竟然是云千华 不过他还没有开口 云千华就欲哭无泪道 峰哥 你怎么把妮妮安排到野香老鱼楼啊 你是不是故意的 看来 你还真没有离开封县啊 叶峰笑了起来 这家伙知道自己 将两女安排在野香老鱼楼 说明他一直待在封县 甚至很可能在野香老鱼楼附近 呵呵 我就是故意的 反正这个包袱交给你了 叶峰笑道 峰哥 算你狠 你这是要把我往水深火热中推啊 你不知道这个情形有多恐怖 苍天啊 大地啊 云千华在电话中忧郁地说道 不过 叶峰没等他说话 就挂了电话 然后直接一个飞行模式 世界都清净了 终于可以跟我的白脸 享受二人世界了 叶峰回到房里 已经迫不及待地将水晶棺 从空间戒指中弄了出来 叶峰哥哥 你怎么这么久不跟我说话 白脸感觉好孤单啊 白脸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 他水汪汪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脸上露出一丝欣喜来 却撅着嘴巴说道 呵呵 我家白脸也学会撒娇了呀 叶峰笑着在白脸鼻子上 轻轻刮了一下 不过白脸的话 让他心中有种暖意 听起来很舒服 很自然 而那个琴尼尼的 听起来截然不同 叶峰哥哥 撒娇是什么意思 白脸秀眉微微醋着 用一种很好奇的表情问道 撒娇啊 他的基本意思是 为了某事或者某人 通过示弱的方式 而达到心理预想的目的 是一种相对女性化的表现 也用于为人处事的时候 一种可爱的表现 比如子女对父母 恋人之间等等 叶峰拿出手机 上网发出了对撒娇的定义 然后跟白脸解释起来 白脸 就说刚才 你刚才说话的语气 就是一种撒娇的表现 可以让我觉得 听起来很舒服 很喜欢 同时也是 你对我亲近的一种表现 叶峰哥哥 那你喜欢我撒娇吗 白脸很是好奇 对他来说 语言是一个 很神秘而深奥的世界 可以让了解到 很多新奇的东西 他爱学习 更喜欢叶峰对他的赞美 现在听到叶峰 喜欢他撒娇 当即就好像 找到了表现的机会 喜欢啊 你撒娇 我最喜欢了 叶峰笑道 真的 白脸哥哥笑了起来 很甜也纯真 这一晚 叶峰陪了白脸许久 教会了他许多的东西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叶峰要开始做 倒立22仰视 就用手机播放音乐 放在白脸的耳边 他很喜欢听音乐 现在都可以唱几首了 他的声音很美很动听 唱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现在叶峰睡觉的是时候 几乎不把水晶棺 收入空间戒指了 反正果园也没有人会到来 就算是有人来 外面有这么多狗 也能够及时提醒他 现在叶峰做倒立22仰视 没什么难度了 可以一连做个几次 那仰感也逐渐减轻了许多 叶峰估计 自己的换血 应该快要结束了 旁边的水晶棺中 白脸听着音乐 静静得看着叶峰练习 随着又一遍倒立22仰视做完 叶峰惊讶地发现 那种骨子里的仰感 已经彻底消失了 无论他再怎么做 也没有再出现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而且他身上几乎没有血垢了 难道换血完成了 叶峰心中暗想 想到这里 他连忙精神意识 进入了空间戒指中 他要看一下那块玉石 能不能看清楚其他的图像 果然如他所想象中的那样 第三个动作也终于看清楚了 不过 这第三个动作有些奇怪 其中还涉及到一些奇怪的点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那些点就会跳动起来 这些点 不是跟那个奇怪的人体穴道图 有些类似 叶峰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他在一个玉石中 看过一幅奇异的人体图 类似穴道本质 却不是穴道 没有一个点跟地球上的穴道图位置一样 而这第三个动作中涉及到的点 就跟那个奇异人体图上点一致 叶峰数了一下 一共有108个点 这个动作是一套 一共有五个姿势 第一个姿势涉及到一个点 第二个姿势涉及到了九个点 第三个姿势涉及到了三十六个点 第四个姿势涉及到了七十二个点 第五个姿势涉及到了108个点 将这五个姿势记住之后 叶峰精神意识一动 回归身体 他睁开眼睛 开始回忆看到的第一姿势 其实 这第三个动作的姿势并不是关键的 更重要的是 其中涉及到的呼吸方式 如果没有错的话 估计跟胡老口中的呼吸吐纳数差不多 也就是说 这第三个动作 就是用来锻炼内脏的 不知道修炼效果怎么样 叶峰心中很是期待 根据胡老的说法 这锻炼内脏 不仅可以强化五脏六腑 还可以练出一种神奇的暗镜 暗镜是什么 叶峰没有什么概念 不过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想到这里 他双手撑地 双脚从双手臂内侧穿过 颈膊抬起 头仰视 面朝天 这种姿势虽然难度很大 不过难不倒骨架解脱的叶峰 他很容易就做到的 不过接下来才是重点 他微微回想那呼吸节奏 这种节奏很清晰 伴随着一吐一息 轻重 长短 频率 叶峰都记得清清楚楚 不过他刚刚呼吸了几次 顿时就感觉五脏六腑要被搅碎了一般 脏腑中的气血好像要倒流一般 差点没让他气血冲顶 就算如此 叶峰满脸通红 眼睛都变成了血色 他连忙放弃了 他感觉 自己要是再这么呼吸几次 绝对会让脑部血管都爆炸了 叶峰摇了摇头 还有肿晕乎乎的感觉 眼前有些发黑 看东西都模糊了 原本以为很简单的一个姿势 练起来竟然如此恐怖 之前的道立二十二仰视 痛苦与快乐并存世 虽然都很痛苦 却绝对没有这种想死的感觉 就好像再练下去 真的会死一般 怎么会气血冲顶吗 叶峰揉了揉面 眉头微皱 难道自己练得不对 他反复回想 没有任何问题 他完全是按照那个姿势 那好呼吸节奏练的 对了 胡老说现在流传的气功 跟那家武道界的呼吸吐纳术 有些相似 我先看看气功是怎么练的 叶峰心中一动 他连忙来到水晶关前 对白莲说道 我先用一下手机 白莲点点头 突然他看了叶峰一眼 用一种迟疑的语气说道 叶峰哥哥 你刚才练得有点问题 白莲 你看得懂 我在练什么 叶峰惊道 不知道 不过 叶峰哥哥 你在呼吸的时候 呼吸的气被那个位置堵住了 无法顺畅流通 所以才会血液逆转 直冲头顶的 叶峰哥哥 那个位置叫什么 白莲摇摇头道 他想努力抬手 却只抬起 一点点就只能无力的垂落下去 叶峰连忙抓着白莲的手说道 你说的这里吗 他用白莲的手指着自己的肚脐 不是 在下面一点点 气达不到这里 白莲说道 哦 原来是这里 叶峰却眼睛一亮 因为这个姿势中的涉及到的第一个点 就是这里 也就是说 他刚才锻炼的时候 之所以出现那种恐怖的情况 应该跟这里有关系 叶峰哥哥 那里叫什么 白莲又问道 这里啊 就是到家内丹树里面的丹田气海 叶峰说道 上面那个小洞呢 白莲又问道 这是肚气眼 每一个人都有的 你也有 叶峰笑道 不过他很快又想起一件事情 连忙问白莲 白莲 你是怎么知道我呼吸的时候 气通不过气海丹田 我也不知道 就知道是这样 白莲摇摇头道 叶峰也没有继续追问 他知道白莲不会说谎的 当即 叶峰拿起手机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关于气功的东西 东西还真不少 各种各样的气功心法 比比皆是 不过叶峰看得出来 这些气功虽然种类繁多 实际上本质差不多 就是利用意念观想 感应沟通丹田气海 通过特定的呼吸 将气纳入气海丹田中 当然 这样的成功率 自然是低得可怜了 只是 这气功的概念 却让叶峰得到借鉴 自己能不能在呼吸吐纳的时候 精神意识感应气海丹田 房间中 叶峰再次做出了第一个姿势 慢慢调整呼吸 紧闭双目 集中精神意识 尝试去感应肚气下的一点 人有杂念 想要彻底静下心 去感应身体某个位置 非常困难的 叶峰也是如此 他本身也不是那种心无杂念 清心寡欲之人 不过 他有一点优势 就是对身体结构部位极为了解 精神意识足够强大 至少也常人强大许多 逐渐得 他的精神意识 若有若无的 感应到了肚脐下的丹田气海 这种感应很奇怪 如果单凭纯粹的感应 根本不可能的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点的真正位置 但是他记住了预示中的姿势 这种记忆刻骨铭心 融入了精神意识中 从而在这种感应中 形成了共振 在他的精神意识感应下 这个点好像是一片混蒙 几乎感应不到里面的情况 应该就是这里了 叶峰心中一动 呼吸节奏变得奇特起来 伴随着五脏六腑的鼓动 一股鼓气被吞咽而下 开始朝着这个混蒙一一片的点 汇聚而去 不过 这个点犹如被堵塞了一般 气根本通不过去 反而越积越多了 很快 叶峰就感觉这个点微微胀痛起来 紧跟着 那积蓄的气 无法得到发泄 隐隐有逆转之势 有过之前的经历 叶峰知道 一旦让气逆转 就会再次出现那种 血液冲顶的情况发生 血液在血管中的运行 靠的是心脏的动力 这积蓄在气海丹田之外的气 却可以形成一种逆转动力 叶峰对身体极为了解 很快就明白 之前出现血液冲顶 是怎么一回事了 该怎么将这骨气泄掉 然后又不会形成逆转 叶峰停下了呼吸 强行将那股积蓄的气 压制在这个点 只不过这骨气 根本不由他控制 在这个点周围四处乱窜 肚气下的点月发胀痛起来 对了 那个姿势中 还有一种逆向呼吸方式 很可能是泄气之法 叶峰心中一动 他只用了前半段的呼吸法 后半段没用 当即 他再次调整呼吸 伴随着几次呼吸之后 叶峰终于感觉到 积蓄的气 好像找到了宣泄口一般 紧跟着他 只觉得菊花一丈 然后一股气流喷出 只听到一声惊天动地的 放屁声 叶峰都隐隐感觉到 整个屋子都微微颤动了一下 你妈 这泄气 竟然要靠放屁来完成 叶峰泄掉了气之后 猛然翻身而起 脸上有着尴尬 连忙捂住了鼻子 因为房间里空气 实在太不好闻 刚才放掉的臭气 不是一般的多 不过很奇怪 叶峰感觉肚气下的气海 丹田位置 暖洋洋的 似乎有种清爽之感 不错 放了这个屁之后 还真是舒畅了 叶峰忍不住咧嘴一笑 不过他随即 又不住了口鼻 你妈 真是太臭了 臭得惊天动地啊 春光灿烂猪八戒中的 放屁神功 也不过如此吧 水晶棺中 白莲皱着眉头 似乎也闻到了那股臭味 叶峰哥哥 好臭啊 白莲悠悠说道 嘿嘿 白莲 不好意思 刚才放屁了 我先送你回空间戒指中 叶峰摸了摸头 然后手摸在了水晶棺上 精神意识一动 将白莲和水晶棺 送入了空间戒指中 他又将窗户打开 用电风扇 对准房门口吹了起来 而他走出了房间 实在太臭了 呼吸着外面新鲜的空气 叶峰感觉浑身舒畅无比 那个屁放得太爽了 从没有想到 放屁竟然会这么舒服 难不成练这个动作 以后都会放屁 叶峰心中暗想 在外面待了一会儿 房间里空气应该恢复了 他回到房间里 已经没有什么气味了 不过他很好奇 刚才放屁之后 气海丹田有没有什么变化 当即他再次做了那个动作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一次很容易就进入了状态中 咦 这个点中堵塞的混蒙之物 似乎少了一些 难道刚才谢其放屁 带走的的 就是这些混蒙之物 叶峰心中一动 怪不得这么臭了 就算是平时放臭屁 也没有臭到这种地步吧 叶峰原本以为 自己的经过炼鼓 换血之后 身体已经非常纯净了 现在看来 依旧只是清理掉 表层的污垢杂质 像这种深层的混蒙之物 才是真正的人体污秽 想到这里 叶峰已经知道 锻炼这个呼吸方式 就是要排除掉 这个典里的污秽 只有彻底清理干净了 才算是完成第一个姿势 当即 他再次调整呼吸锻炼起来 不过这一次 他只是持续了片刻 就感觉气海丹田 位置胀痛无比 这种胀痛 就好像要被撕裂开来一般 不行 不能继续下去了 看来这个姿势 我现在 每次只能进行一次 一旦次数多了 就会承受不止 叶峰连忙再次泄气 伴随着一股响皮放出 叶峰才感觉 丹田气海位置好受一些 他又连忙憋着气 跑出了房间 趁着房间中空气质量不好 他拿着毛巾水桶 穿着裤衩 走到了屋后水井 哼着歌 开始洗气澡来 第二天早上 六点 叶峰准时苏醒过来 他现在的生物中已经非常准 苏醒不会迟一秒晚一秒 白莲 早啊 叶峰看到床边的水井观中 白莲正静静得看着自己 当即打招呼道 叶峰哥哥 你也早 白莲也笑道 叶峰将水井观收入空间戒指中 走出了房间 来到了整堂 然后将水井观又放了出来 水井观太重了 他只能用这种办法移动 反正也非常方便 他刷牙洗脸做早餐 依旧是鸡蛋 水果 白莲 你真的不饿吗 叶峰站在水井观旁边 一口将剩下的半个鸡蛋吃了下去 不饿 白莲摇摇头 叶峰之前给他吃过东西 却刚刚入口就吐出来了 不吃不喝 没有一点事情 叶峰怀疑白莲是不是传说中的仙女 其实 我闻到这香味 就觉得满足了 白莲笑道 香味 叶峰知道白莲是有嗅觉的 心中一动 有了一个想法 当即拿出了一根改造好的生命之烟 然后用打火机点燃之后 放到白莲的嘴边 白莲 你吸一口 感觉怎么样 这是生命之烟吗 白莲看过叶峰抽过 很感兴趣 当即轻轻吸了一口气 伴随着烟气入口 白莲美眸微微眯了起来 显得很可爱 然后轻轻将烟气吐出 他脸上满是惊喜道 叶峰哥哥 我感觉太好了 这烟让我觉得很舒服 能够减轻背部的疼痛感 就算是不动 背部的三十六根漆黑钉子 也会对他产生痛感 只是不太强烈而已 真的有效果 叶峰有些惊喜道 他本来也就是试一试的想法 我感觉好很多了 叶峰哥哥 我还要吸 白莲点点头 轻轻说道 好 我再给你吸 叶峰又将烟放到白莲的嘴边 看着白莲抽烟的样子 突然生出一个荒谬的感觉 一个仙女一般的绝世美女 变成烟不离口的烟名 不知道会是一副怎样的场景 会不会太影响画面感吗 不过他转念一想 这世上抽烟的美女又不是没有 当即就甩了甩头 不再想这个问题 白莲抽完一只烟后 叶峰又跟他说了一会儿话 就将水晶棺收入了空间戒指中 他出了屋子 来到棚区 在这里养着的 都是还没有驯服的几只动物 豹猫 银环蛇 眼镜蛇 银环蛇和眼镜蛇 一直关在笼子 很少去管它们 平时只是喂食一次 就可以好久不吃不喝的 唯有豹猫 需要天天喂食 不过叶峰依旧用饥饿法驯服豹猫 隔三差五才会喂食一次 每次饿的豹猫是嗷嗷直叫 叶峰来到了关着豹猫的笼子前 现在的豹猫看上去违米了许多 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凶悍的野性 这是长期关在笼子里养的结果 特别是经常饥饿 逐渐消磨掉它的野性 叶峰打开了笼子 然后拿出了几粒食物 放在手心 豹猫从笼子里走了出来 走到叶峰面前 虽然体型如此大 在叶峰面前 也表现得可怜巴巴的 并没有立马就去吃食物 因为他有过非常深刻的痛苦回忆 只要敢没有叶峰的许可 就直接吃食物的话 就会被周围那些虎视眈眈的猛犬 狠狠围殴痛扁 叶峰伸手摸了摸豹猫的头 毛发光滑 柔顺 摸起来很舒服 豹猫的皮毛 可是制造皮衣的珍贵材料 好了 你可以吃了 叶峰轻轻笑道 然后打了一个响指 顿时 这豹猫再也迫不及待的舌头一舔 将叶峰手掌心的几粒食物 全都卷入口中 然后眯着眼睛 似乎在享受着美食的味道 看在你最近表现好的份上 就让你自由活动一下 叶峰拍了拍他的脑袋 然后起身走向放置在棚区里面的两个大笼子 豹猫看到叶峰没有让他回笼子 撒欢一般的到处跑着 甚至搜一下子 就爬上了不远处的一棵树上 然后再跳下来 那快乐的样子 真是让人心酸 整个棚区外面都用木板挡住了 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里面光线较暗 不过蛇类本身就是不喜光的动物 喜欢阴暗之地 银环蛇还是老样子 没什么变化 不过眼镜蛇变化可就大了 体型再次增大了许多 虽然说还是比不上那条银环蛇 却也小不了太多 体长已经增长到四米多的样子 漆黑的蛇鳞之上 泛着森冷的寒芒 那扁平犹如扇子一般的脑袋 高高抬起 吞吐着杏子 不过在看到叶峰的时候 他的眸子没有那种凶残与冰冷 反而有种欢喜的感觉 叶峰伸手在眼镜蛇的脑袋摸了一下 他也吐着杏子 触碰叶峰的手 现在眼镜蛇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对叶峰的敌意 反而变得清静起来 如果不是眼镜蛇的危险性太大 他都准备放任眼镜蛇自由活动了 至于那头银环蛇还是老样子 不过对叶峰没有表现出原来那么强烈了 估计是生命之泥带来的影响 叶峰暂时想不出什么驯服银环蛇的办法 因为一般的饥饿法根本难以驯服蛇类 所以他准备利用未时生命之泥的机会 慢慢消除他的敌意和戒备 就跟眼镜蛇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音鸣从天空之上传地儿下 极度穿透力 然后一团很大的黑影从天而降 那是一只展翅足有接近两米的雀鹰 在半空盘旋着 跟以前比起来 这雀鹰变化实在太大了 原来的小不点变成现在的威猛神郡的大鹰 叶峰发现在这雀鹰的爪子下 抓着一只大野兔子 还是活的 正在挣扎着发出婴儿哭的声音 不过在雀鹰强劲有力的爪子下 这野兔子根本挣脱开来 不错 赶紧将它放入养殖区 叶峰轻轻笑了起来 那雀鹰再次鸣叫一声 猛然飞向养殖区 再过一会儿 这雀鹰就返回来 爪子上没有野兔子 显然已经放生在养殖区中 雀鹰猛然收拢翅膀 落到了叶峰的肩膀上 叶峰拿出食物喂给雀鹰 这雀鹰很聪明 上一次他活捉了一只野鸡 叶峰让他送入养殖区之后 他就学会了 每次都会将猎物活捉 然后带回来向叶峰邀功 再放入养殖区中 叶峰也会每次喂食他生命之泥 作为奖励 在鹏区待了一段时间 叶峰就回了房子 穿上衣服 带上钱包手机之类的东西 今天还有正事要做呢 后天就是新房过火入宅的日子 所以今天就必须提前准备了 请厨师采购酒宴的原材料 订下花骨戏团 通知各方亲朋妻友等等 事情极多 看似很多小细节都不能忽视了 厨师的话 村上就有专门做这一型的村厨 人员齐备 反正也就是普通的酒宴而已 厨师也不需要太高级了 而且这村厨手艺也不错 周围村子的各种红白喜事 都会请村厨的 他们都知道村民们的口味 如果换成外面的大厨 反而做不出村民们喜欢的口味 乡下地方要的就是口味 至于色香搭配之上 反而并不注重 酒宴的原材料采购 叶峰的养殖场可以提供山羊 野香老鱼 土鸡 鸡蛋 蔬菜一类 这就可以做好几个菜品了 只要再买一些流行的菜料就行了 虽说这些都是用生命之泥养殖出来的 珍贵一尝 不过叶峰也不是舍不得的人 让亲朋欺友 左邻右舍尝尝尝鲜也是不错的 算是一种回报吧 反正也用不了多少 叶峰开车回到了家里 家里很热闹 几个伯母伯伯都在 都在忙活着 擦桌子的擦桌子 洗碗的洗碗 连外婆大舅大舅妈也都来了 在新房大厅里里 老是出身的王伯 正在红纸上用毛笔写对联 王伯叫王道胜 曾经做过锦林小学的校长 现在七十多岁 早已经退休了 由于毛笔自写的好 又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 如果有红白喜事 都会请他写红白对联的 王伯好 叶峰拿出一包中华 塞给王伯伯手上 王伯伯笑着收了起来 帮人写对联 虽然不收钱 不过这烟是少不了的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规矩 疯子 今天怎么没带你女朋友过来 王伯伯割下毛笔 笑道 叶峰有女朋友的事情 早已经传遍 王伯伯家跟叶峰家 还是同一个村民小组 并不远的 他要明天才过来 王伯 今天实在麻烦你了 叶峰说道 有什么麻烦的 反正也是闲着 王伯笑道 王伯 那我不打扰你了 叶峰起身说道 嗯 你也去忙吧 这么大的事情 你今天可轻松不了的 王伯点点头 等到叶峰离去 他这才收回目光 叶峰家的变化 他是看在眼里 这才多久 一下子从村上的贫困户 升级为村上的首富了 他家情况也算不错了 两个儿子开公司的开公司 开酒楼的开酒楼 不过还是比不上现在的叶峰 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 风水轮流转 今年到我家 叶峰在新房里到处溜达着 这里看看 那里瞧瞧 新房早已经完全装修好 水电完善 家具齐全 全都是极为高档的家具 这两天才买的 仅仅家具就花了几十万 大厅摆着大沙发茶几 大屏幕的液晶电视 天花板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晶大吊灯 足有四五十个平方的厨房里 是大容量的冰箱 油烟机 热水器 厕所面积也非常大 放着洗衣机 至于蹲坑用的是乡下的蹲室 至于那种抽水马桶 很多人都用不惯的 每一个房间中 都有齐备的床柜家具 装了空调 还有两个地下室 分成当冰窖和酒窖 里面还装了温控设备 当然 整个新房子 还没有经过过火仪式 还不能住进来 这是乡下的风俗 不经过过火仪式 祖宗之灵还会留在老屋 没有祖灵的庇护 就会不得安宁 而且人在老屋住久了 人气会跟老屋结合起来 只有经过过火仪式 祖灵和人气 才会转移到新房里来 当然 这些玄乎齐选的东西 现在的年轻人 没有多少人会相信 但是老一辈相信啊 疯子 孩子跟小梅 已经去请通知亲戚朋友了 至于你 等会儿就跟你老爸 去准备酒席的原料 他正在跟李大山 商量菜品的事情 老妈从一个房间的走出来 看到叶峰当即吩咐道 他必须将每一个房间里的床布好 只待过火仪式之后 就能够入住 好的 叶峰点点头 请亲朋妻友 可不是随便一个电话就行的 特别是长辈同辈 必须亲自上门 这样才能够表现的尊重 如果是晚辈的话 就可以一个电话就行了 叶峰出了新房 来到老屋 就看到旁边的空地上也很热闹 临时厨房的棚子已经搭建了起来 一等于各状汉症 拿着土砖尼玛搭造 另一边摆放的一长案板上 一个妇女正在摆放一些工具 今天村厨只是进行准备工作 明天才会正式开工 叶峰进了屋子 就看到老爸跟一个大胖子说话 手上拿着纸笔在记录着 这大胖子 就是村厨中的主厨李大山 干了一辈子的村厨 祖辈也是村厨出身 外面那个搭造的壮汉就是他的儿子李英才 也是准备继承他的村厨工作 李说 你埋得可真早啊 叶峰打招呼道 不早了 叶峰 你可是发财了 你老爸还是这么舍不得 你得跟他说 过火宴席别太节俭了 该花的还是要花 李大山笑道 叶峰只是笑了笑 没有回答 他看了一下菜单 上面要准备的食材非常多 还有各种调料 一样也少不了 老爸 我看这米酒还是换成白酒吧 叶峰看了一下说道 米酒是乡下最主要的酒 酒精度只有十几度的样子 家家户户都会做 而且也便宜 所以酒席上都是用米酒 米酒就行了 你妈都煮了好几缸米酒 就是为了这酒院做准备的 老爸摇头道 叶峰想了想 也就没再说什么了 由于老爸喜欢喝米酒 所以每个月都要煮一缸米酒的 上午九点多的时候 叶峰就开车载着老爸 还有大伯叶林轩 直奔县城而去 路过石马镇的时候 叶峰换成了作坊的皮卡 这次是去采购食材 量可不少 大众灰腾的后备箱 肯定装不下 只有皮卡才行 丰县农贸市场 车流极多 行人如潮 这里是丰县最大的食材市场 不仅有各种食令蔬菜 新鲜猪肉牛肉羊肉狗肉 生鸡生鸭 大鹅鸽子 各种鱼类水产品 还有专门的冰冻店铺 里面是各种冰冻肉食 由于人太多 皮卡车根本开不进去 叶峰也只能将车子停在路边 反正只是县城 不是那些大城市 不怕抄牌贴罚单锁车轮 三人下了车子 朝着农贸市场里面走去 我们先去你慈一那里买冰冻食材 老爸说道 老妈的一个表妹 就在这农贸市场里 有开了一个冰冻店铺 既然要买食材 自然要到亲戚这去买了 他来之前就已经跟慈一打过电话了 圣哥 你们来了 东西我基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 只有一样假鱼 我家男人还没有拿回来 慈一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中断身材 微微发福 小眼睛 一看就知道是精打细算的人 哼 这是疯子吧 现在真是有出息 都开了大厂子 那慈一 我家的那两个小子 整天不务正业 书也不想读 天天只知道打游戏跑酒吧 慈一看向叶峰 说话跟连猪炮似的 圣哥 你可是真有福气啊 疯子发了财 你和花姐是一辈子都不用愁了 他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叶峰了 印象并不深 不过最近在亲戚中流传了叶峰开作坊 发了财的事情 所以他就用了心 老爸老脸开了花一般 听到人对儿子的称赞 他就特别的高兴 慈一你说笑了 我这也小打小闹的 叶峰对慈一的印象也并不深 只见过一次 而且起码过了十几年了 疯子 圣哥 还有这位大哥 你们赶紧进来坐一下 慈一连忙招呼道 泡茶 发烟 端水果 由于店里大部分被冷库占据了 空间并不大 几人坐下都很拥挤 圣哥 你家过火是后天是吧 慈一突然问道 是啊 老爸点点头 由于跟慈一家亲戚关系较远 所以没有请他家 不过现在慈一问起 老爸就说了几句 哼 好久没有去见到表姐 正好后天有时间 我可得去庆祝庆祝 慈一笑道 老爸微微一愣 当即笑道 当然欢迎 就是太麻烦你们了 此一想去参加过火仪式 还真出乎老爸的预料 毕竟两家平时没什么人情往来 叶峰也是心中感叹 家里情况也好 再疏远的亲戚也都会凑上来 他从老妈口中知道 上次为外婆祝寿的二舅一家子 也准备赶回来参加自家的过火仪式 这要是往常 别说一个过火 就算是老爸老妈的五十岁的生日 连电话都没有一个的 这就是现实 聊了好一会儿 慈一的男人骑着三轮车回来了 上面两个矿子中都是火仪鱼 打了招呼之后 慈一的男人就开始撑东西 牛筋 猪肚 虾子 鲨鱼 还有冰冻猪油等 装成了两个大蛇皮带 足有两百斤 叶峰直接用慈一给的扁担 轻轻松松的挑了起来 辞别了慈一两人 叶峰三人就继续在市场逛了起来 又采购了其他食材 还有各种调料 大蒜子 大蒜苗 老姜 米椒等等 一个小时后 三人就提着大包小包 从农贸市场中走了出来 叶峰三人 提着挑着大包小包 说说笑笑的走出了农贸市场 东西已经买全了大部分 将东西都放到皮卡厚箱里 叶峰就开动车子 直奔另一个地方而去 食料买了 还要买一次性餐具 红包 啤酒 饮料 瓜子 糖一类 至于果实 叶峰是金银果园的 就不需要去买了 东西 应该都买齐了吧 皮卡车上 老爸问道 都买好了 叶峰拿出清单看了下 买了东西 都已经化掉了 他正要开动车子 手机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不由得有些头痛 是那个琴尼尼打来的 他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关掉不接 疯子 谁的电话 你怎么不接 老爸问道 是骚扰电话 叶峰笑道 哦 对了 你大姐就住在南城 顺路过去跟他说一下 老爸点头说道 好的 叶峰发动了车子 老爸所说的大姐 就是大伯叶灵轩的大女儿 也是叶峰这一辈中年纪最大的 由于大伯的父亲 跟叶峰的爷爷是亲兄弟 所以两家关系不错 当初叶峰金银果园的时候 还从大姐借了过几千块 当然 现在已经还了 大姐对叶峰是非常好的 以前上高中的时候 就经常在大姐家吃饭 大姐家条件很不错 在县城里建了一栋七层的楼房 本身经营一个店面 只可惜以前的老公出车祸死了 现在虽然重新找了一个 听说现在的这个男人 性格不好 喜欢赌 而大姐本身脾气又暴躁 两人经常吵架 甚至到了动刀子的地步 叶峰轻车熟路的开着皮卡车 来到城南 很快就拐入了一条街道 大姐家的楼房就在公交站旁边 她是经营四四料化肥店的 车子在店门口停了下来 却看到门外围着不少人 似乎在抑论着什么 同时 从店里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和咒骂声 肯定是聂七那个畜生 又在跟我女儿吵架 大伯叶灵轩脸色一变 一下子怒气冲冲的跑了下去 她对聂七这个女婿非常不喜欢 叶峰跟老爸也连忙下了车 跟着大伯挤进了人群 她还没有进去 就听到大姐嘶哑的怒骂声 你给我滚出去 你输了这么多钱 还有脸回来 我没钱给你还债 滚出去 叶省南 你跟我可是同居了好几年 你怎么这么冷血无情 你要是不帮我还债 他们会砍死我的 一个男婴想起来 叶大姐 你男人欠了这么多钱 还是赶紧拿钱出来吧 他没钱 我们也就只能找你要了 一个粗犷的男婴说道 没有钱 一分钱都没有 你将他砍死的了 反正我是没钱还 我也不会帮他还的 大姐大声说道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们是一家子 我们不找你 找谁啊 我还从没有听说过 欠债不还的 好了 别废话了 你现在不还钱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那粗犷男婴 充满了威胁 叶峰终于挤进了人群 看清楚了里面的情况 店里面 身材高大的大姐披头发散发 手上拿着一把铁锹 正一脸怒意的盯着门外的人 旁边一个同样身材不矮的男人 捂着脸靠在墙壁上 脸上有手抓印 鲜血淋漓 而且此人头发乱糟糟的 胡子拉叉 眼睛血红 就好像是那种 疏得眼红的赌徒 在外面则站着三个黑裤黑背心男子 将店门堵住 为首的一个身材中断 却浑身肌肉饱满 恐无有力 裸露出的手臂上满是纹身 你们想干什么 大伯叶灵轩已经冲了进去 好像护犊子 一般得挡在大姐身前 怒目喝道 大伯身材高大 虽然七十多 也就很有气势 不怒自威 爸 你怎么来了 大姐看到挡在身前的父亲 愣了一下 你身书家新房过火 我帮忙来采购食材的 叶灵轩说道 叶峰也跟着进了店子 打招呼道 大姐 疯子也来了 大姐看到叶峰 上下打量了一下 这才几个月不见 怎么长高这么多呢 比他还高了 他继承了大伯的基因 虽然是女人 却人高马大 足有一米七多 以前的叶峰 在面前都要矮了半个头 可现在倒好 叶峰竟然比他还要了 我说你们商量完了没 赶紧还钱 否则的话 就别怪我们动粗了 那粗犷男子 看到大姐这边 又有两人在 不过也不在意 不耐烦说道 大姐 怎么回事 叶峰连忙问道 还不是他干的好事 又去赌钱 借了十几万的高利贷 全输了 现在借高利贷的人 找上门来了 大姐恶狠狠得看了 聂七一眼 咬牙切齿 大姐 这样的男人 继续过下去 有什么意思 与其拖着 赶紧跟他掰了 反正也没有扯结婚证呢 叶峰看了聂七一眼 说道 跟前大姐夫比起来 这聂七实在太差劲了 整天无所事事 就知道赌 我早就不想跟他过了 可是他就是死缠烂打 大姐头痛道 这聂七就是滚刀肉 真是想不通 当初自己怎么就同意 跟他在一起呢 叶峰 你什么意思 我跟你大姐的事情 你少管闲事 聂七看到叶峰怂恿大姐 跟他分手 当即阴着脸道 你要算是一个男人 就别天天靠个女人养活着 叶峰看了他一眼 淡淡说道 你TM算什么东西 也想教训老子 聂七勃然大怒 直接一拳朝着叶峰砸了过来 他还真想赖着大姐一辈子 有店面 有房子 要是这么分了 他喝西北风去 叶峰头轻轻一让 闪电一般出手 犹如探囊取物 一把掐住了聂七的脖子 直接将他好像小鸡一般提了起来 聂七脸膀胀的通红 四肢挣扎 发不出声来 在场的人 看到这惊人的一幕 全都震惊无比 聂七体格 看起来比叶峰要强壮得多 百七八还是有的 竟然被叶峰这么轻松地提了起来 这需要多大的臂力 那手臂上刻着纹身的背心男子 看到这一幕 瞳孔微缩 不由得对叶峰产生了忌惮之意 滚出去 叶峰随手一丢 顿时聂七的身体直接飞了出去 掉落在了机密之外 差点没将聂七衰的头破血流 叶峰算你狠 聂七从地上爬了起来 吐了一口沫 看向叶峰的目光 变得畏惧起来 不过他很快看向那个为首的黑背心男人 可怜巴巴道 伯哥 情况你也看到了 我婆娘不给钱还债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 钱全都在他手里 哼 真是一个窝囊费 被聂七叫做伯哥的黑背心纹身男子 不屑得看了聂七一眼 然后冷力的目光落到叶峰身上 嘿嘿笑道 臂力不错呀 真看不出来 不过 兄弟 欠债还欠 天经地义 我们这也是按规矩办事 不管怎么说 这聂七还是他男人 就得给钱 不知道兄弟怎么称呼 大姐正要说话 叶峰止住了他 然后轻轻笑道 你叫我波哥就行 波哥嘿嘿笑道 兄弟 别让我难做 现在是和平讨债 过了这个单 那就不一样了 这利息也不是不算的了 他语气的威胁之意 谁都能够听得出来 波哥 冤有头 债有主 我看你是找错人了吧 叶峰冷笑一声 向前几步走 脚尘发力 一步一个脚印 只见水泥板铺成的地面 一块块的被踩得军裂开来 波哥只觉得浑身一灵 叶峰的眼神 好像刀子一般 让他难以逼时 毕竟只是 尚不得台面的混子 怎么可能对抗叶峰的气势 想当初 叶峰都能够跟杀人不眨眼的凶匪 逃犯胡标对战 不落下风 那可是明镜级的那家舞者 这波哥只是一普通人而已 最多是有些很近 吓唬吓唬平常百姓还行 跟那家舞者比起来 那就差得太远了 波哥瞳孔猛缩 因为他看到了叶峰脚下被踩裂的水泥地板 想到一种恐怖的存在 他作为混子 还是有点见识的 背后的老大曾经说过 有一种人绝对招惹不得 得罪了是要死人的 那就是那家舞者 眼前这个青年 很可能就是老大口中的那家舞者 刚才一个百七八十斤的成年男人 被单手提起 这是常人能够做到的吗 他自己也有一把紫蛮镜 但是就算是几十斤的东西 这么伸手捏起来都不太容易吧 波哥心中涌现出一抹寒意 额头上冒着冷汗 当即气势就泄了 连忙说道 对对对 冤有头 债有主 这孽妻还活着 我们讨债肯定还得找他 抱歉 我们马上就走 说着他手一挥 对身边两个手下说道 快将孽妻带走 那两个手下 早就被叶峰的气势压迫住 看到大哥发号 如释重负 哪还敢多呆 两人连忙挟持着孽妻 朝着不远处的一辆面包车里拖去 老婆 救我 你不能这样啊 孽妻脸色惨白 他可是知道 这些人对待欠债不还的人 手段是非常狠辣的 一旦他被这些人带走 出来只怕半条命都胜不下了 叶峰看到大姐脸路不忍 想要说什么 当即低声说道 大姐 当断则断 你还没有被他害惨吗 他可是知道 大姐的儿子江峰 因为此事都跟大姐闹翻了 大姐想起这些日子 所受的苦和委屈 当即咬紧牙关 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兄弟 我现在能离开了吗 波哥问道 波哥的反应 让在场的人都奇怪不已 这变化反差也太大了吧 不过也有眼尖的人 看到了叶峰脚下踩碎的地板 当然 不过波哥 我不希望这人再次出现在我大姐面前 叶峰淡笑一声道 这个我可以保证 波哥点点头 当即回到了面包车中 很快车子启动 嗖的一声就离开了 叶峰跟大姐三人走入了店里 看到波哥等人离开 而叶峰几人也进去了 围观的人见到没有热闹看了 也随即散去了 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也都细以为成了 当然 也有人来到叶峰之前走过的地方 足有五块水泥地板破碎 还可以看到破碎地方出现了一个个若隐若现的脚印 天啊 走路将地板踩碎 难道真的有武功 一个青年拿着手机对准被踩碎的地板拍了几张照 然后顺手就发上了微信 配以文字 世上有武功吗 如果在我看到这几块被踩碎的地板之前 我持怀疑态度 但是现在 我只能说 尼玛 这是现实世界吗 对于店外的事情 叶峰自然不知道 几人已经到后面的屋子里 大姐给几人泡了茶 对着叶峰感激道 疯子 刚才要不是你 大姐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既然碰到了 我自然不能不管 叶峰说道 疯子 那些混子离开了 还会不会再找你大姐的麻烦 大伯叶灵轩担忧道 他看得出来 那些人是怕叶峰 一旦叶峰离开 谁知道还会不会找上门来 嗯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不过大姐大伯你们放心 这事还是挺容易解决的 叶峰点点头道 虽然自己能够威慑到他们 不过事事无绝对 一旦出现变故 就有些麻烦 想到这里 他对大姐说道 我先去打个电话 说完他就起身来到了屋后面 将关掉的手机重新开机 一下子就看到了许多的电话 除了那个琴咽咪的 竟然还有彭哥的 彭哥怎么给我打了这么多电话 叶峰有些惊讶 他连忙给彭哥拨了过去 他可是知道彭哥的底细 以前虽说在明面上 是一个饭庄的老板 实际上黑白两道都有关系的 现在成了野乡老鱼楼的老板之一 那关系往更是大了 这事情对他来说实在是小意思 接通之后 叶峰将事情跟彭哥说了一下 疯子 你说这事 在我们丰县 借高利贷的也就一家 他们老板跟我是哥们 我打个电话跟他通通气就行了 彭哥在电话中说道 那就麻烦彭哥了 叶峰说道 这小事而已 不过疯子 你从哪找了这个极品撒娇娘呢 真是太要命了 你还是赶紧将她带走吧 现在我们野乡老鱼楼里的伙计 差不多都被她够得丢了浑似的 还有另一女人 冷酷的要命 下手就更狠了 你是不知道 今天蔡天芳来酒楼吃饭 竟然去调戏这个女人 你猜咋的 被她一巴掌抽翻了 连蔡天芳身边的几个保镖 都被轻松撂倒了 彭哥又说道 蔡天芳被打了 叶峰惊恶道 他没想到还发生了这种事情 城南飞天夜总会 由于是白天 这里很清冷 一个戴着金丝眼镜 身材很精瘦的男人 靠在皮沙发上 抽着烟 喝着酒 在他的面前 站着一个黑背心的纹身男子 这男子正是波哥 在这精瘦男子面前 波哥大气都不敢出 你做得很好 没有调查出对方的来历之前 忍让是必须的 做我们这一行的 能屈能伸 才能够生存下来 这精瘦男子 将酒杯放下 揉了揉眉心 然后看了波哥一眼 文哥 要不要现在去调查 此人的身份来历 波哥低眉顺眼地说道 当然 一个疑似那家舞者的人物 出现在我们封县 必须调查清楚 就算是我们不去对付他 也要做到有备无患 不过通知下面的弟兄 全都给我 把招子放亮一点 别随便惹是生非 精瘦男子文哥 咬字很轻 随意地说着 是是是 波哥连连点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 桌子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精瘦男子拿起来看了一下 连忙接听 笑道 彭哥 今天怎么有时间 给小弟打电话呢 他的语气中 透出一种热情 虽然他是城南这一片的老大 而彭哥在城东那边开饭庄 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不过两人交情还犯不错 最近因为野乡老御楼的关系 彭哥在政商两届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这让文哥越发不敢小看了 哦 是这是 小时一庄而已 对 对 既然是彭哥的朋友 我哪还敢去招惹 彭哥 你还真厉害 连那家舞者都有交情 什么时候介绍给小弟 我认识认识 不会吧 彭哥 你可别骗我了 你那个朋友可真是厉害 百七八十斤的人单手提起 一脚 就可以讲水泥地板都踩碎 这只有传闻中的那家舞者才能够做到的 好好 有时间 我们聚一聚 说起来 你店里的野乡老鱼 我可是很回味 不过就是贼贵了 小弟我辛辛苦苦赚点钱 都要送到你这野乡老鱼楼里去了 那就这样 我挂了 文哥挂了电话 不过眉头深深得皱了起来 好一会之后 他对波哥说道 这事就到此为止 吩咐手下弟兄 以后到那条街上的时候 多给我收敛一点 好的 波哥点点头 然后问道 文哥 那那妻怎么处置 他不是还有哥哥姐姐吗 去他们那里收 一分钱也别想手 要是收不回来 就算是让他做鸭卖菊花 也得给我赚回来 这世上还没有欠我李文东钱 敢不还的道理 文哥声音平淡 却让人有种不寒而立志感 也像老鱼楼 办公室中 彭哥放下电话 脸上露出了一抹疑惑 李文东说叶峰是那家舞者 不会吧 虽然他没有见过那家舞者 却听说过 他应该不是说谎 要不然 以他手下那些人的德行 怎么可能轻易的退走呢 彭哥摸了摸 有些胡渣都下巴 对叶峰越发好奇起来 一开始 他跟叶峰合作 除了是才哥的表弟 还有跟赵老蔡老之间的关系 如果换成是一般人 以他的个性 早就巧取豪夺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身材高大 五官粗犷 脖子上带着粗大金链子的男子 走了进来 正是叶峰的表哥 毛有才 才子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这里 彭哥笑道 他跟才哥关系很铁 因为两人是高中同学 又一起混过 大鹏 没事就不能来 还不是想你这里的野乡老鱼了 才哥笑道 你又想来白吃啊 怎么不去找叶峰 他保证可以免费大量提供 猜你吃的 彭哥开玩笑道 你还别说 后天我就要去疯子那里吃大餐去了 才哥一屁股坐在了彭哥的办公桌上 随手拿起了一根圆珠笔转了起来 吃大餐 彭哥微微一愣 大鹏 难道你不知道 疯子家心房过火 后天准备宴请亲朋妻友的 才哥惊讶说道 卧槽 这么大的事情 疯子竟然不告诉我 这也太不把我当朋友了 不行 我得打电话好好说他一顿才行 彭哥就要拿起电话 随即又放了下来 嘿嘿笑道 不行 到时候我还是自己去 得当面问他才行 好了 别说这些了 我肚子都饿了 林海他们几个也来了 你就放心 不会白吃你的 今天是林海请客 这小子炒股又大赚了一笔 才哥将赚着的圆珠笔 重新放入笔筒之中 然后跳下桌子 说道 这小子就是个炒股天才 可惜不带我们 要不然我们也可以喝点汤啊 彭哥点点头道 大鹏 你这么高身价了 还眼红那点钱 现在你可是守着个摇钱术 才哥笑道 不过说真的 你这人眼光就是比我强 彭哥从老板椅上站了起来 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知道才哥说的是什么意思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们吃鱼血 才哥搂着彭哥的肩膀说道 城南大姐店里 大姐 你就放心吧 事情已经解决了 那些借高利贷的 以后不会再来骚扰了 叶峰回到屋子里 对大姐说道 他相信彭哥的能力 应该可以搞定那些借高利贷的 疯子 谢谢你啊 大姐越发看不懂叶峰了 几句话就将那些凶神恶煞的混子打发走 现在又打个电话 就可以帮他化解这么大的麻烦 如果不是叶峰在 他的生活就要彻底被高利贷的搞乱 鸡犬不宁了 老爸看在眼里 也是欣慰不已 现在的儿子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为亲人朋友遮风挡雨了 又聊了几句就说到心房过火的事情 深说 反正现在我家里也没什么事情 我现在就跟你们回去吧 还可以给你们帮点忙 大姐说道 他一个人在家里也觉得没意思 特别是经历了今天的事情 他很想出去透透气 放松一下心情 这样好啊 大伯叶凌轩高兴道 他也不放心 女儿一个人留在这里 毕竟家里没有一个人 儿子女儿都在外面上班工作 于是 大姐收拾了一下东西 就关掉了店门 四人上了车后 叶峰开着车子 开始返程了 驱车回到家后 大伙就上来 将车上所有东西都卸了下去 由于今天村厨不会正式动工 买回来的冰冻食材 都要动起来 这么多食材 冰箱肯定装不下的 幸好叶峰早有准备 地下室中早就建了一个小型冰窖 有着专门的制冷设备 所以这些冰冻食材 正好可以放入冰窖中 至于那些新鲜的食材 比如说甲鱼就得先养着 甲鱼生命力强 直接放着就行 不过得用网子罩着 否则甲鱼会跑的 疯子 你用车子在两袋新谷 去镇上脱鞘了 叶峰刚刚坐下来喝杯茶 老妈就过来吩咐事情了 现在谷子脱鞘都要去镇上 虽说村上有人家里有脱壳机 不过脱鞘的效果不太好 打出的米不匀称 容易碎 吃起来影响口感 镇上的都是大型脱壳机 打出的米非常匀称 色泽好 所以大多数人都喜欢去镇上脱鞘 好的 他连忙起身 来到仓库里 里面堆满了用蛇皮带装好的新骨 一袋起码有一百多斤重 叶峰一手提了一袋 就朝外走 由于皮卡车箱上 之前刚过冰冻食材 冰块融化之后到处是水渍 所以叶峰用扫把脱干净之后 然后又在上面铺了一层薄膜 这才将两袋骨子装上去 开车上了路 叶峰中途还顺便捎带了一个老头 到了地儿之后 老头道谢着下车了 车子直接拐入一条街道 来到了一个脱鞘作坊外 门面内一台大型脱壳机 正在轰隆隆地运转着 严叔 忙着呀 叶峰提着两袋骨子走到门口 放了下来 对着正在照看脱壳机的五十多岁的 秃顶中年男子说道 你是 严叔瞧了叶峰一眼 有些没认出来 毕竟叶峰最近变化挺大的 我叶峰 君子的高中同学 叶峰说道 他所说的君子叫严少君 是叶峰的高中同学 严少君一家子 本来不是石马镇的 是从红山堂镇那边迁过来的 就在这镇上开了一家脱壳作坊 严少君属于那种学习成绩 非常好的学霸类型 不过性格比叶峰活泼的多 由于两人都是石马镇人 所以关系较好 周末都是一起回来的 不过时间一长 两人连续也就少了 只知道严少君大学毕业后 朔博连读 叶峰 哦 原来是君子的同学叶峰啊 你变化挺大的 严叔上下打量了一下叶峰 笑道 对叶峰他还有些印象的 以前两人上高中的时候 周末回家还在他家吃过饭的 呵呵 严叔 现在君子在做什么 叶峰问道 他在中海那边上班 由于工作忙 一般也只有过年回来两天 说到儿子 严叔脸上满是自豪 这儿子可是给他争了不少光 叶峰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严叔笑呵呵问道 虽然现在夜市超级作坊 在始码镇是响当当的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老板是什么人 在家里经营果园 叶峰说道 你怎么不去上班 严叔惊讶道 在他心里 在家经营果园绝对属于不务正业 毕竟叶峰怎么说 也是重点大学毕业的 算是高材生 怎么回家经营果园呢 我觉得挺好的 在乡下更加自由自在 不受约束 叶峰对严叔的反应并不在意 现在人的观念都是这样 都能够希望走出去 虽说现在农村政策发生改变 支持大学生回家创业 不过 回家创业依旧不被人认可 为什么新闻里经常有人报道 什么京师大学的高材生回家养猪 会引发很多议论的 就因为其中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在大众眼里 高材生理所当然要坐在敞亮的办公室里 干着光鲜的工作 至于养猪种菜 那是没文化没知识的农民干的脏活累活 呵呵 喜欢就好 严叔也没有多说什么 叶峰还是看出严叔的变化 不过他也不在意 别人如何看待 那是别人的事情 自己生活的好就行 十几分钟之后 叶峰的骨子就脱壳好了 叶峰 你家的新米真是不错 磕磕饱满 晶莹剔透 这是什么品种 严叔在袋子里 捞了一把刚脱壳好的大米 看上去好像一粒粒的珍珠一般 这样好的大米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就算是超市里那些价格昂贵的高级大米 跟这米比起来都差远了 我也不知道 是我爸妈种的 叶峰不愿意解释 随意编了一个说法 严叔 那我先走了 叶峰将两个蛇皮带用绳子扎好 并没有数钱 因为这作坊里脱壳是不要钱的 不过脱壳后的糠就得留下来 好的 以后我家君子回来了 你多来晚啊 严叔笑道 一定一定 叶峰点点头 提着大米往外走 这是 一个穿着工商局制服的青年男子走了进来 回头看了叶峰的背影一眼 有些眼熟 惊讶到 严叔 这不是那个叶峰吗 他也在你这里脱壳啊 你认识他 严叔看到自己的外甥过来 这种大老板 我怎么会认识 不过我们工商所里 谁会不知道他 他可是我们石马镇的大名人 叶氏超级鱼耳作坊的老板 青年叼着一根烟笑道 你说什么 叶氏超级鱼耳作坊的老板 严叔微微一愣 旋即恍然大悟 怪不得他刚才听得有些耳熟 叶氏超级鱼耳作坊的老板叫叶峰 而他儿子的同学也叫叶峰 之前还以为只是同名而已 现在看来竟然是同一个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刚才还有些不在意的叶峰 车子发动 叶峰先将皮卡开到了作坊门外 将两袋百米搬到了 大众腾灰车的后备箱中 然后他进了作坊 将车钥匙交给了刘萍 老板 后天要不要放半天假 办公室中 刘萍突然问道 放半天假 叶峰微微一愣 随即回味过来 笑道 你们就别凑合了 这么多人 想吃穷我呀 作坊一两百人去 那场面就太大了 不过 那一天工作算三倍工资吧 叶峰觉得新宅过火 是一件大喜事 值得庆贺 三倍工资 就算是给工人们的红包 老板 员工们知道了 绝对会夸你是这世上 最有良心的老板了 刘萍笑道 好了 我得回去了 对了 我跟你说 别让工人们包红包 包括你们这些主管 以后这一条 要写入规章之中 违反了这一条 我扣你们奖金 叶峰笑了笑 起身说道 刘萍惊愕住了 他们几个主人之前还商量 该包多大的红包呢 现在老板打了预防针 他们连想包都不能包了 老板的规定 谁敢违反啊 叶峰在作坊没有待太久 就开着大众灰腾回了家 将大米从车上提下来 叶峰送到了储藏室中 这是新米 按照吃新的风俗 暂时还不能吃 必须等到过火 那一天中午的正式宴席上 才会动用着新米 家里中饭已经煮好了 正好叶峰也饿了 由于金钱人较多 接近二十个人 足足摆了两桌 老弟叶海他们已经回来了 赵梅正在帮着白碗筷 落落大方 一点也不拘束 吃过中饭 叶峰本想抽空回趟果园 老妈又叫他 带人去云伯母家买大肥猪 宴席要用大量的猪肉 特别是扣肉 这是农村宴席少不了的一样 招牌主菜 这次宴席买大肥猪 早已经定下了云伯母家的 叶峰开上了二伯家的三轮车 又叫上了几个人 老弟叶海 大伯叶林轩 还有大舅沈国庆 云伯母家离叶峰家不远 是一栋老土砖屋 旁边几间猪篮 里面养着几头大肥猪 疯子 你看哪一头合适 重量都差不了太多 云伯母带着叶峰四人 来到了猪篮前 猪篮里面脏兮兮的 闻起来臭哄哄的 不过里面的那几头大肥猪 还真是彪肥体壮 毛色极好 就这一头吧 叶峰随便选了一头 好 云伯母打开了猪篮的栓子 叶峰早已经换了一身旧衣服 所以也不嫌脏 直接走了进去 大舅也跟着进来了 而大伯叶灵轩和老弟叶海 拿着绳子就在外面堵着 抓猪是一间戾气活 大肥猪的力气是非常大的 没有几个成年壮汉 根本不容易制服 大舅 还是我来吧 叶峰对走到大肥猪后面的大舅说道 你小心一点 一定要抓稳 大舅提醒道 抓猪的后腿可要小心 要是没抓稳 很容易被挣扎的大肥猪后腿踹到 有经验的人手一抄 眼明手快 就能够将大肥猪的后腿 直接抓了起来 当然 这必须有一把蛮力才行的 否则的话 大肥猪一挣扎 就能够挣扎开来 叶峰点点头 来到大肥猪的屁股后面 哼哼 大肥猪似乎没有察觉到的威胁 依旧吃着在食草的残渣 显然 不久前 云伯母刚刚喂过食了 这样可以增加大肥猪的重量 毕竟大肥猪称的是毛重 喂食的越多 大肥猪就能够增重个几斤 叶峰眼睛一眯 猛然出手 视如闪电 一下子就将大肥猪的两条后腿抓住 用力提了起来 他的力气何等巨大 这一提 大肥猪的半个身体都被提了起来 这头大肥猪起码上了三百斤 如果不是叶峰怕太过于筋势害俗 他完全可以直接将这么一头大肥猪 完全提了起来 大半个身体被提起来的大肥猪 只有两只前提子能够落地支撑 疯狂地地上扒动着 两个后腿也疯狂蹬着 发出凄厉的惨嚎声 却怎么也挣脱不开来 看到叶峰将大肥猪提了起来 大就惊愕了一下 不过还是上前 连忙用力将大肥猪的身体 用力压翻在地 而大伯和叶海两人也连忙冲了进来 连忙用绳子捆腿四肢捆好之后 大肥猪就彻底没辙了 四人将大肥猪抬了出来 云伯母早已经准备好了一杆大衬 这衬杆都有两米长 衬多小孩子都搬不起 是乡下专门用来称重物的 叶峰和叶海两人将一条扁担 穿过大衬的铁丝提环 扛在肩膀上 站在两条大长凳上 而大衬的挂钩 已经勾上了大肥猪四条腿上的绳子 随着两人只要用力 就将大肥猪抬了起来 云娘 一共是三百一十八斤三两 你看一下有没有错 大伯扶了一下秤坨 让达成尽量保持平稳 云伯母正要上前看称 那大肥猪猛然一动 嘎巴一声 连续拉出了好大一坨粪便来 热气腾腾 好不新鲜 云伯母原本喜滋滋的脸 一下子都变色了 这么一大坨粪便 怕是也有两三斤吧 这也拉得太不是时候了吧 刚才的那顿猪食 算是白味了 那原本处于平衡状态的大秤上 挂着秤坨的一方 又开始下沉起来 大伯又连忙将秤坨 稍稍前移了一些 大秤这才再次平稳了下来 这样一来 大肥猪的重量 已经从三百一十八斤三两 变成了三百一十五斤六两了 云伯母一张脸都纠结到了一起 平白损失了将近二十块钱 他那个心疼啊 称了重量 算好钱后 叶峰就当场付了现金 云伯母原本还在肉疼那 拉掉的两斤粪便的脸色 一下子喜滋滋起来 因为叶峰直接给了一个整数 没让云伯母找零了 他不仅没亏 反而还多赚了一些 叶峰在他眼中 变得格外顺眼起来 几句夸奖的话 差点没把叶峰赞到天上去了 叶峰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云伯母也不容易 男人是个要罐子 做不了什么活 家里全靠他一个人 田里土里都包园了 还要供养读书的一双儿女 接着 叶峰四人将大肥猪抬上了三轮车 这三轮车上事先铺上了薄膜 免得这大肥猪又拉屎在上面 不过四人身上也都是臭烘烘的 叶峰开动三轮车 载着大肥猪回家了 大肥猪没有当场救救杀 明天村厨才回来 他们负责杀猪 先将大肥猪买回来 也是这里的习惯 杀猪之前先饿一个晚上 然后杀之前再喂一顿饱的 所以大肥猪被先关在了叶峰家的猪篮里 叶峰身上臭烘烘的 掀洗了一个澡 这才感觉舒服了许多 接下来又被老妈叫着做了一些事 几乎没有半分钟空闲 直到吃过晚饭 叶峰才终于解脱出来 开着车子回了果园 叶峰哥哥 我在里面好无聊啊 叶峰将水晶棺一放出来 白脸就悠悠说道 今天太忙了 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 而且到时候将你背上的钉子取出来 你就能够自由活动了 叶峰轻轻说道 白脸一天十几小时 待在空间戒指中 这确实一种巨大的煎熬 如果换成是叶峰自己 只怕会疯掉的 在里面 白脸连听音乐看电影都不行 强大的时空之力 可以让一切都静止下来 我现在就教你认字 好不 就算以后在空间戒指中 你也能够看书 叶峰说道 好啊 白脸点点头 现在他基本的交流 已经基本不成问题了 只需要增加词汇量就行 如果能够认字的话 他就能够独自看书了 叶峰拿出一本厚厚的词典 开始教白脸认字 以白脸的聪明和记忆力 认字比起说话更加轻松 速度更快 任何一个字 只要叶峰说一遍 他就能够记下来 并且结合自己所掌握的知识 理解这字的意思 叫普通小孩子 一天也教不了几个字 还要反复讲解才行 可白脸就不一样 叶峰一直讲到深夜 厚厚的一本词典 竟然已经被翻完了 当然 他选择的只是常用汉字 也有两千多个 叶峰心中的震惊难以想象 这速度太恐怖了 比起之前说话更快 之所以这样 主要是白脸已经掌握了很大的词汇量 结合这些字的意思 他掌握的速度自然就快了 白脸 你太棒了 叶峰表扬了白脸一句 白脸俏力上 就露出了喜滋滋的神色 叶峰正要将字典放下 白脸说道 叶峰哥哥 我要看那本字典 好啊 叶峰将点点头 先将它慢慢扶着坐了起来 背后垫着软绵绵的几床丝棉被子 虽然背后疼痛 白脸只是皱了皱绣眉 并没有出声 也许是抽过生命之烟的缘故 现在白脸似乎力气大了一些 没有像以前那么软啪啪的 所以叶峰没事的时候 就让白脸抽一根 叶峰拿了一块长板子 放在了水晶棺上 然后将字典立着放 背后用东西撑着 他将白脸的两只手抬起放到木板上 这样的话 他就能够动用两只手的力量 翻看字典 虽说两只手没有什么力气 翻看字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来 抽几口烟 叶峰拿出一根生命之烟 点上然后放到了白脸嘴边 白脸张口吸了起来 等到将烟抽完之后 他似乎有气力的多了 他没有翻开字典 而是直接看字典的封面 叶峰就在一旁看着 心 滑 字 点 白脸口中轻轻念着 由于他是第一次识字发音 所以每读一个字都会一个间隔 还没有对文字形成最直观的条件反射 叶峰却很是吃惊 虽然他之前教过这四个字 但是 这四个字都分散来新华字典的各页 相互间根本没有什么联系的 而且 他只教过白脸一遍 这相当于要从数千个汉字中 寻找出对这四个汉字的记忆 这难度是非常大的 没有长久的反复记忆 还有对此组的记忆 是难以记住的 叶峰对白脸的记忆和学习能力 彻底心服口服了 那些所谓的学霸跟白脸比起来 简直就是不值得一提 新的拼音是XIM 它的意思是 刚有的 刚经验到的 初始的 没有用过的 与旧 老相对 新生 新鲜 新奇 新贵 新绿 新兴 新秀 新文 新陈代谢 白脸开始根据记忆 一字一字得根据解读起来 根据这四个字的意思 这新华字典 应该就是很新奇 很华丽的记录各种汉字的书籍 白脸最后总结说道 叶峰哥哥 我说的对吗 说的很对 不过白脸 你刚才所说的 只是字面意思 叶峰笑道 字面意思 我知道 字面是什么意思 就是汉字表面上的意思 白脸露出了一丝好奇 然后说道 对 汉字博大精神 往往同样的汉字 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句子中 都有可能蕴含更为深层的意思 叶峰解释道 我懂了 就好比一样东西 有表层 也有里层是吧 白脸奄然一笑道 白脸真是太聪明了 叶峰忍不住称赞道 叶峰哥哥 那这四个字的里层意思是什么 白脸好奇问道 白脸 你看这两个字 新华 表面上是新奇新鲜而华丽的 但是 它有另外的意思 那就是新中华 新中国 叶峰开始耐心的解释了起来 任何东西 叶峰只要解释一遍 白脸都能够理解 所以 他教起来非常轻松 讲着讲着 时间又过去了几个小时 叶峰一看时间太晚了 就让白脸自己看 以后有什么疑问 先记下来 到时候再问他 他准备练习排气提纲武士 之所以取这么个名字 主要是太形象了 每次做完 必定放屁 本来他打算直接命名为放屁武士 不过这样好像太粗俗了一点 所以还是取了一个较为文雅点的名字 他估计 不仅是这第一个姿势 后面几个姿势 肯定也是一样 会放屁的 而且涉及到的点越多 排出的污秽废弃肯定会更多 放出的臭屁 就更不用说了 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 他不想将房间变成臭不可闻的茅厕 所以他直接出了屋子 到了外面做这个动作 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放屁声 一股臭气再次喷发而出 叶峰猛然翻身而起 已连飞人流降都往沉莫急的速度 立马冲进了屋子 原本挤头在周围溜达的猛犬土狗 闻到这股臭气 全都夹着尾巴跑开了老远 这才吐着舌头大声喘气 就好像是大热天吐舌头散热一般 回到屋子里 洗了澡之后 叶峰没睡觉 而是继续陪着白莲看新华字典 一直到天亮 叶峰才将水晶棺收入空间戒指中 他的精神意识跟着进入 发现白莲在里面可以继续看字典 当即也就放心了不少 能够看字典的话 他就不会再这么无聊了 由于今天村厨 要为明天的宴席做准备 处理各种食材 杀猪宰羊 所以他在菜地里 采摘了不少黄瓜西红柿白菜 又调了上百斤野香老鱼 这才来到了养殖区 他准备捉一只山羊出来 叶峰进入养殖区后 感应大地 很快就找到了山羊聚集到区域 几十只山羊体型都是猛窜 就算是那些小羊也都长到成年羊的地步 至于那些成年羊也大了一圈 随便一头都有上百斤重了 飙肥体壮 叶峰挑选了一头个头最多的老山羊 用绳子系住了他的脖子 拉着朝着外面走去 这山羊很老实 不懂得反抗 就跟着走 俨然不知道即将成为桌上食物了 将山羊牵出去后 叶峰又到羊土鸡的地方 抓了十几只土鸡 然后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一筐鸡蛋 看着一大堆东西 叶峰不由地笑了起来 这些可都是生命之泥培养出来的 堪称是绝世佳肴 想来可以让燕寝的亲朋妻友左邻右舍 吃得痛快了 今天来的人比昨天更多 村畜一方就有八个 杀猪的杀猪 宰羊的宰羊 还有其他人处理各类食材 一口口炉子里的煤炭烧的通红 热气腾腾 屋子里有两桌人在打纸牌 这是南省特有的牌 本土化称之为微胡子 这是大家最喜欢打的牌 每到闲时都会走门窜户 寻找打为胡子的机会 一般打得不大 一两毛钱一胡 最多每人家的一个鸟 叶峰站在一桌前看了一会儿 手机就响了 是许晴打来的 他出了屋子接听 就听到许晴在电话里说着 峰 我快到了 好 叶峰说了一句 挂了电话就走出了屋子 没过多久 就有一辆红色QQ车开了进来 今天许晴穿的正式了许多 浑身上线充满了一种时尚丽人的气质 这时 老弟叶海跟赵梅两人出来 叶海还是第一次见到许晴 当即叫了一声嫂子 许晴眉开眼笑起来 笑道 叶海 这应该是你女朋友吧 真漂亮 跟你很般配啊 许晴姐 你才漂亮呢 真跟电视上的明星一样 赵梅心中美滋滋的 嘴上也很甜 两女很投缘 聊起来就一番不可收拾 叶峰正想进屋 又接了一个电话 是彭哥打开的 疯子 你得赶紧来一趟 要不然真要出事了 彭哥焦急道 到底什么事啊 叶峰问道 你来就知道了 电话里也说不清 彭哥说了之后 就挂掉了电话 叶峰感觉有些奇怪 心中一动 难道那个秦咪咪又惹什么事情了 想到这里 叶峰跟许晴说了一下 就开着车子 朝着县城而去 叶峰这次开车 绝对是风驰电车 达到了飙车的效果 从家里开到县城 二十多公里 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So 叶峰快速将车子 停到了停车场中 然后飞快地下车 直奔也向老鱼楼而去 我靠 疯子 你飞过来的 在楼梯口 叶峰就碰到了彭哥 彭哥惊恶万分 这才打完电话多久 彭哥 到底怎么回事 叶峰急忙问道 你看看下面就知道了 彭哥带着叶峰来到二楼上 就可以看到下面大唐的情况 此刻 大唐聚集了不少人 在中央却空出了一大片 有两个人正在对峙着 看清楚这两人之后 叶峰却有些惊愕 因为这两人他都认识 其中一个 就是跟随秦妮妮而来的 女保镖领域书 另一个却让叶峰有些意外 竟然是女警姚月清 他们两个怎么会碰到一块 看样子剑拔弩张 似乎随时都会动手 在右边 叶峰还看到了秦妮妮和云千华 这家伙终于出现了 看到秦妮妮小鸟一人一般 靠在云千华身上 而云千华一脸苦巴巴的样子 叶峰心中就有些好笑 右边站着的 竟然是蔡天芳 被几个保镖簇拥着 姚姐 你得给我报仇 我长这么大 还没有被人扇过耳光 竟然让一个女人给破掉了 蔡天芳用一条毛巾 贴着半边脸蛋 那半边脸蛋似乎都是红肿的 此刻神情很是激动的 没想到蔡天芳 竟然跟姚月清很熟 叶峰有些惊讶 他自然不知道 姚月清是胡一刀的弟子 而胡一刀跟蔡老关系熟 自然而言 姚姚月清跟蔡天芳认识 也就不奇怪了 叶峰 你可得赶紧想办法 让他们停下来 任何一方出了问题 对我们野乡鱼楼的影响都不太好 彭哥低声说道 要是在他的野乡老鱼楼重伤了人 就麻烦了 毕竟一方是蔡天芳 那请来的姚月清 更是当过警察 虽然现在辞职了 不过他也不敢小看 而另一方是叶峰带来的 看样子来头更大 好吧 叶峰苦笑一声 秦妮妮是自己带到野乡老鱼楼的 总不能让人不管 他已经基本上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还是昨天蔡天芳调戏林语书 吃了一巴掌 现在将姚月清找来报仇了 叶峰很意外 以蔡天芳的个性 竟然还会来这种光明正大的手段 按照电影小说里的情节 蔡天芳这样的顽固子弟 不是应该来应得来岸的吗 不过叶峰看到云千华也在 倒也有些释然了 云千华来头不小 想来蔡天芳调查到了 不敢轻举妄动 虽然蔡天芳嚣张 却并不愚蠢 想到这里 叶峰单手轻轻一按栏杆 翻身而起 猛然飞跃而出 彭哥看到这一幕 惊愕不已 这可是二楼 也有两丈来高 这么跳下去 太危险了吧 不过他是多虑了 碰 叶峰从天降 直接落到姚月清和林语书之间 犹如铁钉一般 纹丝不动 不过他全身骨骼错动 轻松的反振之力 全部卸掉了 叶峰的突然降临 惊饿了在场的人 是峰哥 云千华惊喜道 叶峰 死 蔡天芳看到叶峰 吃惊不已 捂着半边脸的手 忍不住用力了一点 疼得他到西凉气 虽然脸上敷了药 却依旧没有消肿 疼痛得很 昨天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两位美女 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架 这恐怕不妥吧 要不我当个合适老 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 叶峰笑呵呵道 闭嘴 姚月清和林雨淑同时 开口道 两女都感觉到 对方自己遇到的强劲对手 正要酣畅淋漓地打一场 现在叶峰出来搅局 他们自然不会给好脸色看 叶峰摸了摸鼻子 说道 既然两位美女真要打的话 我觉得还是出去打为好 不过他刚说完 两女猛然动了 一个犹如猛虎出笼 一个犹如消音凌空 凶猛强悍的气息狂笑而来 搅动了周围的空气 叶峰锁在位置 好像成了这风暴的中心 喂 你们 叶峰刚想说话 就看到两只手爪呼啸而来 猛然脖子一缩 双膝微曲 连忙蹲了下来 不过下方也有两条腿 同时抽了过来 这落在围观者的眼中 都忍不住惊呼了起来 叶峰已经彻底无语了 你们讲不讲道理啊 有这么野蛮的吗 不过叶峰根本来不及说话 耳边都是呼啸的静风 真要被踢中的话 就算是以他的体格 想来也不好受 以这两女展现出来的 力度速度来看 只怕都已经属于 明镜巅峰的实力了 叶峰双臂一展 骨骼错动 两条手臂猛然膨胀起来 撑起了手臂上的肌肉 青筋抱线 犹如钢筋缠绕一般 化为了一双恶魔手臂 为等两条腿碰撞 叶峰猛然两只大手一捞 直接将两条腿抓在手中 如果换成一般人去抓 根本抓不住 那两条腿蕴含的恐怖力量 可以将人的骨骼都震碎了 不过叶峰可不是平常人 虽然没有练过舞 却无师自通 骨架解脱 换血成功 叶峰的体格 还经过了生命之泥的改造 早已经是非人的体质 虽然姚月清和林语书强悍 却也就是只是完成练骨 还处于开始换血的阶段 这么一捞 两条腿被叶峰稳稳当当的抓住了 叶峰心底暗叹 练舞之人果然就是不一样 身体健美 匀称 富含活力 姚月清和林语书却吃惊起来 他们的腿竟然被人抓住了 这怎么可能 在那样的力度之下 骨骼之间的震动 就算是换血阶段的高手 都抓不住的 除非是更高一级 达到修炼脏腑的暗尽高手 不过那等存在 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舞蹈界威名赫赫 两人几乎同时脚跟一蹬 跳跃而起 摇身扭转 另一只脚朝着叶峰狠狠踢了过来 两人施展出的身法都不一样 姚月清的好像猛虎飞扑 而林语书的却好像苍蝇展示 姿势优美 各有千秋 嘿嘿 叶峰感受到 那两条腿踢过来的可怕进风 当即手臂一震 抓住两条腿的手猛然一轮 将两女当成了玩具 挥舞了起来 啊 两女尖叫起来 只看到耳边呼啸 视野飞速转动 腿被人抓着 根本无处见力 这惊人的一幕 只把在场的人震撼得目瞪口呆 眼睛都跌落了一地 正在用毛巾无脸的蔡天芳 傻乎乎得看着 手上的毛巾落到了地上都不知道 正在吃葡萄的云千华 嘴巴张得老大 眼睛直直的 旁边正在为云千华 葡萄的琴妮妮 忍不住用手捂住了嘴巴 一双美眸都快瞪出来了 我靠 扶着栏杆 本来还在为叶峰担心的鹏哥 直接抱了粗口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干什么 停 停 停 两女简直要疯了 被叶峰支这么一顿挥舞 差点连胃里的东西 都要倒了出来 两位美女 你们还打不打架 叶峰没有放手 还抓着两条腿转着圈 不好好教训这两个小妞 看她们还敢不敢这么无视自己 不打了 不打了 两女是彻底花容失色 只想叶峰赶紧停下来 那就好 叶峰直接将两女丢了出去 还好 两女都是功夫了得 虽然被转得头晕目眩 还是反应过来 稳当地落到了地上 两女脸色胀得通红 差点眼睛都红了 想到自己刚才被叶峰提着腿挥舞着 她们就有种羞愤到了极点 在场这么多人看着 她们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叶峰 姚月清差点没咬碎满口被吃 怒视叶峰 气死我了 林语叔也是怒发冲冠 她还没有被人这么欺负过 而且还是一个男人 喂 我说两位美女 你们不会想再来一次吧 叶峰看到两女又有出手的迹象 当即说道 两女脸色一变 犹豫起来 再被叶峰抓到腿 这么挥舞一次 她们还不得羞愤死 哼 姚月清冷木娇哼一声 转身就走 连蔡天方叫她都没有理会 禁止离开了野乡老鱼楼 而林语叔瞪了叶峰一眼 也退到了秦妮妮身边 不过冰冷的美眸 一直没有离开过叶峰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叶峰估计已经死了百十次了 叶峰摸了摸鼻子 看来这一次算是把两女都得罪了 叶峰 你搞什么鬼 姚姐在给我报仇 你干嘛插手啊 蔡天方捂着脸走了过来 埋怨道 给我个面子 这事就算了吧 叶峰说道 算了 叶峰 你看我这张脸 被她一巴掌打得 连我爸妈都认不出来了 蔡天方差点没伤心地哭出来 看到那张猪脸 叶峰差点没笑喷了出来 在场也有不少人强忍着笑 蔡天方表情更加优远了 这脸要消肿止痛 估计要好几天的功夫才行 这段时间 她算是没脸见人了 叶峰搂着蔡天方的肩膀 笑道 蔡天方 如果这脸 我有办法 给你马上消肿止痛 真的 蔡天方惊喜道 当然了 叶峰笑道 那行 如果我的脸恢复了 这事 我就不找她麻烦了 蔡天方顺势走台阶下 她也知道对方不好惹 所以才搬出了姚月清 谁想到被叶峰搅黄了 叶峰带着蔡天方 来到了彭哥的办公室 说道 你等一下 她从随身带的包里 拿出一个瓷瓶 然后又找出一块膏药 这是很普通的膏药 药店里到处都有买 叶峰将膏药上面的磨撕掉 然后又拿了一个茶杯 拔开瓷瓶的筛子 倒了一些粉末在杯子中 用少量水搅拌 然后再倒到了膏药上 用一根棉签抹平均匀 这膏药的外围 却没有涂抹 这样的话 就能够直接贴上 旁边蔡天方和彭哥看到 有些奇怪 不知道叶峰在做什么 好了 赶紧贴上吧 叶峰将做好的膏药 拿了起来 这有用 蔡天方有些怀疑道 当然有用 这可是我秘制的药物 告诉你 这一枚一点点 没有几万块钱 哼哼 休想制造出来 不过你放心 这次就不要你钱 免费的 叶峰翻了翻白眼 说着 他直接将膏药贴在了蔡天方 红肿成包子的脸上 啊 蔡天方 杀猪一般得惨叫起来 不好意思 忘记你这里很痛了 用力大了点 不过你放心 很快就不会痛了 叶峰说道 咦 冰凉凉的感觉 好像真的没有那么痛吗 蔡天方停止了惨叫 惊讶道 哇 好舒服啊 好像有人给我的脸做按摩一般 蔡天方又继续说到出自己的感觉 这就对了 叶峰点点头道 这可是百分百的生命之泥做成的 不能发挥神效吗 蜜质药膏就是神效 几分钟的时间 蔡天方红肿的半边脸就好了许多 看起来正常多了 而且也不怎么痛了 叶峰 你这是什么蜜质膏呀 真是太神奇了 要不卖我一些 已被厚用 蔡天方很感兴趣道 之前姚月清就给他敷了消肿止痛的蜜质药物 效果远远没有这么好 这可不行 我也就这么多 宝贝着呢 叶峰一口拒绝了 这可是纯粹的生命之泥 没有经过处理的 不能直接拿出来的 蔡天方失望不已 疯子 没想到你还是那家舞者 真看不出来啊 一边的鹏哥终于找到机会说话了 呵呵 忽然练过一阵子 叶峰笑道 原来 你是那家舞者 怪不得连姚姐都不是你的对手 后知后觉的蔡天方愣了一下 旋即恍然大悟 怪不得叶峰手上有这种蜜质药膏 如果叶峰是那家舞者的话 也就说得过去 因为那家舞者门派 都有匹配的蜜药传承 练武不练药 非死极惨 一五一家 就是这个道理 在以前 中医大多会练武的 许多的练武之人 也精通中医 只不过现在西医崛起 中医逐渐没落 一些假中医 败坏中医名声 让人认定 中医徒有虚名 实际上 中医在那家舞蹈界 依旧有着完整的传承 只不过各门派避肘自贞 以及一些历史原因 这些那家舞蹈门派 并不显露于大众之下 蔡天方 你跟姚月清什么关系 叶峰好奇问道 你说姚姐 她是我表姐 很小的时候 就跟着一位那家前辈练武 想当初 我也有机会进入的 只可惜 我吃不了那种苦 嘿嘿 你刚才那么羞辱她 她肯定 把你恨死了 蔡天方 嘿嘿笑道 叶峰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当即摸了摸鼻子 说道 我这不是无心的 谁让她不听呢 不过 蔡天方 你就别去招惹林语书他们了 我可不想 再给你治这一遍脸 叶峰又说了一句 知道知道 奶奶的 我的面子全都丢光了 蔡天方一张脸又黑了 哎 早知道我就学武了 也不会被一个娘们欺负了 连仇都报不了 节哀吧 叶峰拍拍蔡天方的肩膀 说道 好了 不跟你说了 我还有事情 等等 疯子 你家新宅明天过火 就不准备通知一下哥哥我了 彭哥看到叶峰要走 当即说道 啊 叶峰面入尴尬 当即说道 彭哥 这不是不想麻烦你吗 这你就不够意思了 新宅过火 不好好庆祝一下 有什么麻烦的 明天你要是不自罚三杯 我可是会介意的 彭哥哼哼说道 好吧 彭哥 我现在就郑重邀请你 参加我家的新宅过火 这样可以了吧 叶峰很是无奈道 你看 心不成 意不真 明天红包没有 哥哥我就上门白吃 彭哥开玩笑道 那就更好不过了 彭哥 明天你来 不醉不归 叶峰笑道 好 就这么说定了 彭哥笑了起来 喂 叶峰 你怎么不请我啊 一旁的蔡天方说道 你现在的样子 去参加我家新宅过火 合适吗 叶峰翻了一下白眼 你去凑什么热闹 我不管 我反正明天 也要去白吃白喝 蔡天方是喜欢凑热闹的人 而且他知道 叶峰竟然是那家舞者之后 就更想跟叶峰打好关系了 只要你脸皮够厚 叶峰撇撇嘴巴道 你还说对了 我这人就是脸皮够厚 蔡天方甜不知耻道 叶峰懒得理会他 转身走向办公门口 刚打开门 就看到云天华凑着门缝里偷听着 云天华 你在做什么 叶峰惊讶道 峰哥 原来你家明天新宅过火呀 我也去凑凑热闹 云天华骚包的甩了甩那头黄毛 嬉笑道 他刚才本来是准备找叶峰的 没想到听到了 叶峰家新宅过火的事情 随便 只要有红包就行了 叶峰说道 为什么这家伙不要红包 我要呢 云天华就不干了 好吧 只要你脸皮也够厚 叶峰怂怂肩膀道 这个 好吧 我这人天生脸皮就薄 看来只能准备红包了 云天华叹了口气道 脸上贴着高药的蔡天方 脸皮抽动了一下 这家伙明显是针对他 当初他都准备动用婴的了 就是这家伙一个电话 打到了老爷子那里 老爷子直接把他训斥了一遍 让他不去招惹云天华三人 不过 我好话说在前头 你们两个要是敢在我家闹事 就别怪我翻脸 叶峰看了云天华和蔡天方一眼 说道 这两个家伙都是不让人省心的主 要是让他们去了 说不定得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得先给他们打打预防针 放心吧 我才懒得搭理这家伙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云天华甩了甩头 不屑笑道 蔡天方脸皮再次抽动了一下 恨恨道 难道你不知道 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吗 云天华怂怂肩 还地头蛇 我看是低头虫骂 他把低头两个字咬得很重 蔡天方额头上青筋都在颤动 显然在压抑着怒火 他在封县乃至楼市 都是横行无际的大少 在云天华面前 就处处被压了一头 还无可奈何 算了 你们两个这样子 我看还是不去为好 叶峰摇摇头道 别别别 峰哥 我不说了还行吧 只要他不招惹我 我绝对不会去招惹他的 云天华连忙说道 蔡天方 你呢 叶峰看向蔡天方 我也一样 蔡天方本想再说一句硬话 不过想想也没用 索性说道 彭哥 你作证人 这两个家伙要是闹事 我就倒拎着他们的脚 直接丢出去 叶峰对彭哥说道 云天华和蔡天方 全都被心冒冷汗 想到之前在大唐的一幕 两个美女都被叶峰 到宁这丢出 要是他们被这么丢出去 还不得被笑死 彭哥脸色有些僵 心中苦笑 这不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吗 丰哥 你大可放心 就算是这家伙 棒我 欺我 辱我 笑我 亲我 见我 误我 骗我 我也会忍他 让他 由他 逼他 耐他 敬他 绝不理他 只待那天一过 再修理他 云天华连忙发誓保证道 蔡天方重重的哼了一下 算是作为回应 事情算是得了圆满解决 虽说过程有些曲折 叶峰还算满意 当然 直到他离开野乡老鱼楼 都能够感受到 一道刀子一般的目光 不用说 那是林语书的 被人倒拎着玉腿丢出去 他无时无刻不想 怎么报复回来 叶峰开着大众灰腾 朝着家里赶 不过他刚刚开到大转盘的时候 看到路边一个人牵着一头 看上去像驴子 又像马一样动物在叫卖 这动物看上去很丑 毛发也不好 又很瘦小 周围有几个人围观着 叶峰对此有些兴趣 当即车子靠边停了下来 朝着那个牵动物的中年男子问道 喂 大叔 你这是什么 这是蒙古马 还没有成年 那个中年男子 看到有人询问 当即说道 我怎么看是驴子 叶峰上下打量道 中年男子脸露了尴尬之色 说道 真的是蒙古马 我当初买回来的时候 花了四千多块钱 你买这个做什么 叶峰好奇道 在封县 他很少见到有人养马 毕竟马这东西要买到有些困难的 买来耕田啊 有人说 这蒙古马耐力很好 比牛更好 没想到买到家里 耕田不行 吃食还挑剔得很 中年男子说道 叶峰很想说 让这么瘦小的马耕田 也只有你能够想得出来 大叔 你这马买多少钱 叶峰问道 虽然这蒙古马太丑 不过他也不在意 只要有生命之泥 保管将它养成超级什么 如果能够骑着一匹高头大马 到处溜达 想来应该挺爽的 三千块钱 只要三千块钱 这赔钱的玩意 你就直接拉走 中年男子说道 行 叶峰也没跟他讨价还价 虽说这马的样子太丑了 总归是一匹马吧 叶峰直接点出了三千块 然后一把递给了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接过钱 反复点了几次 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 这赔钱货终于卖出去了 后生仔 这马有点倔 你可得耐心点 中年男子将缰绳递到了叶峰手上 嗯 叶峰点点头 中年男子走了 围观的人也散了 叶峰有些头痛 该怎么将这匹马带回去 最后 叶峰将马拉到车子左边 自己也上了驾驶室 然后一手抓着缰绳 一手扶着方向盘 准备边开车边拉着马走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必须照顾马的行走速度 还不能让马碰到车子 还要注意其他路过的车子 总而言之 这是考验车技耐心的事情 一开始 这匹马还走得快 到后面 他竟然死活不走了 卧槽 你还真是倔啊 叶峰看到怎么拉他 就是不动 只是打着响鼻 不过他有办法 拿出一粒狗粮来 放在掌心 伸到这马的嘴边 这马嗅了嗅 然后直接舌头一卷 狗粮不见了 他似乎吃得不过瘾 眼巴巴得看着叶峰 还要 嘿嘿 小样的还怕吃不了你 叶峰手上又多了几粒狗粮 那马眼睛发亮 就要伸头过来吃 不过叶峰手掌一握 就是不给他吃 倔马一下子火了 竟然用脑袋来拱叶峰 叶峰单手挡住倔马的脑袋 任由他怎么用力拱 就是无法前进一步 叶峰猛然用力 就将倔马压得倒退了几步 倔马 你要是老老实实跟着我 就有好吃的 叶峰上前摸着倔马的脑袋 然后又拿出一粒狗粮 让他吃了 倔马终究是一种比较聪明的动物 虽然倔强了一点 不过他算是明白过来 想要吃到那好吃的 硬来还是不行的 顿时 倔马就变得老老实实起来 反而用头轻轻碰着叶峰的手 似乎在表达亲密一般 叶峰笑了笑 然后上了车 边开车边拉倔马 这一下子 倔马就变得老实多了 车子快 他就跑 车子慢 他就走 总而言之 根本不用叶峰拉紧缰绳 这倔马就能够跟着车子 很显然 那蕴含了生命之泥的狗粮 对他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就这样 叶峰越开越快 倔马也跟着快跑起来 这一马一车奔驰的一幕 只把路上许多的司机都震惊了一把 他们还没有见过这么开车的 半个小时之后 叶峰终于开着车子 拉着倔马回到了果园 叶峰下了车 摸着倔马的脑袋 笑道 很不错 值得奖励 说着他 直接掏出了一把狗粮 伸手放到了倔马嘴边 倔马差点没幸福死 立马舌头卷动 很快就将那把狗粮 吃个一干二净 满意地打了响鼻 好了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叶峰牵着倔马来到养殖场 截掉了他身上的缰绳 拍拍他的脑袋说道 倔马脑袋蹭了蹭叶峰 就在林子里快乐地跑动起来 一直以来 他都被缰绳限制着自由 哪像现在这么自由自在啊 叶峰笑了笑 很是期待吃了生命之泥的倔马 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到时候骑着倔马 想来应该很拉风的 叶峰没有立马回家 而是将水晶棺拿了出来 白莲正在认真看到字典 看到叶峰 当即惊喜道 叶峰哥哥 你回来了 是不是想我了 叶峰刮了刮白莲的鼻子 轻轻笑道 嗯 白莲轻轻点头 说道 叶峰哥哥 这新华字典 我已经全部看完了 不过 我有一些疑问 看完了 叶峰有些惊愕 这么厚的一本说 这也太快了吧 毕竟白莲要一字一字的认 然后理解其中的意思 还是挺费时间的 除非是空间介质中的时间 和外面流速不一样 不过叶峰已经验证过 他的精神意识进入的话 时间流速似乎跟外面差不多 他在里面 以正常的秒表速度数数 再出来看外面的手机秒表 只有很小的差距 他猜测 这空间介质中的时间 是一个相对概念 针对其他的东西 乃至货物 都是处于近乎停止的时间状态 对于叶峰来说 却跟外面一样 没什么变化 白莲 我们做个试验 怎么样 叶峰对白莲说道 叶峰哥哥 做什么试验 白莲很感兴趣 好奇问道 叶峰将要求跟白莲说了一遍 然后让白莲 跟着秒表数了几遍数 白莲对时间的敏感 比叶峰好得多 同样的秒表速度下 叶峰在一分钟内的时间误差 会达到两三秒 白莲只是数了两次 他的精度 就已经控制0.1秒的地步 叶峰对此 只能惊叹万分 白莲 准备好了 当即 叶峰朝着白莲说了一声 然后按下了秒表 同时将水晶棺 送入了空间戒指中 在手机秒表 接近一分钟的时候 叶峰立马将水晶棺 从空间戒指中弄了出来 同时按停了手机秒表 白莲 你数到多少了 叶峰连忙问道 叶峰哥哥 我数到728了 白莲说道 328 叶峰脸上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 秒表上是60秒 而你数到328 这么算 就是一比5.46 相当于外面一秒钟 里面过去了5秒多 看来 白莲跟我在里面的时间流速 是不一样的 叶峰又生出一个疑惑 不过也不对 我的精神意识 进入空间戒指的时候 可以跟白莲进行意识上的一定交流 也就是说 我们还是处于同一个时空中 时间流速就应该是一样的 关于时间的问题太复杂了 叶峰根本别想弄清楚了 既然白莲你的时间流速达到了5倍多 这样一来 你在空间戒指中 相当于要多待5倍的时间 叶峰这才明白 白莲在空间戒指中该有多么无聊 接下来 叶峰陪了白莲一个多小时 给他解释新华字典上的一些疑惑 直到他的手机响起来 是老弟叶海打来的 老哥 你快来 出事了 那头山羊把大舅给顶伤了 根本抓不住 叶海在电话里焦急说道 什么 叶峰微微一愣 怎么会这档子是 看来自己忽略了一件事情 这山羊吃了一段时间的生命之泥 早已经不是普通的山羊了 体型不说大了不少 力量更是强大 想到这里 叶峰对白莲说道 白莲 我有事情 我先送你进去 乖 叶峰哥哥 我没事的 你去吧 白莲却很体贴 叶峰将水晶棺送入空间戒指中 然后出了养殖区 开着车子朝家里赶去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家里乱糟糟的 一片混乱 许多人正拿着扁担 拨紧 凳子对那头山羊围追堵截 时不时有人发出惊叫声 屋檐下 大舅靠在凳子上 大腿上血淋淋的 却是被山羊脚顶伤了 还好 只是顶到大腿部位 而且伤口并不深 叶峰拿出一个瓷瓶来 对正在给大舅压着止血的大舅妈说道 舅妈 用这个 好好好 大舅妈正在焦急 伤口虽然撒了云南白药 短时间却无法止血 当即点点头 连忙松开压着的纱布 叶峰上前 拔开瓷瓶 往大舅大腿上的伤口 倒上一些生命之泥 然后再用一块新鲜的纱布绑上 这样就行了 大舅妈有些迟疑道 放心吧 你看 现在没有出血了吧 叶峰说道 咦 还真是神了 大舅妈 看到纱布上没有渗透出血迹 当即放下心来 然后问大舅 你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感觉很清凉 不怎么痛了 大舅原本皱着的脸舒展了开来 咧嘴笑道 处理完大舅的伤 叶峰才有时间去关注 正在被众人围堵的老山羊 卧槽 这什么山羊 力气也太大了吧 村处理大山的儿子李英才 骂骂咧咧咧道 他刚才连续趁机抓住了山羊的后腿 都被这山羊给挣脱了 根本抓不住 这力量实在太大了一点 以他的体格 绑大腰圆 一米八的根 上了两百斤 就算是一两百斤的大肥猪 都能够制得服服帖帖 却没想到 在一只山羊面前 愣住没辙 我来吧 叶峰走了上去 叶峰 你小心一点 这山羊力气贼大 李英才提醒道 他不认为叶峰能够抓住 叶峰没有说话 走到了山羊面前 这山羊感觉到了巨大威胁 低着头 顶着脚 捏得一声叫 就朝着叶峰 凶猛地冲了过来 叶峰威然不动 在场观看的人都惊呼住了 就在山羊顶上来的一刻 他双手闪电一般抓出 握住了山羊的羊脚 猛然用力一番 就将一百多斤的山羊掀翻在地 任由山羊怎么挣扎 都起不了身 叶峰 你这力气 我服了 李英才翘起了大拇指 他自然知道 要将戒指冲撞的山羊掀翻 需要多大的力气 还要眼急手快 否则的话 就会被山羊顶到 他在建设了山羊的厉害之后 是绝对不敢这么做的 好了 该你 叶峰说道 好嘞 李英才提着一把尖刀 手起刀落 山羊的颈簸上的动脉血管 就被割开 热血喷了出来 却被李英才用一个脸盘接住了 等到羊血放光 山羊才终于停止了挣扎 身体抽搐了几下 叶峰就松开了山羊 接下来 山羊的处理 就交代李英才了 叶峰进屋洗了手 就来到了大舅面前 大舅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叶峰问道 不痛了 一点也不痛了 而且感觉很舒服 大舅笑道 他本来担心大腿一伤 只怕没有半个月好不了 现在看来 应该用不了多久 大舅 回去之前 再换一次药 应该就没问题了 叶峰说道 大舅点点头 疯子 这这药能不能给舅妈一点 大舅妈在一边忍不住说道 这药这么神奇 以后有个什么伤痛 不就随时能够用到 大舅妈 这药就剩下这么多了 大舅再用一次后 估计也剩下不了多少 叶峰直接将瓶子 递给了大舅妈 大舅妈看了一下 果然不多了 当即有些失望 不过想想也是 这么好的止血药 肯定很稀罕的 大舅 你们要是回去 我用车子送你们 叶峰说道 大舅他们是骑摩托车来的 他现在大腿受伤 肯定不能骑车子的 不用这样麻烦 我会骑摩托车的 大舅妈却说道 那行 叶峰点点头 就进了屋子 来到一个房间里 许晴和赵梅 还有老妈正坐在床上包红包 由于不知道明天到来的人数 所以准备的红包不少 红包还礼 是最近几年兴起的习俗 以前是毛巾袜子 现在就直接用红包 在客人递红包的时候 主人家就还礼一个红包 红包金额一般以十块居多 条件好一点的 可能会还礼二十块的红包 不过叶峰家这次准备的 还礼红包 却都是一百的 本来叶峰是准备放一百八十八元的 不过老妈不愿意的 认为太多了 最后讨价还价 就定为一百 一张红钞简单省事 免得要去兑换 很多十块五块一块的 时间转眼间 到了新宅过火的这一天 早上六点整 叶峰准时的睁开了眼睛 虽然只剩了两个多小时 不过他现在的睡眠质量非常好 白莲 早上好 叶峰跟水晶观中的白莲打招呼 叶峰哥哥 你也早好 白莲整晚都在看书 看完新华字典之后 叶峰就开始给他看其他书 他也看得津津有味起来 所以整个晚上 房里的电灯就没有熄灭 来抽根生命之烟 叶峰从床头桌上拿起一包烟 拿出一根用打火机点燃 然后放到了白莲嘴边 白莲慢慢将手移动嘴边 将那根生命香烟夹住 轻轻抽了起来 他已经不要叶峰一直帮他拿着生命香烟了 等到叶峰洗刷回来 白莲一根烟已经抽完了 叶峰将他身上的烟灰和烟地清理干净 又用毛巾给他擦拭了一下脸部紧搏手臂腿部 毕竟天天躺在水晶棺中会有灰尘落下来 时间一长 他身上就会变脏的 幸好白莲身上不会出汗 也不需要上厕所之类的情况 所以也不需要给白莲擦拭衣服下面的身体 叶峰哥哥 你什么时候给我拔掉背部的钉子 白莲轻轻问道 还要一段时间 现在检查的工具还没有到呢 叶峰说道 虽说已经跟李经理谈好了 也缴纳了定金 不过CIG到货是要一段时间的 叶峰哥哥 我好想早点能够自己起来 在外面自由自在的走动 那该有多好啊 白莲一脸期待道 白莲 相信我 这一天不会太久的 叶峰轻轻说道 嗯 白莲轻轻点头 叶峰又陪了白莲一多小时 已经八点钟了 他这才做早餐 吃过之后 他就将水晶棺放入了空间戒指中 今天是新宅过火 可得早点去才行 驱车到了老屋 就看到外面非常热闹了 由于今天要白酒席 他就不能将车子停到地平了 直接将车子停在外面的水泥公路上 反正公路够宽 就算是边上停一辆车子 也足以让大货车之类通过 老弟叶海的宝马车 已经停到了路边 另外还有几辆摩托车三轮车 叶峰刚刚将车子停好 就看到又有两辆车子开了过来 其中一辆是许晴的红色QQ车 半个小时前 许晴就给他发短信 说是就要从家里出发了 昨天傍晚 叶峰送他回去的时候 他还跟叶峰在果园里腻了许久 叶峰感觉这段时间对他也有所亏欠 所以对他比往常更加温柔 毕竟这阵子 他的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到了白莲身上 虽然许晴没有怀疑 只当成叶峰是最近很忙 另一辆是黑色宝马 透过挡风玻璃 叶峰看到开车的竟然是方大东 旁边坐着何威 他们怎么也来了 叶峰有些惊讶 叶峰 要不是许晴跟我说 还不知道你家新宅过火了 不请自来 不会赶我们走吧 何威从车里探出头来 笑道 怎么会呢 你们来我高兴不及 叶峰笑道 哇靠 乡村别墅啊 真是不错 方大东看了那栋气派的别墅 笑道 方大东 你以后要想娶我 先得建一栋这样的漂亮乡村别墅 给我住才行 何威说道 县城的别墅不行吗 方大东闷闷说道 当然不行 哪有乡村别墅这么舒坦 你看这里空气多好 视野多开阔 有山有谁有田野 何威威羡慕道 小晴 你真幸福 叶峰跟许晴对视了一眼 不由的笑了起来 车子停好之后 四人走了进去 村厨早就来了 正忙得热火朝天 今天 足有十几个人到场 虽说昨天将食材基本上处理完毕 今天只要煮就行了 像工序最复杂的扣肉一类 也已经做好 只要上蒸锅蒸得烂透了就行 不过今天依旧要比昨天忙得多 小晴 你来了 老妈看到许晴进来 当即笑呵呵道 伯母 这是我的两个朋友何威 方大东 许晴将何威和方大东介绍了一下 伯母好 何威和方大东连忙喊道 好好好 欢迎欢迎 老妈很是欢喜 人来得越多越好 将何威和方大东安排到一张桌子前做好之后 专门的招待客人的大伯母 就已经送上了凉茶 老妈将叶峰和许晴叫到一个房间里 里面赵梅和叶海也在 小晴 小梅 今天你们两个就负责收红包 记住 接到一个红包之后 就要还你一个红包 千万不能遗漏了 老妈嘱咐道 好的 伯母 许晴和赵梅点点头 一般而言 接红包是要最亲近的家人来做的 老妈这个举动 无疑将他们都当成了叶家媳妇了 疯子 孩子 你们两个就负责接待客人 可不能疏忽了 老妈对叶峰兄弟道 放心吧 叶峰说道 好了 就这样 各自管着各自的事情 其他的 你们就不要操心了 老妈点点头 现在新宅过火的大小事情 都是由她来安排 老妈将两个女士背包 交给了许晴和赵梅 一人背一个 一个装红包 一个发红包 叶峰和叶海拿了几包烟 可以给来的客人发烟 使用的香烟都是芙蓉王 算是比较高档的香烟 一般乡村办红白喜事 用的都是普通白沙而已 好一点的也就是金白沙 四人出了房间 到了九点钟的时候 来的人就比较多了 大多是锦铃村上的人 由于叶峰家跟隔壁的梨园村相邻 所以梨园村也有不少人来 这比预想中的要多不少 幸好这一次准备充足 倒也不怕 叶峰两兄弟就笑脸相迎 发烟 请他们坐下 由于时间还早 所以每一张桌子上摆放了瓜果 还准备了扑克和微胡子 可以让当的客人打发时间 旁边的许晴和赵梅两人 接红包发红包 也几乎没有停过 而且到来的客人 几乎都会说几句 叶峰兄弟 找了两个好女朋友之类的话 甚至还有询问 什么时候可以吃到喜酒 只把两女都说得不好意思了 老哥 这人也太多了吧 连牛角冲的人也来了 叶海低声说道 嗯 没事 最多都摆几桌 叶峰说道 这个时候 一辆大乡货车开到了路口 似乎要倒进来 是楼市红叶歌舞团的车子 老弟说道 这次新宅过火 请来了楼市的红叶歌舞团 专门来唱花鼓戏 这是楼市颇为知名的歌舞团 不是一般的野鹿子歌舞团 在楼市是有专门的演出场所 这样的歌舞团一般人是请不起 赶一次场 没有个几万块是不行的 而一般的野鹿子农村歌舞团 有个三五千块就行了 虽然贵 不过演员的素质就好得多 有一些都是专门的异校出身 叶峰连忙上去指挥 这么大的车子 倒进来可不容易 幸好老吴弟平够宽敞 在叶峰的指挥下 车子终于倒了进来 红叶歌舞团的团长 是一个中年男子 叫淳于记 面相有些阴柔 据说此人是专业戏剧学院出身 只不过一直没有出名 后来就组建红叶歌舞团 反而打出了名气 叶老板 这台子搭在什么地方 淳于记摆了白手 拒绝了叶峰递来的香烟 对他们这些以唱戏的演员来说 一般是不会抽烟喝酒的 对嗓子伤害很大 这就可以看出专业 如果一般的野鹿子歌舞团 那是烟酒不济 反正乡下人的要求不高 只要过得去就行 淳于团长 你看那里行不 正好可以让地瓶里的人看得清楚 叶峰指着地瓶之外的一块地说道 嗯 那里不错 淳于记看了一下 点点头道 接下来搭台子 就不用叶峰参与了 有歌舞团的人自己动手 叶峰家的亲戚也陆陆续续感到 先到的是三姑父一家 三姑父开着的是一辆本田车 不过后面还跟着一辆黑色的奔驰SUV 是才哥开的车 他带着老婆女儿来了 才哥的老婆有几分姿色 身材娇小 看上去很温柔 女儿不到五岁 长得很萌 才哥一如既往的土豪形象 脖子上带着小母指措的金链子 手腕上是金表 手指上是大金戒指 叶峰连忙上去招待三姑父一家 将他们迎进了屋子 接着是大姑父家来了 不过大姑父家的两个儿子 都在外面工作 这次没有回来 就大姑父和大姑妈来了 疯子 你真是有出息了 上次你表哥打电话回来 说是要问到你的手机号 大姑妈拉着叶峰的手 很是亲切的 对大姑妈 叶峰印象并不好 因为他推势利盈 自从奶奶去世后 他就没有来过叶峰家 大姑妈 大姑父 你们先进去做吧 叶峰是伸手不打笑脸人 倒也懒得计较 以前那些尘骨子烂芝麻的旧事 将大姑妈大姑父送进屋子 二舅一家已经到了 他们是前天开车 从福生赶回来的 二舅二舅妈 也是热情的不得了 特别是二舅妈 差点没将叶峰站到天上去 等到二舅一家进去之后 叶海撇撇嘴巴 低声嘀咕道 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以前也没这么好说话 他对这几个亲戚 是发自内心的不喜欢 因为被丢过太多的白眼 好了 过去的就过去了 别想这么多 叶峰说道 能过去吗 我可都记在心里 也是老哥你性格太好 要是我 才懒得搭理他们 叶海说道 老弟 没想到你这么记仇 叶峰笑道 这不是记忆深刻 不过老哥 如果不是你 家里现在还被人各种闲的 我算是看透了 人情冷暖 只有经历过 才能够真正体会到 谁好谁坏 现在我是一看就知道 叶峰叹了口气说道 嗯 叶峰点点头 对老弟的话深有体会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地平里 响起了一阵惊呼声 你们看 好几辆跑车 哇靠 真的呀 哪来的 叶峰闻声看了过去 只见对面的公路上 几辆极为抢眼的车子 已经开了过来 为首的是一辆 银白色的路虎缆胜 不过 这辆平时算是 极为拉风的豪车 此刻反而显得不起眼了 因为紧跟着的是 一辆蓝宝石色的 超级敞篷跑车 仅凭着造型 就让人有一种惊艳之感 这样的车子 别说是风线 就算是楼市都不一定有 这一辆跑车 就吸引力大量的目光 这家伙竟然还真的来了 叶峰不由地笑了起来 能够开得起 上千万的超级跑车 自然就是云千华了 老哥 这些是什么人 老弟叶海很好奇道 这车子一看就知道非常贵 贵得惊人 足以让普通人瞠目结舌 而且 在这蓝宝石敞篷跑车之后 还跟着两辆车子 也都造价不低 其中一辆 也是黄色的法拉利敞篷跑车 最后面 竟然是超级霸气的巨大汉马 在这辆汉马面前 那两辆敞篷跑车 都显得很小巧精致起来 几位朋友 我去接待一下 叶峰说道 嗯 叶海没有跟上去 他也知道 能够开这种车子的朋友 肯定非同一般 那四辆超级豪车 停到路边之后 地平里观看的许多人 这才明白 这四辆豪车的主人 也都是来参加这次宴席的 不由地猜测起来 他们的来历身份 不过他们看到叶峰走了出去之后 全都明白过来 开着豪车而来的 应该跟叶峰有关系 不由地越发对叶峰感叹起来 连交际的朋友都这么有来头 彭哥 欢迎前来做客 叶峰对着一身正式装扮 梳着大背头 看上去极有气场的彭哥说道 疯子 恭喜啊 彭哥笑呵呵道 谢谢 叶峰笑道 风哥 你这里还真不错 没白来 云千华四处张望 他今天穿得很骚包 犹如电影里的花花公子一般 旁边的琴妮妮穿得非常漂亮 一身连衣礼服吸引了太多的目光 他双手抱着云千华的胳膊 很是亲密 后面的林语书面无表情的紧跟随着 将保镖的职责发挥的淋漓尽致 叶峰还是从他面无表情的神色中 敏锐感觉到了一种隐隐约约的锋芒 不过叶峰装作不知道 叶峰 这里还唱花鼓蟹 不错不错 应该能唱歌吧 今天你们有福气了 保证让你们大饱眼福 蔡天方眼睛一直盯着正在搭着的台子 得意洋洋说道 当然可以 我们这里最后可是有民间歌王的对歌环节 谁要是能够唱过歌舞团的人 就能够获得民间歌王的称号 谁想试试都可以上去 叶峰笑道 虽说这歌舞团是以花鼓戏为主 不过唱过花鼓戏之后 就会唱一些歌 台下的人也可以上去唱 如果气氛搞得好 还是挺有趣的 这小意思 民间歌王 我拿定了 蔡天方很是自信道 去 还秦歌王子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什么样子 云千华却表达不屑 云千华 你敢不敢跟我比试一下 蔡天方不爽道 比就比 还怕你不成 想当初 本少还参加过星光大道 云千华冷笑道 星光大道就了不起啊 我还参加过南省卫视的快乐男生 蔡天方也不甘示弱 叶峰有些惊讶 看来这两位还都是人才 不过两人又有争锋的苗头 当即说道 好了 对哥的事情后面再说 先进去吧 两人这才停了下来 一群开着豪车的俊男靓女到场 自然格外吸引关注 一些小孩子都看西洋戏一般 尾随为官 到处都是村民们低声的议论 呵呵 看来我们挺受欢迎的 云千华骚包的甩了一下 他那头黄毛 叶峰本想安排他们几个 到新房的屋子里坐 不过他们愿意坐在外面 今天天气一般 昨晚还下了一场小雨 今天没有出太阳 试得多云天气 为了防止下雨 所以搭了折叠雨棚 在外面坐着倒也不热 又有几台大台扇吹着 千华哥哥 这凳子好脏 秦妮妮嘟着嘴巴道 擦擦就行了 云千华才不吃他这撒娇的一套 直接丢了一包餐巾纸过去 千华哥哥 你给我擦吗 秦妮妮忧愿说道 云千华面无表情的抽出一张餐巾纸 直接在凳子上一摩 做做样子 说道 好了 谢谢千华哥哥 千华哥哥对我最好了 秦妮妮一副小鸟一人的幸福样子 坐在了云千华旁边 在场的几个人听得直翻白眼 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感情不是闲着凳子脏 而是想在众人面前 秀一把恩爱啊 疯子 我们的红包交给谁 彭哥拿出一个红包 说道 他们两个 叶峰朝许晴赵梅两人招招手 蔡天方和云千华两人也都拿出了红包来 许晴和赵梅两人分工明确 一个接红包 一个回赠一个红包 哟 还有红包回赠啊 云千华不是男省人 对这里的风俗习惯并不了解 觉得挺有趣的 我看看多少钱 秦妮妮连忙从云千华手上拿过红包 立马拆了开来 哇 千华哥哥 我运气好好 拆出了一张百元红钞 秦妮妮兴奋到 叶峰额头冒黑线 你以为是企鹅群里抢红包啊 就在这个时候 叶峰的手机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南哥的电话 喂 叶老弟 我车子开到了黎原桥 怎么到你家 南哥豪爽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来 奇了怪了 南哥怎么知道自家新宅过火 叶峰很纳闷 不过人家既然能够赶来 绝对是看得起自己 南哥 你现在在黎原桥上朝左前方看 就可以看到我家的新房子 叶峰说道 哦 看到了 看到了 我马上就到你了 南哥说道 几分钟后 一辆灰色的吉普大切诺基开了过来 叶峰跟鹏哥几个说了一声 就连忙走到公路上 引导南哥将车子停好 疯子 这么多豪车啊 看来我这辆吉普都变得很普通了 南哥从车子上跳了下来 看了一下旁边停着的车子 法拉利敞篷跑车 孟沙拉蒂敞篷跑车 路虎揽胜 汉马H2高配至尊版 还有一辆看上去很普通的大众灰腾 不由得暗暗则舌 南哥 你怎么知道 我家新宅过火 叶峰好奇道 鹏哥他们知道也就算了 可是自己跟南哥打交道 也不多啊 我是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的 南哥说道 叶峰带着南哥走到了鹏哥那一桌 南哥看到鹏哥在 惊讶道 老郭 你竟然比我来得早 咦 方少 华少 你们两个也在啊 叶峰这才知道 南哥所说的朋友肯定就是鹏哥了 鹏哥笑道 你怎么也来了 看样子 你跟疯子认识啊 他昨天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没想到南哥竟然也来了 至于蔡天方和云千华两人 只是点点头 南哥的到来 还不至于让他们有太多反应 这个时候 才哥也过来了 他刚才一直在打牌 听到有人说起外面的事情 才出来的 从三人之间的交谈 叶峰才知道 财哥 鹏哥 南哥三人关系匪浅 曾经是高中同学 一起混过 峰哥 反正无聊 拿副扑克牌来 我们还玩玩炸金花怎么样 云千华突然说道 好啊 蔡天方正觉得无聊 连忙说道 不过叶峰不能上 为什么不能上 峰哥这个主人 肯定要上才行 云千华说道 你知道什么 叶峰一上 我们就没得玩了 蔡天方对叶峰的排技 那是深有体会 有了第一次的教训 他是绝对不敢跟叶峰玩牌了 有这么厉害吗 云千华却不相信道 没事 反正也不玩太大的 娱乐娱乐而已 彭哥笑道 只要是男人 对于玩牌 都是有爱好的 财哥和男哥两人自然没意见 那行 就陪你们玩玩 叶峰笑了笑 哎 说了你们不听 算了 反正是忠言逆耳 等你们疏惨了 可别怪我没有提醒 蔡天方摇摇头 很快 一副还没有开封的扑克牌送了上来 我来拆 蔡天方立马就抢过了扑克牌 拆了起来 叶峰笑了笑 知道蔡天方是不想给自己熟悉每一张牌的机会 不过对他而言 这是迟早的事情 有时候 牌技又不是一定要手来摸 也可以靠眼看 靠耳听 只有三者结合 才算是真正的牌技高手 叶峰虽然没有练过 不过对他来说 没什么难度 他的无感远超常人 乍金花之前 先说好规矩 还有定好底筋 最小家住 最小投注 最大投注 封顶等细节 在场几人都是不缺钱的主 自然而言 也就不能太低了 不过又是娱乐 也不会太高 最后定位一百的底筋 封顶五万 这个时候 周围已经围了一大圈人 乍金花本来就是足够吸引人观看的 更何况 还是这么一群开着豪车的土豪们 一开始几把 叶峰都没怎么跟 输了千把快 倒是蔡天方跟云千华这两个不对眼的 厮杀成了一团 都是不缺钱的主 那是枉死的鸭 刺刺封顶 各有输赢 至于彭哥三人 就老练多 蔡天方 你不是说风哥有多厉害 我看怎么不觉得 云千华不忘挖苦道 蔡天方哼了一声 他手气不太好 已经输了好几万了 这次是云千华发牌 发完之后 云千华跟蔡天方两人都不看牌 都是喜欢玩暗牌的主 彭哥也没有看牌 只有财哥和南哥两人看了牌 这一次 叶峰也没有看牌 叶峰 你怎么不看牌 坐在对面的蔡天方 一直在关注叶峰 见到叶峰没有看牌 当即问道 呵呵 这次准备赌一把 叶峰轻轻笑道 那你早说啊 蔡天方立马将牌拿起来 看了一下 然后毫不犹豫地将牌丢了 卧槽 蔡天方 你这胆子也太小了吧 这就丢了 云千华鄙视道 你有胆子 就一直跟下去 蔡天方用出了激将法 跟就跟 云千华蔑视一笑 连续跟了几圈 财哥跟南哥先后弃牌了 而彭哥也看了牌 又跟了两轮 也就放弃了 桌上只有叶峰跟云千华 还在继续 云千华也是任性 硬是要硬撑到底 一直到桌上筹码封顶 这才开牌 云千华猛然将牌翻开 大笑了起来 呵呵 910坠同花顺 运气不错呀 在场不少人见此 都知道云千华应该是赢了 毕竟同花顺绝对算是大牌了 除非叶峰也是同花顺 而且还要牌大一些才行 不过连出两个同花顺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叶峰微微一笑 将牌翻了开来 竟然是10GQ的同花顺 云千华整个人不好了 尼玛 镜就大一点点 呵呵 怎么样 是不是很爽啊 原本还悬着的蔡天芳得意的笑了起来 好像这把是他赢的一般 肯定是巧合 云千华不信这个鞋 只当成是碰巧 这下完了 叶峰掌握了发牌洗牌的优先权 我们就别想赢了 蔡天芳摇摇头道 叶峰是赢家 这次发牌 直接食指翻动 就将牌洗好了 然后一张张发出去 尼玛 A79 怎么又比我的A76大一点点 云千华已经无语了 因为几个人的牌全都很差了 A已经是大牌 叶峰依旧比他大一点点 又是十几把下来 云千华已经输得脸都绿了 因为每次都是封底 每次牌都只小一些 现在叶峰面前 已经加起来有几十万了 大部分都是云千华输的 反倒是蔡天芳才输了不到一万 因为他是没把都放弃 只输了底筋 坐在云千华旁边的秦宁妮 突然低声询问身边的林语书 你看出了什么问题没 没看出来 他的动作并不快 应该是靠的牌技 林语书说道 这么厉害 秦宁妮很是惊讶 他之前还以为叶峰出了签 现在看来 这不是这么一回事 到了最后 云千华第一次选择了名牌 而且打定主意 这一次绝对不跟了 不过他看清楚牌后 整个人又不好了 尼玛 竟然是杂子 你跟不跟啊 叶峰笑道 千华哥哥 别跟了 他肯定又是比你大一点点 秦宁妮已经对云千华 彻底失去了信心 低声说道 好吧 我不跟了 云千华哭丧着脸 将牌丢了出来 那三张K要花了许多人的眼睛 不过 在场围观的人 都没有人认为 云千华这牌是最大的 因为事实证明 无论云千华的牌有多大 叶峰的总要比他大一些 哎 渣子 你怎么就不跟了呢 本来还想让你赢一次呢 叶峰无奈地将牌翻了过来 混色的三五八 云千华满脸都僵了 欲哭无泪 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彭哥 财哥南哥等人 也都无语了 他们任何一个人的牌 都比叶峰要大 疯子 你的牌技 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彭哥摇头说道 是啊 太神了 连发的牌都能够控制 这牌技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南哥也敢叹道 疯子 你怎么做到的 财哥好奇问道 他也算是玩诈金花的老手 一般老千都能够看出来 可硬是没有找到叶峰的破绽 我来跟你们说吧 叶峰是将整副牌都记下来了 你们没看到他一开始没有出手 就是在熟悉每一张牌 蔡天芳连忙说道 嗯 应该是这样的 我曾经在沙士见过一个职业赌客 他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将一副牌记住 只不过没有封老弟这么神 连发牌都能够控制 南哥说道 周围围观的村民们听了之后 都是震惊不已 从没有想过 还有这么神乎其神的牌技 记住一副牌 还能够控制每一张牌 这简直跟电影里的赌神差不多了 了解了叶峰的牌技 彭哥他们自然是不敢再跟叶峰玩牌了 这个时候 红叶歌舞团的舞台已经搭好了 设备也调试好 开始有人上场唱歌 排局结束 围观的村民们就散去看歌舞团唱歌了 半个小时后 已经是十一点五时了 新宅过火仪式就要进行 叶峰跟他们说一声 就来到了老屋 祭祀用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 老爸正在跪拜祖灵 一般老一辈都会懂一些祭祀的东西 所以这种新宅过火 都是主人家亲自主持 随着一通鞭炮响起之后 老爸带着叶峰叶海兄弟两人进入厨房 这是街灶神 先街祖灵 后街灶神 接了灶神 就要进房间 接人气 叶峰手上都拿着一个托盘 放着新米油盐浆蒜 闻房四宝 剪刀一类 叶海挑着箩筐 一边放着菜刀 砧板 筷子 碗 另一边放着枕头被子 下面还压了几块老屋的砖头 而老妈手上提着一个篮子 里面放着的几只火土鸡 就在鞭炮的轰鸣中 叶峰一家子就搬着家事 朝着新房而去 出旧宅之后 就是入新宅 同样也要在新房里祭祖灵 安造神 让祖灵和造神归位 安居新宅之中 主人一家 还要在各个房间里走一遍 放下新枕头 留下主人之气 跟新宅结合 最后有老妈打开煤气灶 烧了一壶水 如果是以前 没有燃气灶 用的是火炉子 整个过火一世 才算是结束了 从此以后 叶峰一家子 就可以正式住进新房子里 过火一世一结束 宴席就终于开始了 许许多多的人都各自落席 村厨一方的人 将一次性餐具放到桌子上 首先上了几个凉菜 一般而言 乡下的酒席是没有凉菜的 不过应叶峰的要求增加的 嗯 好香啊 突然 不少人被一股浓郁的饭香吸引住了 只见两个穿着围裙的村妇 将一大针和抬了上来 里面是白花花的米饭 叶峰 蔡天方 鹏哥 财哥 南哥 云千华 秦宁宁 林语书八人 这什么米饭 怎么这么香 蔡天方深吸一口气 忍不住问道 你们说 我们是先喝酒 还是先吃饭呢 云千华吞咽了一下口水 犹豫道 我看 还是先吃点米饭 填一下肚子吧 叶峰笑道 他对这新米做成的饭 很是期待 仅仅这香味 就让人口水直流了 本来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 吃得早的人 都已经饿了 被这浓郁的饭香一刺激 这口水根本停不下来 这不 已经很多人涌上去盛饭了 幸好又有两个大蒸盒抬了上来 这才满足需求 刚好有一个大蒸盒 就在叶峰这一周附近 蔡天方反应极快 立马就抢了过去 将大蒸盒直接拖了过来 周围那些原本还想盛饭的人 只能走向另外两个大蒸盒 太香了 我实在再忍不住了 蔡天方满满的装满了一大碗 然后用筷子扒了起来 喂 你这人怎么这样 应该给我们也都盛一碗 云千华不满道 好吃 太好吃了 蔡天方根本没理睬 云千华只能自己动手 叶峰也走了上去 给席上的人盛饭 几乎所有席上都出现了令人惊饿的一幕 他们都在吃白米饭 却没有一个人动桌子上的凉菜 也没有冻酒水饮料 太好吃了 蔡天方一碗米饭入肚 一脸满足感 然后就要去再盛饭 突然微微一愣 奇怪道 咦 不对啊 今天不是爱喝酒吃菜的吗 怎么都吃起白米饭了 要是再来一碗 肚子都填饱了 还能够吃菜和喝酒吗 此刻 叶峰将一碗米饭吃完了 心中感叹 口感真是不错 他听到蔡天方的话 也愣住了 看了一下三个大蒸盒里 已经空空如也了 有的人已经在吃第三碗米饭了 疯子 你家这是什么新米 彭哥好奇道 是啊 这新米太好吃了 我看吃过这碗米饭 其他的米饭我是吃不下了 南哥也说道 疯哥 商量个事 我能不能住在你家 云千华说道 叶峰无语了 反正不管 不住在你家也行 你得送我几袋骨子 云千华说道 见过要酒的 要烟 还没有见过要骨的 我也要 蔡天方连忙说道 好好 回去的时候 每人打发起带骨 叶峰看到 连鹏哥南哥才哥 都眼睛发亮的盯着自己 当即说道 要是不答应了 他们估计能把自己吃了 随着几个煮菜上来 比如说 辣椒炒羊肉 红枣炖土鸡肉 野香老鱼 鸡蛋炒韭菜 宴席上当 到处想起了好吃好吃的声音 米饭只是在饿的时候 才觉得特别好吃 特别香 这些用生命之泥养出来的食材做出的菜 那味道才是真正能把人馋死 在场的人从没有吃过这么一顿好吃的宴席 于是 宴席上又出现了这么一幕 几样好吃的 连油汤都吃掉了 其他的几样普通食材做出来的菜 比如说扣肉一类 几乎没有人动筷子 没办法 普通食材做出的菜 跟生命之泥重养出来的食材 根本没法比 由于有白米饭垫底 所有人都吃得肚子饱饱的 宴席结束后 到处都在讨论着饭菜的情况 这个如何如何好吃 那个味道如何如何好 今天本来是喝酒的 没想到变成吃饭吃菜了 彭哥摸着撑得厉害的肚皮 他吃了三碗白米饭 其他人几乎没有少过两大碗米饭的 这一次是吃得最爽的一次 没想到除了野香老鱼外 那炒羊肉 红枣炖土鸡 味道也丝毫不差啊 云千华拿着一根牙牵踢着牙 回味道 是啊 疯子你到底隐藏了多少好东西 彭哥感叹道 这个时候红叶歌舞团也终于正式开演了 这开头戏自然就是南省特有的地方戏曲 花鼓戏 用各自地方的方言唱的话更有味道 红叶歌舞团恰好就用的是本地土话唱的 如果是外地人根本听不懂这唱的是什么 很多人都喜欢听花鼓戏 叶峰也喜欢听 就算是彭哥几人也都喜欢 唯有云千华 秦明明 林语书三人都听不懂 这一唱就是两个小时 听不懂的云千华和秦明明两人拿着手机玩着 而林语书作为保镖却是忠于职守 寸步不离 三场花鼓戏落幕之后 就进入了唱歌环节 这红叶歌舞团有两个颇为漂亮的女歌手 经过一番化妆打扮 就更是耀眼了 每次上场就赢得众人喝彩 现在进入对歌环节 有哪位帅哥美女愿意上场 舞台上 红叶歌舞团的团长淳于记拿着话筒说道 作为歌舞团的团长是需要烘托气氛的 如果仅仅靠歌舞团的歌手唱歌 时间一长就会变得枯燥起来 只有调动观众的积极性 那么才能够为他们歌舞团赢得口碑 当然 也只有有实力的歌舞团才敢进行对歌 要是输给了业余的观众化 对歌舞团也是一个打击 我问一下 赢了之后 有什么奖励啊 蔡天方站了起来 这位帅哥 如果你赢了 你想要什么奖励 淳于记团长笑呵呵道 简单 让你们歌舞团两位美女 跟我跳一段天面舞怎么样 蔡天方笑道 她的话立马引起了阵阵起哄声 我得先问问两位美女才行 淳于记笑道 当即 她转到舞台后面 过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笑道 两位美女同意了 也难怪会同意 毕竟蔡天方长得蛮帅的 蔡天方这才挑衅得 看了云千华也 嘿嘿笑道 云千华敢不敢跟我比 赢了的话 可有两个美女陪着跳天面舞哦 云千华面露不屑道 有什么不敢的 不过她突然倒吸一口凉气 原来秦妮妮已经悄悄用手指 在她的腰上重虫掐了一下 哎呦 我肚子好痛啊 肯定是吃坏东西了 我先去一下厕所 云千华突然捂着肚子 满脸痛苦之色说道 叶峰 厕所在什么地方 叶峰微微一愣 这家伙竟然也怕秦妮妮 不过还是指点了一下厕所的位置 看着云千华飞快地离开 蔡天方脸上那个得意啊 等到蔡天方登上舞台之后 叶峰惊讶地发现 这家伙唱歌还真有一把刷子 声音很有磁性 特别是唱情歌唱到动情处 还很是别有一番味道 最后 蔡天方还真赢得了歌王头衔 跟两位美女在舞台上 跳了一曲火辣劲爆的贴面舞 只把场上场下的气氛 烘托到了顶点 从舞台上下来 蔡天方得意道 怎么样 看到没 这是两个美女的电话哦 她炫耀地扬了扬手上的纸条 从厕所里出来好久的云千华 脸色不太好 如果不是秦妮妮在 哪有蔡天方得意的份啊 随着对歌结束 红叶歌舞团的表演任务 也算是圆满结束了 虽说输了对歌 不过这次表演 绝对算是极为成功的 歌舞团的人 开始收拾设备 拆台子 原本留下来观看的客人 也陆陆续续离开了 留下来的 只是叶峰家的亲戚朋友 左邻右舍而已 都帮着收拾好场地 由于时间也不早了 彭哥几人也向叶峰告辞 叶峰还真没有食言 给彭哥几人都送了几袋新骨 不只是彭哥几个 叶峰家的亲戚朋友 也都每人送一袋新骨 这年头送烟送酒送不品 还从没有见过送骨的 不过每一个人都喜滋滋的 吃过那米饭 没有一个人不想再吃 晚饭的时候 叶峰家吃的都是剩菜 大部分剩菜都已经送人了 这也是乡下酒席的习惯 剩下的都会送出去 新房大厅里 灯火通明 新宅过火之后 所有位置的电灯都要打开来 整个晚上都不能熄灭了 家里只剩下老爸老妈 叶峰兄弟许晴和赵梅六人了 其他人都已经回去了 老妈将一大包红包 从袋子里倒了出来 赵梅许晴两人拆红包 叶峰夜海两人拿着纸盒笔 准备登记红包的情况 这样的话 以后还礼也有个准儿 今天一共有将近三十桌 一桌八人加起来足有两百多人 一个原本很平常的新宅过火 办到这种程度 实在有令人吃惊 来的人太多了 幸好准备足够充足 就说红包就收了一百八十多个 经过一番登记 大部分都是一百到两百的 都是村上的人 现在包红包 很少有低于一百的了 左邻右舍 亲朋妻友的红包就高一些 像几个伯父姑妈家 都是五六百的 至于大舅二舅三舅都是一千 不过跟彭哥几个人的红包比起来 就差远了 因为他们用的都是支票 看着这么几张支票 老妈老爸都没有见过 不过听到是支票之后 都惊讶不已 因为这支票的金额比较大 就算是南哥的支票 也有三万块 而彭哥的是五万块 蔡天方的是八万 云千华的最多达到了十八万 仅仅是这几个主的红包 加起来就有三十几万 只把老妈乐得何不容嘴 一场酒宴 收到了将近四十万的红包 则是他一开始根本想不到的 红包登记完毕之后 时间已经不早了 叶峰就送许晴回家 至于原本跟许晴一起来的 何为方大东早就回去了 由于太晚了 所以叶峰一路开车 送许晴到家里 这才返回果园 不过他只在果园待了个把小时 跟白莲聊了一会儿天 就再次回到家里 今天刚刚新宅过火 按照习俗 他必须在新房里住一晚上才行 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安居 住在新房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宽敞明亮 处处彰显气派 做排气提纲室的时候 由于考虑到放屁声太大 又太臭 所以叶峰来到了屋顶上 伴随着一声屁响 叶峰非快得跑回了楼梯间 由于屁声太大 竟然惊动了老爸老妈叶海赵梅他们 都跑出来询问哪的响声 叶峰自然是装作不知道了 洗完澡之后 叶峰躺在柔软的席梦思床上 精神意识进入了空间戒指中 新房入宅过火 已经过去几天了 家里也逐渐恢复了平静 只不过串门的比以前更多了 这几天 许晴都来果园 所以叶峰晚上才有时间 陪白莲读书讲课 白莲学习的书籍 从原来的新华字典 已经涉及到小说文言文 生物地理等等 白莲的学习能力 已经彻底让叶峰麻木了 别人要学半年 才能够学会的知识 他可以在短短一两天时间 就全部记住弄懂 当然 这也得益于空间戒指中的 时间流速不同 给了白莲更长的学习时间 叶峰白天没时间陪他 他就在空间戒指中 看书打发时间 家里还有一件大事 是必须要处理的 那就是老弟叶海 跟赵梅的事情 现在赵梅怀孕 已经快三个月了 必须去他老家 说服他父母才行 就在昨天 叶海和赵梅两人 就已经开车返回沙士 他们先去看房买房 等到房子买好之后 就直接去他老家提亲 今天是许晴姥姥的生日 所以他跟他爸妈去花园镇 为姥姥贺寿去了 就没有过来 叶峰才有时间白天陪着白莲 不过中午的时候 叶峰的手机响了 却是潘林打来的电话 说是CIG明天 就要送到封县了 叶峰很是高兴 将消息告诉了白莲 白莲早就知道CTG的用处 所以欢喜不已 下午的时候 叶峰驱车去了石马镇 由于这些天 为了新宅过火的事情 他都好些天 没去作坊工地上看过了 前两天下了雨 耽搁了工程 不过今天天气又放晴了 工地上又开始动工了 地基早已经大好 开始建造厂房等建筑了 而作坊里还是老样子 他又去了一趟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第一批用超级培植土培植的花卉种子 早已经长成了幼苗 这样的生长速度 让基地里的人有奇怪不已 办公室之中 这里原来是张严精的 不过那现在变成了叶峰的 布局风格已经发生了变化 虽然叶峰不常来 不过每天都打扫擦拭 老板 这生长速度有些太快了吧 杨华秋报告了一下 第一批花卉的情况 担忧道 花卉种子是不能直接播种的 只有经过特定处理 才能够解除种子的休眠期 根据花卉种子的不同 处理方法也不一样 比如说水浸处理 低温处理 以及变温处理 这些都可以在特殊仪器中进行 当然 由于生命之泥的缘故 叶峰从来不处理花卉种子 而是直接播种 花卉基地自然就不能这样 有严格的处理程序 从种子播下到生根发芽 最后长成幼苗也有一个过程 可现在这个过程缩短了将近一倍 而他们使用的处理办法 跟以前没有两样 所以引起了杨秋华等人的担忧 花卉的生长并不是越快越好 一旦失控的话 就无法预估花卉的后期生长情况 从而对良品率造成极大的影响 杨华秋作为经验丰富的花卉培植专家 自然知道这种情况产生的后果 没事 这就是超级培养土的特点 如果不快的 我才失望呢 记住一定要记录花卉种子的成长数据 叶峰摆摆手 说道 杨华秋虽然还有些担心 不过老板都这么说了 他也就只能照做了 对了 第二批种子也赶紧给我拨下去 叶峰又吩咐道 老板 不等这第一批的数据出来吗 杨华秋迟疑道 没必要 叶峰摇摇头 菜老那边催得紧 要是按部就班的话 速度太慢了 叶峰又在杨华秋的引领下 参观了大鹏区 很是满意 这才真正的大规模培植 靠他自己小打小闹 实在太麻烦了 现在这种下的第一批花卉 就多达20万盆 就算是1%的精品率 也可以得到2000多盆精品花卉 实际上 精品肯定还要高 叶峰对自己的生命之泥 是非常有信心的 而这仅仅是第一批而已 产生的良品花卉 也可以投入花卉市场 从花卉培植基地出来 叶峰就没去县城了 实验室那边正在加紧研究 什么时候出成果也是个未知数 自己就不去那转了 免得增加他们的压力 第二天上午10点多的时候 叶峰就驱车来到了丰县 新峰货运公司的仓库外 叶峰见到了潘灵 这次只有潘灵带着技术指导员 他们是跟着物流过来的 李经理没有过来 毕竟只是发货而已 就不要过来 由潘灵负责就行 潘灵看了叶峰的车子一眼 没错 还是那辆车子 他又不留痕迹地留意了一下车屁股上的那几个英文字母 军里大战之后 他就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潘灵带着叶峰进了仓库 整个CT机都被装在一个大木箱中 跟激光切割机比起来 这CT机就贵多了 操作更复杂了 而且没有专业的医学知识 很难看懂CT机的扫描出来的图像 叶峰在单子上签过字后 又将后续的钱打了过去 这笔交易算是正式完成了 反正也是中午了 叶峰就请潘灵和技术员再也向老鱼楼吃了一顿 至于CT机 叶峰就暂时存放在物流公司的仓库里 叶峰 有时间我们跟班上的同学好好聚一聚 潘灵吃完之后 靠在椅子上 说道 上次我发了你几张照片到群里 你猜怎么着 杨帆那孙子竟然说 你那大众车子是我PS的 说你怎么可能买得起两三百万的车子 这孙子根本就是狗眼看人低 叶峰笑了笑 知道潘灵的心思 估计也认为这车子不是自己买的吧 叶峰 有时间你就上上群 别老是潜水不冒跑 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我知道你肯定是不想见到萧灵 反正分都分了 以你现在的条件 还怕找不到漂亮女朋友 你是不知道 我将你的照片发到群里之后 就有好几个女同学都跟我打探你的消息呢 潘灵笑道 我现在都有女朋友 说这些都没用了 叶峰摸了摸鼻子 她之所以不上群 确实是因为萧灵的缘故 所以她直接将群消息给屏蔽了 只不过时间一长 再上有了许晴之后 她的心思也就淡了 女朋友 给我瞧瞧 参考参考 潘灵很感兴趣道 我女朋友 你参考什么呀 叶峰才不会给她看 免得又乱发群里 这潘灵就是八卦心思很强 嘴巴一点也不严实 潘灵走了 技术员留下了 叶峰在封县临时租了一个小仓库 将CT机运送到这个小仓库里 就在技术员的指导下 组装起来 技术员对叶峰自己组装 自己学习操作有些疑惑 当然 疑惑归疑惑 她是懒得寻根问底 只要教会叶峰就行了 更何况叶峰对她不错 好烟好酒供着 这一次 叶峰还是只花了半天的时间 就学会操作 将技术员走之后 叶峰就立马将整个CT机 放入了空间戒指中 然后开着车子回到果园 这就是CT机吗 白脸躺在水晶棺中 好奇得看着那台巨大的白色仪器 是啊 能不能拔出钉子 就要看它的了 叶峰说道 这CT机的组成结构非常复杂 分为X线体层扫描装置 和计算机系统 前者主要有产生 X线数的发声器和球管 以及接收和检测 X线的探测器组成 后者主要包括数据采集系统 中央处理系统 磁带机 操作台 此外 还有包括图像显示器 多幅照相机等辅助设备 叶峰开始将CT机 各个位置的设备打开来 然后对白脸说道 我现在要将你报到 这上面平躺着 期间可能会很痛 叶峰哥哥 我能忍住的 白脸脸上 闪过一抹坚强 说道 白脸 我知道你很坚强 叶峰轻轻点头 然后慢慢将白脸 从水晶棺中扶了起来 然后另一只手 穿入了白脸两条腿的膝盖之下 然后轻轻用力 慢慢将他的身体 从水晶棺中抱了起来 整个过程很小心翼翼 就怕弄痛了白脸 白脸也很坚强 一声不吭 不过那紧促的眉头 背驰咬着嘴唇 可以看出他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终于 叶峰已经抱起了白脸 他的身体并不重 估计也就九十斤的样子 叶峰抱着白脸 慢慢走向CTG的扫描床 调整了一下位置 他先将白脸的臀部放下去 作为支撑点 然后又将两条腿平放了下来 最后是上半身 直到将白脸整个人放平之后 叶峰这才松了一口气 白脸原本紧促的眉头 也稍微舒展了许多 不过 这只是第一步 因为需要扫描的是背部 必须将白脸的身体翻过来才行 让白脸休息了一会儿后 叶峰才开始给白脸翻身 翻身可比之前难多了 叶峰在给白脸翻身的时候 都能够发现 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终于将白脸的身子翻了出来 叶峰轻轻脱下他的上衣 裸露出了雪白完美的背部 只不过这背部 此刻被三十六根漆黑的钉子占据了 令人触目惊心 CTG扫描的时候 会受到金属干扰 也不知道这钉子 会不会影响扫描效果 叶峰心中暗想 如果是外部金属的话 肯定都要摘下来 不过这植入体内的东西就不可能了 毕竟有的病人体内植入了金属构建 总不可能先做手术取掉 再做CT吧 叶峰来到操作台 开始进行操作 半个小时之后 叶峰终于完成扫描操作 在图像显示器上 生成了许多幅的复杂图像 接下来才是重点 如何看懂这复杂的扫描图像 叶峰并不是学医的 不过要看懂并不是太困难 这段时间 他也看过许不少关于看CT片子的资料 看CT片子并不困难 通过片子确定病因 毕竟片子的细微差别 产生的可能性就非常多 各种病理都要需要靠经验去判断 所以经验越丰富的医生 越骗子也就越厉害 事实上 就是一个实习生就能够看懂片子 但是想要确定病因却很困难 叶峰开始仔细看了起来 结合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分析起来 这36根钉子 好像不是金属材质 叶峰看了一会儿子后 有些惊讶起来 因为金属会对CT扫描造成影响 形成围影现象 现在却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扫描效果似乎很正常 叶峰经过反复分析 确认了36根钉子没有什么影响 当即松了一口气 这样一来 扫描效果就不受影响了 奇怪 这36根钉子的位置并没有牵涉到骨骼 脏腑情况 深度也不一 似乎都只是刺入血肉之中 叶峰又反复看了半个小时 终于得出了一个让他惊喜的结论 这让叶峰越发疑惑起来 按理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白莲应该不会造成什么行动上的影响 最多是疼痛而已 难道是这36个位置很特殊的缘故 叶峰心中一动 生出了一个想法来 想到这里 叶峰连忙精神意识 进入了空间介质中 感应那个储存了人体奇异学 翘点图像的玉石 连忙看了一遍 终于让他看出了问题 因为白莲背部 被36根钉子定住的36个位置 竟然跟着人体图像上的点一致 也就是说 这36个钉子是通过这些点对人体形成影响的 叶峰的精神意识回归身体 睁开眼睛 看着那显示器上的图像 心中暗响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将定住拔出来 既然没有牵涉到骨骼 脏腑 那么对身体的伤害 应该就会降到最低的 只是不知道会对那些奇怪的点造成什么影响 叶峰在练过排气提纲室之后 知道那些点非同寻常 涉及到了人体更深层的奥秘 不管了 如果不拔出来 白莲就只能一直躺在水晶棺中 叶峰心中暗响 不过 在拔钉子之前 叶峰必须询问白莲才行 只有他同意才能拔钉子 毕竟这其中有很大的风险 说不定会对白莲造成巨大的伤害 甚至害了他的性命 也不一定 想到这里 叶峰走到躺在扫描床上的白莲面前 将事情跟他说了一遍 叶峰哥哥 白莲不想一直躺着 就算是有再大的危险 白莲也愿意拔出钉子 白莲美眸中满是坚定道 他不想一直躺在水晶棺中 他想自由自在地走路奔跑 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 每天只能看到单一的世界 大半的时间都要在孤寂的空间戒指中度过 那种日子太难熬了 也幸好他性格单纯 安静 又能够看书 换成一般的人 肯定会疯掉的 好 我给你拔掉钉子 叶峰看着白莲格外认真的脸蛋 重重地点点头说道 白莲 在拔钉子的过程中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一定要及时说出来 知道吗 叶峰哥哥 我知道 白莲说道 来 先抽一根烟吧 叶峰拿出一根生命之烟 点燃之后 然后将白莲的头轻轻抬起 好让他抽到 一根烟抽完 叶峰将烟头丢到地上 踩灭烟头 他深吸一口气 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一整套的医疗设备 为了拔出钉子 他就准备好了工具 鑷子 纸屑钱 剪刀 手术刀等等 都是他脱关系 从医院里买回来的 叶峰仔细检查了一下 白莲背部的情况 结合 CT图像 选择了一处深度最浅 也是最偏的钉子 他已经戴上了手套 用鑷子夹住了钉子的尾端 轻轻用力一拉 想要将钉子拔出来 并没有成功 叶峰似乎被什么扯住了 白莲虽然没有出声 不过从他颤抖的身体 就可以看出痛苦 看来这钉子里面有倒钩 叶峰根据 钉子里面的阻力 隐隐有所判断 他又尝试了几次 已经通过力度的变化 判断出倒钩的深度和位置 白莲 我要用手术刀切开表皮 不过 我会先给你打一针麻醉的 叶峰对白莲说道 他之前之所以没有直接 给白莲打麻醉针 主要是不知道麻醉之后 会不会对拔钉子有什么影响 现在看来 打麻醉 真是势在必行了 当即叶峰开始准备麻醉药 灌注到针里面 白莲 我要打麻醉针了 有反应跟我说一声 叶峰说道 他使用的是局部麻醉 只会让麻醉注射部位的 嗯 白莲轻轻应声 叶峰拿着麻醉针 轻轻按在了钉子所在的位置 就要从皮肤中刺进去 刺不进 叶峰发现 白莲的皮肤都被压出了很深的痕迹 针头就是无法刺不破皮肤 这怎么可能 叶峰有些难以置信 他用了一些力气 就算是坚韧如牛皮 也应该可以刺破的 想到这里 叶峰连忙加大了力气 猛然压了下去 咔嚓 针头断了 但是白莲连皮都没有破 只留下了一个浅浅的印子 很快恢复中 卧槽 叶峰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我就不信了 叶峰眼睛一瞇 放下断掉的麻醉针 顺手拿起一把手术刀 从钉子旁边一个位置 切割而下 锋利的手术刀 还是没有切开表皮 只是留下一个印子而已 手术刀的锋利 是无容置疑的 就算是轻轻在他身上割一下 绝对是要见血的 如果说针头太软了 刺不破也就算了 可这是手术刀啊 竟然也切不开白莲的皮肤 难道白莲的皮肤不一般 叶峰眉头皱了起来 这个时候 他已经可以确定 白莲的皮肤坚韧程度极为恐怖 白莲 不行 麻醉要刺不破 你的皮肤 根本不能给你麻醉 手术刀也切不开你的皮肤 叶峰放下了手术刀 无奈说道 叶峰哥哥 你就直接拔吧 白莲不怕痛的 白莲语气中 透出一种倔强之意 这样会很疼的 叶峰有些不忍道 钉子有倒钩 在拔出的过程中 没有麻醉的话 痛苦可想而知 白莲不怕的 叶峰哥哥 拜托你了 白莲说道 好吧 如果承受不住 一定要说出来 叶峰看着白莲的样子 心疼不已 不过 如果不拔出来 他就只能永远这么躺着 想到这里 他很下心来 他重新拿起来镊子 将钉子的尾端用力加住 开始用力 钉子被逐渐拔了出来 白莲身体在颤抖 却一直没有发出声音来 叶峰发现阻力越来越大 拿着的镊子的手猛然用力 一股鲜血飙了出来 那钉子带出了一块血肉 被彻底拔了出来 而白莲发出一声惨叫 浑身剧烈一颤 下一刻就戛然而止 彻底没动静了 白莲 白莲 叶峰边呼唤 边将镊子和拔出的钉子 丢到盘子里 开始往那个触目惊心的伤口 倒上了大量的生命之泥 用纱布压了上去 然后贴上了一块医用胶布 处理完伤口之后 他这才开始查看白莲的情况 还好 白莲只是晕死过去 叶峰也稍微松了口气 一切只能等白莲苏醒之后再说了 想到这里 叶峰将所有工具 收入空间戒指中 然后拔掉CT机的电源插头 将整个CT机 白莲 还有水晶棺 都送入了空间戒指中 在他的手上 拿着一枚漆黑的钉子 大概有三寸来长 上面有着奇异纹理 有一个很小的倒钩 整枚钉子 给叶峰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就好像是什么凶煞之物 所以他看了一会儿 就重新放进了空间戒指中 现在还只是第一枚钉子 拔起来就这么困难 如果要将36枚钉子拔出来 根本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叶峰暗暗摇头 至少也要等着第一个伤口好了之后 才能够拔第二枚钉子 这么算下来 所需的时间可不短了 等待总是最难熬的 直到晚上 白莲也都还没有苏醒过来 叶峰又给白莲换了一次生命之泥 不过让叶峰皱眉的是 伤口的恢复速度 没有想象中的快 看来应该跟白莲的身体素质有关系 叶峰心中暗想 这样一来 白莲身上的钉子 要被全部拔掉 所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 一连三天 叶峰都给白莲换药 直到拔掉钉子的第四天 白莲才终于苏醒了过来 他背部的伤口 依旧没有愈合完全 如果换成普通人 以生命之泥的效果 只怕早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白莲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叶峰看着俯卧在水晶棺中的白莲 轻轻问道 叶峰哥哥 我感觉浑身轻松多了 就好像身上解掉了一个大包袱 白莲竟然轻轻抬了头 奄然笑道 哦 真的 叶峰惊讶道 本以为拔掉钉子 伤口没有好 他应该很虚弱才对 现在看起来 他的情况比自己想象中要好得多 嗯 我感觉身体有些力气了 而且动的时候 也没有原来那么痛得厉害了 白莲说道 这样就好 只要这个伤口好了之后 我就给你把第二枚钉子 叶峰点点头道 他估计 要彻底拔掉所有钉子 起码也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当然 也有可能在拔掉更多钉子的情况下 白莲身体会加速好转 拔钉子 也可以加快速度的 屋外地平里的树荫下 叶峰拿着一本书 正在给白莲讲解着 几头猛犬 正在周围四处溜达着 不远处 大狗二狗躺在一起 相互舔着对方身上的毛发 二狗的肚子隐隐有些隆起 最近二狗没精打采的 就喜欢躺着 不过食欲倒是没有减少 反而增大 叶峰估计他是怀孕了 所以他平时喂食的时候 会多喂一些 他很期待 二狗会生下一头 什么样的狗仔出来 汪汪汪 另一边 卢狗突然跟一头杜高猛犬打了起来 一直以来 土狗在狗群中的地位极高 其他猛犬都不敢跟土狗们斗 不过最近 偶尔有一两头猛犬 可能是想挑战土狗们的权威 开始不那么服气了 本来还有大狗二狗压制着 不过二狗可能怀孕 变得没精打采 而大狗又总是陪在二狗身边 再也不像平常那样 对猛犬隔三差五的威慑一番 所以猛犬们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相比起来大狗二狗 另外两头土狗 在实力上还是稍微逊色一些 平时叶峰在喂食方面 也有些偏心 大狗二狗在他家生活了好几年 早就有了感情 相比起来其他两只土狗自然比不上 更别说那些猛犬了 所以大狗二狗在体型和实力上 都走在了前面 卢狗跟杜高犬之间的战斗 很快奋出了胜负 卢狗竟然打输了 这是叶峰第一次看到土狗输了 那杜高犬发出呜呜呜的嚎叫 似乎很是兴奋 其他的猛犬竟然簇拥着这头杜高犬 盈盈以这杜高犬为首 一直以来 猛犬们都是土狗为首 随着杜高犬的获胜 立马就在猛犬群中建立了威信 狗的世界中就是这么简单 抢狗为尊 打赢了的杜高犬 屁颠屁颠地跑到叶峰面前 脑袋拱着叶峰 似乎赢了土狗 想让叶峰奖励他一般 叶峰摸了摸他的脑袋 也不想打击杜高犬的积极性 当即给了他几粒狗粮 周围的其他猛犬那个羡慕 眼睛贼亮 然后齐刷刷地掉头盯上了那几头土狗 被打败的卢狗垂头丧气 已经被彻底打灭了信心 自然而言 另一头土狗就成了目标 连躺在地上的大狗二狗 也被猛犬们盯上了 似乎感受到自己心爱的母狗 受到了威胁 大狗顿时愤怒了 猛然翻身而起 动作矫健的令人瞠目结舌 一个俯冲 就将一头刚刚逼近的猛犬撞飞了出去 然后爪子一拍在了另一头高家索犬的脸上 让他深深体会到了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的道理 大狗一出 可谓是群狗屁翼 刚刚缓指高气昂起来的杜高犬 一下子就垂下了高昂的脑袋 夹起了尾巴 大狗这才退回了原地 躺在了二狗旁边 又给二狗舔尸毛发 一派高手寂寞 归隐山林 这些狗狗好有趣啊 白莲的脑袋靠在叶峰的胸口上 自然看到了狗狗们的举动 不由地笑道 是啊 狗狗们也是很聪明的 叶峰笑道 他拿出一把狗粮 直接丢向天空 犹如雨一般的落了下来 顿时 群狗疯狂抢夺起来 突然 一道黑影从天而降 掠过半空 也抢夺了几粒狗粮 这才落到了不远处的树干上 是雀鹰 好 一道豹子一般的花影 也从一棵树上窜了下来 直辈来 也想要抢点狗粮吃 这自然是豹猫了 豹猫已经被彻底驯服 叶峰也就让他自由活动了起来 可谓神出鬼没 爬墙爬树 那是易如反掌 抢夺狗粮更是一把好手 抢到了几粒狗粮之后 豹猫连忙力所地转身而退 爬到了树上 享受起来 一把狗粮很快就被瓜分了 嘶嘶嘶 就在这个时候 从养殖区传来了一声马叫 声音颇为洪亮 叶峰有些惊讶 这鹊马很少叫的 他心中一动 猛然运用大地感应的能力 感应养殖区的情况 他很快就露出惊恶的神色 这鹊马不知道怎么招惹了野猪 现在被追赶得四处乱跑呢 白莲 我们去看看那匹倦马 这家伙又在招惹野猪了 叶峰笑道 当即他将白莲抱了起来 然后将水晶棺送入了空间戒指中 这才来到了养殖区中 自从拔掉了第一枚钉子之后 白莲的力气就大了 也不像原来那样 连动一下都会惧痛不已 现在已经好多了 就算是抱着走 虽然还是有些痛 却已经能够忍受了 叶峰估计 那三十六根钉子应该是一个整体 只有全部存在 才能够产生最大的效果 缺少了一根 效果就会大幅度减弱 养殖区中 叶峰抱着白莲 站在围墙之上 沿着围墙走动 居高临下 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 只见远处的一片 颇为稀疏的林子里 一匹未成年的棕色小马 正在跑动着 跟叶峰刚刚买下来的时候比起来 这倦马变化挺大的 体型不说变化很大 至少饱满了许多 不像是以前那瘦小的样子 毛发色泽也光滑了许多 看上去变了个大样 在伙食上 叶峰对他可谓是极为用心 从来都是开小锅的 没有让他跟其他动物抢食吃 在倦马的后面 一头愤怒的野猪横冲直撞 简直就跟推土机一般 势不可挡 不过倦马却灵活得很 那头野猪根本追不上 也不知道 倦马怎么得罪这野猪了 竟然让野猪如此愤怒 那倦马看到了叶峰 竟然发出一声欢愉的马丝 猛然朝着叶峰这边跑了过来 那头野猪也直追了过来 根本没有放弃的想法 很快 倦马就跑到了围墙附近 正当叶峰以为他会停下来的时候 没想到 他竟然猛然后腿一蹬 就这么飞跃而起 跳上了围墙 叶峰在建造围墙的时候 特意加宽 不过也就是两块砖长 最多一尺而已 可这倦马竟然跳了上来 以两条前蹄踏在围墙上 身体潜伏 两条后腿缩了起来 稳稳当当 用两个前蹄立在了围墙上 就好像是在做马戏表演一般 野猪就在要撞在围墙上的时候 猛然一个急刹车 由于动能太大 还是撞在了围墙上 碰 只听到围墙一颤 刚要两个后退落在围墙上的 站稳的倦马身体一晃 然后悲剧了 由于两条后腿还没有站稳 就这么直接从围墙上 往后面倒了下去 野猪撞得头晕目眩 还没有爬起来 就被倦马一屁股坐在了头上 倦马发现自己闯大祸了 他猛然发出一声嘶叫 两个后腿一蹬 一踩野猪鼻子 蹬野猪脸的势头 猛然跳了起来 飞奔而去 呼吃 呼吃 野猪摇晃着脑袋 从地上爬了起来 望着远处倦马那扭动的马屁股 眼睛都红了 发出一声愤怒的嚎叫 狂追而去 太有趣了 刚才那野猪怎么这么笨啊 竟然直接撞到墙壁上 那倦马就聪明得多 知道跳上围墙 被叶峰抱在怀中的白脸 咯咯笑了起来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有趣的一幕 对他来说 这一切都显得非常新鲜 躺在水晶棺中 怎么可能看到这么有趣的场面 这倦马越来越调皮了 也只有他敢挑战这山林的霸主野猪 叶峰也笑道 自从为了生命之泥后 这倦马就彻底活了起来 精力好得不得了 根本是闲不下来的主 一直以来 没有动物敢招惹的两个野猪群 经常被倦马捣蛋 现在的倦马 俨然成了野猪公敌了 偏偏这倦马狡猾得很 野猪们根本奈何不了他 叶峰哥哥 那倦马长大了 真的可以用来骑吗 白莲突然问道 当然可以 在古代的时候 打仗都是要靠马的 叶峰说了起来 现在白莲对知识的渴望 前所未有的强烈 从一个方面就会想到另一个方向 这样一来 叶峰就不得不一一解释 从历史文物到天文地理物理化学 基本上各方各面都有涉及 有时候叶峰也不知道 就只能查资料了 突然 叶峰的手机响了起来 白莲 我接个电话 叶峰轻轻说道 白莲点点头 当即 叶峰将白莲送入了空间戒指中 然后这才拿出了手机 是老弟叶海打来的电话 顿时知道 老弟打电话是做什么了 老哥 房子我们看好了 我拍了一些照片 等会发过来 老弟叶海 兴奋地说道 好的 只要你们喜欢就行 叶峰笑道 挂了电话之后 叶海就通过微信发了照片过来 叶峰打开 看了一下 是精装修的 格局还不错 只要买好家具 就能够住进去 当即他又给叶海打了电话过去 房子还算不错 地理位置怎么样 叶峰问道 靠近我们学校 开车只要十几分钟 环境不错 交通便利 大概是8200元一个平方 一共是122平 另外买一个车位 大概要15万左右 不过房产公司的人说 如果付全款的话 可以优惠个三万 叶海说道 你们喜欢的话 就买下吧 不过你们可要注意一点 别被骗了 现在这方面的骗局也挺多的 叶峰提醒道 老哥 你就放心吧 我们是找到我扳岛的关系 老弟叶海说道 那行 我把钱给你们打过去 叶峰说道 挂了电话之后 叶峰就直接用手机银行 赚了130万过去 房子100万 车位15万 还有购买家具用品一类十几万 应该是足够了 沙士 某小区 叶海和赵梅 正在一个销售员的陪同下看房子 这个楼盘的房子 都是精装修后才买的 比正常的裸房价格要高一些 叶海看到手机上提示的银行短信 脸上露出了一抹惊喜 当即将手机给赵梅看了一下 130万的金额要花了他的眼睛 赵梅惊喜地抱住了叶海 说实在的话 这么多钱 他从小到大 还是第一次看到 叶先生 如果你们不满意的话 我还可以带你们去看另外一套 面积差不多 户型有些不同 女销售小姐看到叶海两人的举动 开口问道 这女销售小姐很有耐心 陪着叶峰看了好几套房了 这女销售员是叶海班岛的一个侄女 叶海班岛知道叶海要买房子 所以就介绍给了她的侄女 所以她是知道叶海两人是真的想要买房子 这房子我们都很喜欢 宋小姐 是不是付全款还可以优惠三万块 叶海压抑着心中的激动 连忙问道 当然 销售员宋小姐笑道 优惠三万块 她还是有这个权限的 那行 我们去签合同吧 叶海说道 好的 宋小姐也很高兴 一上午的时间算是没有白忙活 销售一套房 而且还是全额付款 她的抽成还是很不错的 傍晚时分 果园 叶峰坐在树荫下 面前摆放着一张桌子 旁边白莲坐在水晶棺中 背靠着煮枕头 正在认真得看着书籍 桌子上放着许多的普通膏药 叶峰准备多制作一些生命膏药 这样的话 以后就能够随时使用 正好可以给白莲敷伤口之用 更换也非常方便 制造膏药非常简单 先将生命之泥用清水混合盛起来 不能太稀了 然后将膏药上面的薄膜撕开之后 就将生命之泥均匀的涂抹在上面 稍微晒干一些后 就重新用薄膜覆盖起来 生命之泥暴露在空气中 否则的话 生命之泥会慢慢流失的 当然 这个流失速度比较缓慢 叶峰曾经将生命之泥 放在各个场合下一段时间 比如说在太阳下暴晒 最多几天的时间 生命之泥几乎会彻底流失掉 他有些庆幸自己得到了空间戒指 能够完美地储存生命之泥 否则暴露在外面的生命之泥 时间一长 肯定会渐渐流失掉的 他之所发现这种情况 主要是第一次得到的生命之泥 效果没有后面效果那么好 应该就是第一次的生命之泥 暴露在空气中 时间太久的缘故 白莲 我给你换一下膏药 叶峰将所有的生命膏药 制造完成之后 对白莲说道 好的 叶峰哥哥 白莲将书籍合了起来 叶峰坐在了水晶棺的边缘上 让白莲的身体 靠在自己身上 这才去看白莲的背部 剩下的三十五枚钉子 看上去依旧触目惊心 叶峰将贴在拔掉钉子位置的膏药 轻轻接了开来 露出了伤口来 依旧没有愈合的彻底 不过比一开始好多了 咦 白莲 你背上的白莲图案 似乎比以前淡了一些 叶峰突然说道 原来的白莲图案 是非常显眼的 可现在却暗淡了许多 难道是拔掉了一枚钉子的缘故 白莲 你有什么感觉吗 叶峰轻轻问道 三十六枚诡异的黑色钉子 钉着背部的那朵白莲 这一切都透着神秘色彩 叶峰认定 这朵白莲很不寻常 叶峰哥哥 我没什么感觉 就是觉得浑身轻松多了 白莲头伏在叶峰的肩膀上 说道 嗯 那我给你贴膏药了 按照现在的伤口情况 再过个一两天 就可以把第二枚钉子了 叶峰边说 边拿起桌子上的一块膏药 轻轻贴在了白莲背部的伤口上 他将膏药的周围压实 这才给白莲穿上了外套 让他躺靠水晶关边上 他又将桌子上的膏药 全都收入了空间戒指中 只有在空间戒指中 才能够完好地保存这些膏药的药效 叶峰哥哥 我有些累了 想睡一觉 过了一会儿 白莲轻轻说道 好的 你睡吧 叶峰点点头 上前将白莲放平躺下 看着白莲闭上了眼睛 叶峰看了一会儿 微微一笑 然后拿出手机玩了起来 他最近喜欢上了看网络小说 在大学的时候 他看过一段时间的网络小说 由于学业加重的缘故 颇有自制力的他 就没有看了 中间又经历了工作 所以也有几年时间没有看过 只是最近几个月经营果园 无聊的时候 就看看打发时间 看着看着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天色已经快黑了 看到白莲还没有醒来 叶峰就将水晶关 收入了空间戒指中 进屋子开始做晚饭 刚把晚饭吃完 叶峰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田田到来的 叶峰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找到了第二个伏击文模型 不过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田田兴奋说道 哦 田田 什么问题 叶峰很高兴 终于有成果了 他现在恨不得立马就赶到实验室去 我们发现 伏击文模型拥有很奇特的实态性 田田说道 实态性 这是什么意思 叶峰好奇道 这是我们邀请第一个外国古文专家刘一思得出的结论 他本身还是颇为知名的物理学家 对霍金的四度空间很有研究 认为这伏击文的模型必须加入一个时间轴才行 否则的话 就会失去本身的意义 由伏击文模型翻译出来的伏击文本身意义具有时效性 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说起来 这真是难以置信 一种文字 怎么可能拥有这么玄乎齐玄的奥秘在其中 田田说道 等等 我没有听明白 要不 我现在过来吧 叶峰说道 也好 田田说道 挂了电话之后 叶峰摸着下巴 伏击文蕴含神秘力量 这是毋庸置疑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 实验室的人肯定会发现一些问题 对此 叶峰也只能尽量想办法控制局面 当晚 叶峰驱车来到县城 实验室中 灯火通明 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在废寝忘食的做着研究 这些研究人员中 除了田老 田田 珍世念 刘辉 金语星五人外 其他的都是外国人 有美国人 有英国人 还有俄罗斯人 印度人 还有日本人 来自好几个国家 在实验室中 基本交流是以英语为主 田老 作为国家福基文研究协会的成员 英语水平自然不错 田田就更不用说了 完全可以跟这些外国研究人员进行专业交流 叶峰在大学的时候 英语水平还算不错 可以进行简单对话 虽然好几年过去没有使用过英语 不过英语水平没有退化多少 还是能够跟这些研究人员进行交流的 当然 一旦说到研究方面的专业术语 他是一句也听不懂 只能由田田翻译了 叶峰站在一台大型计算机面前 巨大的液晶屏幕上 正在呈现出一个奇异的立体模型 这个模型是由无数的数据流组成 跟上一次叶峰在手机上看到的视频模型比起来 清晰了无数倍 叶峰 你看到了没有 这些数据流就是伏基文的基本构成 根据时间而变化 看似模型没有变化 实际上本质发生变化了 田田又说道 田田 在伏基石上的伏基文图案 怎么可能模拟出 如此复杂的模型呢 叶峰很奇怪道 说起来也难以置信 那些图案扫描之后经过特殊处理 就会变成这样 就好像蕴含神秘力量 能够自动将图案转化为更加直白的数据 其中的原理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 田田说道 刘易思说 如果我们能够用到现在最顶级的超级计算机 就有可能够勉强模拟出伏基文模型的实态变化 破解出其中的转化原理 田田继续说道 叶峰轻轻点头 然后目光盯着那屏幕中的模型 似乎要将这模型彻底刻印在脑海中 却总隔着一层膜 这时精神意识还不够强大 无法在肉身的屏蔽下 记录下这模型的信息 叶峰 你怎么了 田田发现叶峰有些奇怪 盯着屏幕看 额头都冒出了汗 实验室中有空调 温度保持在二十多度的样子 好像也不热吧 叶峰似乎没有听到一般 瞳孔之中映出的那屏幕上的模型影像 越来越清晰 就好像要刻路上去一般 突然 叶峰浑身一震 只觉得眉心撕裂一般都疼痛 下一刻 他忍不住闷哼一声 闭上了眼睛 捂住了额头 身形摇晃 似乎要站立不稳一般 身边的田田连忙扶住了叶峰 叶峰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 田田扶着叶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然后倒了一杯温开水过来 此刻 叶峰脸色苍白 接过了田田的杯子 喝了一口 这才感觉舒服了一些 叶峰 你脸色好差啊 哪儿不舒服 田田关切问道 没事 可能最近睡眠少了 叶峰知道自己身上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摇摇头道 我看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就在这里睡一晚算了 以你现在的样子 我看开车回去 也不放人放心 田田说道 这个时候 田老也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过来询问 也让叶峰在实验室好好休息一下 叶峰当然不会在实验室休息 太不方便了 田老不放心 最后还是让刘灰开车 一路护送叶峰回去 对此 叶峰也只能同意了 回到果园 叶峰就迫不及待得检查之前 在实验室引发的变化 他自然不是身体不适 而是精神意识 似乎突破了身体的禁锢 将那显示屏上的立体伏击纹模型 记录了起来 叶峰闭上眼睛 若隐若无的 脑海中逐渐浮现出那奇异的立体图像 而且在慢慢变得凝实清晰起来 到了最后 那组成整个立体图像的数据流 已经清晰可见 很诡异的是 这数据流也处于时刻变化中 不过叶峰集中精神 想要看清楚这种数据流变化的时候 顿时就感觉脑海胀痛 似乎难以支持这种数据流的变化 叶峰连忙睁开眼睛来 额头汗水直流 脸色苍白 有种晕眩质感 看来 我的精神意识 确实是突破了肉体的禁锢 释放了出来 捕捉到了那立体图像 叶峰心中惊叹万分 他估计应该是自己的精神意识 在长久的增强中 慢慢达到了突破肉体的灵界值 直到今日受到了那伏击纹模型的刺激 这才彻底突破的 只是不知道 精神意识突破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至少他现在的五感还是差不多 并没有什么增强 不知道 我利用这个伏击纹模型 能不能破解其他的文字 叶峰心中一动 当即精神意识进入了空间介质中 空间介质中 白莲已经苏醒了过来 正在看书 在叶峰出现的时候 白莲就第一时间发现了 按理说 叶峰处于精神意识状态 相当于人的灵魂 肉眼是无法看到的 白莲就是能够看到 叶峰的精神意识 在水晶棺旁停留了片刻 就飞向那些书架 很快 他就锁定了一个文字 轰隆 在叶峰看向这个文字的时候 他的精神意识 犹如遭受了可怕轰鸣 整个意识都震动起来 一股难以想象的信息 似乎从那文字中传递而来 同时 他精神意识中的那个奇异图案 猛然一阵 似乎那涌入的信息 也都注入了这个奇异动态立体图案中 整个图案好像一部机器一般 高速运转起来 发出难以想象的波动 使得叶峰精神意识 似乎都要崩溃一般 叶峰敏锐的发现 原本一直处于变化中的数据流 似乎好像卡壳了一般 停顿在某一个状态中 刹那间 整个图案焕然崩溃开来 叶峰头痛欲裂 那的精神意识都好像要崩溃一般 不过跟上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 他没有晕死过去 只不过精神意识已经回归了肉体中 不在空间戒指中了 呼 叶峰脸色苍白 整个人虚弱无比 不是肉体上的虚弱 而是精神上的 他身体微微颤抖 拿出一根生命之烟 把火机打了几次才点燃 夹着烟的手都在颤抖 几乎不能控制 他抽了一口烟 感受到烟雾中蕴含的生命气息 顿时有一种无比舒畅之感 似乎要将所有疲惫都驱散一般 一根生命之烟抽完 叶峰终于感觉恢复了不少 奇怪 我的脑海中的伏击纹模型 似乎没有彻底消散 叶峰突然皱着眉头 按照上一次的情况来看 一旦破译了一个文字之后 这模型就会崩溃掉 除非是重新观想一次 才能够再次凝聚起来 可这一次 却没有崩溃 叶峰闭上眼睛 细细感应脑海中的伏击纹模型影像 这已经不能算是模型了 而是无数混乱的数据流 杂乱不成长 根据田田的说法 这些数据流 似乎就是伏击纹模型的本质 它们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难道说 我的精神意识 可以捕捉到这种变化不成 叶峰心中一动 人脑的复杂性 远远不是超级计算机 能够相提并论的 强大无数倍 实际上最强大的 不是超级计算机 而是人脑 人脑的运算能力达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一个人在通过眼睛看到的景象 耳朵听到的声音 鼻子闻到气味 皮肤的感觉 舌头尝到的味道等等 这些采集到的数据 都会经过大脑的运算 从而在瞬间做出各种判断 你能够想象一下 其中蕴含的数据庞大到何等地步 如果让超级计算来运算 根本完成不了 可以这么说 人脑就是一个超级大脑 如此看来 我之所以能够在脑海中 形成伏击纹的模型 只怕就在于大脑的超级运算能力 叶峰已经有所明白了 甚至他觉得 这个时刻变化的伏击纹模型 已经不是单独的模型那么简单 蕴含了时间的变化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只要自己的大脑 能够完成伏击纹模型的时间轴变化运算 就可以形成新的伏击纹模型 从而能够对其他文字也形成破解能力 而不会像第一个伏击纹模型一般 只能破解一个文字而已 当然 现在这个伏击纹模型的数据流杂乱无章 想要寻找出新的变化 实在太困难了 至少叶峰短时间内是难以运算出来 不过至少也是有头绪了 想到这里 叶峰不再去想这些 而是仔细查看 记忆中获取到的那些奇异信息 这才是那个破解掉的文字奥义所在 伴随着他对这些奇异信息的理解 顿时在他的脑海中 构建出了一个新的图案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叶峰知道这个星团 就代表了那个文字的真正奥秘 但是 这一次的图案是完整的 很显然 这一次伏击纹模型 彻底破解了那个文字的奥秘 不需要像上次那般慢慢完善 这个文字代表的是风 叶峰闭上眼睛 感应那个奇异图案 渐渐得 它能够敏锐感应到 周身环绕的许多风 人的呼吸带来的风 空气流动带来的风 这个图案所代表的风极为广泛 而不是单纯的风 从而蕴含了神秘的力量 叶峰猛然起身 伴随着身体的移动 周身气流的变化 它都能够一一感应到 极为奇特 就跟感应大地一般 看来 这种奇特的伏击纹 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字 不止蕴含了各种信息 还蕴含了奇特的感应能力 叶峰心中暗想 不过 他总感觉 这些文字 应该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因为仅仅是这种感应能力 还不足以让一个世界 一个文明产生亮变 就好比地球上的科技力量 创造出来的高端仪器 同样能够这些能力 比如说 探测大地的振动频率 风向风速之类 但是 伟大的科技 可以创造出更恐怖的力量来 同样的 这蕴含神秘奥秘的伏击纹 在那漩涡背后的神秘世界之中 恐怕也同样拥有这样的伟力 只是 伏击纹的这种伟力 会以什么方式释放出来呢 果园的房子里 灯光通明 白莲堂斧卧在床上 叶峰准备为他把第二枚钉子了 第一枚钉子的伤口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只不过留下了伤痕 也不知道能不能彻底消掉 白莲 我要给你拔钉子了 忍着点 叶峰手上拿着镊子 夹住了钉子的尾端 轻轻说道 嗯 白莲哼了一声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叶峰就顺手的多了 毫不犹豫地用力一把 将第二枚钉子拔了出来 白莲闷哼一声 身体剧烈颤抖了一下 似乎都要卷缩了起来 食指在凉席上抓出了痕迹 鲜血从白莲背部的伤口涌了出来 叶峰连忙将准备好的生命之泥粉末 倒在了伤口之上 然后用纱布压住 再用医用胶布贴了起来 一开始伤口处理 是不能用纯粹的膏药 那样止不住血的 叶峰发现 白莲这次的情况 比上一次好得多 竟然没有昏过去 还处于清醒状态 不过看样子很是虚弱 白莲 你感觉怎么样 叶峰轻轻问道 叶峰哥哥 我感觉好多了 浑身又轻松了许多 白莲虚弱说道 不过声音中有着激动之意 那我就放心了 叶峰点点头 以白莲现在的情况来看 拔掉的钉子越多 身体情况会越来越好的 说不定到后面 连续把几枚钉子 也不成问题 你送你进空间戒指中 好好休息 叶峰说道 嗯 白莲轻轻闭上眼睛 虽然没有昏迷 却虚弱得很 急需睡觉恢复 叶峰将她送入了空间戒指中 开始收拾好东西 将凉席上的血迹擦拾干净 时间也不早了 本来白天就可以为白莲拔钉子 不过白天许晴在 连换膏药的机会都没有 叶峰走出了屋子 闭上眼睛 慢慢在果园中行走着 她可以细细感受到耳边的风 感受到大地 逐渐得 就算是不睁开眼睛 在她的感知中 似乎也能够描绘出周围的场景来 风的变化 大地的感应 好像给她一双额外的眼睛 这种感觉很奇妙 一般人的感知 只要依靠眼睛 耳朵 鼻子 皮肤之类 来接受外界信息 可现在 叶峰多了一种奇特的感知力 当然 这种感知力有局限 局限于对大地的感应 对风的感应 突然 叶峰猛然加速 闭着眼睛快速行走 大脑在快速分析 接受感应到的风 大地的信息 从而让她瞬间做出各种感应 能够避开树木 挡路的石头 土壳 到了最后 叶峰的速度快到极致 犹如撕裂了空气 拉出了一条白浪来 这是她感应到了风的脉路 沿着风的规矩前进 就能够大幅度消除风的阻力 增快自身速度 那白浪 就是风与身体的摩擦形成的 如果有那家舞蹈的高手见到 绝对会惊骇不已 要做到这种程度 就算是暗静舞者 都无法做到 只有更高级的画静舞者才行 好一会之后 叶峰终于停了下来 浑身舒畅无比 此刻 她发现自己 已经来到了山林的边缘 站在了围墙之上 正好处于一个颇高的地势 可以看到远处的 稀稀疏疏的灯火 在宁静的夜晚 显得格外的美轮美奂 远离繁华 过得宁静的乡村生活 其实也挺不错的 叶峰坐了下来 突然 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鸟叫声 从对面山坡传了过来 打破宁静的夜晚 是猫头鹰的叫声 在本地又将这种鸟 称之为苦丧鸟 是厄运与死亡的象征 只要猫头鹰叫过的地方 数日之内 必定会有人死去 不怕夜猫子叫 就怕夜猫子笑 科学的解释 猫头鹰对病入膏肓的人身上气息 非常敏感 总能够追寻这样的气息而来 叶峰眼力极好 就算是夜力 也能够勉强看到 对面的一棵大树树叉上 蹲着一头黑影 应该就是猫头鹰无疑 山下面就是梁伯家 梁伯中风好几年 听说最近又负中过 看样子去不久了 叶峰心中暗想 回到屋子外 叶峰开始排气提纲室 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 丹田气海这个点的晦气 已经排出了不少 再也以前那么凶险了 甚至叶峰隐隐有感觉 有一丝丝的气流 逐渐渗透过了这个点 看似不起眼的效果 却对叶峰的脏腑锻炼好处极大 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脏腑功能大增 伴随着一个臭屁放出 叶峰飞升而起 连忙冲入了屋子中 第二天一大早 叶峰给白莲换过药后 吃过早餐 然后给菜地里的蔬菜水果 浇了一次水 又为狗狗们 却因抱猫两条眼镜蛇 准备了食物 给养殖区的动物们 和土鸡们保食了一顿 因为这次将要出一趟远门 估计要个两三天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估计就没有人打理 而且叶峰也不放心让人打理 毕竟果园里的危险动物太多了 也因为如此 供应野香老鱼楼的野香老鱼 他都给了五天的量 就是为了防止事情耽搁了 这一次出门 自然是要赵梅的老家 给老弟叶海提亲了 除了叶峰 还有老爸叶根深 毕竟是婚姻大事 肯定得去一个长辈 以示重视 一切准备妥当 叶峰开着大众灰腾车 驶出了果园 先来到家里 老爸也已经准备妥当了 现在老爸看上去 跟以前有着翻天覆地变化 原本有些驼背的腰 已经挺得笔直了 虽然个子本来不高 只有一米六二的样子 不过跟以前那副老农样比起来 现在看上去精神多了 身体也开始发福 皮肤虽然依旧有黑 却明显非常健康 面色红润了许多 原本灰白的头发 也变得乌黑发亮 再加上穿着打扮的变化 老爸就更显惊气神了 疯子 一路上小心一点 觉得多打电话回来 老妈嘱咐道 老妈 放心吧 叶峰点点头 老爸上了车后 叶峰开车倒出了地平 从丰县到沙市 全程高速的话不到两个小时 当叶峰开着老弟 叶海锁购房子的小区 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 汗水一呈 这是叶海所住的小区的名字 叶峰开车来到地下停车厂入口 拿卡入场 老弟已经在等候了 在地下停车厂停好车子 两人下了车 跟着叶海来到电梯口 老爸 老哥 机票已经订好了 明天十点多 中午十二点就可以到 叶海边走边说道 从沙市去海省 肯定不能开车去 一千多公里 从沙市开到哪 估计人都疲劳了 而且也很危险 坐飞机去就方便多了 而且 老爸还没有坐过飞机 可以让他好好体验一下 说实在的 叶峰 叶海 还有赵梅三人 也没有同样没坐过 电梯上了七楼 叶海就带着叶根深 叶海两人 走到了一个门前 按了一下门铃 门就被打开了 只见赵梅穿着家居装 笑着将叶峰两人 迎进了屋子 屋子里 已经摆放好了家具 整体看上去挺文心的 赵梅已经泡好了茶 端了上来 老爸 这房子还不错吧 叶海得意道 一般般 没有家里宽敞 老爸却说道 叶海翻了一下白眼 哪能跟家里比 120平的房子 已经算大了 跟家里将近上千平的别墅 比起来 自然是差远了 由于是三室两厅的 所以叶峰跟老爸两人 各自住了一间房 吃过中饭 叶峰跟老爸说了一声 说是要出去一下 既然来了沙士 自然要去找一下李教授 将那几枚血红花种子交给他 叶峰开车出了汗水一城小区 朝着南大开车 几年后故地重游 叶峰心中有些感慨 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四年 有着太多的回忆 本以为自己不会再回到这里了 没想到在今日还是来到了这里 叶峰开着车子 行驶在校内的马路上 南大校内的绿化做得很好 风景秀丽 山水如画 由于现在是暑假期间 校内比较冷清 车子开过一片篮球场的时候 叶峰减缓了速度 没有往日的热火朝天的激烈对抗 只有寥寥几道身影 在无聊地丢着球 曾经自己就在这跟同学打着球 而他在一旁看着 虽然选择遗忘 却心中依旧有他的影子 叶峰突然生出一种惆怅来 校内的变化并不大 每到一个地方 叶峰都能够找到过去的回忆 路过图书馆的时候 叶峰发现 这里已经发生了大变样 原本的老旧图书馆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图书馆 大气宏伟 呈现出一种现代化的气息 叶峰将车子停在这里 走了下去 当初两人的恋情 就是在这里开始的 偶然间的一次相遇 偶然间的一次对话 让两人逐渐走到了一起 每天都来这里自习 看书 这里留下了太多的记忆 在新图书馆前 住足了半个小时后 叶峰回到车里 掉头朝着住宅小区开去 住宅小区就显得老旧许多 依稀在这里 可以看到南大的发展历史 斑驳的楼房墙壁 爬满了蔓藤 一棵棵苍净的大树 使得这小区里非常宁静 叶峰的车子 停到了第八栋楼房下 根据记忆 李教授就一直住在这里 叶峰走入楼梯间 这里是老式楼房 根本没有电梯的 楼梯也显得狭窄逼则 上了四楼 叶峰在一个珠红色的房盗门前 停了下来 然后用手敲了敲 很快 屋子里就有了动静 然后门被打开来 开门的是一个二十五六的少妇 穿着简单 却掩饰不了她的风姿绰约 浑身上下 透出一股成熟的风韵 不过 她的眉宇间 带着一抹化解不开的忧伤 她看到叶峰的时候 轻轻问道 请问 你有什么事吗 是李渊师姐吧 叶峰笑道 几年不见 李渊师姐变化挺大的 不过依旧还是这么漂亮 这么有知性气质 虽然叶峰跟李渊只见过几面 却对她的印象很深刻 你是 李渊睁着美眸 似乎有些疑问 我是叶峰 上次打过电话的 叶峰说道 哦 是你啊 你是来找我爸爸的吧 李渊对叶峰还有点印象 当初他爸硬是要去封县 拦都拦不住 李渊师姐 不准没请我进去坐坐 叶峰轻轻笑道 哦 不好意思 你进来吧 李渊脸颊飞红 也发现跟叶峰在门边说话 确实不太礼貌 当即说道 屋子里还是老样子 收拾得非常干净 李渊连忙给叶峰 倒了一杯白开水 李渊师姐 李教授不在吗 叶峰打量了一会儿问道 我爸他出去了 你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可以为你转告 李渊也在对面坐了下来 坐姿都给一种端庄贤淑质感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当初李教授 跟我说要几枚血红花的种子 所以这次我来杀氏 就顺便送过来 叶峰从包里拿出一个玻璃瓶子 放到了茶几上 李渊好奇地拿了起来 看着里面的血红花种子 好奇道 我爸对这花的研究 非常感兴趣 快到茶饭不思的地步了 如果他知道 你送来了种子 肯定会非常高兴的 就在这个时候 李渊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响了起来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李渊抱歉道 没事 叶峰笑道 拿起水杯喝了一口 什么 好好好 我马上来 李渊接听之后 脸色突然变得难看起来 急促地说了几句之后 他就挂了电话 李渊师姐 发生什么事情了 叶峰看到李渊神色的变化 连忙问道 我女儿突然在幼儿园发高烧 虽然想了办法 依旧退不下来 我得去一下幼儿园 李渊手忙脚乱地拿起包和手机 那你得赶紧去才行 叶峰点点头道 当即两人出了屋子 关好门之后 就匆匆下了楼 李渊说了一声抱歉 就直往小区外跑 叶峰眉头微皱 连忙开车追了上去 李渊师姐 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吧 叶峰开车追到李渊身边 头探出车窗外说道 啊 那麻烦你了 李渊想也不想 就上了车子 他自己的车子出了点问题 几天送去维修了 李渊的女儿就读的幼儿园 属于公立的 教学条件自然不错 车子开到幼儿园外的停车位上 一直处于交集中的李渊 就冲了下去 连包丢在车上都忘记了 叶峰连忙提上李渊的包 然后将车子关上 也连忙跟了进去 在幼儿园的医务室中 李渊抱着浑身无力的女儿 询问着医生 关于女儿的情况 宝姨妈妈 你女儿的情况不容乐观 高烧不退 而且 我发现她背部皮下有出血点 医生表情凝重地说道 那怎么办 李渊有些六神无主了 赶紧送去省儿童医院 不能耽搁了 医生说道 好 李渊连忙想抱起软绵绵的女儿 却身体呛了一下 只觉得浑身被抽了掉了力气一般 李渊师姐 我来帮你抱 叶峰连忙上前说道 谢谢 李渊是真的没力气了 听到医生的话 他就知道 女儿的情况很严重 只怕不是一般的病 叶峰抱着李渊的女儿 曾宝姨往外走 李渊就在后面跟着 跑到车子面前 将车子打开 叶峰让李渊抱着女儿坐在后面 然后就跑到另一边 坐上驾驶室 启动了车子 朝着省儿童医院而去 由于省儿童医院在沙市的另一个区 足足开了二十多分钟 才到了省儿童医院 叶峰停好车 就又抱着李渊女儿 朝着儿童急诊科跑去 半个小时之后 一个中年男医生 从急救室中走了出来 询问道 你们就是病人曾宝姨的父母吧 我是他的妈妈 我女儿怎么样了 李渊急忙起身问道 在告诉你们情况之前 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冷静 中年男医生说道 李渊心中一沉 身体摇晃 叶峰连忙扶住了他 根据血肠规的检验 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急性白血病 不过具体类型 必须进行更详细的检测才行 所以你们 必须马上将病人转到血液科 中年医生说道 李渊眼前一黑 差点没哭了出来 这个消息好像晴天霹雳一般 让他原本就够脆弱的心 彻底崩溃掉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李渊推开叶峰 跌跌撞撞的冲进了急救室 你是病人的父亲吧 一定要保持情绪冷静 毕竟小孩的情况不容乐观 还有很事情等着你们去承受 中年医生说道 叶峰心情也很沉重 点点头 没有说出自己不是孩子的父亲 说这些也没什么意思 现在当务之急的 就是将曾宝仪送到血液科去 在叶峰的帮助下 李渊虽然精神近乎崩溃 不过还是为女儿安排了入院手续 本来叶峰询问李渊 怎么不给他丈夫打电话 才知道 他丈夫去年就已经车祸过世了 叶峰心中暗叹 真是一个悲惨的女人 丈夫车祸去世 现在女儿又得了这种病 就在曾宝仪入住到病房之后不久 李渊的父亲李教授 也终于急急忙忙赶来了 除此以外 李教授的儿子 还有李渊婆家的人 也先后赶到了 叶峰没有多呆 跟李教授说了几句 就默默地离开了 经历了曾宝仪的事情 叶峰的心情变得糟糕起来 回到老弟叶海的住处 老爸三人正坐在客厅看电视 巨大的液晶显示器上 正放着正在热播的花千古 叶峰没心情看 跟他们说了几句 就直接回到房间里 躺在床上 想着事情 感觉很烦躁 平静不下来 其实 我能够帮上忙 如果用生命之泥的话 或许可以让曾宝仪好起来的 叶峰双手揉了揉脸 随即苦笑一声 他根本不敢拿出来 毕竟把生命之泥 当成什么秘质膏药 解毒蛇药之类 可以糊弄过去 真要是治好了白血病 那就真的是天大的奇迹 一旦传出去 就是天大的麻烦 只是 看到那张稚嫩的脸庞 就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 原本他是可以快快乐乐的 在学校里玩耍学习成长 叶峰心中总有种不忍 不管了 等到从海省回来再说 如果曾宝仪的治疗情况良好的话 如果不好的话 就再说吧 叶峰摇了摇头 然后精神意识进入了空间戒指中 第二天早上 叶峰站在阳台上 先给李源打来的电话 询问一下他女儿的情况 他的声音很憔悴 根据他的说法 女儿刚刚坐完骨髓穿刺 具体的治疗方案 还得等结果出来才行 安慰了几句 叶峰就挂了电话 调整了一下心情 叶峰回到了大厅中 老爸三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由于是十点多钟的飞机 必须提前一个小时到 再加上从这里到机场的时间 所以必须提前两个小时出发才行 去机场就只开了叶峰的大众灰腾 四人上了车 就开车出了地下停车场 四十分钟后 叶峰就开车到了沙市的黄花菜机场 他把车子停到了专门的停车场上 在这里可是停车过夜的 按时收费 比起其他地方肯定要跪不少 不过叶峰也不在意 几人由于是第一次坐飞机 所以来之前就查过了登机流程 机场后机楼 巨大的显示屏上 正是实时播放着航班的信息 那边 我们所坐的航班在那边的柜台 老弟叶海突然说道 四人提着行李连忙走了过去 由于现在都是电子机票 所以四人拿着身份证 就能够办理登机牌和托运行李 把身份证都给我 我去办理登机牌 叶海心冲冲到 接过身份证之后 叶海就连忙跑了过去 很快 登机牌和行李托运 很快就办好了 接下来就只等着登机了 这是一个很令人期待的等待过程 登机之前 叶峰接到了许晴的电话 他早就知道 叶峰要出远门 两人聊了一会儿 才挂掉电话 半个多小时后 登机终于开始了 由于飞机就停在航站楼 所以不需要坐百度车 很快就到了停放的飞机下 哇 好大的飞机啊 叶海很是兴奋的 虽然都看过飞机 但是那只是隔得老远 或者是看到飞机在天上飞 至于这么近距离看 还真是第一次 真是土包子 不就是坐飞机 有这么大呼小叫的 不远处传来一个嘀咕声 那鼻的眼神 让叶海摸了一下鼻子 样样不已 好了 淡定一点 上飞机吧 叶峰笑着 对老弟叶海道 去 以为多坐几次飞机 就了不起啊 谁没有第一次 叶海嚷嚷了几句道 四人上了飞机 由于买票的时候 刚好是相邻的 分别是经济舱的4C 4D 4E 4F 叶峰是4C 刚好跟叶海三人是隔开的 他坐下后没多久 又一个人在旁边坐了下来 咦 叶峰 旁边响起一个略显迟疑的声音 叶峰转头看去 不由的惊讶到 王武军 是你啊 这是一个下巴留着胡子的青年 看上去很有型 眼神带点忧郁 跟叶峰以前是同事 曾经童年进入公司的 只不过坐了一年就辞职了 两人关系还算不错 不过时间一长 也就没有联系了 真是巧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 对了 叶峰 你也是去山亚旅游吗 一个人还是跟其他人 王武军很高兴到 毕竟遇到了熟人 心情自然不错 也不算是旅游 跟我的家人 叶峰说道 你呢 怎么有时间去旅游 还在原来的公司上班吗 跳槽了 那公司就那样 不过跟你说对了 哥们还真是去旅游的 不过不是自费 而是公司组织的 福利不错吧 一年一次 看到没 那边十几个 都是我公司同事 王武军笑道 呵呵 美女不少啊 叶峰看了一眼 笑道 十几个人中 竟然有大半是女的 现在正在打打闹闹的 看到那边倒数第二枚 感觉怎么样 王武军色咪咪道 是你女朋友 叶峰看了一眼 很正点 颜值不错 在那群女孩子中 绝对是上乘的 不是 不过 我准备这次旅游中下手追 王武军黑黑笑道 那就你马到成功啊 叶峰笑道 叶峰 你现在在做什么 不会还在经营什么果园吧 王武军好奇问道 你还真说对了 我现在是货真驾驶的果园主 叶峰笑道 你强 王武军翘起了大拇指 这个时候 广播里响起来即将起飞的通知 让所有旅客关掉手机等通讯工具 叶峰拿出手机 看了一下时间 当即按下了关机键 两人聊着的时候 突然飞机猛然一震 叶峰知道飞机已经准备起飞了 一分多钟后 叶峰敏锐感觉身体猛然一轻 就好像处于一种失重的状态 他早就上网查过飞机起飞的情况 这种状态估计还要持续几分钟 直到飞机拉平飞行为止 不过叶峰身体强横 倒也没觉得什么 如果是不适应的人 就会觉得非常难受 几分钟后 飞机就恢复了正常 这时 飞机的广播又响了起来 主要是介绍飞机的路线 经过的地方 还有飞机的型号性能等等情况 奶奶的 虽然不是第一次坐飞机 还是挺讨厌这种感觉 王武军甩了甩头 脸色不太好看 你晕机 叶峰惊讶到 有点点 王武军无奈说道 来吃个李子吧 这是我果园里出产的 叶峰从随便带的包里 拿出一个李子来 呵呵 既然是你果园里出产的 我还真要尝尝 王武军接过来 看着个头不小的李子 很是惊讶 咬一口 没有想象中的酸 反而清甜可口 比想象中要好吃的多 嗯 味道真不错 看来你这果园经营的不错 如果李子都有这么好吃 我可以肯定 你的果园肯定有前途 王武军边吃边说 觉得晕机的状态也好多了 他原本对叶峰经营果园不以为然 不过吃过李子之后 就立马发生了改变 两个小时后 飞机顺利得降落在山亚的凤凰机场 由于王武军是跟同事一起行动 所以下了飞机之后 叶峰就跟他分开了 不过相互留下了电话 山亚到了 这里好像也不是太热啊 跟沙士差不多 叶海说道 只是当然了 这里靠近海边 有海风吹过 赵梅说道 小梅 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了 该怎么走 就看你的了 叶峰笑道 我家就住在崖山区 靠海边 你们肯定会喜欢的 赵梅说道 当即 四人领了行李之后 就出了机场 招了一辆出租车 朝着崖山区而去 虽然有长途汽车 不过也不方便 坐出租车就能够直打 反正也不缺这个钱 四位是来旅游的吧 开出租的司机 边开车边问道 他的普通话中带点方言 不过还是能够听懂的 师父 我可是本地人哦 赵梅用方言说道 这种旅游地方 出租宰客是常有的 哦 怪不得我觉得 你的口音 有点像本地的 那司机善笑一声 本来还想 宰叶峰四人一刀 现在看来是没办法了 开了一个多小时 到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出租车终于开到了 赵梅家所在的镇上 与其说镇子 还不如说是一个大村落 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 叶峰对山亚的第一印象就是 到处是椰子树 高高的椰子树 树干笔直 上面结满了大大小小的椰子 进入这镇子后 椰子树就更密集了 家家户户门前门后 都有椰子树 出租车在镇外的一处 带院子的民房外停了下来 由于处于海岸线上 常年有海风吹拂 所以房子都建在被封的地方 而且地势较高 这样的话 就算是有海潮一类 也不会沿到房屋 数了钱之后 叶峰四人就提着大包小包 朝着民房走去 早在来之前 叶峰就了解到了赵梅家的情况 她是老大 还有一个妹妹 她父母都希望 女儿能找个入赘女婿 这样好继承家业 自然而言 对于女儿外嫁 很是排斥 当然 这次叶峰四人来 赵梅已经跟她父母打个招呼了 也将买房子 买车子的事情都提前说了 她父母这才答应 叶峰的家人过来看看 当叶峰四人走入院子的时候 发现院子里 已经聚集了不下二十人了 好大的阵势啊 这么多人 当然不是爱打家斗 摇旗呐喊 押阵诸威的 赵梅的三姑六婆 亲戚朋友 左邻右舍 知道赵梅的男朋友家人要来提亲 就纷纷来看热闹 瞧稀奇 想看看从没有见过的赵家准女婿 长啥样子 准女婿的家人 又是什么来头 虽然南省跟海省相隔一千多公里 不过国人或者说人类这种生物 天生就喜欢凑热闹 赵梅来叶峰家的时候 还不是经常有人来串门 想看看叶海女友长的啥样子 赵梅的父亲皮肤有黑 跟以前的老爸有的一比 个子也不高 不过整个人有种惊悍质感 一点也不行了 赵梅的母亲 却皮肤白皙的多 身体微服 看她身上 依稀可以看到赵梅的影子 至于赵梅的妹妹才十五岁 却出落的大方 估计成年之后 比赵梅长的还要标志 总的来说赵梅的家境 比以前的叶峰家好多了 在众多赵家亲戚邻居的目光下 叶峰一家子 算是跟赵梅一家子 第一次见面了 还好 赵梅父母还算客气 招待也很热情 由于叶峰四人一路过来的时候 没有吃中饭 赵梅父母早已经准备了 还有亲戚朋友帮忙 所以做得非常丰盛 还有好几扬海鲜 由于镇子靠近海边 这海鲜自然是少不了的美食 这里的口味偏向于清淡 对于吃惯了重口味的叶峰等人来说 还是不太合胃口 当然 那几扬海鲜例外 成了重点对付对象 吃过饭 也终于要进入重点了 那些亲戚朋友 也不是白来的 当然 商议的时候 就只有叶峰一家和赵梅一家了 至于那些亲戚朋友 就在外面等待着 这也是本地的一个风俗 谈婚论嫁 都是这样进行的 倒是叶峰几人出来乍道 对这里的习俗有些不太适应 叶老哥 兄弟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 你们能来 就代表有诚意 所以我也就开门见山跟你说一下 我家小梅才大三 毕业都还要两年 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 婚事肯定不能结的 赵梅的父亲赵国珍说道 叶峰老爸急了 不能结婚 那来做什么 正要说话 赵梅老爸赵国珍 与峰一转道 叶老哥 你别急 我还没有说完 虽然暂时不能结婚 不过可以先领证 把孩子生下来 结婚的事情 可以毕业后再说 叶根深这才松了一口气 赵梅的妈妈提醒了一句道 虽然小妹跟叶海暂时不结婚 其他方面是少不了的 他没有明说 其他方面是什么 老爸还有叶峰叶海三人 却心知肚明 这个是当然 所有东西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老爸知道这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当即 他让叶峰将一个行李包拿了过来 就摆在了赵梅父母面前 说实在的 连赵梅也不知道 这次的聘礼是什么 所以也有些期待 叶海也不知道 这行李包中有什么 所有一切都是 叶峰和老爸老妈过手的 叶老哥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我让亲戚朋友渐渐喜 赵国珍提起了行李包 对叶峰老爸说道 赵梅的母亲和妹妹 也跟着出去 对于赵梅父母的举动 叶峰一家子有些奇怪 赵梅却羞涩地解释道 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 提亲的人将聘礼送来的时候 是不能由自家私下开启 而要经过亲戚朋友的见证 也就是见喜 关于山亚这边的礼经情况 赵梅早就跟他们说了 没什么限定 轻一点的一两万也有 重的七八万 不像其他地方 没有个十几万 乃至几十万 根本拿不出手 而且这里的礼经 女方是不收的 最后还是家重 打发给结婚的新人 以作为建立新家的喜经 礼经的多少 关系到女方的颜面 也关系新人的喜经多少 礼经多 女方家重打发的也多 总而言之 各地有各地的习俗 如果是叶峰家这边 女方是要将礼经全盘收掉 最多打发一部分 而且通常是买些家具床上用品 电器之类 如果是胃口大一点的女方 可能连购买之物 也要男方掏钱 屋外大堂里 赵梅家的亲戚朋友 都已经等不及了 都想知道 叶峰家给的聘礼是什么样的 就在这个时候 赵梅的家人也终于出来了 出来了 出来了 聘礼肯定在那个行李包中 看样子 分量挺重的 不过我觉得 这叶海一家子 好像也就一般般吧 赵国珍不是说 男方家已经给赵梅他们 在沙市买了房子 还买了车子 反正我们没有见到食物 嘴上说说 还是要看着聘礼的情况 这也是 先看看聘礼再说 赵梅家的亲戚朋友都议论着 看着赵梅父母出来 顿时就纷纷看了过去 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二弟 今天可得让我们见见大喜啊 赵国珍的大哥赵国明笑道 别啰嗦 赶紧打开吧 赵国珍的妹妹赵玉珍笑道 好了 那我就请大伙见证一下吧 赵国珍将行李包放在桌子上 周围围着一圈亲戚 看他紧张的样子 就好像是玩游戏 开启宝箱一般 不只是他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如此 在行李包没有开启之前 谁都在期待着里面有什么东西 伴随着拉链的声音 赵国珍慢慢将行李包打了开来 里面的东西 被一张黏着大喜字的红纸覆盖着 将红纸拿开 终于露出了里面的东西来 不少人一下子就惊呆住了 除了三个贴着喜字的盒子之外 最显眼的 还属那一踏踏 用红纸条扎着的百元大钞 我来清点一下 赵国珍强忍着心中的激动 连忙将那一踏踏红钞票拿了起来 一 二 三十八 赵国珍清点之后 深吸一口气 宣布到 现金 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仅仅这现金 就已经让他非常满意 就算是在本地 这样的礼金也是够分量了 赵家的亲戚朋友们 也都露出了笑容 这边是金银珠宝首饰盒子 赵国珍看向一个盒子上 贴着红纸上 写着的几个毛笔字 他连忙将盒子打开来 顿时露出了里面的八个小盒子 金项链 金耳环 金戒指 金手镯 钻石项链 钻石耳环 钻石戒指 玉手镯 哇 不错呀 竟然有两套首饰 一套黄金的 一套钻石玉器的 在一一打开那些盒子之后 在场的人都是叹为官职了 仅凭这些首饰 在价值上比那些现金更高了 他们对另外两个盒子 就更为好奇了 打开之后 他们才发现 其中一个放着新房子的合同 由于房子购买 房产证起码要一两年 才能够到手的 另一个盒子中放着的 自然就是宝马车子的购车合同了 国真嫂子 真是恭喜啊 你家小妹可算是 找了一个好人家 这聘礼分量可真够重 一位街坊邻居 很是羡慕到 他女儿去年才结的婚 那聘礼跟这可远远没得比啊 是啊 房子有了 车子有了 而且还是宝马 还能说什么呢 你那亲家 可真是够诚意 有人开始将叶峰老爸 都称之为赵家的亲家了 很显然 他们是认可了叶海这个准女婿 认可叶家这门亲戚了 赵梅老妈眉开眼笑起来 谁不希望自己女儿出嫁 分量重一点 如果说一开始未婚怀孕 还不能结婚 只能领证生子 他还满肚子怨言 毕竟这对他赵家的声誉有些影响 不过现在就完全改变了 这样的聘礼 给足了自家颜面 这么说来 诸位亲戚朋友 算是认可了 赵国珍笑道 认可了 这还不认可 怎么才能够认可 诸多赵家亲戚朋友 全都没有意义 那就好 不过诸位亲戚朋友 我话可说在前头 我家女儿这婚事暂时不能结 得等他们毕业之后再说 所以啊 这洗礼就暂时不能给了 还请多担待啊 赵国珍说道 这个好说 等个两三年再吃喜酒 不一样吗 赵家的亲戚朋友们 都很通情达理 大学没毕业 这婚礼暂时不能办 他们当然得理解 接着 赵梅父母将叶峰一家子 从房里请出来 跟亲戚朋友们见面 算是正式认可了叶峰家这门亲戚 两家相互也以亲家来称呼了 在赵梅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 叶峰和老爸就动身回去 至于赵梅叶海两人 自然要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 本来 叶峰想带老爸在山亚好好旅游一下 不过老爸不愿意 说是老妈不在 他一个人在外事在不太习惯 对此 叶峰也只能随他的意了 不过已经决定 以后每年就多带老爸老妈他们出来旅游 啥事 婶儿童医院 血液科单人病房之中 医生 求求你救救我女儿 李源已经极度憔悴 虽然女儿确诊为白血病 才两天时间 她所经受的精神煎熬 让她处于崩溃的边缘 一个白发老者医生进来之后 李源就苦苦哀求起来 到现在为止 她女儿曾保医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高烧不退不说 陷入了昏迷中 袁医生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 李教授似乎也苍老了许多 神情疲倦 看着女儿的样子 心疼不已 她知道 女儿已经接受不起更大的打击 当即对近来的白发老者医生说道 这袁医生是治疗少儿白血病方面的资深专家 堪称儿童医院血液科的一块金字招牌 李教授也是通过关系 才让袁医生负责他外孙女的治疗 李教授 你跟我来一下 袁医生点点头说道 李源想跟过去 他哥哥拦住了 在隔壁的房间里 李教授 病人的病情进展太迅猛了 虽然已经确诊了什么类型的白血病 不过根据我的经验 化疗是真的没有必要做了 袁医生斟酌了一下说道 作为见惯了生死的老医生 他显得很平静 不过落到李教授的耳中 却让他浑身一颤 他知道袁医生的话代表了什么 根本就是盼了他外孙女的死刑 他还有多久 李教授苦涩问道 以现在的病情来看 也就三五天的时间 袁医生说道 同样的急性白血病 在不同的病人身上 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有的发展慢 经过化疗可以延长生命 如果再进行骨髓移植的话 长期生存的几率很高 甚至有一定几率痊愈 不过也有少数发展迅猛 还没有治疗的时候 就已经来不及了 曾宝仪就是这种情况 袁医生说完之后就离开 留下李教授脸色变化莫测 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是唯一救活我宝宝的办法 不管有什么后果 我一定要试一试 想到这里 他走了出去 什么 爸 让宝宝出院 这怎么行 李教授的儿子李奇 听到父亲的决定 失声道 刚才袁医生将父亲叫进去 他就知道可能是什么情况 此刻他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看到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外甥女 他的心也揪了起来 爸 宝宝他 李源已经失声苦了起来 圆圆 你听着 还有一个办法 说不定可以救宝宝的命 李教授看到李源几乎崩溃的样子 突然沉声说道 爸 有什么办法 李源紧紧抓着父亲的手 就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他的儿子李奇也满脸疑惑 圆圆 你可还记得血红花 血红花号称可以活死人肉白骨 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李教授说道 血红花 我记得 这一次 那个叶峰就送了几粒血红花的种子 爸 说的是真的 李源抹了一把眼泪 欣喜若狂道 上次我回来的时候 带了几朵血红花 如果让宝宝吃了 那么他就有活下来的机会 不过 根据点击中记载 血红花的药力太过于霸道 必须有中和之物 炼制成丹药 这个 我们是没有办法 服用血红花之后 宝宝会出现什么情况 谁也无法预料 这是唯一的希望 我们必须试一试 李教授说道 好好好 只要有一丝机会 就一定要试一试 李源连连点头道 虽然觉得 父亲的所说的血红花 太过于玄幻 很不靠谱 不过李奇还是没有开口 他知道这是外甥女的唯一希望 同时也是妹妹的最后希望 无论有没有用 也要试一试 接下来 李源一家子 连忙办好了 曾宝仪的出院手续 就带着昏迷不醒的曾宝仪 回到了家 此时此刻 叶峰跟老爸叶根深 已经开着大众灰腾 回到了家 新屋里 老妈已经给两人 倒上了可口的果汁 听着老爸 兔沫横飞地 讲着在赵梅家的事情 老妈听得津津有味 老爸老妈 我先回去了 叶峰坐了一会儿说道 去吧 老妈没在意 注意力都在老爸身上 叶峰笑了笑 走了出去 开着车子回到了果园 那几十头猛犬荼狗 还有豹猫雀音 见到叶峰回来 那个兴奋 直往他身上扑 跟他们玩耍了一会儿 叶峰却想起了曾宝仪的事情 当下拿出了手机 给李源拨了过去 李教授的家中 李源兄妹 已经将曾宝仪带回了家 而李教授 却去了学校实验室 因为那几朵血红花的标本 就储存在实验室中 只有特殊的储存方式 才能够保存血红花的药性 否则的话 直接暴露在空气下的血红花 就会要消大失 房间里 李源坐在床上 抱着处于昏迷中的女儿 曾宝仪的脸色很苍白 偶尔会发出难受的声音 宝宝 妈妈一定会救你的 李源将女儿抱得紧紧的 她已经失去了丈夫 不想连女儿也失去了 李奇坐在椅子上 垂着头 似乎不忍看到这一幕 就在这个时候 放在旁边椅子上的 李源的包中 传来了手机响的声音 不过李源根本没有反应 她的心思全在女儿身上了 李奇眉头微皱 现在心情不好 真不想接电话 不过她 还是起身将包打开 拿出手机 看到上面的名字 迟疑了片刻 按下了接听键 喂 是哪位 李奇问道 电话另一边的 叶峰有些奇怪 接听的怎么变成陌生男婴了 你好 我是叶峰 请问李源师姐在吗 叶峰的声音 从手机中传出来 叶峰 是你啊 我妹妹她现在 恐怕不方便接电话 李奇在医院里见过叶峰 所以还有些印象 当初就是叶峰 将她妹妹和外甥女 送到医院的 哦 原来是齐哥 现在宝宝的情况怎么样了 叶峰听了李奇的称呼 就知道是谁 当即问道 我们已经出院了 李奇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出院了 叶峰先是一愣 旋即反应过来 出院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好了 二 就是没救了 以曾宝仪的情况 自然不可能是第一种了 这让叶峰整颗心都揪了起来 正当叶峰还要询问的时候 李奇看到父亲回来了 当即也顾不得说话 匆匆说了一句 有事情就挂了电话 电话 他另一段的叶峰看着发出嘟嘟嘟声音的手机 凝色许久 突然 他将手机收了起来 然后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连忙走向停在不远处的大众灰腾车 掉头之后 就直接朝着沙士开去 爸 你回来了 李奇看到父亲回来 连忙将手机丢到桌子上 爸 东西拿回来了没 一直抱着女儿的李源回过神来 眼眸中带着希望之光 带回来了 李教授拿出一个皮箱子 这是用来专门放置在低温储存箱的 他将皮箱子放置在桌子上 打了开来 露出了两个透明玻璃瓶 里面就放置着两朵鲜红乳血的血红花 依旧看上去很新鲜 就好像是刚刚采摘下来的 拿一个瓷碗一个瓷勺来 李教授对李奇说道 好了 李奇连忙跑进了厨房 拿出了一个瓷碗一个瓷勺 李教授戴上手套 从玻璃瓶中拿出一朵血红花 然后放入瓷碗中 开始用瓷勺捣碎了 再拿一杯温开水 李教授头也不太说道 李奇连忙用一次性杯子 倒了一杯温开水 李教授往瓷碗中倒了一点温开水 然后搅拌起来 形成一种稠密的血汁 圆圆 把宝宝的嘴捏开 我来喂他 李教授用瓷勺咬了一勺血汁 对李源说道 好 李源连忙照做 虽然曾宝仪处于昏迷中 不过还是拥有意识 直到吞咽 喂了两勺之后 李教授看着剩下的血汁 咬咬牙 又全部喂给了外孙女 喂完之后 李教授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说道 能不能成 就看宝宝的造化了 一定成的 一定成的 李源口中念念有词 将女儿紧紧抱着 好烫 宝宝好烫啊 过了一会儿 李源发现自己抱着的女儿 好像成了火炉一般 变得越来越烫起来 爸 你看 宝宝全身变成红色了 李奇突然吃惊道 李教授紧紧盯着外孙女 只见此刻的曾宝仪 面部 紧箔 手上等露出的部位 犹如燃血一般 通红无比 李源不得不松开女儿 因为曾宝宜的身体太烫了 爸 宝宝不会有事吧 李源看到女儿难受的样子 声音颤抖道 不知道 谁也没有不知道 血红花对人体的反应 我所知的 也仅仅是点击上查到的 李教授也很紧张 这可关系到他外孙女的生命 妈妈 我好难受啊 突然 一直处于昏迷中的曾宝仪 发出虚弱的声音 似乎努力想睁开眼睛一般 宝宝 妈妈在这里 妈妈在这里 李源连忙又抱住女儿 妈妈 我难受 曾宝仪口中发出喃喃之音 身体扭动着 身体皮肤越来越红 突然间 李源发出手上湿淋淋的 拿手上一看 竟然是鲜血 血 怎么全是血 李奇吃惊道 宝宝 你怎么了 李源看到女儿身上渗透出了鲜血 也彻底慌神了 别急 应该是血红花发挥作用了 李教授沉声说道 曾宝仪身上渗出了鲜血越来越多 染红了衣服 染红了席子 看上去触目惊心 李教授虽然也担心 却一筹莫展 只能就这么看着 宝宝 宝宝 你回答妈妈 李源却发现女儿原本的声音 也越来越虚弱 最后彻底听不到了 如果不知道她的嘴唇还在动 都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意识 好一会儿之后 曾宝仪似乎又陷入了昏迷中 不过 她身上没有再伸出鲜血了 原原 敢请给宝宝洗一下 李教授连忙说道 当即 李源手忙脚乱的抱着女儿 跑着往洗手间里跑 李奇也连忙跟了上去 十几分钟后 房间里床上席子被单 已经全部换掉了 清洗过的曾宝仪 穿着一身睡衣睡在床上 李源在旁边守着她 跟原来曾宝仪难受的样子比起来 虽然此刻脸色苍白如指 一副湿血过多的样子 却看上去安详多了 爸 要不要去医院 刚才宝宝出了这么多血 必须输血才行 李奇问道 先不急 看看情况 李教授摇摇头 一旦血红花没有发挥了作用 那么去不去医院 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发挥了作用 去医院同样没有什么意义 反而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叶峰驱车来到南大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 再次来到李教授锁住房子的门外 叶峰深吸一口气 虽然做出了决定 他依旧有种心思的感觉 咚咚咚 李教授三人一直坐在房间中 连中饭也没有吃 也没心思吃 突然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李奇走了出去 打开门一看 有些惊讶道 叶峰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宝宝 叶峰说道 进来吧 李奇点点头道 叶峰的到来 李教授颇为惊讶 至于李源的注意力都在女儿身上 叶峰还没有开口询问 李教授对叶峰说道 叶峰 你跟我来一下 叶峰虽然疑惑 不过还是跟着李教授走出了房间 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李教授他们脸上并没有出现 跟他想象中的悲伤痛苦 反而有种莫名的期待 这是他之前没有想到的 如果不是 他现在精神意识敏感无比 还真察觉不到 叶峰 你可知道血红花的功效 李教授直接明说了 毕竟叶峰早就知道血红花的事情 手上还有一株血红花树 所以将曾宝宜吃了血红花的事情 告诉叶峰也没什么问题 嗯 上次还是李教授你跟我说的 叶峰点点头 有些奇怪 突然生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念头 玄机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 李教授 难道你要给宝宝吃血红花 血红花拥有活死人肉白骨的奇效 激发人体潜力 这在银环蛇和猛犬身上得到了一些验证 不是要给他吃 而是已经给他吃了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 医生已经做出了放弃治疗的决定 说宝宝最多三五天的时间了 李教授苦涩道 那效果怎么样 叶峰眼珠子都瞪圆了 没想到李教授如此大胆 真的让曾宝宜吃血红花 毕竟这东西 药力太过于霸道了 而且也不好控制分量 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稳定多了 不过到底是什么情况 并不太清楚 只知道在药力发挥的时候 宝宝身上出了很多血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种换血现象 排除掉病态旧血 换上心血 李教授斟酌着说道 换血 叶峰听了之后 眉头皱了起来 他当然知道 换血是怎么一回事 明镜五道炼骨完成之后 就要换血 使得骨髓发生蜕变 造血功能更加强大 如果宝宝身上的换血 也是这种情况 就意味着他患病的骨髓细胞 已经开始被血红花的药力 修复强化 真要是这样 血红花的药效 就真的太神奇了 连堪称绝症的白血病 也能够治好 李教授 我们必须去医院 检查一下宝宝的身体情况才行 叶峰想了想说道 不行 宝宝的情况突然发生好转 这会有麻烦的 李教授摇摇头道 李教授 我们可以不去儿童医院 去其他医院 甚至去其他城市 其他医院总不可能不知道吧 叶峰说道 哦 还真是 看来我也是急糊涂了 李教授觉得 叶峰说得很有理 毕竟只有经过科学检查 才能够准确知道 血红花在宝宝身上 到底发挥了多大的效果 当即 李教授连忙进入房子里 李奇听到李教授决定带宝宝去检查 当即说道 我早就说了 要检查的 你可没说去其他医院 李教授冷哼一声 李奇也不敢跟父亲辩驳 只是小声嘀咕了几句 于是 几人连忙抱着曾宝宝下了楼 驱车朝着南亚复义医院而去 急诊科 李源 李教授 李奇 叶峰四人 正在等待着检查的结果 过了一会儿 一个医生走了出来说道 你们是曾宝宝的家人吧 你们是怎么搞的 他现在处于重度贫血状态 急需输血才行 医生 我爱孙女的血肠规中 就没有其他情况 比如说白细胞过多 血小板减少 李教授连忙问道 那医院有些惊恶 没有听明白 我们去过一个小医院检查 说是检查到我外孙女的血肠规不正常 白细胞超标 血小板过低 怀疑是 李教授解释道 小医院而已 不能随便信 很可能出错的 曾宝宝的白细胞 只是稍微超出一点点 应该没什么问题 书写就行了 这医生笑了起来 白血病的症状中 确实有贫血 白细胞和血小板的改变 不过都要从整体去考虑 现在曾宝宜的情况 只是重度贫血而已 李教授听到医生的说法 脸上露出了一抹惊喜之色 李源更是喜极而泣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 由于曾宝宜贫血严重 还是必须入院治疗才行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病房里 曾宝宜正在书写中 李源就在一边陪着 爸 没想到这血红花 真有这么神奇 连宝宝的病都能够治好 如果能够将血红花 大规模培植出来 岂不是就可以研制出 完全治愈白血病的药来 在另一边的休息室中 李奇叶峰 李教授三人坐着闲聊 李奇眼睛发亮道 他是开公司的人 颇有身价 知道这血红花中 蕴含的巨大商机 你就想也别想 血红花乃是灭绝的植物 想要大规模培植 实在太困难了 李教授摇摇头道 不试一试 怎么知道不行 以现在的科技条件 再加上你的专业水平 难道就不能模拟出 血红花的生长条件吗 而且 叶峰不是给了你几粒种子 完全可以试一试 爸 现在宝宝的情况 你也看到了 他能够活下来 就是靠的血红花 这世上 还有多少跟宝宝一样 得了这病的人 他们呢 就不一定有宝宝这样的好运了 李奇尝试说服李教授 李教授沉默了下来 他何尝不知道 不过 血红花的生长环境 很难模拟出来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对比 虽然在叶峰经营的果园中 他检测过那株血红花树周围的 土壤空气等等环境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叶峰 这血红花是你弄到的 你肯定能够帮得上忙 如果我们 能够真正 大规模地培育出血红花树来 那绝对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李奇转迫切得看着叶峰 他知道 叶峰手上 就有一株血红花树 李教授 我觉得奇哥说的对 就算是只有万分之一的成功机会 我们也必须试一试 叶峰自然有自己的想法 掌握了生命之泥 大规模培植出血红花 只是时间问题 一开始 他对血红花并不重视 毕竟拥有生命之泥 不过经过这一件事情 让他意识到了血红花的神奇 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 他自然不能错过了 有了李教授 这样的植物专家 大规模培植出血红花 也就有了理由 毕竟由他自己大规模培植出血红花 实在有些牵强附会 他要借用李教授这块招牌打掩护 修改版 次数减少了 抱歉 培植血红花的事情 必须从长记忆 现在众人关心的 还是曾宝仪的病情 虽说检查没有事情了 只是重度贫血 不过 李教授一家还是不太放心 必须密切观察才行 反正也没他什么事了 待到九点多钟 叶峰就准备开车返回 回到果园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十分了 房间里 叶峰已经将白莲 从空间戒指中放了出来 让他躺在床上看书 这几天 白莲一直待在空间戒指中 可算是闷坏了 虽然叶峰在叶海家 还有赵梅家 白莲出来过两次 换了膏药 却也只是短短一两分钟的时间 叶峰哥哥 出来的感觉真好 白莲轻轻说道 他语气中 带着一种强烈的喜意 等到你背上的钉子全拔了 我就给你安排一个身份 这样的话 就能够在外面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叶峰说道 叶峰哥哥 可我想跟你在一起 白莲撅着小嘴 眼睛满是单纯 他怕有了身份之后 就不能跟叶峰在一起 毕竟叶峰有女朋友 有家人 他又不能让叶峰的女朋友 和家人知道 这样一来 他就不能经常陪在叶峰身边 傻丫头 难道你想天天待在空间戒指中不成 叶峰笑道 而且 就算是在外面 我们也会有时间见面的 叶峰哥哥 许清姐姐是你的女朋友 就能够光明正大地跟你在一起 那我能不能也当你女朋友 这样不就可以在一起了 白莲还是单纯的很 虽然知道女朋友的一些意义 却还是有点小孩子的想法 傻丫头 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女朋友 知道吗 叶峰笑道 如果在一开始 他对白莲还有一丝坏想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长时间的相处 他对白莲 有种像妹妹一般的呵护之感 从说一句话 认识第一个字开始 他陪伴着她的成长 从生活的一点一滴 都充满了一种温馨 让她生不出 不敢生出任何其他的念想 怎么会呢 我看过这本书 不是说 男人都可以拥有三妻四妾的吗 白莲从旁边的书堆里 找出了一本三国演义来 你看 这个刘备 她就好几个夫人 白莲还直接翻到了某一页 指着某一段话说道 叶峰只能苦笑不已 然后解释说道 那是古代的时候 现在我们国家实行的 一夫一妻制 哦 白莲的语气中 充满了一种淡淡的失落情绪 陪着白莲说了一会儿话 叶峰就出去练习排气提刚式 这个呼吸吐纳之法 越是锻炼 叶峰就越是感觉到 对身体的好处之大 难以想象 进步显著 如果说她以前憋气的话 最多三五分钟 可现在她发现 就算是闭气十分钟以上的事情 都能够轻轻松松 人体有各种弱点 体格偏弱 缺氧能力差 生命力低 不过随着叶峰的锻炼 她的肉身 在逐渐消除这样那样的弱点 朝着非人的地步前进 伴随着一个臭屁放出之后 叶峰冲回了屋子 先是洗了一个澡 这才回到房间里 睡觉的时候 叶峰本来想要将白莲放到水晶棺中 不过她不愿意 没办法 叶峰也就只能随她意了 第二天早上 吃过早餐 叶峰开始扶着白莲到处走动起来 拔掉了两枚钉子 白莲的情况好了许多 虽然还不能正常走路 不过身体的力量大了许多 勉强可以扶着走路了 叶峰还发现了一个情况 白莲背部的那个白莲图案 又淡化了一些 等到三十六枚钉子全部拔掉之后 这白莲图案会不会彻底消失 她甚至怀疑 那三十六枚钉子 本身就是要定住那朵白莲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叶峰不知道拔掉所有钉子 白莲图案消失之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不管怎么样 钉子还得继续拔掉 两人走到了果园中的棚区 叶峰拿出一条椅子 让白莲坐下来 而她开始给几个花盆装土 她用是很普通的果园土 均匀地混入生命之泥 就形成超级培养土了 叶峰从空间介质中 拿出一个玻璃瓶 里面就装着五枚血红花种子 她现在准备将血红花种子种下 见识到了血红花的功效 她就对这植物格外重视了起来 五枚血红花种子 五个花盆 很快 叶峰就将种子种好了 放到花架上 在这花架上 除了五盆刚刚种好的 也就剩下三盆花卉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成长 现在都已经蜕变为了真品一级了 跟极品花卉比起来 这真品一级 整体更加神韵 拥有独有的意境 看上去极为神意 就算是叶峰这种出具鉴赏水平的人 也能够看出这三盆花卉的奇特 极品只能算外形上的极致 真品就进入了更深层的神韵层次 就跟书画一般 形象只能算一般 为具有神韵意境才算是上品 哼 这三盆真品 应该足有成为压轴之物了 叶峰摸着下巴暗想 不久前 蔡老给他打电话 说是他的生态庄园 准备举行一场花卉鉴赏茶会 邀请了楼市乃至南省的 一些知名花卉爱好收藏者 乃至鉴赏专家 就是为他的生态庄园造势 这也是打响叶峰培植的 花卉名气的大好机会 蔡老说 有真品级的花卉的话 那么对此次花卉 鉴赏茶会的意义更大 毕竟此次邀请而来的人 都是花卉界的重量级人物 什么样的精品极品花卉没有见过 唯有真品一级 才能够让人兴奋 毕竟每一盆真品花卉 在这世界上都是唯一的 种植区中 叶峰正在清除茶树周围的杂草 由于生命之泥的缘故 虽然茶树长势极好 杂草也是猛窜 以现在茶树的长势 估计明年春天就有茶叶摘了 一般而言 茶树从幼苗到正常采摘 是需要三年时间的 太早采摘的话 就会影响茶树的生长 和以后的收成 不过叶峰不担心他种的茶树 毕竟是生命之泥种成的 杂草清理之后 叶峰又会在茶树根部挖一个小坑 然后倒一条混合了生命之泥的泥水 每隔一段时间 都必须添加一次生命之泥 以保证茶树的生长 叶峰哥哥 你看天上 白莲突然指着天上说道 什么 叶峰抬头朝着天上看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山林的高空之上 有两个黑点在徘徊 以叶峰的眼力 能够看出这是两只老鹰 根据老鹰徘徊的位置 叶峰有些惊愕 难不成这两只老鹰 盯上了养殖区里的土鸡不成 突然 两只老鹰中的其中一只 猛然俯冲而下 随着下冲 那黑点也就越来越大 最后叶峰彻底看清楚了他的样子 这是一只苍鹰 个头极大 展翅接近两米了 一般而言 成年苍鹰的展翅 一般在一米三到一米五左右 终于达到一米八以上的极为罕见 不过也曾经出现过 展翅超过两米的苍鹰 据叶峰的爷爷说 以前还是大队的时候 就有过苍鹰抓羊的一幕发生过 展翅达到两米的苍鹰 扑下来将十几二十斤重的羊羔抓上了天 只不过 现在苍鹰由于各种原因 大量减少 很少有这么大个头的出现 就在这个时候 又一声音鸣响起 穿惊烈石 一直没有露面的雀鹰 猛然从另一个方向飞了出来 直扑那头苍鹰而去 不过 原本在高空徘徊的另一头苍鹰 也猛然冲了下来 叶峰有些惊讶 看样子 雀鹰是早有准备啊 顿时 两头大鹰发出高亢的鹰鸣 在高空缠斗起来 羽毛纷飞 雀鹰本身是小型鸟 正常情况下 根本不够苍鹰看的 不过经常吃生命之泥 现在雀鹰的体格 已经不比苍鹰逊色多少了 甚至力量速度更加出众 逐渐占据了上风 随着另一头苍鹰也扑了上来 加入战团 雀鹰的压倒性优势 才逐渐减少 叶峰看得乐气 连忙拿出手机 用录像功能录制了起来 由于距离太远 看不太清楚 只能勉强分辨出 三头鹰厮杀的情况 足足厮杀了好几分钟 那两只苍鹰 猛然狼狈地飞走了 雀鹰追了一段距离 这才反回来 发出一声高亢的鸣叫 似乎在炫耀他的战绩一般 很快 雀鹰就降落到叶峰面前 似乎在妖宫一般 叶峰摸着他的坚硬羽毛 在他身上留下了一些伤痕 羽毛也断裂了一些 看得出来 刚才的战斗非常激烈 叶峰拿出了几粒食物 丢给雀鹰吃 雀鹰吃了之后 这才满意得飞走了 叶峰看着那两只苍鹰离去的方向 摸了摸下巴 他感觉 这两只苍鹰应该不是第一次来 很可能在自己离开的几天里就来过了 甚至可能成功抓到过养殖区里的土鸡 只是不知道 这次被雀鹰打败之后 他们还会不会来 被吃到一两只土鸡 叶峰倒没觉得什么 那两只苍鹰能够在雀鹰的攻击下 还能够逃走 确实有点实力 虽说体型差不多 而且以一敌二 不过雀鹰是吃生命之泥长大的 就说同样体型的狗 吃过生命之泥的 绝对轻松完败普通狗 好些天没去养殖区看了 得看看情况 叶峰让白莲留在种植区 当即朝着养殖区走去 他给养殖区的动物喂了一下食物 一头头野猪横冲直撞 没有其他动物敢靠近 不 有一头 那就是倔马 他敢诸口夺食 娇小的身子灵活异常 虽然被暴怒的野猪们围追堵截 他却总能走到逃脱的就会 有时候 他还能够越马飞腾 踩在野猪身上 有时候更是跳上围墙 让野猪们是无可奈何 看一会儿 叶峰就来到养土鸡的地方 似乎刚才受到了苍鹰的威胁 土鸡们都躲藏得严严实实的 叶峰在里面找了一遍 竟然发现了几堆土鸡的羽毛 看来 那两只苍鹰怕是偷吃了不止一两只土鸡了 叶峰心中暗想 看来是吃上瘾了 所以才又来窥视 只不过被雀鹰发现了 这才发生了一场 苍鹰与雀鹰之间的精彩对决 或许 在此之前 他们就已经交锋过了 叶峰花了一些时间 将这段时间产下的鸡蛋捡起来之后 这才回到种植区 下午的时候 叶峰就开车 护送着三盆珍品花卉 离开了果园 直奔县城而去 已经好些日子没有来蔡老的生态庄园了 好些时间不见的赵空缠竟然回来了 不过 叶峰也吸了招惹赵空缠的想法 家里还有一个霍国殃民级的超级美女 等着自己养成呢 赵空缠对叶峰的反应很奇怪 按理说 这么长时间不见 叶峰对他应该是兴奋加激动才对 怎么反应这么平淡 只是问一下他爷爷在哪 竟然没有就问他 这段时间京都做什么 这段日子过得怎么样 京都好不好玩等等 什么也没问 就这么平淡的走向了生态庄园 女人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生物 你关注他的时候 他觉得理所当然 甚至觉得你烦 你要是不去注意他 他就会失落 现在赵空缠就是这种情况 跟叶峰身后 好几次想说什么 不过女人的矜持 还是让他没有开口 只是 他感觉很不痛快 郁闷的将手上一盆真品花卉 砸在地上 好吧 叶峰还真没有注意到 赵空缠情绪变化 他一手捧着一盆真品花卉 两人沉默得走到了生态庄园中 跟上次来比起来 又有了很大的变化 又多了不少名贵的植物 两人来到湖边水泄的时候 蔡老和赵老正在切磋其意 不过 两人在看到叶峰和赵空缠 两人就这么捧着三盆真品花卉过来的时候 眼睛都直了 然后以年轻人都比不上的矫健速度 飞奔来 直接从叶峰手上 抢过了盆花 叶峰 你怎么能这么捧着 多危险啊 要是掉到地上 岂不是就毁掉了这两盆绝世真品 赵老一把将棋盘上的棋子扫到一边 然后小心翼翼的将手上的花盆放在桌子上 神色中满是激动 口中却责怪着叶峰这么不小心 太完美了 这盆牡丹有种空灵绝骨 鸟兽无痕的奇异意境 蔡老爷眼睛直直的将手上的盆花放下 迷醉一般的欣赏了起来 三盆真品 叶峰你是怎么配置出来的 三盆真品花卉摆放在桌子上 蔡老和赵老两人围着转 嘖嘖称奇 平头论足的看得好不喜欢 赵空缠这才注意到三盆花卉的不凡之处 一开始 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什么叶峰身上 不过在见到爷爷和蔡爷爷的反应之后 这才回过神来 他对花卉也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自然能够看出这三盆花卉的特别之处 种着种着就成功了呗 叶峰耸耍肩膀说道 哼 回答没诚意 赵空缠冷哼一声 正当他以为叶峰会跟他解说的时候 叶峰竟然走到了另一边 跟蔡老说话去了 气得他不由的跺了一下脚 恨不得将叶峰的名字皱上几遍 不错 很不错 有了这三盆真品 我这生态庄园也就算是成了 蔡老全方位的见赏这三盆花卉 越看越满意 不过 叶峰 现在老夫手头紧 暂时怕事 蔡老似乎想起了什么 有些不好意思说道 蔡老 你说哪儿的话 不就是三盆花吗 还要什么钱 叶峰现在也算是财大气粗 不缺这个钱 当即白白手到 蔡老惊饿了一下 奇怪道 叶峰 真是怪了 平时你哪怕是一盆精品花卉 都要跟我们算个一清二楚 今天怎么这么大方了 是啊 难道转心子了 赵老也点点头 好像第一次见到叶峰一般 叶峰不由的摸了摸鼻子 有些不好意思 降低了声音说道 这个蔡老我刚才是说 这三盆真品可以免费借给你的生态庄园 不收租金的 什么 蔡老错愕的表情立马凝固了 吹胡子瞪眼道 叶峰 刚才算我没有说那话 你还是照样吝啬 哎 我就说不可能一段时间不见 你就会变性子了 这才是你嘛 赵老摇了摇头 也是感叹道 扑吃 赵空缠差点没笑喷了 他之前也以为叶峰大放道 可以随便送出三盆 价值数百万的真品花卉 现在看来 还是那个吝啬的叶峰啊 叶峰 精品极品花卉的培植 你可得加紧 一旦花卉鉴赏茶会结束之后 就会对外开放 我可是大话说出去了 保证足够的精品极品花卉来源 你要是供应不了 我可是得被人笑话的 蔡老没有在纠结刚才的事情 宇峰一转道 蔡老 你就放心吧 距离花卉鉴赏茶会 还有一段时间 完全可以来得及的 叶峰很是自信满满的道 有一个龙门花卉 培植基地打底 保证花卉的供应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从生态庄园出来 跟在后面的赵空缠 实在忍不住了 正要开口说话 这个时候 叶峰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喂 小秦啊 对 我现在在县城 什么 明天你要去 参加同事的生日聚会 没事 你去吧 那你玩得高兴 拜拜 叶峰说了几句后 就挂了电话 刚才许晴打电话来说是 明天要去参加 一个同事的生日聚会 明天没时间过来了 赵空缠在一边听着 却不是滋味 因为他发现 叶峰似乎有女朋友了 他以前不是说 要追我的吗 他还录了音 说是长到一米八 自己就答应做他女朋友 现在 叶峰这个头别说一米八 怕是一八五都有了吧 几乎比快他高出了 一大半的头了 那录音可是证据啊 叶峰 你有女朋友了 赵空缠看到叶峰挂了电话 摆着脸问道 是啊 叶峰没有发现 赵空缠不对劲 点点头道 录音呢 赵空缠听到叶峰承认 咬着嘴唇 突然问道 录音 什么录音 叶峰愣了一下 完全忘记录音的事情了 就是在果园的时候 你用手记录的那段音啊 赵空缠几乎用快哭泣的嗓音说道 叶峰终于发现 问题不对劲了 心中纳闷 咋回事 他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不可能吧 都这么久都不见了 这个 录音被我删掉了 叶峰挠了挠头 还是说了出来 叶峰 你混蛋 赵空缠死死看着叶峰 眼泪从眼睛里涌了出来 然后骂了一句 捂着嘴 害怕自己哭出来 转身跑掉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叶峰看着赵空缠奔跑的背影 有些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不该去追 好一会儿之后 叶峰才逐渐明白了过来 不由得苦笑不已 站在原地好久 他才摇了摇头 转身走向了停放车子的地方 叶峰 你怎么招惹到他了 蔡天方竟然从后面走了过来 惊讶道 我怎么知道 叶峰不知道该怎么说 语气不爽道 叶峰 你惨了 又得罪了一个女人 你不知道 我表姐姚月卿 现在每天都在给你插小人 蔡天方幸灾乐祸道 插就插呗 反正我现在是债多不压身 叶峰耸了耸肩膀道 上次在野乡老鱼楼 他倒提着姚月卿的脚 以姚月卿那骄傲的性格 肯定得把他恨死了 嘿嘿 那你可得小心了 以我表姐的个性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而且我还知道 我表姐有一个师兄 对我表姐 那可是爱慕已久 如果他知道 他心爱的小师妹受了委屈 嘖嘖 蔡天方得意的笑了笑 然后转身去 叶峰微微一愣 旋即也没有在意 出了小区 叶峰开车直奔实验室而去 自从上去实验室 出成果去了一次 已经又有几天没有去了 实验室 人事部办公室中 王老师 你女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叶峰知道王学斌女儿 最近准备做手术 所以来询问一下情况 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手术时间已经安排好了 一个星期后 再省人民医院做 王学斌说道 王老师 到时候 你就多请几天假 让人带你的班就行了 有什么情况就通知我 叶峰点点头说道 叶峰 真是谢谢你 否则的话 我女儿就没有这次动手术的机会 王学斌感激道 毕竟做手术是越早越好 一旦时间越长 那么对做手术就越是不利 恢复的希望就越小 王老师 我不是给您说过 您教我的 才是无价的 我现在只是偿还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叶峰说道 总而言之 你是我一家子的大安人 王学斌说道 都说知识是无价的 但是在现实面前 有时候却变得无意义起来 一分钱可以难倒英雄 也可以难倒他这个 教了一辈子书 逃离满天下的人民教师 跟王老师又聊了一会儿 叶峰这才出了办公室 朝着实验区而去 叶峰 你来了 田老正坐着吃着李子 看到叶峰进来 当即招呼道 现在田老师红光满面 干劲十足 长时间的研究 对脑力体力损耗极大 而且不锻炼身体 长久待在室内 会影响身体健康 所以叶峰专门为他们 准备了果园出产的水果 而且还提供了养殖场出产的鸡蛋 这样的话 水果和鸡蛋中蕴含生命之力 足以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 田老 我就随便过来看看 叶峰坐了下来 这两天 查尔谷做了一个小东西 你或许会感兴趣的 田老突然说道 什么小东西 叶峰好奇道 反正挺有趣的 我估计你会感兴趣的 田田 你带叶峰去查尔谷那里 田老笑了笑 对正在整理治疗的田田说道 哦 好的 田田抱着文件走了过来 田田在这里工作 觉得辛苦不 叶峰跟着田田边走边说道 还好啦 这样的生活 对我来说 其实也挺不错的 田田笑道 两人来到了查尔谷的房间里 查尔谷是俄罗斯籍 不过他是外蒙族人 只不过从小生活在俄罗斯 在俄罗斯的环境下长大 查尔谷不仅在古文研究上有极高的成就 而且本身精通机械 是机电工程师出身 反正他是一个全方面的人才 查尔谷看到叶峰进来 当即激励咕噜的说了一大通俄语 然后一把抱住了叶峰 他长得很壮实 不过个头没有叶峰高 正当叶峰要求住田田的时候 查尔谷突然从一个奇怪的装置递给了叶峰 这个装置一段连接在笔记本上 一段连接一个外置耳机 叶峰疑惑的接了过来 将耳机戴上 以为查尔谷要给自己听什么东西 戴上之后 叶峰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就在这个时候 查尔谷又吉里呱啦的说了起来 吱吱子 耳机中终于传出了电流声 然后一股怪异的音波响起 紧跟着 这音波变得正常了起来 竟然化为纯正的普通话来 叶峰 你能够听得懂我的话吗 我是查尔谷 正在跟你说话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我也觉得很神奇 弗吉文实在太神奇了 这是我见多了最神奇文字 我能够研究它 是我这辈子最大幸运 听到耳机中传出来的 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叶峰微微愣住了 查尔谷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叶峰微微愣了一会儿 然后好奇问道 查尔谷也带着一个耳机 他自扰听不懂叶峰的话 不过 耳机中却响起了纯正的俄语来 叶峰 神奇吧 这是我将最新研究的伏迹文模型 通过特殊的音频程序 跟汉语与俄语 英语等文字库连接到一起 经过声音转化 就能够完成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 转化为你所能够听懂的声音 只要是有相应的语种库 就能够完成相应的翻译转化 查尔谷兴奋地解释说道 叶峰已经彻底震惊了 他从没有想到 伏迹文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竟然就发觉出了 如此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这绝对是一个万能翻译器 虽然现在有翻译机 但是这种翻译机 必须是绝对标准的语种 而且稍微复杂的句子 就无法完全翻译出来 出现各种语法错误 可以这么说 现在的翻译机处刚刚起步的情况 远远没有达到应用的地步 可扎谷研制出来的这个翻译器 却几乎完美得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以预见 这个翻译器的出现 将会对世界带来多大的改变 这绝对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现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语种是个难题 而且世界上的国家太多 民族太多 语种太多 就算是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种族 乃至同一个地域 都有不同的方言 这就更加加大了交流的难度 如果有了这翻译器 那么一切都可以得到完美解决 查尔谷 这翻译器的制作难度怎么样 叶峰深吸一口气 连忙问道 不难 主要核心就是 最新研究出来的伏击文模型 它本身就具备翻译能力 我只是完成语音输入与输出的功能 扎尔谷说道 很好 田田 你通知一下实验室的人 开一个会议 叶峰沉思片刻 然后说道 好的 田田点点头 当即走了出去 扎尔谷 你绝对是个天才 连这也能够想到 叶峰拍了拍查尔谷的肩膀 笑道 这个设想是普洋艾斯德提到的 我就试试 没想到 竟然真的做出来了 扎尔谷说道 实验区的会议室中 实验区平时只有实验人员才能进来 至于人事部 后勤部 财务方面的人 主要负责实验室的外部设施 实验区是管不到的 这也是为了保密 甚至在跟这几个部门的人签合同的时候 还签订了保密合同 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已经到齐了 召开会议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专门讨论关于翻译器的事情 叶峰简单的开了一个头 就说到了翻译器成果的问题 作为一项有可能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研究成果 他自然不能随意处置了 而且 这实验人员牵涉到好几个国家的人 当然 叶峰作为实验室的赞助者 甚至说是唯一投资者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实验室的一切科研成果都算是属于他的 这些研究人员也知道 翻译器意味着什么 不过他们作为研究人员 对此事并没有什么发言权 到底该怎么处置 还是得由叶峰这个老板来决定 在此之前 叶峰跟田老还有真实念通了一下气 在会议上 叶峰这翻译器定位为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处置权归属整个实验室 这种科技成果的处置权划分是很重要的 关系到科技成果以后的收益权的划分 虽然查尔谷是翻译器的研制人员 本身却是借助了实验室的成果 所以扎尔谷对此没有什么意义 处置权已经决定了 那么收益权就是重中之重了 叶峰现在也不是以前的矛头小子 经历了许多事情 所以对某些事情的考虑就不会再片面了 他的意见是以实验室作为收益单位 在场的所有人都将得到一定比例的收益分红 这个分红大概在总收益的一成左右 叶峰作为实验室的老板独占五成 而剩下的四成将会作为实验室未来的发展资金 四成的发展资金是极大的 毕竟翻译器前途无量 不过叶峰也有考虑 以后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肯定会越来越多 必须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 那么这四成收益就至关重要了 总不能全靠他自己投入 而且叶峰希望依靠实验室 将在场的人都绑到一条船上 也许一开始 他们会来到这里参加伏基文的研究 是因为各自的兴趣爱好和理想 这样纽带是不牢固的 唯有货真价实的利益 才能够将这条纽带变得牢不可摧起来 叶峰这个实验室老板的慷慨大方 实验室的人自然高兴 特别是那些外国研究人员 能够赚到一笔意外的分红 绝对是值得庆祝的 虽然这分红八字还没有一撇 不过 谁也不怀疑翻译器的广阔市场 既然收益全分配完毕 接下来就要签订合同 不过这种合同拟定 叶峰本身是不擅长的 必须请专业的律师才行 毕竟这可不是小事 稍有一点遗漏疏忽 很可能在以后造成极大的麻烦 除了合同的签订外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翻译器的专利申请 这大意不得 一旦技术泄密 同样会非常麻烦的 在场的人大部分是那些外国人 叶峰并不是绝对相信的 谁也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有私心 毕竟翻译器这项发明 涉及到的利益实在太大了 所以接下来 叶峰吩咐在场的研究人员 开始进行专利技术相关文件的整理 看到在场所有人都忙活起来 叶峰拿出手机来 翻出了一个电话 然后打了过去 喂 是何哥吗 对 我是叶峰 有件事情 我想麻烦你一下 对 我还是在新开发区这边 好的 好的 叶峰跟何律师说了一下情况 对方就答应过来 何律师是封县 林明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 已经是三级律师职务 算是封县颇有名气的律师 封县的第一家律师事务所 就是由何灵明创建的 算是封县律师界的翘楚了 由于在野乡老鱼楼开业的时候 何律师也是邀请的宾客 给过叶峰名片 所以 叶峰为作坊实验室培植基地 拟定的员工合同 还有斗犬的回收协议 都是由何律师拟定的 两人算是关系匪浅了 二十分钟后 何律师就来到了实验室 接待厅中 何律师各自中等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看上去很有精神 他是南大的法学院硕士毕业 两人也算是校友 两人商议了半个多钟头 叶老弟 这合同具体的协议条例 我已经基本算了解情况 至于要具体拟定出来 大概有两三天的事情 何律师说道 那就麻烦何哥了 叶峰说道 一点也不麻烦 能够为叶老弟服务 这是我的荣幸 何律师笑道 第一次认识叶峰 还是在野乡老律楼的开业仪式 不仅是野乡老律楼的老板之一 更跟赵老蔡老两位关系匪浅 只是没想到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 叶峰涉及到的产业 竟然这么多了 野乡老律楼不说了 绝对是一个聚宝盆 而其他的超级约尔作坊 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现在还有这实验室 都是规模不小 他对叶峰越发好奇起来 毕竟叶峰在封县崛起的速度 实在太快了 何哥 我想跟你咨询一件事情 叶峰想到了专利申请的事情 当即问道 叶老爹 什么事情 你就直说吧 何黎明笑道 是这样 刚才的合同你定你也看了 我实验室有一项实用性的科研成果 准备申请技术专利 我这方面不太熟悉 叶峰说道 你说的这个啊 正好我有一个朋友 在沙士专利带办出工作 他熟悉这一方面 我帮你打个电话问问 何黎明说道 那就太好了 叶峰点点头 他虽然通过网上查到了关于专利申请的信息 不过还是没有专业人士来的懂行 很快 何黎明就打过电话了 叶老爹 我给你一个电话 他是我好哥们 叫贺展元 你要申请专利 到时候你去杀士的时候 他会用心尽力帮你的 何黎明用钢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名字 和两个手机号 叶峰接了过来 连忙存入了自己的手机通讯录中 何黎明离开后 叶峰在实验室待了很长时间 连晚饭也是在实验室的食堂里吃的 回到果园的时候 已经晚上十点了 叶峰刚将白莲从空间戒指中放出来 白莲手上拿着一本书 一看到叶峰就非常高兴到 叶峰哥哥 你看在这里 白莲 什么 叶峰有些奇怪白莲的反应 以前出来好像没有这么高兴吧 不过他还是接过白莲手上的书 先看一下封面 这是一本都市畅销小说 书名叫做第三者 当初叶峰在书店买书的时候 每一样都买了一本 也没看具体的书名信息 全部装入了空间戒指中 这样的话 白莲就可以随便看看 叶峰又看一下白莲 让他的那一页内容 不由得惊恶了起来 叶峰哥哥 为什么这书上写着 一个男人除了有自己老婆之外 还可以拥有小三 情人 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叶峰哥哥的小三 情人 这样 我们不是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 白莲美眸发光 似乎为自己找到了办法 而高兴万分 叶峰额头冒黑线 看来真不能什么书都能看 这样很容易教坏小孩子的 白莲书上虽然是这么写的 不过 那也只是小部分情况 大多数的人都是只有一个老婆的 他们也只爱自己的老婆 叶峰轻轻说道 可是 叶峰哥哥 这书上的人 他两个女人都爱啊 而且 两个女人也都爱他 虽然一开始经历了一段挫折 矛盾 激烈的对抗 可是他们 也都相互包容了对方 既然这个女人能够做到 我应该也能够做到的 我会让许晴姐姐接受我的 那样的话 我们不是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白莲还是不太明白 他所理解的事情太片面了 接收到的知识和信息 都能来自叶峰的教导 还有书本上 这些书籍上的内容 对他的认知和世界观 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以白莲单纯的心性 想强行扭转他的想法 反而会适得其反 这个时候 白莲需要的是慢慢引导 而不是强行改变 毕竟现在的他非常单纯 想法非常简单 却又异常的坚定 他为了找到解决的办法 可以一本本书 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答案 不过 叶峰对这方面 还真的不擅长 所以 他也没辙了 叶峰做完排气提纲室后 洗完澡 就躺在了床上 旁边白莲翻着书看 不过叶峰 给换成了唐诗三百首 说是读唐诗 能够陶冶性情 增加文化修养 免得白莲再被那些 小说中的思想给交坏了 他暗暗庆幸 幸好没有让白莲 看那些网络小说 还不得把白莲彻底交坏了 现在的白莲 跟小孩子一般 最容易受到影响了 必须等到白莲 建立正确的世界观 拥有独立的判断力后 才能够再看其他的书籍 虽然很想看那些 好看的小说 不过白莲 还是很听叶峰话的 叶峰哥哥 唐诗三百首看完了 白莲突然说道 里面的诗 可都能够理解了 叶峰放下手机 他正在看一本网络小说 白莲都已经理解了 白莲点点头道 那我考考你 唐诗有着诗仙之称的是哪一位 在唐诗三百首中 总共记录了多少首他写的诗 这些诗分别是哪些 将每一首他写的诗的背景 和中心思想都说一遍 叶峰拿起唐诗三百首 开始询问道 这对白莲是相当的简单 只要看过一遍的 绝对是如数家珍 一一到来 没有一点打顿 而且他解读的时候 也不是照搬上面的解释 有着自己的理解 偶尔还会对那些解释 产生不同的见解 嗯 不错 这本初中物理 你也看一下 有什么疑问再问我 叶峰又拿出了一本 初中物理的课本来 物理是初二 才开设的 都是些基础东西 白莲接过去 津津有味得看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突然隐隐 响起了一阵哀悦的声音 叶峰哥哥 这是什么声音 怎么听起来 很悲伤的感觉 白莲自然也听到了 这是哀悦 是死人之后 才会播放的 叶峰心中一动 看来附近又死人了 根据这声音的方向和距离 感觉就像是梁伯家 前几天听到了 哭丧鸟的叫声 还猜想 是不是又要死人了 没想到 还真是一语成衬 死人 是死了的人吗 人为什么会死呢 白莲好奇问道 我们人类是有寿命的 年纪一到 或者生了什么重病 遭遇什么灾难 就会死的 叶峰解释道 他在新华字典中 给白莲解释过 死这个字的意义 叶峰哥哥 那你会死吗 白莲似乎有些担心道 当然会的 只不过我现在还年轻 就算是死 也要几十年之后了 叶峰轻轻笑道 那白莲呢 白莲又问道 当 叶峰正要说 不过停了下来 白莲躺在水晶棺中 可以不吃不喝不吸 什么事情也没有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吃过一点东西 就是吸了一些生命之烟而已 以白莲的状况 能算正常的人类吗 叶峰哥哥 你怎么不说了 白莲会死吗 白莲急问道 似乎这对他很重要一般 我不知道 你的情况跟我们不一样 你可以不吃不喝 说不定能够永远的活下去 可以长生不老 叶峰摸着白莲的头发 轻轻说道 长生不老 白莲想了想 然后摇头说道 不 白莲只想跟叶峰哥哥在一起 叶峰哥哥死了 白莲也要死 叶峰哥哥活着 白莲也跟着活着 永远的在一起 傻丫头 我只是一个凡人 怎么可能永远活着呢 叶峰笑道 为什么白莲可以 叶峰哥哥 你就不行吗 一定有办法的 白莲却倔强得很 嗯 会有办法的 叶峰轻轻点头 如果能够破解福吉文的秘密 或许就有这个可能 白莲身上的非凡之处 很可能就是福吉文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体现 只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破解 到现在为止 脑海意识中 那散乱的数据流 也就没有组合起来的迹象 接下来该如何做 它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好不容易哄着白莲睡下 叶峰躺在床上 听着那若隐若无的哀悦 心中却有些思绪万千 迷迷糊糊中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叶峰却发现白莲睁大眼睛看着自己 见到叶峰醒来 白莲好奇问道 叶峰哥哥 你跟白莲说一下男女之间的区别吗 好 白莲 今天我要上你一堂课 可要听好了 叶峰正色说道 白莲的注意力转移了过来 好奇问道 叶峰哥哥 你快教我 你应该知道 我们人类有性别之分吧 叶峰拿出一本生理方面的熟悉 然后开始讲解起来 白莲知道 分成男人和女人 白莲点点头说道 你知道 男人和女人有什么不同吗 叶峰又问道 白莲摇摇头 他一直好奇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我给你看两张图 叶峰将两张人体结构图 给白莲看了一下 白莲 你看出来 有什么不同吗 这个头发长 这个头发短 这个眼睛大 这个眼睛小一点 这个 白莲开始说了起来 听听听 我说的不同 不是这些 而是身上这些不同 叶峰连忙打住了白莲的话 这些地方不同 白莲露出了思索的神色 结合他的知识 看了起来 然后恍然大悟道 白莲知道 男人的这个小 女人有这个 不过 叶峰哥哥 为什么女人的这个 为什么这么大 他指着结构图上的两个部位 不错 你指出了第一个不同的地方 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 叶峰开始解说了原因 白莲这才点点头 然后好奇道 那白莲是不是也能够喂孩子 不行 只有女人生了孩子之后 叶峰摇摇头道 接着 白莲又指出了第二处不同的地方 当然 叶峰解释起来就困难了 也幸好白莲够单纯 倒也不会让这生理课 显得太尴尬 叶峰差点口水 都说干了 总算让白莲理解了 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区别 八点多的时候 叶峰开着车子 离开了果园 路过梁博家的时候 正好看到人来人往得 非常忙碌 叶峰没有多停留 直接开了过去 今天还要沙士 弄专利的事情 可不能耽搁了 到了县城实验室 叶峰拿上所有的文件资料 就开车直奔沙士而去 两个小时之后 叶峰已经开车到了 沙士专利代办处 叶峰拿出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 没过多久 就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从代办处走了过来 我是贺展员 你就是老何所说的叶峰吧 这个男子伸出手来 笑呵呵道 对 我就是叶峰 今天可要麻烦贺哥了 叶峰拿出中华烟 递了过去 不好意思 我不抽烟 贺展员白白手道 不抽烟好啊 其实我也不抽烟 只不过硬抽 这烟就随身带着了 叶峰笑道 哼哼 以前我是抽烟的 在高中时期染上了烟瘾 本以为会戒不掉 一辈子抽下去 没想到遇到了 我现在的老婆 你猜怎么着 她不喜欢我身上的烟味 说是不戒掉烟 就不会接受我的 我这烟瘾就这么戒掉了 贺展员跟叶峰边走边说道 那贺哥 你可真是情敦深重啊 叶峰没想到 贺展员还会跟自己 说这方面的事情 不由的印象大好 两人谈着谈着 就到了一个兼办公室中 叶峰 你将情况跟我说一下吧 两人坐下之后 就开始谈正事 叶峰将要申请的专利项目 简单说了一遍 叶峰 你这个属于电子产品 与技术专利 最好是同时申请两种专利 而且在申请专利的时候 你最好找一个代办公司 撰写专利申请文件 一般人是没有这个撰写资质的 贺展员说道 贺哥 你对这方面应该很熟悉 有什么可推荐的 叶峰笑道 他也不是以前那个矛头小子 自然听出了贺展员话中的含义 虽说有和林明的关系 不过贺展员之所以会这么积极帮自己 肯定有其他原因的 哼哼 还别说 我这边还有一个代办公司 你跟老贺是朋友 而我跟他又是铁哥们 这个你就放心 绝对会给你最优惠的价格 保证申请能够顺利通过的 贺展员等的就是这句话 笑道 那就麻烦贺哥了 叶峰说道 给谁不是做 先跟着贺展员打好关系 说不定 以后还得机会打交道呢 你把相关材料交给我 申请号和受理通知书 不用多久 就能够搞定的 不过专利号以及专利证书 就要一多年的时间了 这已经是很快的 如果换成正常的申请渠道 就要两三年时间 不过你可以放心 一旦专利受理 其他类似的相关专利申请 是不会接受的 这样可以保证 专利不会被剽窃之类的情况发生 贺展员说道 叶峰在网上查过相关的资料 对这方面还是有所了解 知道贺展员说的没错 将材料交给贺展员之后 叶峰又提前支付了代理费用 和相关申请费用 加起来也就万把块钱 本来叶峰还想请贺展员吃顿饭 不过对方委婉拒绝了 从沙士专利带半处出来 叶峰没有直接回封县 而是去南亚医院 看了一下住院中曾宝仪 由于重度贫血 曾宝仪已经输了几次血 打了各种营养针 还要在医院里留关几天 当然 现在曾宝仪情况好多了 再也没有先前那么虚弱 已经可以吃东西 跟人说话聊天了 叶峰来的时候 带了不少水果 都是用生命之泥种出来的 宝宝 吃一个桃子 叶峰洗了两个桃子 递给脸色依旧苍白的曾宝仪 叶叔说 这桃子好大 曾宝仪接过桃子 脸上满是惊喜 他轻轻咬了一口 满口都是清甜的汁水 嗯 桃子好甜啊 好吃 李渊师姐 你也吃一个吧 叶峰将另一个桃子递给李渊 李渊看上去非常憔悴 面色有些枯黄 一看就知道思虑过度 休息不好 谢谢 我不想吃 李渊摇摇头道 他是真的没胃口 李渊师姐 别宝宝刚病好 你就病到了 宝宝还等着你照顾呢 吃一点吧 很好吃的 你看宝宝吃的多香啊 叶峰劝道 李渊看着拿着大桃子 啃着正香的女儿 脸上露出了一抹会心的笑容 对他而言 没有什么比女儿更重要了 只要有女儿在 他的世界里 就不会失去光彩 永远充满着希望 他轻轻点头 接过桃子 吃了起来 刚吃了一口 李渊就感觉胃口大开 在此之前 他吃东西的时候 没有一点胃口 感觉肚子饱饱的 没想到这桃子的清甜 一下子激发了他的食欲 一个大桃子吃完 李渊竟然还有一种 想吃的感觉 宝宝到底人小 吃得慢 还只吃了一半 你看吧 不是吃下去了 我再给你洗两个李子 叶峰笑道 当即起身 拿起几个李子 走向了卫生间 李渊本想制止 不过最后 还是没有开口 又是几个李子入肚 李渊突然感觉 一直以来绷紧的精神和身体 似乎得到彻底的放松一般 那种感觉很奇妙 就好像放下了一个大包袱 他没油来的打了一个哈欠 李渊师姐 我看你这段时间 也累得够呛 不如休息一下吧 叶峰看得出来 李渊怕是 好几晚没有睡好了 李渊本想说不困 不过那种强烈的困意 让他感觉连坐着 也能够睡着 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 躺在了旁边的陪护床上 很快就沉睡了过去 叶峰知道 应该是桃子和李子中 蕴含的生命能量 滋润了李渊虚弱的身体 宝宝 你妈妈睡着了 叔叔陪你说话 好不好 叶峰轻轻说道 好 曾宝仪用力得点点头 然后啃着大桃子 汁水都从嘴边流了下来 叶峰连忙在桌上 抽了一张餐巾纸 给宝宝擦拭干净 吃完了一个桃子 曾宝仪还想吃 叶峰自然不会阻止了 对现在的宝宝来说 这样的水果吃得越多越好 别看宝宝才四五岁 胃口可不小 最后连吃三个大桃子 八个李子 叶峰暗暗扎舌 这时 病房的门被推开了 李教授提着一大袋东西 走了进来 叶峰 你怎么来了 李教授看到叶峰在 惊讶道 我来看看宝宝 叶峰说道 宝宝现在的情况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不过 我们发现了 宝宝身上有一些变化 李教授在病床边坐了下来 看着正玩着手机的宝宝 说道 变化 什么变化 叶峰好奇道 你发现没有 他的食量大了许多 就算是一般的成年人 也比不上 总是说 一天要吃十几顿 你看我这一大袋东西 一天就给他吃完了 李教授指着他刚刚提进来的那个袋子 李教授 会不会是血红花的药力 激发了宝宝身体的潜力 叶峰想了想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还有就是 宝宝的身体成长速度 比以前似乎快了许多 在这么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他原本的衣服裤子鞋子 都快不能穿了 李教授轻轻摸了摸宝宝的头发 继续说道 现在不知道这种身体成长速度 会持续多久 只希望是短时间的 否则的话 就会出问题的 李教授 我倒是觉得这应该是短期的 我曾经用血红花喂过一头狗 它身上就发生体型短时间内增大的情况 却没有持续多久 我估计 血红花在宝宝体内发挥出的效果 应该作用不会太强烈 毕竟它大部分药性应该都消耗在 换血修复骨髓的过程中 叶峰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之前他来的时候 难怪感觉宝宝似乎长大了一些 看样子并不是眼花 而是血红花的影响 喂狗 叶峰 这么珍贵的东西 你竟然舍得给一头狗吃 李教授惊恶道 我就是想试一试血红花的效用 叶峰笑笑道 对他而言 虽然血红花珍贵 跟生命之泥比起来 就算不了什么 血红花的效果你也看到了 如果无法培植出来 你那猪就是世上唯一的 可要好好保护 李教授郑重说道 李教授 你就放心吧 不知道培植血红花的事情 你可有什么想法没 叶峰问道 没有弄清楚 血红花的生长环境之前 我是不敢随意使用那几枚种子的 对了 有时间 你带我去血红花原来生长地方 李教授摇摇头说道 这个没问题 叶峰点点头 既然李教授来了 叶峰也就没有酒呆 离开了医院 回到封县 叶峰就开始着手安排组建新公司 当然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 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够完全 至少到现在为止 没有办公地点 没有生产厂房 设施 工人 管理人员等等 一切都是空白 新公司涉及到的是高尖科技的 不能像原来的作坊实验室一般 招聘几个普通管理人才就行了 毕竟 未来新公司的发展前途是极为广阔的 不像叶氏鱼而超级作坊 受到种种约束 所以 在人员管理的选择上 必须跟大企业接轨才行 除了管理层 还有就是高尖人才 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毕竟翻译器不是一般意义的产品 总而言之 这对叶峰绝对是一次新的挑战 回到果园的时候 又是很晚了 坐在床上 叶峰拿着手机上网 在一家叫齐王的猎头网站上 注册了账号 然后建立了一个招聘专栏 公司名称 它是取得颇为高大上 锦铃科技有限公司 它只设立了一个职务招聘 那就是职业经理人 锦铃科技有限公司 它是不准备自己掌管 而是会交给职业经理人来管理 毕竟它不是这方面专业出身 更没有任何经验 要管理一个夜市超级与尔作坊 都不太容易 更何况是未来可能的一个庞大公司 请职业经理人是必须的 只有找对了职业经理人 那么其他的人员招聘 就可以完全交给职业经理人来负责 弄完之后 叶峰就放下了手机 至于接下来就要等待了 深夜 沙士 某个高档小区 一个房间里的灯光依旧亮着 一个中年男子守在电脑前 电脑屏幕上打开的网页 正是其网猎人网 作为一名职业猎头 莫文涛的工作就是在猎人网 寻找各类招聘信息 从海量的信息中 甄选出合适的职务 通过跟手上掌握的人才信息 进行体配 只要能够完成一单任务 那么就可以从中获得报酬 莫文涛在猎头圈子中 绝对算是颇有名气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 不少优秀企业的人 财务色任务 锦铃科技有限公司 一个风险的高薪企业 需要招聘经理人 这可是很少见 莫文涛摸了摸胡子拉叉的下巴 一般来说 招聘职业经理人 通常是大中型企业 毕竟一般的小型企业 通常管理上简单 根本用不上职业经理人 而且职业经理人的待遇 要求相对要高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一般职业经理人 都有一个助理团队 而不是单独一人 那些有名气的职业经理人 背后都有一个高效率 高素质的职业助理团队 可以这么说 一般的小公司小企业 根本请不起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团队 根据这锦临科技 有限公司的要求 对职业经理人的要求非常高 至少也要有在大型企业 当职业经理人 五年以上的经验 最好是有正规的 职业经理人助理团队 不过在这招聘信息上 并没有写具体的薪资 而是面译 并且承诺 不会低于行情 莫文涛想了想 正想拨打这招聘信息上的电话 随即摇了摇头 都凌晨两点多了 这个时候打过去 不太合适 还是明天再说 他随即将这条信息 记录在本子上 在后面标准上了 卓越团队这四个字 呵呵 如果这家锦临科技 有限公司有诚意的话 侯卓越倒是适合去 只不过 侯卓越两年前 在天启的失败 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的 一个污点 只可惜 虽然都知道 这跟天启的幕后老板 强行影响决策有关系 不过 这也让其他企业 对他避而远之 莫文涛喝了一口咖啡 摇了摇头 职业经理人这个职业 万万不能有污点 否则的话 就很难洗掉了 第二天 叶峰刚到县城 还没有下车 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喂 请问是哪一位 叶峰背靠在真皮座椅上 按下了接听键 您好 我是莫文涛 一名职业猎头 请问你是叶峰先生吗 手机中传出了一个厚重的男婴来 对 我是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叶峰心中一动 已经隐隐猜到是 怎么一回事了 只是没想到 这么快就有猎头找上来 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 我在齐王猎人网上 看到叶先生的招聘信息 我这里有一个 职业经理人的团队信息 或许叶先生会感兴趣的 电话中的猎头莫文涛说道 那行 你先将这个团队的信息资料 发到我公布的邮箱里 如果我觉得合适的话 到时候跟你联系 叶峰想了想说道 好的 莫文涛直接答应了 挂了电话 叶峰收起手机 下车了 将车门锁上之后 就进入了金黄大厦 实验室办公室中 叶峰召集了几个部门的主管 开了一个会议 叶总 新公司办公地点的 已经谈好了 就在金黄大厦的八层 他们说 可以给予优惠 随时可以签合同 负责后勤的王学斌说道 另外在我们新开发区 距离金黄大厦不远的 会员路那边 就有厂房空闲 原本是电子产品加工厂 后来这公司倒闭了 一直想将厂房转让出去 由于新开发区的情况 根本没人要 如果拿下来的话 应该会很便宜的 可以 不过必须保证 以后的发展空间 叶峰说道 这个叶总放心 那厂房周边 都还没有开发的 王学斌说道 叶峰点点头 然后看向严晴 严晴是负责新公司的注册 在控股方面 叶峰选择了个人与公司 同时控股的方式 也就是说 他个人和实验室 分别50%的控股权 实质上 实验室本身 也是由他个人投资的 之所以这样 也是为了以防万一 严晴说了一下情况 注册公司 开户验资 办理营业执照 都已经弄好了 就是办理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 需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这个证下来之后 还要去银行开基本户 办理税务登记等 解散之后 叶峰坐在办公桌前 面前摆放着一台电脑 他打开了自己长期使用的邮箱 果然看到收件箱中 有一个发来没多久的文件 当即下载了下来 职业猎头整理出来资料非常完整 一目了然 卓越团队 职业经理人侯卓越 于六年前执掌天启集团 调整战略 进军电商领域 从而实现了天启集团 一年内的扭亏为盈 三年前 电商领域发展迅猛 侯卓越定下了 全面启动电商平台计划 谁料天启集团的股东认为 风险太大 处处阻挠 使得天启电商平台计划 全面失败 侯卓越因此离开了天启集团 由于天启的失败 让卓越团队 现在处于空闲状态 叶峰将资料信息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不只是执掌天启集团的经历 连侯卓越的起家都记录了 曾经是辉省的理科状元 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 这个理科出身 最终走了一条职业经理人之路 据说他曾经公费去美国留学 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 毅然进入了麻省理工大学 就读工商管理学 他第一次担任职业经理人的经历 还是在美国 也是这一次成功的经历 让他后来被南桥集团聘用 从而开启了一段 顶级经理人的征程 直到在天启集团折戟 对这样的一个人 叶峰越发感兴趣起来 无疑 从这上面的信息资料来看 这个侯卓越是一个 很大胆果断的人 而且具有强大的自信 这个人不错 不过不好驾驭 属于那种特立独行 很有自我决断的人 叶峰给这个侯卓越下了定义 不过 叶峰还真需要这样的职业经理人 毕竟他是要请一个 能够为自己全盘担当的得力手下 而不是只会听从自己意愿 唯唯诺诺的保姆 先跟这个侯卓越接触一下再说 叶峰很快有了决定 当即 叶峰拿起了手机 给莫文涛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约了一个见面洽谈的时间 啥事 莫文涛接到了叶峰的电话之后 脸上露出了微笑 看样子有戏 当即他给侯卓越打了电话过去 现在侯卓越没有出任什么职业经理人 不过跟手下的团队 总不可能坐吃山空 而是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接一些企业策划案的任务 毕竟是曾经的顶级职业经理人团队 声明在外 还是有不少中小企业 都会请他们做任务 喂 老后 有人想请你出山 有没有兴趣 什么 金元集团正在派人跟你接洽 也有意请你 莫文涛惊愕道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在这两天 那好吧 我这边就只能回掉了 老后 我就在这里恭喜你 祝你重回巅峰 莫文涛知道 金元集团是南方一个大公司 跟名不见经传的锦铃科技 有限公司比起来 那就好得太多了 换成任何一个人 都会知道怎么选择 老后 你说什么 那金元集团 并不是要你执张整个金元集团 而是担任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老后 你可要想清楚了 虽然只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不过总归有上升的机会 莫文涛又惊愕了起来 金元集团请了浩月团队 好吧 算我刚才没说 那我这边继续约吗 好 反正先谈谈看 说不定对你也是一个机会 行 那你忙完那边的事情 就早点过来 可别耽误了 要不然 我这边也不好交代 莫文涛挂了点头 摇摇头 难怪侯卓月不想去金元集团 到了慕容浩月那娘们手下干事 还不得憋屈死啊 想当初两人可是平起平坐 现在要去她手下干活 以侯卓月的骄傲 自然不会去的 下午 由于新公司的事情 基本上都已经交给手下的员工去办理 叶峰也终于有空间时间了 回到了果园 准备给白莲拔第三枚钉子 拔掉第二枚钉子之后 白莲的伤口恢复速度 明显加快了 所以 这一次间隔的时间较短 就可以拔第三枚钉子了 这一次拔掉第三枚钉子 比上次还要顺利 白莲虽然依旧疼痛难忍 却明显好多了 将伤口处理好之后 叶峰让白莲进入空间戒指中休息 收拾好现场之后 她就去果园里忙活起来 突然 天上传来一声音鸣 叶峰抬头看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只苍鹰跟雀鹰在高空厮杀 咦 还有一只苍鹰呢 叶峰惊讶道 仅凭一只苍鹰 明显不是雀鹰的对手 就在这个时候 从养殖区传来了土鸡惊叫的声音 翅膀乱飞 紧跟着 一只苍鹰从养殖区飞了出来 朝着远处狂飞而去 在这苍鹰的爪子上正 抓着一只土鸡 正扇着翅膀 想要挣脱 我靠 叶峰目瞪口呆 这两只苍鹰还真聪明 一只将雀鹰引开 另一只潜入养殖区 那只正在跟苍鹰厮杀的雀鹰 看到有土鸡被苍鹰抓走 发出一声愤怒的鸣叫 猛然甩开了苍鹰 朝着那只抓着土鸡的苍鹰飞去 这苍鹰抓着土鸡 飞行速度慢了许多 不过 那只原本被雀鹰跃得很凄惨的苍鹰 绝对是很好的搭档 拼命地追赶 阻扰雀鹰 就这样 三只老鹰越飞越远 很快就不见踪影了 叶峰倒也不怕雀鹰出什么事情 就算是两只苍鹰联手 也不一定能打得过雀鹰 封县 没凤山 在这深山老林之中 却有几间简陋的土砖茅房 一个穿着很朴素的中年男子 正拿着一把柴刀 再披着干柴 在不远处的屋檐墙壁下 披好的干柴堆砌得整整齐齐 师父 我回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壮得像一条牛的短发青年 飞奔来 一手提着一个行李包 却好像没分量一般 归来 怎么突然回来了 中年男子胡一刀放下柴刀 问道 师父 你不是说 我完成练骨 达到换血阶段 就可以回来吗 短发青燕归来身上 还穿着迷彩服 不过上身是迷彩背心 将满身的饱满肌肉 都衬托了出来 对了 师父 姚师妹呢 短发青年燕归来 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听说姚师妹已经辞职 为换血做准备 他 前段时间出去了 一直没有回来 中年男子胡一刀摇头说道 师父 那我去找他了 短发青年燕归来 连忙将两个行李包 往土砖屋里一丢 就连忙朝着山下而去 中年男子胡一刀见此 摇了摇头 继续拿着柴刀匹柴 燕归来是他从小养大的 怎么不知道这小子的性格和想法 只不过月轻 一直把归来当成师哥看待 最后必定情伤 不过 他也不会去阻止 燕归来练武资质很不错 最有希望继承他的一波 只有经历过磨练 才能够真正脱胎换骨 傍晚的时候 叶峰将白莲 从空间戒指中放了出来 不过白莲出来后的一句话是 叶峰哥哥 我要洗澡 洗澡 为什么突然想洗澡呢 叶峰惊讶道 你看这本书写着 从小就要培养良好的习惯 勤洗手 勤洗澡 勤换衣服 叶峰哥哥 我一直没有洗过澡 这衣服也一直没有换过 这样很不卫生 白莲拿出一本书说道 白莲 现在不行 你刚刚拔掉一枚钉子 如果现在洗澡的话 就会对伤口形成影响 不利于伤口愈合的 叶峰说道 等到伤口 好得差不多了 你再洗澡好不 好吧 白莲美眸闪闪发光 点点头 然后想起身走动 叶峰正要上去扶他 白莲摇头说道 叶峰哥哥 我感觉可以自己走动了 哦 那你试试看 叶峰点点头 白莲双手负责床沿 慢慢起身 等到站起来之后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然后他开始慢慢走了起来 一开始走得很慢很小心 等到走了十几步之后 他就已经可以正常走路 只不过步伐有些虚幅而已 白莲真不错 这么快就可以走路了 叶峰欣慰地说道 白莲好转的情况 比他想象中还要快 现在才拔掉三枚钉子而已 最后 白莲走出了屋子 在果园中走了起来 一开始 叶峰还有些担心 不过看到 白莲走得稳当 也就放下心来 白莲 走慢点 叶峰看到白莲越走越快 最后都小跑了起来 连忙说道 叶峰哥哥 走路的感觉真好 这样想去哪就去哪 白莲哥哥笑了起来 然后好奇问道 叶峰哥哥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等你身上的钉子拔掉了 我就带你出去看看 好吧 叶峰笑道 好 白莲点点头 然后继续走 这里瞧瞧 那里摸摸 非常的快乐 在果园里转了一圈 叶峰正要带白莲回去 突然 铁皮房子里猛然传出了动静 叶峰有些疑惑 虽然距离上次的喷发 有段时间了 按照正常规律 应该还要几天的 难道又是非正常喷发 到现在为止 那个漩涡一共经历了两次非正常喷发 一次喷出了空间戒指 一次喷出了水晶棺 是不是说 这次很可能又是一次非正常喷发 想到这里 叶峰心中有些砰砰直跳起来 相比起来正常的喷发 他反倒有点期待 非正常喷发了 白莲 你在这里等着 知道吗 叶峰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条椅子 让白莲坐下来 然后说道 嗯 白莲还是挺听话的 坐了下来 走了这么久 他也确实觉得有些累了 叶峰看到白莲坐下 当即朝着铁皮房子那边走了过去 到了铁皮房子的门前 叶峰拿出手电筒和钥匙 先将门锁打开来 然后走入了铁皮房子中 第二扇门是没锁的 敞开着的 叶峰慢慢走了进去 心中颇为期待 不知道这次喷发的会是什么东西 永夜仙界的边缘 无尽深渊之中 这里是妖族苟延残喘之地 自从统领亿万妖族的白莲圣女被永夜仙朝擒拿 妖族就受到了沉重打击 彻底退入了枯寂而荒芜的无尽深渊之中 一座巨大的祭坛 出立在一片枯骨山峰之上 滚滚妖气弥漫 在这祭坛的周围 悬浮着几尊可怕的妖族 一妖全身漆黑灵甲 头长双脚 背身双翅 尖嘴獵牙 犹如恶魔一般 一妖却是个金发妙龄女子 妩媚妖惑 有着颠倒众生的容颜 不过在她的身后 赫然有着九条长长的毛绒绒尾巴 犹如龙蛇一般在舞动着 一妖全身白骨灵循 犹如被一具白色骨铠包裹住一般 一双眼眶之中 却跳跃着绿油油的鬼火 还有一妖 却是犹如一团灵体 变化无穷 这四尊妖族的气息 堪称是惊天动地 这空间秘妖 是我族前夫在永夜仙朝 终达万年之久的卧底 好不容易才得到的 现在我们得赶紧开启空间之门 否则时间一长 永夜仙朝 必定会有所察觉的 那金发妙龄女子说道 不错 圣女乃是我妖族的希望 现在被流放在枯竭时空之中 得不到灵气补充 永远也无法恢复实力 那白骨妖族 问声问气地说道 现在我们只有将生息灵种送入其中 定能够将那片枯寂时空 重新焕发出灵机来 不过 那个枯寂时空没有灵气 只怕短时间内 生息灵种也难以孕育出来 仅仅凭借生息灵种自身的转化之力 只怕要极为漫长的时间 那恶魔妖族说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毕竟不能直接输送灵气过去 否则就会直接被时空之力分解掉 不过总比圣女 一直被困在那个枯寂时空的好 只可惜 生息灵种都被永夜仙朝掌握 我们也只能搜集到这么一点点 那灵体妖族 突然吐出一片光点 环绕着它飞行 永夜仙朝利用着生息灵种 改造了大量的时空 势力越发的强大 如果不是正在跟另一个仙界在争战 只怕早就抽出力量 剿灭我们这些残余妖族了 白骨妖族说道 不管怎么样 就算是永夜仙朝不来攻打我们 我们一直待在这无尽深渊之中 早晚有一天就会逐渐消亡 唯一的出路就是外界 所以 我们必须耐心等待圣女的回归 金发妙灵女子说道 好了 我们赶紧打开那个时空 将生息灵种送过去 好 其他三大妖族 全都点点头 猛然吐出滚滚妖气 灌注到了那祭坛之上 同时 金发妙灵女子 突然丢入了一片奇异的玉符 落到祭坛之上 下一刻 这玉符破碎开来 虚空一阵 顿时一个漆黑的漩涡 猛然形成了 快 这个时空漩涡 只能持续片刻时间 金发妙灵女子大吼一声 顿时 那灵体妖族猛然一动 顿时那原本 环绕在周身的那片灵光点 猛然飞射而出 直接没入了那漩涡之中 也就在最后一枚光点消失 那漆黑的时空漩涡 也随之消散了 而整个祭坛猛然一震 焕然瓦解开来 果园 铁皮房子门口 叶峰拿着手电筒 往里面照了一下 有些奇怪 好像也没什么东西 不过见识过漩涡 喷发出空间戒指的经历 叶峰知道 这次喷发的可能是小东西 当即走了进去 用手电筒开始照射地面 突然 叶峰的看到了地面的一抹发射光 连忙走了过去 蹲了下来 然后捡起了一枚乳白色的东西 大概有豌豆大小 有点像植物种子 这是什么东西 难道刚才漩涡中喷出的 就是这东东 叶峰有点好奇 他连忙又用手电筒找附近 继续寻找起来 果然 他又捡到了几枚 这样疑似种子的东西 这一件 叶峰就花了大半个小时 足足捡到了近千枚种子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他又仔细查看了一遍 没有什么遗漏 这才走出了铁皮房子 他手上拿着一枚乳白色种子 用手电筒罩着 仔细查看了起来 这种子看上去很漂亮 犹如预知的一般 奇怪 怎么会是这东西 不知道有什么用 叶峰有点好奇 这种疑似种子的东西 他还是非常好奇的 只要是漩涡喷发出来的 肯定不简单的 要不种下去试试 叶峰摸着下巴想了想 当即朝着白莲所在的地方 找了过去 白莲看到叶峰回来 高兴不已 指着空中飞舞的萤火虫说道 叶峰哥哥 好漂亮啊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萤火虫 只有夏天才会出现的 叶峰笑道 萤火虫 它怎么会发光 白莲就是一个好奇宝宝 总有许多的为什么 叶峰自然只能耐心的解释了 这一解释 就是半个小时 因为解释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又必须解释荧光素 荧光素没事什么 两者之间的化学反应 又是什么意思 总而言之 最后又牵扯到化学方面了 解除了白莲的疑惑之后 叶峰这才开始 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了一个花盆 然后从果园里找了一个泥土 混入生命之泥 做成培养土 这次他放入的生命之泥多了许多 毕竟这种子是来自意界的 说不定要多放点生命之泥才有效的 放好之后 叶峰就将一枚乳白色的一丝种子的东西 放入了泥土之中 然后浇了一些水 接下来能不能生根发芽 就要看着东西是不是真的种子了 当然 就算是真的种子 也不一定会生根发芽 毕竟这是来自意界的东西 说不定环境条件不对 种好之后 叶峰将花盆放在花架之上 就带着白莲回到了屋子 叶峰早已经饿得鸡肠鹿鹿 当即开始做饭烧菜 而白莲则坐在桌子前 手指上夹着一根生命之烟 边抽边看书 场面看上去有些怪异 此刻 叶峰并不知道的是 在它将那疑似种子的东西 用生命之泥种在花盆的时候 那枚生息灵种 就开始吸收贪婪的 吸收生命之泥中残存的生命灵液 逐渐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在永夜仙界之中 生命灵液就是极为高级的灵气 专门用来激发生息灵种的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生息灵种就吸光了生命之泥中 蕴含的所有生命灵液 生息灵种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吸收的生命灵液越充足 那么它生根发芽之后 形成植株之后 转化能量为灵气的效率也就越高 自然而言 这生命之泥中的这点生命灵液 远远不够生息灵种吸收的 不过 生息灵种却还有一个特点 只要吸收到一丁点生命灵液 就足以让它激活 进入生根发芽的状态中 顿时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还是种子的生息灵种 就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生长起来 生根 发芽 抽出嫩液 然后形成了曼藤 朝着花架上攀爬缠绕 足足生长到了十几米的程度 这生息灵种形成的曼藤 这才减慢下来 大半的花架棚子 都被曼藤才不满了 不过这生息灵种形成的曼藤 跟地球上的普通植物不一样 它虽然同样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但是吸收光能之后 并不会吐出氧气 而是经过特殊的转化后 形成纯正的天地灵气 正是这种奇特的灵气转化功能 从而使得生息灵种 成为改造世界的强有力工具 由于现在是夜晚 这生息灵种形成的曼藤 无法吸收到足够的光能 光合作用几乎处于停滞中 此刻 叶峰已经做好了饭菜 端在桌子上正吃着 饭碗里成的 是由生命之泥种成的大米 叶峰称之为生命之米 看上去纯白无比 满屋子都是饭香 甚至都遮掩住了菜的香味 叶峰可是跟老妈老爸说了 绝对不能将这米卖出去 像以前 家里种了十几亩的地 每年产出的粮食 绝大部分都会卖出去 换成钱 这几乎是家里绝大部分的经济来源了 叶峰就是怕爸妈他们习惯性的 将这些珍贵的生命之米 廉价卖出去了 当然 叶峰还想法子 从家里弄了三四千斤骨子 放在空间戒指中 这东西放在空间戒指中最放心 白脸 难道你看到这么好吃的饭菜 就真的没有一点想吃的感觉吗 叶峰看到 正用手指着下巴的白脸 盯着自己吃饭 当即好奇地问道 不想吃 白脸摇摇头 真是奇怪 你不吃不喝 身体的能量需求从哪里来呢 叶峰好奇问道 叶峰哥哥 为什么人一定要吃东西才行呢 白脸好奇问道 当然了 这就涉及到能量守恒定律 你在走路说话的时候 都会消耗能量 还有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 也同样要消耗能量 你要不是不补充 岂不是就要一直消耗身体的 叶峰谢说道 那白脸怎么就不要吃呢 白脸撅着小嘴 眼睛大大的 看上去又萌又可爱 所以说 这是一个以现在的科学 无法解说的难题 或许 你们那个世界的人 应该都是这样吧 叶峰说道 他一直都没有瞒着 白脸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真相 毕竟随着白脸的成长 新兴的成熟 他就会知道自己 跟正常人类的不同 与其到时候去解释 还不如现在 就向他灌输这些东西 这样一来 也能够减少 暴露白脸秘密的可能性 吃过饭 叶峰将碗筷洗掉 这才陪着白脸 读书写字起来 不错 写字 这是白脸的一项 新的学习任务 现在白脸的手臂 已经力气不小 至少已经恢复到 一般少女的力气了 握笔写字 根本不成问题 看到白脸写出来的字 很是感叹 天才就是天才 就算是写字 也非常人能够比拟的 等到白脸写好一页纸后 他就拿起来让叶峰看 只要听到叶峰的称赞 他就非常高兴 等些时候 叶峰还准备教他毛笔字 画画之类 他想知道 最后白脸会达到什么程度 已经快凌晨了 叶峰做完了正常的排气提纲室后 洗完澡就爬到了床上 白脸早已经坐上去 白脸正拿着一本化学书在看 自从他听到叶峰解说了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的原因之后 他就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叶峰拿着手机 打开起点读书app 正准备看网络小说 以前他是看免费 不过自从有了钱之后 他就选择在起点中文网 注册了一个读者账号 下载了手机客户端 这样看书很方便的 卧槽 怎么没起点币了 叶峰正要订阅一本刚更新的 VIP章节 发现起点币 竟然只剩下三起点币了 他记得半个月前 才冲了一千块钱进去 虽说打赏了一部分 不过他每次打赏 都是三五块而已 不可能这么快用完吧 叶峰连忙查看了一下消费记录 顿时就目瞪口呆 自己什么时候订阅打赏了 这几本小说 他发现自己账户上的起点币 几乎都被消费在几本陌生小说上 肯定是被盗号了 叶峰很是不爽 虽然也就几百块钱 对现在的他来说就是九牛一毛 不过被无缘无故的盗走了 还是觉得太郁闷了 没办法 没有起点币 就看不了VIP章节 叶峰只能又往账户里充了三十块钱 这次他学乖了 少充一点 看完几本追更的VIP章节之后 叶峰郁闷的心裁 恢复了不少 又索性将账户里剩下的钱 又全部打赏了 免得有别人惦记着 好了 白连 时间不早了 睡觉吧 叶峰将手机放到一边 对白连说道 他现在要求白连 也适应跟自己一样的作息时间 嗯 白连听话得点点头 然后将输了下来 还主动将房里的灯熄灭了 这才躺下睡觉 迷迷糊糊中 鼻子突然好痒 叶峰猛然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 看到白连正在头发撩拨自己的鼻子 好吧 叶峰早已经习惯了 起床之后 叶峰来到屋后面的厕所 先撒了一泡尿 当然 门是一定要锁好的 要不然白连就得进来瞧了 从厕所里出来 白连已经拿着牙刷水杯 开始刷牙了 自从他看了某本书后 就坚持要刷牙漱口 洗练洗脚 叶峰哥哥 能不能不要把我 送到空间戒指里 里面真的好无聊 叶峰吃过早餐后 白连突然说道 叶峰微微一愣 随即想起 现在白连新兴已经逐渐长大 再让他一直生活在空间戒指中 确实不太合适 不过 自己不在的时候 让他一个人待在果园 叶峰也不太放心 想了想 叶峰说道 好吧 不过白连 你绝对不能离开这里 而且 一旦有人出现 一定要躲起来 就算是我回来了 也必须确定 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才能出来 虽然平时几乎没有其他人来果园 不过也要以防万一 叶峰哥哥 你放心 我知道 我一定乖乖听话 白连听到叶峰答应了 当即欢快地说道 叶峰点点头 摸了摸他的头发 然后这才上了车子 开车离开了果园 白连一个人待在果园 第一次没有叶峰在身边陪着 他感觉这一切都很新鲜 他在果园里到处逛着 跟那些猛犬们玩耍着 不知不觉中 白连来到了花架前 因为这里有一股莫名的吸引力 让他来到了这里 看着那布满了整个花架棚子的蔓藤 白连美眸中满是惊讶 昨天这里明明没有这么多蔓藤的 他的目光最后落到那花盆上 蔓藤就是从这花盆中长出来的 白连站在蔓藤之下 轻轻伸手抚摸着那蔓藤的叶子 脸上露出了一抹圣洁的笑容 很奇异的一幕出现 只见无数的蔓藤之条 从花架上蔓延而下 在白连的周身交织起来 最后将他全身笼罩了起来 犹如形成了一个蔓藤茧子一般 叶峰驱车到了镇上 先去工地看了一下 进展迅速 一片厂房框架已经建造了大部分 到处是正在忙活的工人 跟包工头说了几句话 叶峰就又去了叶氏超级鱼尔作坊 现在的叶氏超级鱼尔作坊 对叶峰来说可有可无了 不过叶峰并不准备停掉它 而是准备逐步改变生产方向 至少在鱼尔的生产上不再扩大规模了 按照他的想法 龙门花卉培植基地以后就专稿花卉种植 至于培养土的制造 就转移到叶氏超级鱼尔作坊来 甚至在以后 叶氏超级作坊 将会成为生命之泥的唯一输出点 这样一来 叶峰也就不需要控制太多的环节 只要掌握好生命之泥的供应环节 那么就能够掌控全盘 随着以后的发展 运用到生命之泥的方面可能增多 总不能这一点 那里一点根本不好控制 更容易泄密 总而言之 现在的格局很不好 必须调整过来才行 在作坊待了一段时间 叶峰又去了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第一批花卉的生长情况很好 第二批也已经长成了幼苗 第三批花种也已经拨了下去 老板 真是不可思议了 虽然第一批花卉还没有完全长成 不过我看生长情况 绝对是没有次品存在 全部是良品以上 而且 有不少已经出现了精品的征兆 我已经将这些拥有精品潜力的花卉 放入了特户温控棚区 24小时严格监控 以提升精品成率 在办公室中 杨华秋满脸兴奋到 从事花卉培植工资 将近20年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没有经历过 自从叶峰成为这个基地老板之后 他感觉自己的固有经验 全都被打破了 花卉的幼苗生长期 足足缩短了一倍还多 百分百的良品率 连精品潜力的成率 预估在千分之十八以上 这在花卉培植的历史上 还是从没有有过的 就算是掌握了特殊的花卉培植手段 能够配置出极品乃至真品的花卉来 不过那也只是适应于个人培植 而不是这种大规模的培植 总而言之 他对叶峰这个新老板 是彻底幸福了 嗯 好好照顾好这些花卉吧 用不了多久 我们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将会闻名事件 叶峰拍了拍杨华秋的肩膀 笑道 杨华秋浑身一震 脸上露出难以遏制的兴奋 以现在的培植状况 这还真是有可能 他几乎能够想象得到 如果大量的精品花卉 从龙门花卉培植基地流出去 将会对市场产生何等巨大的影响 他已经看到了 未来的光明前途了 在杨华秋的陪同下 叶峰查看了一下各个大棚的情况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叶峰产生了一个想法 现在的基地虽然规模颇大 不过还是远远满足叶峰未来的需求 在不能大肆提高精品 极品率乃至真品率的前提下 唯有扩大种植规模才行 以现在的大棚情况 一次性最多能够八十万株 这个数目看上去很多 不过一般良品花卉的损耗率是极高的 所以花卉市场极为庞大 区区几十万盆花卉的供应 对于庞大市场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更何况 叶峰需要的是大量的精品极品花卉 叶峰刚才观看了一下 基地周边都是广阔的田野 扩大规模倒是没有问题 当然 这个问题还是暂时做一种想法 毕竟他现在事情太多了 新公司还还没有开始 摊子铺得太大 他还真觉得麻烦 事情还是一件一件来得好 要不然很容易出错误的 还是稳当点好 从龙门花卉培植基地出来 叶峰就没有去封县那边了 暂时没什么要紧事情 而且他确实有点担心 一个人在果园的白莲 就算是出来了 也都是牵肠挂肚的 不过 路过石马镇的时候 他又去一个手机专卖店里 买了一台智能手机 还办了一张手机卡 准备给白莲用 这样的话 以后就算是出来了 也可以随时跟白莲联系的 叶峰开车回到果园 将车子停下 并没有看到白莲出来 不过 他早上出去的时候 嘱咐白莲 有人来的时候 一定要躲起来 就算是自己回来 也一样 所以他也没有在意 碰 叶峰跳下车子 将车门关上 这才朝着屋子里走去 边走边喊道 白莲 我回来了 你可以出来了 没回应 叶峰微微一愣 又喊了一遍 还是没回应 这个时候 叶峰有些紧张起来 虽说白莲学习了许多知识 不过从没有跟自己之外的人接触过 也没有接触过外界 甚至从没有离开过自己 白莲 你在哪里 叶峰将屋子里找了一遍 开始朝着周围区域寻找起来 还是没有回应 叶峰心中猛然一沉 难道白莲走失了 不过白莲还心存侥幸 毕竟山林这么大 自己才找了这么大的区域 想来白莲还在其他地方 很快 叶峰来到了果园内的铁皮房子 里里外外找了一遍 还是没有 棚屈也没有放过 他又来到了池塘边 菜地里 不过当他看到原来放棚花的花架的时候 不由的惊恶起来 忍不住眼睛擦了擦 怀疑自己是不是看到了幻觉 你妈 见鬼了 原本空空如也的花架顶上 已经被清脆欲滴的蔓藤彻底覆盖了 这怎么可能 昨天明明没有的 叶峰觉得很难以接受 突然 他想起了什么 连忙来到了昨天晚上 种植神秘种子的花盆前 花盆几乎被蔓藤掩盖住 不过叶峰拔开蔓藤 终于还是找到 从花盆长出的蔓藤主精 嘶 叶峰看到后 倒吸一口凉气 还真是那枚种子长出来的 卧槽 这到底是什么种子 未免也太变态了吧 从种下到现在 也就二十个小时不到 就算是多放了些生命之泥 也不可能长得这么快吧 叶峰心中惊叹万分 看来 只要是那个意见的东西 都是变态不已 对了 白莲呢 叶峰突然想起 自己是来找白莲的 虽然这种子长得这么快 让他震惊不已 不过他更担心 白莲现在在什么地方 白莲 你在哪里 叶峰四处看了看 大声喊道 叶峰哥哥 我在这里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轻微声音 从那漫腾中传了出来 是白莲的声音 叶峰非常熟悉了 叶峰终于看到漫腾之中 有一处非常密集的区域 根本是密不透风 白莲 你怎么会在里面 我现在叫你出来 叶峰心中焦急到 连忙拿出一把镰刀 想要割开漫腾 他还以为是这漫腾 将白莲缠绕起来 对于意见的东西 叶峰从来都不敢小看 这漫腾能够缠绕人 他绝对相信 地球上不就有识人花吗 或许 这是一种意见的恐怖识人漫腾吗 叶峰拿着镰刀 开始切割漫腾 不过他很快愕然了 因为这漫腾韧性极强 镰刀根本割不开来 难不成意见的东西 都这么变态 叶峰很是伤脑筋 当初那水晶棺 还是用激光切割机才割开的 而白莲的皮肤 竟然连针头和手术刀 都无法刺破割开 现在这漫腾又是这样 叶峰越发焦急起来 因为漫腾之内 再也没有白莲的声音 突然 叶峰想到了什么 顿时精神意念 进入了空间戒指中 没过多久 在他的手上 多了一把薄如禅意的 古朴奇异匕首 上面有着奇异的纹理 一边上有着锋利的锯齿 浑身散发出一股冰冷的寒芒 令人一看就觉得毛骨悚然 这是空间戒指里的 所有武器中 分量最轻的 就算如此 以现在的叶峰拿起来 都觉得有些迟疑 叶峰估计 仅凭这匕首的重量 估计有两三百斤 这是最轻的 其他的根本拿不起 就算是拿得起 也根本没办法用 两三百斤重的匕首 拿在手中 叶峰感觉 对手腕手臂的负担实在太大 他不得不时刻调整骨架 才能够保持对匕首的正常使用 叶峰握着匕首 开始对那些漫腾切割起来 这匕首跟漫腾 都是来自一个世界的 说不定可以切割开来 这匕首切割水晶关 虽然能够留下印子 不过当时 叶峰还没有换血成功 更没有修炼脏腑 所以拿匕首非常吃力 更不用说切割水晶关了 速度远远不如激光切割机 不得不说 匕首不会是来自 另一个世界的武器 切割漫腾 果然能够奏效 花了一些力气 第一个漫腾条 被叶峰切割了开来 突然 整个花架上的漫腾 猛然震动起来 无数的漫腾舞动 犹如无数的触手一般 似乎要朝着叶峰发起攻击 这是 叶峰看得头皮发麻 因为他听到了许多的漫腾 挥舞在空中 发出尖锐呼啸声 可以预想得到 一旦这些漫腾抽在身上 绝对不好受 更何况 这些漫腾的坚韧超乎想象 一旦被缠绕上了 就别想逃掉了 叶峰猛然身形一动 犹如猛虎一般飞蹿而出 要逃出那些漫腾的攻击范围 不过那些漫腾的数量太多 随便一根都有好几米长 甚至长得有十几米 简直是铺天盖地 彻底封锁了叶峰的周围 眼看着叶峰就要被漫腾包裹住 突然 白莲的声音从漫腾中响起来 小漫腾 别伤到叶峰哥哥 白莲的话 就好像是命令一般 原本疯狂挥舞的漫腾 一下子缩了回去 再也没有 发起攻击 惊魂触定的叶峰惊恶地发现 只见那密集的漫腾之中 突然无数的漫腾分裂开来 形成了一条通道 逐渐显露出了白莲的身影 白莲 叶峰看到白莲出现 惊喜万分 虽然他不知道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莲怎么会出现在这漫腾之中 不过看到白莲没事 他旋起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而且他已经明白 刚才这漫腾应该是听从了白莲的话 这才放过了他 这就意味着 白莲竟然可以命令漫腾 更不可思议的是 那漫腾似乎拥有意识 能够听懂白莲的命令 叶峰已经麻木了 他所认知的世界 随着那神秘漩涡的出现 变得越来越荒谬了 白莲 你怎么会在这里 叶峰看到白莲从漫腾之中走出来 连忙问道 叶峰哥哥 你早上离开的时候 我无聊就来这里玩 看到这里多了许多漫腾 我觉得很亲切 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 不过白莲做了一个梦 梦到了小漫腾 他刚刚苏醒 什么也不知道 我们就在梦中交流了起来 我教了他很多东西 他很有趣的 白莲很高兴地说了起来 小漫腾 白莲 你说这漫腾真的有意识 叶峰惊讶道 虽然隐隐判断了出来 不过听到白莲亲口告诉自己 他还是很惊讶 是啊 叶峰哥哥 你赶紧跟小漫腾认识认识 他肯定会喜欢你的 白莲点点头道 小漫腾 这是我叶峰哥哥 你也要叫他叶峰哥哥 白莲对那猪漫腾说道 那无数的漫腾都飞舞起来 似乎在回应白莲一般 白莲 你能跟这猪漫腾交流 叶峰好奇道 是啊 白莲点点头 那小漫腾说什么 叶峰问道 小漫腾说你伤到了他 他不喜欢你 白莲说道 叶峰哥哥 你放心 小漫腾很听我的话 我会让他喜欢你的 小漫腾 刚才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伤害你的 我以为你要伤害白莲 所以才伤到你了 叶峰点点头 对着漫腾说道 突然 那无数的漫腾朝着叶峰伸了过来 叶峰吓了一大跳 正想躲开 白莲连忙说道 叶峰哥哥 小漫腾说要跟你在梦中交流 叶峰对白莲是非常相信的 相信他不会说假话 当即没有动 任由那无数的漫腾将自己卷了起来 眨眼间的事情 叶峰就化为了一个漫腾茧子 一种奇怪的迷糊感 油然而生 就好像全身放松一般 紧跟着 他感觉自己的精神意识 似乎跟一个神秘的波动链接到了一起 然后在他的脑海中 竟然出现了一个绿色光团 这个绿光光团逐渐变化 最后化为了一个光着身子的小男孩 白白嫩嫩的 吸着手指 看上去极为可爱 叶峰哥哥 这个小男孩突然开口道 你是小漫腾 叶峰下意识的问道 是啊 叶峰哥哥 小漫腾的名字 是白莲姐姐给我取的 小漫腾一副天真灿烂的样子 让人一看就很喜欢 小漫腾 刚才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伤你的 叶峰说道 小漫腾知道 叶峰哥哥是好人 小漫腾喜欢叶峰哥哥 小漫腾咿呀咿呀的说道 小漫腾 你怎么会说话呢 叶峰好奇问道 这小漫腾的意识 明显是刚刚郁郁出来的 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般 按道理来说 应该必须慢慢学习 才能够说话 怎么会这么快就说得如此流利 跟自己交流一点问题 也没有 是白脸姐姐教我的 白脸姐姐说 小漫腾好聪明 什么都是一教就会 学习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白脸姐姐还说 她的知识是叶峰哥哥教的 叶峰哥哥 小漫腾以后也要跟你学习 好不好 小漫腾很是自豪说道 叶峰很是惊讶 这么短的时间里 学习速度这么快 或者说白脸用的 不是一般的方法 小漫腾 那我们以后交流 是不是都要用现在这种办法 叶峰又问道 她很好奇 刚才白脸跟漫腾 是怎么交流的 不是 白脸只要在梦中 掌握了叶峰哥哥身上 传递出的一种波动 进行连接上 不用这种方式 就可以进行交流 只要距离小漫腾 不是太远就行 小漫腾说道 叶峰有些惊讶 难道这就是 所谓的意识交流 或者说小漫腾的意识 可以向外反射 就跟手机信号传递 接受一般 小漫腾 那你的交流距离是多远 叶峰问道 三米的样子 离开小漫腾的身体 超过三米 就无法交流了 不过白脸姐姐的交流距离 要更远一些 可以达到五米的距离 小漫腾说道 你是说 白脸也可以用这种办法 进行交流 叶峰惊讶道 是啊 这还是白脸姐姐教我的 叶峰哥哥 你也可以跟白脸姐姐 用这种办法交流 不过 叶峰哥哥的距离 只有这么远 超出这种距离 那种波动就会散掉 小漫腾胖乎乎的小手 比划了一下 说道 叶峰听了之后 已经隐隐有些明白过来 小漫腾所说的波动 应该就是自己的 精神意识的外放波动 当初在实验室的时候 自己突然间 可以观想出伏迹纹模型来 就是精神意识 主动突破了肉身的禁锢 可以外放 捕捉到了那伏迹纹立体图像 释放出来的光子 从而在脑海中形成了影像 根据小漫腾的比划 大概也就是两三寸的样子 也就是说 自己的精神意识 可以外放两三寸 小漫腾的 可以达到三米 而白脸的最强 可以达到五米 叶峰又跟小漫腾交流了一会儿 突然间 脑海中又出现了白脸的影子 首先出现的是一团圣洁的光芒 然后化为一个绝美的人 正是白脸 在白脸的脚下 隐隐约约有一朵奇异莲花 足足有三十六种之多 将白脸衬托得圣洁无比 叶峰哥哥 我们以后可以这么交流了 白脸惊喜到 他以前不知道这种办法 这次跟小漫腾误打误撞的 完成了意识交流 叶峰也觉得 这种办法很神奇 不说话 仅凭精神意识上的交流 就可以完成 如果在一些特殊的场合 这种意识交流 无疑是极为方便的了 小漫腾 你怎么会生长得这么快 叶峰想起一件事情 连忙问道 我把你种下才十几个小时 你就长得这么大 小漫腾也不知道 等到我醒了时候 就这么大了 小漫腾摇摇头 有点小迷惑 他对自己的诞生 根本不了解 如果不是白脸误打误撞 跟他完成了精神意识上的交流 到现在 只怕都是懵懵懂懂 一片空白 不知道多久才能 才能够达到现在的情况 小漫腾 那你现在还在生长吗 叶峰又问道 他估计小漫腾应该是因为生命之泥 才长这么快的 还在生长 小漫腾只要能够有光照 就能够一直快速生长 直到极限 小漫腾点点头说道 光照 小漫腾 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有光照 就能够生长 叶峰惊恶道 是啊 小漫腾本来就是靠光照 才能够生存的 小漫腾并不觉得奇怪 小脑袋点点道 叶峰恍然大悟 怪不得一个小漫腾 长在小花盆中 竟然可以长成如此庞大的漫腾 只怕秘密就在于光照 只要有光照 就能够快速生长 叶峰又跟白莲 小漫腾用意识交流了一会儿 突然感觉到一阵疲倦感 紧跟着他 就跟白莲和小漫腾 失去了意识联系 从那种梦境一般的感知中 脱离出来 他身处漫腾的包围之中 密不透风 让他生出一种莫名的窒息感 突然 他感觉浑身一松 然后眼前豁然开朗起来 小漫腾已经散开了所有漫腾之条 形成了一条可以让他离开通道 叶峰哥哥 你身上的波动消失了 小漫腾无法维持刚才那种交流状态了 漫腾之嫩的声音 在叶峰脑海中响起来 不过 叶峰再也无法在脑海中 看到小漫腾的样子 呼 叶峰深吸一口气 觉得浑身舒畅 这漫腾附近的空气 似乎格外新鲜 呼吸的时候 浑身细胞都好像要在欢呼一般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吃了野香老鱼 吃了生命之泥 重成的蔬菜水果一般 不过 叶峰没想到 去想这一切跟小漫腾有什么关联 小漫腾 这种生命之泥 对你有没有帮助 突然 叶峰想起了一件事情 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一包生命之泥 对小漫腾说道 小漫腾只能一时接受信息 无法听到人的声音 所以叶峰想要跟小漫腾交流 除非是他自身的精神意识恢复过来 当然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由白莲为叶峰传递信息 叶峰哥哥 小漫腾说不需要 小漫腾只需要光照 对其他东西都是不能吸收的 小漫腾的声音再次在叶峰脑海中响起 不能吸收生命之泥 可是 小漫腾 你还是种子的时候 不是就吸收了生命之泥 叶峰很是好奇 叶峰哥哥 小漫腾也不知道 小漫腾根本就无法吸收它 小漫腾开始伸出一根根的枝条 将那包生命之泥都包裹了起来 一些漫条都刺入其中 却很快又退了出来 他的声音再次在叶峰的脑海中响起来 小漫腾 难道你没有根系吗 植物不是都靠根系吸收营养物质 然后依靠叶子进行光合作用 叶峰看到小漫腾的举动 惊讶万分 不过 他看了一眼那个花盆 这么小的花盆 这么庞大的漫腾 只怕这小漫腾真的不是依靠根系了 毕竟这花盆根本容纳不了多少根系 叶峰哥哥 根系是什么 营养物质是什么 还有什么是光合作用 小漫腾问出了一连串的疑问来 小漫腾 姐姐我知道 姐姐来告诉你 白莲迫不及待地说道 一副喜为人师的娇称模样 接着 白莲将小漫腾刚才问的东西 一一解释了出来 哦 小漫腾知道了 叶峰哥哥 小漫腾没有根系 也不需要根系 小漫腾完全是依靠叶子吸收光线 就能够满足生长需要 小漫腾恍然大悟道 听到小漫腾的话 叶峰只能惊叹万分 果真是时间无奇不有 没有根系的植物竟然还真的存在 只依靠光照 就能够满足一切需求 什么营养物质 微量元素 似乎对小漫腾都是不需要的 难道小漫腾已经完全到了 可以将能量转化为所需物质的地步 叶峰心中一动 生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念头 如果真是这样 就未免太恐怖了 这相当于造物主一般的手段 只要有能量 那么一切物质元素都能够创造出来 如果掌握了这样的技术 世上还会有什么不能做到的 随着对小漫腾的了解 叶峰的震撼越来越强烈 因为小漫腾根本就没有根系 所以叶峰对小漫腾 留在花盆中的部分很好奇 当他将花盆中的泥土 都一一翻开来 最终看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乳白色流体 有着许多犹如血管一般的纹理 而漫腾的主经就是从这乳白色流体中长出来的 叶峰估计 这乳白色流体应该就是小漫腾的核心部位 有原来的种子吸收了生命之泥后 转化而成 暴露在外面的乳白色流体 还在微微蠕动着 叶峰哥哥 这就是小漫腾的本体 只要我的本体没事 就算是所有的枝条都破断掉了 小漫腾依旧能够复原 一旦我的本体受到损伤 小漫腾也会到严重伤害的 小漫腾对叶峰一点防备心都没有 将他的弱点都说了出来 在他认可了叶峰之后 就对叶峰没有半点防备 只有百分百的信任 将叶峰当成了除白脸姐姐之外 第二个最亲密的人 叶峰听得嘖嘖称奇 没想到小漫腾的本体竟然是这样的 小漫腾 既然这本体是你的弱点 你要记住 一定不能将你的本体随便暴露出来 要保护得严严实实的 知道吗 叶峰严肃说道 在白脸的转述下 叶峰跟小漫腾的交流 没有任何问题 小漫腾知道 小漫腾的本体 只给白脸姐姐和叶峰哥哥看 不给其他人看 小漫腾嫩声嫩气地说道 说着 许多的漫腾猛然伸了过来 将这乳白色流体包裹了起来 形成了一个足有半米大的漫腾球体 不过这球体之外 依旧有着很多的漫腾 甚至叶峰发现 在这段时间里 小漫腾似乎又长大了一些 真是一种奇异的植物 突然 他想到自己的空间介质中 还有数百枚这样的种子 岂不是说 它们都可能跟小漫腾差不多 想到这里 叶峰心中砰砰直跳起来 不过 他暂时是不准备将其他的种子种植出来 其他的种子种植出来之后 肯定也会诞生出意识 这样一来 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教育培养才行 否则的话 这些异界植物 就可能出现失控的情况 叶峰绝对不允许出现 超出他控制的情况发生 幸好有白脸在 否则这小漫腾 就可能因为他无意中的疏忽 脱离了他的掌控 以后必须加强对小漫腾的思想教育 让他把自己当成最亲的亲人 现在的小漫腾刚刚诞生不久 正是最好调教的时候 在将小漫腾调教好之前 他暂时不准备种子 其他种子 还有一个原因 这小漫腾的生长速度 实在太快了 也不知道极限在哪里 虽然他承包的山林面积够大 不过 小漫腾的生长速度 实在把他吓怕了 要是小漫腾无极限的生长 最后占据了整个山林 那就事情大调了 随着小漫腾的出事 白脸找到了一个好玩伴 最大的爱好 就是教小漫腾各种知识 虽然小漫腾拥有意识 非常聪明 学习能力极强 不过他也有弱点 听不到声音 也看不到东西 只能通过特有的感知系统 接受外界信息 如果没有白脸和叶峰教他的话 他的自学能力 就会变得非常差 看到白脸躺在小漫腾编制的摇床上 跟小漫腾交流 叶峰笑了笑 这样也好 白脸有了交流沟通对象 这样一来 也就不会像以前那么无聊孤单了 毕竟自己不能时时刻刻陪着他 而且 小漫腾在白脸的教授下 也会慢慢成长起来 毕竟依靠自己一个人教的话 不仅累 效率也不高 以后就可以采用这种教育方式 等到白脸和小漫腾彻底成熟了 而其他的种子也逐渐种植了出来 那么他们就可以当老师 教其他植物的意识知识 就不需要自己亲力亲为了 不过 我必须好好策划一下 该怎么安置小漫腾了 叶峰摸着下巴 开始思考起来 小漫腾的成长太迅猛了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 最好是能够伪装一下 让小漫腾伪装成普通的漫腾 叶峰心中一动 有一个主意 漫腾很常见 不说在山林之中 就算是在城镇之内 也有漫腾的踪迹 一些绿化较好的小区 就会有大量的漫腾 爬满了一栋栋楼房的墙壁 小漫腾特殊的地方 就在于他的庞大 还拥有意识 更能够移动 那些能够主动挥舞的枝条 如果被其他人看到 只怕会直接吓死的 也只有叶峰能够承受住 毕竟他最近经历的事情 很多都是荒诞不羁的 不过 小漫腾的出现 倒是让我的果园变得更加安全了 小漫腾相当于一个看家护院的强悍保镖 叶峰微微一笑 小漫腾的强悍他 算是见识到了 连一般的镰刀都割不断 堪称是刀枪不入 一旦被缠绕上 绝对挣脱不了 现在的小漫腾 肯定远远没有成长到极限 可想而知 一旦小漫腾彻底长大 该有多么恐怖 更何况 小漫腾还能够移动 相当于是一座恐怖的移动站来 只是不知道 小漫腾在抗火方面如何 叶峰在山林中走动着 观看地形 看如何搭建架子 作为小漫腾的生长方向 必须有规划才行 否则的话 小漫腾就会随便乱生长的 只有通过规划 引导小漫腾的生长蔓延方向 就可以将小漫腾最大限度的 伪装成普通的漫腾 咦 奇怪 怎么多了这么多鸟 走着走着 叶峰发现树林中到处有鸟在鸣叫跳跃 虽然以前也有鸟 由于有雀鸣的威慑 经常会被雀鸣驱逐开来 可现在果园中 却出现了许多的鸟 而雀鸣却不见了影子 难道又去追两只苍蝇了 那两只苍蝇明显是吃土鸡吃上瘾了 天天都要想方设法来偷土鸡 于是乎 雀鸣与两只苍蝇之间的战斗 就没有停止过 不对啊 就算是以前有生命之泥的吸引力 引来了一些鸟 也不可能有这么多鸟的 毕竟生命之泥对动物的吸引力 只有靠近一段距离才行 叶峰心中暗响 叶峰继续观察起来 又发现了一些细节 那些鸟并不敢太过于靠近小曼藤 在距离小曼藤十丈之内 没有一只鸟的存在 大量的鸟 却聚集在十丈外道 二十丈这个区域 似乎这些小鸟都被小曼藤吸引 却又害怕小曼藤一般 叶峰摸了摸下巴 突然看向几头在远处溜达的猛犬 平时这些猛犬 最喜欢跟着自己到处跑了 可现在 它们也不敢靠近 叶峰心中暗响 突然 他走到小曼藤面前 对着白莲说道 白莲 你问一下小曼藤 是不是它身上有什么气息 会让那些鸟和猛犬们害怕 好的 叶峰哥哥 白莲点点头 很快 小曼藤的声音 就在叶峰脑海中响起来 叶峰哥哥 小曼藤不喜欢那些鸟 它们会落到小曼藤身上 会拉出一些脏东西 到小曼藤身上 所以 小曼藤才 才将它们赶开 不过叶峰哥哥 要是想让那些鸟过来 小曼藤将气息波动收敛起来 它们就不会害怕了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些鸟就算了 还是不让它们过来了 免得它们 把你身上弄得脏兮兮的 不过 那些狗狗 以后也是小曼藤的朋友 你们可以一起玩的 跟它们交流 不过它们 没有你聪明 所以 你可以教它们支收 叶峰点点头 然后说道 叶峰哥哥 小曼藤也可以教它们 小曼藤惊喜万分道 似乎能够教那些狗狗们 它就非常高兴一般 当然 你比它们聪明 你掌握的知识比它们多 当然可以教它们了 叶峰笑道 当然 小曼藤能不能教狗狗们 狗狗们能不能学习 叶峰就不知道了 或许小曼藤的意识交流 说不定真的可以让狗狗们 变得更加聪明 那么就是意外之喜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小曼藤也可以教狗狗了 小曼藤很是高兴 然后大量的曼藤 猛然飞射而出 铺天盖地 那几只狗刚刚发现那种 让它们觉得畏惧的气息消失 开始靠近曼藤 不过突然飞出的无数曼藤 朝着它们笼罩而来 吓得狗狗们汪汪地大叫 然后撒开四肢就要逃跑 却很快被大量的曼藤包成了饺子 然后只能发出呜呜呜的声音来 最后那些曼藤缩了回去 也将几只猛犬都拖了进去 远处看着的其他猛犬土狗们 吓得浑身站立 夹着尾巴逃之夭夭了 叶峰看到这一幕 惊恶不已 这小曼藤的动作还真是粗鲁啊 这下子那几只狗狗还不得吓个半死 当然 小曼藤教狗狗们的成果到底如何 叶峰暂时就不知道了 他已经转身离开了 返回屋子 时间也不早了 他还没有吃中饭呢 再加上刚才精神意识消耗过大 他现在真的感觉饿的是前胸贴后背了 咦 奇怪 怎么感觉这空气变得这么浑浊了 呼吸起来真是有点怪感 叶峰回到屋子 越发感觉不对劲 这屋里屋外的空气质量 明显比小曼藤附近要差了不少 难道跟小曼藤有关系 叶峰脸上露出了一抹沉思来 再去看看再说 叶峰连忙走出了屋子 走向小曼藤所在的位置 他走得很慢 边走边感受呼吸的情况 慢慢的他发现 越是靠近小曼藤 空气质量就变得越来越好 而且变化颇为明显 难道就是因为这种空气的变化 所以才将那些鸟吸引了过来 叶峰心中生出了一个想法来 根据一般植物的光合作用 在可见光的情况下 通过光反应和碳反应 会吸收二氧化碳 水转化为有机物 释放出氧气 现在小曼藤的吸收光能 虽然进行的反应可能更加高级 在某种基本原理上 基本原理上应该也差不多 会转化为有机物 小曼藤之所以长得这么快 就在于生出的有机物非常多 效率非常高 那么是不是说 除了有机物之外 还会不会释放出一种 类似于氧气一般的气体 可以改变空气质量 让其他动物都非常喜欢呢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要不然就解释不了 现在这奇异的现象 光合作用释放出的氧气 可以在空气中检测到 那么 我是不是可以检测一下 现在空气中的气体成分 叶峰心中琢磨着 不过 他也担心会不会出现 跟生命之泥一样的情况 根本检测不出来 或者说 以地球上现有的技术 检测不出来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毕竟这小曼藤是来自易解 也许生物跟地球上 有着本质的区别 想到这里 叶峰摸了摸下巴 然后回到屋子里 拿出一个打气筒 然后又找出了几个 没有使用过的空气球 然后来到了小曼藤的附近 用打气筒给空气球 灌注这附近的空气 只要这空气中 真的有那未知的气体 那么 装入空气球中的空气中 一定会含有的 叶峰连续装了几个空气球 然后将这些空气球的口子 扎了起来 先用绳子系在一起 放在屋子里 接下来 他开始做饭吃 等到吃完饭之后 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叶峰又来到了小曼藤的附近 果然 在这么短时间里 小曼藤似乎又长大了不少 叶峰哥哥 你来玩步 小曼藤结成的摇篮 睡起来好舒服 白莲从悬挂在花架上的 曼藤丛中伸出头来 朝着叶峰招手道 白莲 你自己玩吧 对了 白莲 我要出去一下 记得我上午跟你说的 叶峰笑着说道 叶峰哥哥 白莲还记得 一定不能跑出去 有人来的时候 一定不能露面 就算是叶峰哥哥你回来了 白莲也不能一下子就出来 必须等到叶峰哥哥 叫唤白莲的时候 白莲才能够出来的 白莲笑嘻嘻复述了一遍说道 白莲真怪 就是这样 还有 白莲 你也告诉小曼藤 如果有其他人在的话 他不能表现出任何的不同 只能演示成普通的曼藤 叶峰笑着点头道 嘻嘻 叶峰哥哥 白莲早已经跟小曼藤说了 白莲笑着的时候 眼睛都眯了起来 看起来格外的干净 白莲实在太棒了 叶峰很是高兴 这说明白莲已经开始理解和适应了 知道自己所处的境地和状况 已经有了主观上的防患意识 如果白莲还像以前那么懵懂无知 叶峰就真的要担心了 又交代一些事情后 叶峰这才回到屋子 将那几个装满空气的空气球 放到了车子里面 然后驱车离开了果园 他要检测一下空气中的成分 当然 他不需要去专门的科研检测机构 在他的龙门花卉培植基地中 就有专门的空气检测设备 叶峰条件不一需要调整空气成分 温度等等 这就要时刻检测空气的成分 从而及时进行控制 当然 叶峰并不知道 这基地中的检测器 只能检测出具体的成分 至于未知的东西 就无法检测出来了 不到半个小时 叶峰就再次来到了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杨华丘看到叶峰再次到来 还以为有什么重要事情 当即屁颠屁颠得跑了过去 等到他见到 叶峰从车子里拿几个空气球 疑惑不已 你忙你的 我去一下监控实验室 叶峰说道 在大鹏区就有一个监控实验室 除了能够监控各大鹏区的空气情况 而且还会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对空气成分进行具体检测 这就需要用到实验室的设备了 总的来说 这监控实验室 绝对算是整个基地科技含量最高的地方了 负责实验室的是一个叫陈亮的空气质量检测师 三十多岁的样子 话不多 显得有点内向 不过这样的人一般实在 做事很老实 老板 我们实验室的设备 只能检测出具体的成分 如果是未知的 就不行 除非是更高端的检测设备才行 陈亮听了叶峰的要求之后 摇摇头说道 不行 叶峰眉头皱了起来 如果不能检测出那种未知的成分 哪有什么意义 那你先检测一下 这里的空气具体成分吧 虽然不满意 不过叶峰还是说道 好的 老板 陈亮连忙点头 接过一个气球 然后开始检测起来 他先将气球的口子解开 套到检测仪器的一根金属管子上 然后用套子估紧 他又按了几个按钮 叶峰看不懂 只能在一旁看着 而陈亮也没有解释 只顾着做自己的检测工作 大概忙活了十几分钟 陈亮拿着一个打印的单子出来 递给叶峰说道 老板 这是检测到的空气成分情况 很奇怪 氮气 奶气 氧气 二氧化碳 氢气等较正常值少一些 氧气比正常值高一点点 不过主要是水蒸气的浓度高出了许多 而且这些水蒸气的似乎并不会冷凝下来 从头到尾 这水蒸气的浓度都没有发生过变化 它与其中透出一种浓烈的疑惑 一般来说 水蒸气会随着地理位置的变化变化 而刚才陈亮用了一些手段 影响空气 却没有对水蒸气造成影响 水蒸气 叶峰微微一愣 如果陈亮说氧气发生了变化 他觉得可以理解跟水蒸气有什么关系 南部成果园中小曼藤是放出的未知气体 就是水蒸气不成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或者说 那无法检测出来的未知气体 有可能跟水蒸气结合了起来 应该没错 小曼藤是放出的未知气体 应该是跟水蒸气结合在一起 才能解释水蒸气的浓度 为什么不会发生变化 叶峰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 想到这里 叶峰对陈亮说道 陈亮 你继续分析一下水蒸气的变化情况 看能不能用其他办法改变水蒸气的状态 好的 我试一试 陈亮点点头 他不知道叶峰到底想做什么 毕竟这空气虽然有些奇怪 不过也不至于如此重视吧 不过他的性格是该做的就做 不该说的绝对不说 现在老板吩咐 他也就没有其他想法 只会服从命令 当即他又拿了一个空气球开始检测起来 这一次他用了其他办法 比如加温 之前的温度变化 只是区区几度十几度而已 可这一次 就在几十度上百度区间内的变化了 另外还有降温处理 强光照射 压强变化等等 这一做就是个把小时 老板 我刚才又用加温降温等处理 很奇怪 水蒸气全都没有任何变化 就算是在零度以下的环境下 水蒸气也没有发生液化固化变化 依旧是以水蒸气的形态存在 陈亮眼中的好奇越发强烈了 他还从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水蒸气跟其他空气成分不一样 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 正常情况下 在高温的时候 水蒸气的比例会达到最高 而在零度以下的时候 大量的水蒸气就会液化固化 这明显不符合水蒸气的特点 嗯 这样我知道了 陈亮 你有办法研究出水蒸气的组成成分吗 叶峰点点头 突然问道 陈亮微微一愣 水蒸气就是水蒸气 怎么还会有其他成分呢 如果有其他成分 那就不是水蒸气了 我意思是说 既然这水蒸气 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变化 说明这不是一般的水蒸气 水蒸气的成分中 可能含有其他的成分 才让水蒸气的结构 变得非常稳定起来 叶峰想了想说道 哦 老板 这个确实可以做到 不过 以实验室现有的设备 根本不足以研究出来 陈亮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道 如果我能够提供你相应的设备 你有把握吗 叶峰正色说道 老板 只要有设备 我一定能够研究出来 陈亮别看不说话 有点木讷 却勤勤恳恳 而且对事情非常负责 叶峰也曾经从各方面了解过 基地里的员工情况 对陈亮还是有些了解的 那好 需要什么仪器设备 你开一个单子 我给你买来 叶峰点点头说道 陈亮眼中满是期待 对他来说 在这简陋的实验室中 做各种研究分析 都是小儿科 根本发挥不了他的真才实学 不过 我让你研究的事情 绝对不能跟第三个人 必须好好保密 知道吗 叶峰又提醒了一句 老板 你放心吧 我嘴巴严实得很 陈亮保证道 我当然相信 要不然也不会找你的 好好干吧 只要这次完成任务 我就为你建立一个真正的实验室 让你当实验室的头 独立于种植部 叶峰拍拍陈亮的肩膀 鼓励说道 要拉拢人心 让人服从自己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利益 现在叶峰算是做得够好了 果然 陈亮眼中满是兴奋 他现在虽然是实验室的负责人 不过实验室 其实就他一个人而已 还是要受杨华秋的管理 杨秋华那人善于拍马屁 对下面的员工 却又很喜欢耍威风 你要得罪了他 小鞋就穿不完了 而他本身性格木讷 不善交际 经常受到杨华秋的刁难 这样一来 很容易受气 如果能够从种植部分离出去 成为独立部门 那么他的日子就耗过多了 很快 陈亮就写了一张单子 里面的仪器设备 多达二十几样 什么显微镜 分子检测仪等等 还有其他东西 有各种化学试剂 玻璃试管等等 陈亮很忐忑不安 毕竟他写的东西太多了 加起来可是价值不低 老板能同意吗 还有要加的吗 一次性买来 免得以后没有 单个时间 叶峰却浑然没在意 陈亮在写单子的时候 还将各类仪器设备等东西的 大概价格都标记上来 所以他稍微看一下 就知道总价 这些东西购置下来 起码也要一两百万之多 不过对现在的叶峰来说 也就是九牛一毛而已 老板 还有几样 不过价格很贵 一般的大型实验室中 都会用到 另外最好有一台超级计算机 陈亮小声说道 既然要做 肯定要做好 都写上吧 叶峰笑道 听到叶峰的话 陈亮心中猛然松一口气 心中激动万分 他知道 老板是真的准备建立一个 健全完善的实验室 当即连忙又在单子上 写下了其他一些仪器设备 经过最后总计 叶峰估计价值在五百万左右 行了 等会开会 你也参加一下 叶峰说道 好的 陈亮强忍着心中的兴奋 点点头说道 叶峰拿着单子 走出了实验室中 开始通知下面的主管级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室中 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 分别种植部的杨华秋 后勤部的李树财 人事部的沐香兰 财务部的金书文 还有现在任会计专员的圆圆 虽然圆圆不是主管级员工 却是叶峰安插在花卉培植基地的人 每隔几天时间 圆圆就会给叶峰打报告的 所以 圆圆在财务部算是分量不轻 生产车间的李双良 还有作为生产监督员的三旧沈元庆 还有销售部的王立新 宣传部的刘鱼鱼 采购部的杨高尚 花卉质检部的叶祥宇 办公室秘书卉贞 负责记录会议信息的 另外 还有鹏区实验室的陈亮 陈亮出现在会议室中 作为陈亮上次的杨华秋 有些意外 顿时眼神就不一样了 难道老板开始看中陈亮了 这下子 他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威胁 其他人没想到 陈亮也有资格参加会议 沈元庆和元元就不说 都是老板叶峰安插进来的 身份都不一样 而陈亮却一直是基地的老人 因为性格木讷 不善交流 存在感很低的 陈亮第一次参加主管级会议 却心中激动 暗暗下决心 以后一定要好好表现 绝对不能让老板失望 会议开始后 叶峰先简单的说了几句 就提到了花卉培植基地扩展的事情 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负责销售的王立新皱着眉头说道 老板 现在花卉的还没有上市 要不先等打开市场之后 再策划扩展的事情 他这是稳当之际 一旦摊子扑得太开了 只怕会影响基地的运转 说不定陷入前任老板的窘况 虽然其他人没说 不过也都有类似的顾虑 虽然基地扩大 对他们都有好处 却要也在基地有序发展的前提下 有多少企业公司 就是在盲目的扩张下 最终倒闭破产的 我知道王主管的想法 花卉的销售问题 我已经有了专门的渠道 等会议结束之后 王主管你留意下 我会跟你谈一下销售方面的事情 叶峰看了王立新一眼 这是基地的一个老人 资历很深 还是基地出建的时候就已经在了 一直负责销售方面的情况 积累了一定的销售人脉 王立新微微一愣 不知道叶峰的想法 不过还是点点头 按照我的思路 基地最后的规模 必须扩展到十倍以上 建成南省最大的花卉培植基地 当然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所以 整个扩展计划将分成几期走 第一期就是将先扩展一倍的规模 这个时间段大概在半年到一年左右 第二期就要达到五倍规模 而第三期就要达到十倍以上规模 叶峰目光看了一下在场的人 在场的人听后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暗暗震惊老板的野心之大 老板 要将基地扩展一倍 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 土地的租赁购买 厂房棚区的建立 员工的聘请 至少也要几百万元 财务部主管金书文说道 他是最了解基地现在的财务情况 虽然中途叶峰注入了一笔两百万的资金 不过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的 这个我知道 所以我会再注入一笔资金 不过 在培植基地的扩建之前 种植部的实验室 已经满足不了需求 也必须重建了 我的要求是建立南省乃至全国最先进的培植基地 所以 我决定将实验室从种植部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实验部 这个部门将负责棚区环境的监控 检测 花卉品种的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现在暂时由陈亮担任实验部的主管 负责实验室的所有工作 另外从后勤部 种植部调几个人过去 搭建一下实验部的框架 叶峰点点头 又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最震惊的莫过于杨华秋了 实验室从种植部分离出来 意味着他的权限得到缩小了 想到原本是他手下的陈亮 一下子跃居成跟他评级的主管级人员 他心中就不是滋味 心中苦恼 难道自己最近的表现让老板不满意了 他心中不由的紧张起来 而其他人都惊愕不已 没想到平时不险山不漏水的陈亮 竟然一下子得到老板的重视起来 他们是羡慕极度恨 都是有的 陈亮却心中激动万分 脸上犹如喝酒一般的驼红起来 他从没想到自己也有今日 对叶峰的感激之情越发强烈起来 杨主管 这是实验室所需要采购的单子 你负责采购一下 叶峰将陈亮写的单子 递给了采购部主管杨高尚 杨高尚接过来看一眼 大吃一惊 因为这采购量未免也太大了吧 看来老板对实验室的重视 比他想象中还要大 其他人的目光都落到那张单子上 见到杨高尚的表情都很好奇 这单子上到底写了什么 由于实验室的筹件 培植基地的扩展 牧主管 你必须尽早招聘一批储备员工 最好是花卉种植方面专业的 大专大学毕业生 叶峰又对人事部的沐香兰说道 虽然可以等到扩建好之后再招聘 不过叶峰更希望早做准备 通过这段时间培养一批技术骨干来 而不是等到临时抱佛脚 这也是一些大型企业 很注重人才的储备 就算是现有职务员工有充足了 依旧会每年招聘储备人才进行培养 会议结束后 会议室中只剩下叶峰和销售部的王立新 叶峰跟王立新交代一下 蔡老的花卉鉴赏茶会的事情 到时候让他跟自己一起去参加 毕竟以后花卉销售的事情 肯定要交给王立新去做 自己总不能亲力亲为 王立新心中震惊不已 没想到老板还有这样人脉关系 跟丰县乃至楼市八县的龙头企业的创始人 都有合作 当下兴奋不已 对基地的前途越发有信心起来 如果培植基地的花卉 能够在这种级别的花卉鉴赏茶会上 打出名气 还怕找不到销路 好了 你让宣传部好好为这次的花卉鉴赏茶会 写一个宣传策划方案 作为在花卉鉴赏茶会上宣传之用 叶峰想了想说道 他自然要将这次的花卉鉴赏茶会 好好利用一下 好的 老板 王立新点点头道 好了 你去做事吧 叶峰说道 王立新离开了办公室 而叶峰坐了一会儿 去了一趟财务办公室 先赚了一千万道财务账户上 作为实验室建造和培植基地扩建的前期资金 叶峰还临时从各部门抽掉了人员 组建了一个基地扩建小组 负责基地扩建工作 叶峰自己担任组长 后勤部的李述才和宣传部的刘渝担任副组长 当然 主要工作还是由两人去做 他最多平时关注一下动向而已 做完这些事情 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了 除了加班人员外 绝大部分员工都已经开始下班了 三舅沈元庆一般是住在厂里的 最近叶峰听的小道消息 说是三舅跟厂里的一个女工关系密切 据他所知 这个女工离过婚 带着一个女儿已经上初中了 对此 叶峰觉得这对三舅是一个机会 以三舅的年纪和走路不方便 想要在乡下找到媳妇 实在很困难的 如果三舅能够跟这个女工走到一起 倒也不错 当然 这是还才开始 最后能不能成 就要看三舅的努力了 不过 叶峰感觉三舅最近开朗了许多 脸上总是笑容 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就是这个道理 或许 三舅的春天真的要到了 叶峰回去的时候 顺便载着媛妍回去 平时媛妍下班回去 都是由朱练兵来接的 这次也是顺路回去的 媛妍 你跟兵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叶峰边开车边问副驾驶坐上的媛妍 她对媛妍还算满意 工作能力挺强的 性格也还不错 跟同事相处的可以 唯一的缺点就是喜欢打报告 当然 对于这一点 叶峰还是挺喜欢的 至少通过圆圆的小报告 她对培植基地里的情况了如指掌 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矛盾 一清二楚 很显然 这圆圆也很精明 知道叶峰将她安插在基地里的目的 所以将这个职能发挥到了极致 我们准备十一国庆节的时候结婚 圆圆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羞涩 十一结婚 那不错啊 恭喜你们啊 叶峰惊讶万分 这也太快了吧 两人交往也就几个月的事情 当然 她也知道 不是每一个人之间的恋爱都是很漫长的 乡下地方 通过相亲 只要对眼 就可以马上订婚结婚 快得很 很奇怪的是 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婚姻 并不会因此短暂 反而大多很牢固 相反 那些通过长时间恋爱的婚姻 反而容易瓦解 是她催得急 要是我 还要处处在说 圆圆手中撩拨了一下发丝 说道 冰子很实在的一个人 结婚之后 她肯定会对你好的 叶峰笑道 她敢不对我好 圆圆说道 两人正聊着 突然圆圆惊喜说道 叶峰 你看 那是朱炼冰 她骑车来接我了 叶峰朝着圆圆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看到朱炼冰骑着一辆三轮车 叶峰 我要下车了 圆圆连忙说道 好的 叶峰在路边停了下来 圆圆连忙下了车 而朱炼冰也开车电动三轮车 已经过来了 叶哥 朱炼冰看到叶峰 惊讶道 呵呵 冰子 你女朋友看到你来 连我的车子都不坐了 我看你可是找了一个好女朋友 叶峰趴在窗户上 笑道 朱炼冰脸颊一红 不过脸上笑容却遮掩不住 显得很幸福的样子 叶峰 我和圆圆十月一号就要结婚 到时候请你来坐一坐 朱炼冰想起一件事情 连忙说道 呵呵 刚才圆圆跟我说了 你速度够快的 叶峰笑道 朱炼冰挠了挠头 憨笑一声道 是挺快的 这不是圆圆催 他正要说出来 没想到圆圆狠狠瞪了他一眼 顿时幡然醒悟过来 连忙打住 说道 我妈妈她催得急 所以我就想早晚要办 就早点办了 叶峰听出了朱炼冰的言不由衷 看来催得急的是圆圆 不过看样子 笑了笑 说道 那行 到时候有什么事情 就通知我 好的 朱炼冰点点头 叶峰又跟他们聊了几句 就发动车子离开了 圆圆坐上了朱炼冰开的三轮车 突然恶狠狠说道 朱炼冰 你刚才说谁催你的 呃 老婆 我刚才说错了行不 朱炼冰连忙变换了一个神色 衣服还没有结婚 就气管炎的模样了 哼 这就对了 好了 开车吧 对了 以后就别老用这三轮车来接我了 我们要早点买车哦 怎么说 你现在也是作坊的主管 圆圆开始说叫起来 可是老婆 你不是说要先买房吗 朱炼冰说道 哦 也对了 先买房 然后买车子 朱炼冰 要不 你向叶峰借点钱 怎么样 他跟你关系这么好 应该不会拒绝的 圆圆突然眼睛一转说道 这样不好吧 朱炼冰犹豫道 他真开不了口 虽然知道只要开口 叶峰肯定不会拒绝的 有什么不好啊 你要知道 你家房子是土砖屋 我们结婚都没有地方啊 难道还在你家那快要倒摊的土砖屋里结啊 反正你多少借点 我爸妈也说了 也不需要你出多少礼金 到时候也全退给我们 而且我这几年也有一些积蓄 你再在叶峰那里借点 我们把房子车子一起买齐了 圆圆计划着两人的未来 他也不准备在县城买 由于工作的缘故 直接在石马镇买一套房子就行 全款的话也就二十万左右 房子还大 至于车子 主要是方便上班 虽然朱炼冰在作坊里工作了几个月 最近每月收入至少上万了 由于工作时间短 手上的积蓄也不超过十万 而朱炼冰妈妈那里 估计还能够拿出个几万 再加上她身上的积蓄 家里支持一些 估计也就够房子的钱 至于车子 结婚的钱就不够了 好吧 我试试 朱炼冰深吸一口气 终于还是点了点头 你可得快点 以早不宜迟啊 圆圆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相信这是肯定没问题的 叶峰一路开车往回赶 不过他却在考虑 朱炼冰结婚的事情 朱炼冰对他来说 不仅是老同学 手下员工这么简单 当初自己进行鱼尔销售 朱炼冰就是最先来帮自己忙的 绝对算是作坊的的元老了 这次他结婚 叶峰必须有所表示了 朱炼冰家里的情况 他早就了解 虽然最近几个月帮自己工作 应该赚了一些钱 不过想要结婚 经济上肯定还是很紧张的 特别是房子方面 还是土砖屋 又有一段时间没有住过了 更是不能作为结婚的地方 对了 刚好石马镇市场边上 有一批新建的住房 正在出售中 倒是可以考虑 叶峰突然心中一动 不过 该以什么方式 将房子给朱炼冰 直接赠送的话 以朱炼冰的性格 肯定不会接受的 正好作坊成立 也快有半年时间了 弄一个半年员工奖励 就可以名正言顺 都将这房子奖励给朱炼冰 不过 其他一些有贡献的员工 也肯定也要准备 一下半年奖励 以后每年搞一次这样的奖励 可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更能够提高他们荣誉感 叶峰很快就有了注意 而且感觉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一味的涨工资 并不是最好的激励手段 因为工资的涨幅 也许一开始可以激励 但是时间一长 就会举的是理所当然 只有这种额外的奖励措施 才会真正的形成一种 强有力的激励方式 那些大型公司 每年的年终奖励 都要耗费几千万 几亿乃至几十亿 就是这个道理 有了主意 叶峰心中就豁然开朗起来 他很快对半年奖励有了负案 一等奖励 石马镇新建房子一套 一般来说 石马镇的房价 在一千多元一平 最好的也不超过两千 一套一百平的房子 包括精装修在内 也就二十多万而已 二等奖励 就是三五万元的QQ车 三等奖励 就用几千块的液金显示器 笔记本电脑 台式电脑 电冰箱 空调等电器设备 最后 就是安慰奖励 三五百块钱 每一个人都有 这样就拉开了档次 而每一个人 又都能够得到奖励 不会让人失落 却能够激励那些 没有得到大奖的员工 更加努力的工作 虽然弄出这样的半年奖励 需要花掉三五十万 对叶峰来说 这也算不了什么 想通了这些 叶峰心情大好 回到了果园 先直奔果园花架去 果然 在这里叶峰找到了白莲 正睡在曼藤之中 好不自在 叶峰哥哥 你来了 小曼藤看到叶峰到来 很是高兴 无数的曼藤挥舞着 也缠绕成了一个窑床 叶峰也想试一试 连忙躺了上去 然后就看到窑床慢慢上升 就到了花架顶上了 旁边白莲正拿着一本躺着 叶峰哥哥 这本化学书上 我有些看不明白 你给白莲和小曼藤讲解一下 白莲翻身而起 说道 好啊 叶峰接过化学书 看了白莲用圆珠笔标记过的地方 上面还写着白莲的各种问题 一清二楚 叶峰开始讲解了起来 而白莲边听 还边跟小曼藤用意识交流 将叶峰所说的东西 也及时告诉小曼藤 就这样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天色已经很暗了 白莲 小曼藤 这次就到此为止吧 叶峰收起了化学书 说道 嗯 白莲点点头 叶峰让小曼藤将自己放下来 而白莲也跟着下来了 叶峰哥哥 小曼藤要跟着你们走 行不行 小曼藤传音道 可以啊 叶峰点点头 他知道小曼藤没有根系 移动是没有问题的 反正现在小曼藤的体型还不算特别大 最长的曼藤大概在30米左右 移动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叶峰和白莲两人站在一边 看着小曼藤开始动作起来 指尖的一条条缠绕在花架上 还有周围果树上 铺在地上的曼藤都移动起来 渐渐的 小曼藤从花架上脱落了下来 开始收缩起来 无数的曼藤都缠绕在一起 以本体为核心 形成了一个曼藤球 这个球体在快速变大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已经足足有一丈多高了 无数的曼藤都缠绕交织在一起 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草球一般 等到所有曼藤都缩了回来 小曼藤已经变成了一个曼藤球体 在球体的周围 还有许多的曼藤分散 就好像曼藤的无数触手一般 叶峰哥哥 小曼藤已经好了 小曼藤之嫩的声音 在叶峰的脑海中响起来 叶峰看得暗暗惊叹万分 真是一种神奇的植物 竟然可以变成这样 好的 小曼藤 你现在跟我们来吧 可不能破坏东西哦 叶峰笑道 白脸连忙转述给小曼藤听 叶峰哥哥 小曼藤不会的 小曼藤会轻轻的移动 小曼藤说道 嗯 叶峰点点头 然后朝着屋子走去 不过他边走边关注小曼藤 只见小曼藤周围无数的漫条舞动着 然后巨大的曼藤球体 开始滚动起来 看上去很是怪异 虽然早就知道 小曼藤可能会以这种方式移动 亲眼见到了 他还是觉得 令人难以置信 小曼藤在移动过程中 果然很轻巧 没有发生大的声响 很快就跟着叶峰和白莲 来到了屋子外 不过 小曼藤的身体实在太大了 根本进不去 没关心 小曼藤的身体 一下子分散开来 开始缠绕住了整个房子 许多的曼藤都深入了房子之内 眨眼间 叶峰的房子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曼藤房子 叶峰在外面看着 觉得很是不错 进了屋子 叶峰可以看到 屋子里有许多的曼藤 到处游走着 使得原本单调的房子内部 好像被点缀装饰了一番 感觉就是不一样 实在太棒了 一些曼藤在厅堂里 结成了一个摇篮 白莲又坐在了上面 挡着鞦韆 看着书又跟小曼藤讲解起来 而叶峰则开始煮饭做菜 不得不说 房子有了小曼藤之后 空气就是新鲜 平堂里 叶峰坐在桌子前 开始吃饭起来 叶峰哥哥 这就是白莲姐姐所说的吃饭吗 小曼藤的一根枝条伸了过来 很是好奇问道 他只要光照就可以成长 而叶峰哥哥 必须吃饭进食才行 白莲姐姐却什么也不要吃 这一切对他来说 都是新鲜的 是啊 小曼藤我问你 你吸收光照之后 会释放出一些东西 叶峰边吃边问道 释放出一些东西 是啊 小曼藤吸收的光照 除了转化出自身所需之外 还会放出一些东西 小曼藤吸收的光照 有大半都会化为这种东西释放出来 不过这种东西很难制造的 而且小曼藤也不能吸收 只能释放出来 小曼藤说道 亲口得到小曼藤的验证 叶峰已经更加确信 小曼藤是放出了未知的气体 跟水蒸气结合在一起 由于那未知气体的某种属性 使得水蒸气 无法发生结构上的变化 不能液化 也不能固化 只能以纯粹的气态结构存在 不过 这种未知成分到底是什么 必须等到陈亮好好研究分析之后 才能够得知 吃完饭 叶峰陪着白莲和小曼藤 看了几个小时的书 这才出去做排气提纲室 回到屋子之后 叶峰拿着毛巾筒子 穿着裤衩就要去洗澡 没想到 白莲从曼藤摇篮上跳下来 跟着出来了 说道 叶峰哥哥 白莲背上的伤好的差不多了 白莲也要洗澡了 白莲 你忘记我跟你说过的话了 在其他人面前一定要穿衣服 特别是在男人面前 知道吗 叶峰说道 哦 知道了 白莲撅着小嘴 点点头道 白莲你等一下 我给你拿一个澡盆出来 叶峰终于还是无奈得点点头 反正也只这样 嗯 白莲这高兴了起来 叶峰连忙转身回到屋子里 他从房间里拿出一个澡盆 这是许晴买回来的 给叶峰洗衣服用的 毕竟用童子洗衣服 很不方便 叶峰哥哥 快给我洗澡 白莲看到叶峰出来 连忙转身 一点也不知道遮掩 叶峰将澡盆放下来 开始在压水井上压水出来 很快就将澡盆里的水装满了 白莲 你看水凉不凉 叶峰说道 现在已经是八月了 进入了墨幅 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了 不凉 不凉 白莲用手指探了一下澡盆里的水 说道 那你坐到澡盆里去 叶峰说道 嗯 白莲已直接坐到了澡盆中 冰凉的井水溢了出来 白莲拿起一条毛巾 就要开始往身上擦 白莲 后面的伤口 不要溅到水了 叶峰提醒道 叶峰惊讶地发现 用水擦过之后 白莲皮肤竟然不会流下水渍 一般而言 一个人的皮肤在干净 洗过澡之后就会流下水渍 身上的污垢越多 那么水渍就会越明显了 只有绝对的干净 才不会流下水渍的 现在 白莲的皮肤被擦过之后 竟然没有流下水渍 只能说明 白莲的皮肤一点也不脏 非常干净 只要将表皮灰尘去掉之后 就没有任何污垢了 叶峰也打消了 给白莲洗目玉露的想法 根本不需要的 在擦拭白莲背部的时候 叶峰格外小心 而且那些钉子 叶峰也不敢去触碰 他会小心翼翼的慢慢擦拭 白莲 前面你可以擦到 你自己擦一下 叶峰边擦边说道 哦 白莲开始擦拭起来 擦了几遍 白莲从澡盆里站了起来 说道 叶峰哥哥 白莲擦完了 叶峰点点头 等到擦完之后 叶峰本想拿了一条干毛巾 给白莲擦干身子 不过看到 白莲身上一点水渍也没有 当即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白莲 我给你洗一下头发 叶峰又抽了一些井水在脸盘里 然后开始给白莲洗头 也跟身体一样 白莲的头发用水洗干净之后 几乎差不多是干的了 白莲 把衣服穿好 今天知道怎么洗澡了吧 以后就要自己洗 书上不是说 要自己穿衣服 自己洗澡 自己刷牙漱口 要有学会独立生活 知道吗 叶峰将放在旁边的衣服拿了过来 苦口婆心说道 白莲知道了 白莲点点头 不过 叶峰哥哥 白莲的背部洗不到 还有钉子 只有你才能够帮我洗啊 他也学会找理由了 好吧 以后洗澡 我给你擦杯 叶峰无奈得说道 叶峰哥哥 我也给你擦杯怎么样 白莲说道 不用了 我自己能够擦到杯吧 叶峰摇摇头 说道 可是书上不是说 要互帮互助的 白莲很天真的说道 好吧 真被你打败了 叶峰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叶峰和白莲的澡 才算是洗完了 白莲也穿上了一身新衣服 这是叶峰给他买的 回到房间里 叶峰和白莲都躺在了床上 周围垂下许多的漫条 使得房间好像变成了漫条的海洋一般 叶峰突然想起给白莲买的手机 连忙起身从包上拿了出来 白莲 我给你买了一部手机 以后就可以跟我联系 叶峰将手机盒子拆开来 说道 手机 叶峰哥哥 是不是跟你这手机一样 可以打电话 可以上网 可以听音乐 白莲惊喜万分道 是啊 白莲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手机的情况 叶峰将手机拿了出来 然后又拆开来 开始从组成结构说起 白莲知道了 这是手机卡 就是有他才能够打电话 这是电板 手机必须有电板才能够工作 一旦电板没有电了 就必须用这个充电器 一头插在插板上 一头插在手机上 进行充电 白莲开始复述起来 在叶峰的指点下 白莲将手机组装了起来 然后拨通了叶峰的手机 听到叶峰手机响起来 他很是激动不已 叶峰拿起自己的手机 然后按下了接听键 两人就面对面 得用手机说起话来 兮兮 叶峰哥哥 你的声音真的从这手机里传出来 真神奇啊 白莲很是好奇说道 白莲 接下来我教你如何使用手机中的功能 首先你先将我的手机号码 储存在手机里面 你打开这里 叶峰又开始教白莲 使用手机的通讯录 短信 时间 日期 下载 浏览器上网 企鹅号 微信等等 白莲记忆里没得说 一学就会 很快就将手机玩得烂熟了 很快 白莲被手机中各种神奇功能 给深深吸引住了 叶峰哥哥 好神奇啊 用这个浏览器 什么东西都可以搜到 叶峰哥哥 好多音乐 都好好听啊 叶峰哥哥 你看这个网站 有好多小说 白莲看了一下 都很有意思哦 叶峰哥哥 白莲申请了一个企鹅号 刚才加了你 我的名字是 天真可爱小白莲 希希 叶峰哥哥 这个名字怎么样 叶峰哥哥 我们开始聊天吧 还可以语音 视频呢 白莲对手机中的 任何一项功能 都能够产生浓厚的兴趣 叶峰正在看小说 突然看到 跳动的企鹅图标 当即打开来 果然看到 白莲家的企鹅号 叶峰笑了笑 就跟白莲聊了起来 叶峰哥哥 我能够找其他的人聊吗 白莲又发信息过来 询问道 白莲 你现在千万不能 加其他好友 就算是有其他人加你 你也不能答应 知道吗 现在坏人太多了 而你又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身上秘密太多 就算是要加好友 也绝对不能透露 自己的任何信息 叶峰连忙政策 对白莲说道 给白莲手机 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就是 他学习了解世界的渠道 更多了 成长速度也会更快 不过 也会带来弊端 那就是 他跟外界的交流沟通 会产生一些隐患 不过 也不可能一直限制 他敢外界交流 就必须循序渐进 白莲知道了 白莲点点头 他对叶峰的话 从来是百分百相信的 知道叶峰哥哥是不会骗他的 是为了他好 白莲 以后你要做一件事情之前 特别是在跟其他人交流沟通 一定要跟我说 知道吗 叶峰还不太放心 又加了一句 白莲会的 白莲回了一句 又兴趣不减的去玩手机了 又过了一会儿 白莲突然说到 叶峰哥哥 这手机上有游戏 白莲能玩吗 可以啊 叶峰伸头过去看了一下 是白莲打开了游戏窗口 上面有不少手游 白莲 你要玩游戏 先从最简单的游戏开始 你看这个连连看 你下载完吧 叶峰说道 好的 白莲对游戏很好奇 当即下载了一个 叶峰哥哥 游戏下载好了 白莲正在安装 叶峰哥哥 游戏安装好了 叶峰哥哥 游戏好有趣啊 太好玩了 从玩游戏开始 白莲就没有停止过说话 叶 叶峰哥哥 白莲通关了 白莲突然兴奋说道 是吗 叶峰惊讶到 他连忙看了一下白莲手机 果然通关了 而且他看了一下 这个连连看的难度还是比较大 拥有一百关 而白莲通关的时间 才花了三十八分钟 根据这游戏的排行榜来看 之前通关的第一人 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 白莲 你可以给自己取个名字 显摆一下自己 这通关记录 叶峰笑道 嗯 白莲点点头 连忙输入了一个名字 还是天真可爱小白莲 随着确定 顿时排行榜上 天真可爱小白莲的通关记录 一下子拍到了第一位 远超第二名的通关速度 叶峰哥哥 我还想玩什么游戏 白莲又问道 你想玩什么就玩吧 叶峰笑道 嗯 白莲点点头 然后就去玩游戏去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叶峰第一次发现白莲没有睡在自己怀里 而是拿着一个手机正玩得不宜悦呼 白莲 你还在玩游戏啊 叶峰惊讶道 是啊 叶峰哥哥 这个手机游戏好好玩 我已经玩了十几个了 白莲津津有味的说道 白莲 别玩了 你要是天天玩手机游戏的话 就会荒废学习的 叶峰连忙说道 那怎么办 白莲真的很喜欢玩 白莲愁眉苦脸道 白莲 以后每天规定时间玩游戏 白天玩两个小时 晚上玩两个小时 其他时间就用来学习和休息 好不好 叶峰知道 白莲跟一般的小孩子没两样 也有爱玩的天性 刚刚接触游戏 自然很快就沉免进去了 所以必须纠正过来才行 哦 白莲虽然很想玩游戏 不过还是答应了下来 自制力还是挺不错的 直接将手机关掉了 白莲真管 叶峰笑了笑 然后说道 白莲 你告诉小曼腾 以后天亮之后 他就要回到花架那里 要是被人发现了 就不好了 昨天他忘记 跟小曼腾说这件事情了 虽然早上没有人来 不过还是得小心一点 而且 今天许青可能会过来 所以必须更加小心了 无论是白莲还是小曼腾 都是不能见光的 白莲将叶峰的话告诉了小曼腾 很快 小曼腾的无数曼条就缩了回去 叶峰起床走出屋子的时候 正好看到小曼腾 正朝着花架那边滚去 洗刷过后 吃过早餐 叶峰又吩咐了白莲和小曼腾几句 就开车来到了石马镇的夜市 超级鱼尔作坊中 他这次来 就是跟要宣布 一下半年奖励的事情 将几个部门主管召集了起来 叶峰开了一个会议 当几个部门主管 听到叶峰准备最近召开一个半年总结大会 并透露出 根据这半年的业绩贡献 发放半年奖励的决定 都很是吃惊 当然 更多的是暗暗期待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到半年奖励 特别是根据叶峰的说法 这半年奖励会有级别划分 分为一等奖励 二等奖励 三等奖励 以及安慰奖励 自然而言 一等奖励肯定是最好的了 虽然叶峰没有说出奖励的价值大小 以他们对老板的了解 肯定不会太低了 随着关于半年总结大会消息 在作坊内传开来 顿时作坊内的工作热情更加浓厚了 人人都想好好表现 让叶峰这个老板好好看看 会议散掉之后 叶峰又单独找了一下后勤部的刘萍 当叶峰将半年奖励的具体情况说了一遍 刘萍彻底震惊了 一等奖竟然是一套石马镇的房子 二等奖是Q车一辆 就算是他也都忍不住暗暗期待起来 这奖励可不低啊 关于半年奖励的具体情况 叶峰暂时让刘萍不要透露出去 等到刘萍出去之后 叶峰拿出一根生命之烟点燃 开始抽了起来 自从开始抽烟之后他也逐渐习惯了下来 每隔一段时间如果不抽一根烟 总感觉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就在这个时候 他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看了一下 是云千华打过来 有一阵子没有联系 叶峰还以为他跟秦妮妮他们离开了呢 喂云千华 你不会还在封县吧 叶峰好奇问道 还在啊 这些天我跟妮妮他们去了一些地方游玩 不过下午我们准备回去了 所以跟你打声招呼 哎 峰哥 我真的不想离开啊 真想一辈子待在这里 这野香老鱼 我天天吃都吃不厌 云千华在电话中感叹万分道 以后有时间再来完啊 要不这样 你带一些野香老鱼回去 怎么样 叶峰笑道 乃还不知道云千华的心思 好啊 我正想说呢 峰哥 多多一煞啊 不过 峰哥 不要钱吧 云千华立马答应了 就怕叶峰反悔的样子 我靠 我在你眼里 就是这么死药钱啊 这么点鱼还是送得起的 叶峰笑道 嘿嘿 峰哥 以后你要来双龙市来 我来接待你啊 云千华说道 你们天保楼在双龙市 叶峰惊讶道 是啊 好了 不说了 妮妮过来了 等会儿 我们就要路过石马镇 你可得把鱼准备好啊 云千华连忙说完就挂了 叶峰摇摇头 将手机放到裤兜里 然后就走了出去 他开车回到了果园 拿着吊杆直奔池塘 由于小曼藤所在地方 距离池塘并不远 也就出现了很奇怪的一幕 大量的鱼群 都集中在靠近小曼藤方向的一边 黑压压一片 看上去颇为震撼 这池塘里的鱼儿不知道换过多少批了 由于野乡老鱼楼的需求 每隔个半个月 他就要放一大批鱼子 幸好这野乡老鱼吃了生命之泥后 长是凶猛 从鱼子长到两三斤重 半个月的时间就足够了 由于叶峰钓鱼的时候 刻意选择大小 一般只钓两三斤的鱼 所以池塘中还是有一些大家伙 起码上了十几重 之所以这样 主要是两三斤的鱼儿力量小一些 要是上了十几斤重 一般人根本奈何不了 叶峰用鱼竿连续掉了 二十多条野乡老鱼 加起来起码有上百斤重了 如果放在野乡老鱼楼中卖 这么二十多条野乡老鱼 起码可以价值个二三十万元 所有野乡老鱼装入蛇皮袋中 足足装了两袋 路过花架的时候 叶峰跟白莲 还有小曼腾说了几句 然后就回到车子旁 将两袋子鱼都放到了后备箱中 另外还放了几箱锦铃水果 两袋生命之米 一箱土鸡蛋 由于东西太多 他不得不放了一些在车里面 当即 他又开车来到了石马镇 等待起来 大概等了十几分钟 两辆极为抢眼的车子行驶而来 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领头的是一辆梦沙拉蒂的敞篷超跑 后面是霸气凛然的高大汗马 这种级别的车子 石马镇几乎难以见到 风哥 云千华依旧是骚包不已 刷的一声在旁边停了下来 琴妮妮就坐在他的身边 一道冰冷的目光落到叶峰身上 犹如刀子一般 石林玉说 坐在汉马的驾驶座上 一双冷眸去寒气逼人 显然 还在计较上次的事情 女人还真是记仇啊 云千华 怎么突然舍得走了 叶峰好奇问道 云千华眼睛发红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然后脸皮抽了一下 说道 风哥 明年 我估计要结婚了 你有时间的话 欢迎来参加我的婚礼 说话的时候 他一脸衰样 差点就没有流眼泪了 叶峰拍了拍他的肩膀 意味深长的说道 云千华 祝贺你啊 有时间的话 我一定会来参加你的婚礼 接下来 叶峰将车上的东西 全都搬上了汉马车上 至于云千华的超跑 根本放不了东西 风哥 你真够意思啊 云千华看到 叶峰准备的土特产 还真是不熟 无论是那野乡老鱼 锦铃水果 土鸡蛋 还是那大米 他都是爱吃的 你们不会开车 一路会双龙式吧 距离可不近啊 叶峰好奇问道 不是 我们只是到沙士 到时候就乘坐 天保楼的飞机回去 要是开车 还不得累死啊 云千华摇摇头道 那车子呢 叶峰惊讶道 当然是用飞机运送啊 天保楼的飞机 都是中大型飞机 运送车子小意思 云千华一副理所当然道 叶峰只能说无语了 果然是超级大财团 真是富有啊 叶峰琢磨着 什么时候自己也搞一架 私人飞机玩玩 当然 只是想想而已 叶峰看向汗马车上的林语书 想了想 走到车窗边 对林语书说道 林小姐 上次的事情 还请你多多包涵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林语书冷着脸 看了叶峰一眼 然后缓缓说道 等我下次见到你 我一定会将你倒提一次 好吧 女人的报复心果然强 林小姐 你只怕没有这样的机会吧 叶峰笑道 林语书没有再说 不过看得出来 他并不相信 也没有放弃这个念头 坐在车子里的 秦妮妮开口说道 叶峰哥哥 你就让语书倒提一下吧 要不然 他会一直不高兴的 叶峰摸了摸鼻子 看向云千华 说道 你觉得你女朋友的建议怎么样 不好吧 云千华摇摇头道 我们男人怎么能够 让女人倒提着 这像什么话 要提也是男人提女人啊 嘿嘿 峰哥 我看你不如把它泡上了 说不定 他愿意天天让你听 他后面的声音放得很低 林语书和等耳力 怎么可能听不到 手指一弹 一粒沙子 射在云千华的脖子上 顿时云千华呀 得叫了一声 看到眼神冰冷的林语书 他忍不住打了一个机灵 峰哥 我们得走了 保持电话联系啊 云千华缩了缩脖子 连忙上了自己的车子 Soul 一辆看上去 颇为威猛的亚马哈摩托车 猛然横插而来 挡在了云千华的超跑面前 摩托车上的人摘下的头盔 露出一个短发青年面容 看上去棱角分明 而且上身穿着一件迷彩背心 浑身肌肉都露了出来 下身则是迷彩长裤 黑色夏季军靴 浑身上下 这青年透出一种 难以言喻的强悍气息 不好意思 请问这个夜市 超级鱼尔作坊的老板 是叫叶峰吗 这短发男子声音刚硬 充满了一种冷傲之意 这就是暗镜吗 叶峰摸着胸口 还在体会刚才那种触电一般的感觉 瞬间的僵直 就好像丧失了对身体的控制一般 在这样的暗镜攻击下 几乎毫无反抗之力 对面的狐一刀却惊讶不已 虽然他刚才只运用了一分暗镜 并不会真正伤害到叶峰的身体 但是 至少在两三个呼吸的时间里 叶峰应该无法解除那种僵直麻木状态 唯有暗镜才能够化解抵挡暗镜攻击 否则的话 再强的身体素质 也无法抵挡暗镜的渗透 最多是承受能力高一点而已 可现在 叶峰既然再不到一呼吸的时间 就完全恢复过来 这种强悍的身体素质 胡一刀惊叹不已 胡老 你刚才运用的暗镜 有多强 叶峰好奇问道 如果是这种强度的暗镜 虽说威胁还是有的 他自认为还能够承受住 也就一两分暗镜而已 胡老笑呵呵道 很不错 你对暗镜的抵抗力非常强 出入暗镜层次的舞者 暗镜强度也就刚才那个样子 攻击强度还要差一些 没有这么凝炼 对你基本上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 胡老 您的实力层次 是不是已经超越了暗镜层次 叶峰又问道 虽然胡老没有使用权力 他已经明白过来 自己暂时怕远远不是对手 呵呵 要超越暗镜层次 何等困难 那已经是现金舞蹈界的巅峰层次了 虽然老夫早已经进入了暗镜巅峰 却还是没有找到炼镜化器的地步 胡老摇摇头 笑道 炼镜化器 叶峰眼睛一亮 这明显是超越了暗镜的层次 不错 炼镜化器 暗镜终究是一股潜伏 时生时灭的力量 不可能长存 只出现在呼吸吐吶之间 就随之隐退 不能真正显露出来 唯有炼化 这股暗镜化为真气 才能够在体内长存 胡老点点头说道 胡老 当今世上 这样的舞者多不多 叶峰很是好奇道 当然不多 每一位皆是当时之宗师 武道界的泰山北斗 胡老摇摇头 不过他也不继续谈这方面 转而眼看白莲 轻轻笑道 你这个妹妹 颇为奇特 竟然可以抵挡住我的暗镜攻击 不受任何影响 他呀 可能体质有些特殊吧 叶峰笑道 嗯 如果能够天生抵挡暗镜 那么再强大的暗镜 对他都是没有效果的 胡老似乎对白莲很感兴趣 胡老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还得赶回去 就暂时不打扰您老的清静了 叶峰怕胡老继续询问白莲的事情 时间一久 就会被胡老看出一些东西 当即也不想久待 当即说道 也好 胡老微微含笑 当下叶峰跟胡老告辞 带着白莲开始往回走 身边跟着群狗 原路返回 胡老看着叶峰白莲两人离开 微微凝思 然后看向那些高大威猛的猛犬 对叶峰越发有些好奇起来 一个小时之后 叶峰已经回到了停在路边的大众灰腾车前 至于白莲还有其他猛犬 已经被他收入了空间戒指中 看了周围没有人在 他当下将两头守在旁边的猛犬 也收入了空间戒指中 这才启动车子 开始返程 回到果园之后 叶峰先白莲和小曼藤 还有诸多猛犬 全都放了出来 关着两只苍蝇的笼子 也重新放回了棚区 至于受伤的雀鹰 还处于昏迷中 这也正常 在空间戒指中 时间都处于静止 就算是敷上了生命之泥 身体恢复处于停滞中 必须将雀鹰体内的子弹取出来才行 否则的话 会对它以后造成很大的影响 叶峰看着昏迷的雀鹰 眉头微皱 不过 要取出来 必须先知道子弹的位置 叶峰来到了铁皮房子中 将电线拉了出来 然后又将一只存放在空间戒指中的CT机 拿了出来 他准备给雀鹰用CT机检查一下 从而确定子弹的位置 很快 CT机启动了起来 由于有一段时间没用了 所以叶峰先进行了必要的检测 一切运行正常之后 他这才将雀鹰放到了检查床上 半个小时之后 叶峰终于将完成了 对雀鹰全方位的检查 还好 子弹没有伤到内脏 不过卡在了龙骨秃的位置 叶峰暗暗庆幸 这龙骨秃是鸟类最为坚韧的部位 两侧的肌肉也是高度发达 正是依靠这个部位 才能够完成牵动两翼的飞行动作 接下来就是为叶峰做手术 取出子弹 叶峰技术肯定不行 不过 他唯一的优势就是下刀精准 力道可以控制到微豪之间 不中一分 也绝不轻一分 恰到好处 当然 在取子弹之前 叶峰还给雀鹰注射了麻醉药 至于分量多少 不好意思 叶峰对这个也真不知道怎么控制 是多了 还是少了 他根本没底 还好 在做手术的过程中 雀鹰一直没有醒过来 当他将一枚子弹 用镊子夹出来之后 叶峰额头都已经冒汗了 最后他给雀鹰缝上伤口 浮上生命之泥 用纱布纱带包扎好 这才松了一口气 做完手术不到十几分钟 雀鹰就醒了过来 虽然有些虚弱 不过睁着眼睛 看着叶峰 叶峰摸着雀鹰的脑袋 轻轻说道 好了 没事了 这次算你命大 下次可就要小心一点 雀鹰似乎能够听懂 脑袋轻轻点点头 叶峰将雀鹰放到了 小曼藤所住的大棚区 这里新鲜的空气 蕴含的浓郁味之气体 对雀鹰的伤势恢复 将会极为有利 雀鹰的恢复速度果然够快 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能够正常在地面走路了 当然 叶峰为了奖励补偿他 没少为他蕴含生命之泥的食物 在此期间 在果园里开始对白莲和小曼藤 进行了全方位的教育 从老子的道德经 到孔子的论语等等 主要是要增强他们的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的重要性 叶峰是非常清楚的 白莲和小曼藤 都不是这个世界的生命 虽然现在有自己的约束 不过 自己不可能时刻陪在他们身边 稍有不慎 就可能造成巨大的隐患 唯有让他们逐渐认可这个世界 并且受到这个世界的思想教育 形成一种道德自我约束 叶峰的担心 并不是威严耸听的 无论是白莲和小曼藤 都有可能掌握了强大的力量 一旦失控 后果不堪设想 总而言之 叶峰不能不慎重考虑 从梅凤山回来的第三天早上 叶峰先吩咐了一下白莲之后 就驱车赶往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今天就是蔡老的生态庄园 举行花卉鉴赏茶会的日子 他必须提前赶到才行 上午八点的时候 叶峰开车 来到了蔡老的生态庄园 跟随他来的 还有龙门花卉培植基地的 销售部主管王立新 跟上一次来 生态庄园又发生了不少变化 花卉盆景更多了 而且在生态庄园的大门牌坊处 挂上了一块龙门山庄的牌子 古香古色 龙飞凤舞 很有意境 由于时间还早 生态庄园中 除了正在忙活的工作人员外 也就蔡老 赵老 赵空禅几人而已 哼 赵空禅看到叶峰到来 似乎都不愿意搭理 直接转过头去 叶峰听到赵空禅鼻孔中的冷哼 不由得有些尴尬 摸了摸鼻子 连忙跟赵老蔡老打了声招呼 突然 叶峰看到了不远处站着的一道 颇为熟悉的背影 那背影似乎也察觉到叶峰的目光 转过身来 露出一张明媚洒爽的面孔来 姚月清 她怎么会在这里 叶峰心中惊讶 叶峰 我给你介绍一下 她是老胡的弟子 你们可以认识认识 蔡老见到叶峰看向姚月清 当今笑呵呵介绍道 哼 姚月清瞥了叶峰一眼 冷哼一声 转过身去 叶峰摸了摸鼻子 有些尴尬了 你们认识 蔡老惊讶道 见过几次 估计她对我有些意见吧 叶峰尴尬说道 年轻人 对女孩子要友好大度一点 不要怕丢脸 觉得没面子 蔡老拍拍叶峰的肩膀 意义伸长道 蔡老教会的是 叶峰就更加尴尬了 等到蔡老走开之后 叶峰走到了姚月清身边 问道 姚警官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不会是来这里执行吧 我已经不是警察了 所以 你不需要叫我警官 姚月清冷冷说道 辞职了 叶峰惊讶万分 干得好好的 年纪轻轻 就是刑警大队长 前途无量 怎么就辞职呢 你不会是因为上次的事情 大受打击 觉得丢了面子 所以才会 叶峰以为是自己的缘故 当即说道 我才没你想得这么脆弱 我早就已经辞职了 姚月清俏脸 有些黑了 哦 那就是得罪上次了 难道你上次 想对你前规则 你不肯 然后就暴怒之下 就 叶峰还没有说完 黑着脸的姚月清 已经低喝了起来 叶峰 你滚蛋 只有老娘 前规则别人的份 谁敢前规则老娘 你要是再敢胡说 就别怪我可不客气 不好意思 我这不是很好奇 你辞职的原因吗 叶峰看到姚月清 终于爆发了 连忙陪笑道 我辞职关你屁事 姚月清感觉自己的耐心 已经到极限了 这家伙太混蛋了 如果不是打不过她 她真要让她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别来烦我 她连忙走了开来 不想再看到叶峰 那种可恶的脸 此刻 另一边的赵空禅 却在关注这边 由于距离有些远 而且姚月清背对她 不知道姚月清的表情 但是叶峰跟姚月清 说说笑笑的样子 却让她心中 那个醋痰子 一下子被打翻了 死叶峰 混蛋叶峰 宁愿去找其他人 也不来找我 难道我就真的 吸引不了她 赵空禅很是郁闷 忍不住随手扯了一把叶子 扯了下来 揉碎 然后放在脚下用力的踩 就好像这把碎叶子 就是叶峰一般 啊 突然 赵空禅抬头看了身边的 一盆精品菊花 已经被她折断了 忍不住低呼一声 坏了 坏了 自己毁了一盆精品菊花 这要是让爷爷知道了 还不得挨骂了 她左瞧右看 发现没有人看到 当即松了一口气 连忙将这门菊花抱了起来 准备换掉一盆 转身就要走 碰 她一下子撞到了一个人 然后手上的花盆再也抓不住 掉落在地上 是你 赵空禅抬头看到 她撞到的人是叶峰 不由的说道 你看 你吧 我把这盆精品菊花摔坏了 不好意思啊 叶峰轻轻笑道 知道就好 你说怎么办 赵空禅扬着光洁的下巴说道 不过她感觉脸颊有些滚烫 她天生不会说谎 毕竟这盆精品菊花 是她自己弄坏的 凉拌呗 没事 反正这盆花也是我的 自己撞碎自己的 不用赔 叶峰白板手道 她心中却在暗笑 这丫头还真以为我没看到 刚才那咬牙切齿的样子 差点就相当于把这花 当成自己来采 这么恨自己啊 赵空禅愣了一下 才发现这架子上的花 确实是叶峰提供的 赵空禅 下次说谎的时候 你最好先毁尸灭尽哦 叶峰指了指赵空禅鞋上 粘着的蓝叶子 然后凑到她耳边 低声说道 感受到耳边传来的热气 赵空禅芳心乱跳 脸颊一片飞红 然后耍小性子说道 我不管 反正你是撞坏的 好吧 是我撞坏的 叶峰怂怂肩 无奈说道 当然是你撞坏的 赵空禅将鞋子上的叶子踩掉 然后像骄傲的天鹅一般 瞪着叶峰 似乎在说 这下子没证据了吧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一个工作人员的声音 菜老 赵老 有客人的车子 已经到庄园门口了 叶峰 快点帮我收拾 要是被莱克看到了 就影响不好 赵空禅脸色一变 连忙说道 好 叶峰连忙拿来扫帚 打扫破碎的花盆 土壤 破碎的花卉 而赵空禅跑去 搬来一盆精品菊花 放到原来的地方 宾客陆陆续续来了 聚集在庄园内的会客花厅中 叶峰是一个也不认识 赵空禅却暗中给叶峰 介绍了每一位宾客的来头 能够来到这里的 都是来头不小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在花卉界的名气 都是响当当的 诸位 我今天就要为大家 引荐一位花卉界的青年才俊 菜老突然朝着 站在一边的叶峰招招手 然后对在场聚集的宾客说道 在场人很是好奇 来这里的人自然都不是简单人物 在花卉界绝对是翘楚人物 今天之所以来参加此次花卉鉴赏茶会 主要也是因为菜老和赵老的影响力 现在菜老亲自介绍人 他们自然不敢轻视 他们纷纷看向叶峰露出了好奇之色 你们别看他年轻 不过可不简单 我这生态庄园中的花卉 起码有八成都是由他供应的 菜老笑呵呵说道 在场的人都惊诧了起来 虽然他们还没有正式观看这生态庄园 仅仅是目光所看到的 盆盆都是精品 数量不少 不知道这位小兄弟 出自哪位花卉大师的门下 在座的宾客中 突然有一个秃头 肥胖老头开口问道 抱歉 我不是什么花卉大师的门下 现在只是龙门花卉培植基地的老板 叶峰笑着说道 龙门花卉培植基地的老板 那秃顶胖老头有些惊讶道 难道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不是菜老哥旗下的产业吗 他们进来的时候 自然都看到那挂着的横幅上写着 龙门山庄第一届花卉鉴赏茶会 赞助商卫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白老弟 这龙门花卉基地可跟我没关系 蔡老笑道 原来如此 那么小兄弟 你是否出自哪个花卉世家 突顶胖老头白世经又问道 也不是 叶峰感觉很奇怪 这胖老头干嘛总是问这个 都不是 那就奇怪了 不是花卉世家出身 也没有名师指点 如何能够培植出如此多精品花卉 突顶胖老头白世经笑呵呵说道 蔡老哥 小弟可不是质疑你的话 只是有些疑惑而已 想来在场的诸位也有类似的想法 叶峰终于算是明白了 这老头的意思 原来是拐弯抹角地质疑自己的水平 不错 自己确实是野鹿子出身 能够培植出精品极品乃至真品 靠的就是生命之泥 不过 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一定要是花卉世家出身 拥有名师传授 才能够培育出精品以上花卉吗 叶峰很是纳闷 当然 以叶峰的修养 肯定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 那样太不礼貌了 蔡老和赵老都看了一下叶峰 似乎也想看叶峰如何应对 旁边站着的赵空缠 有些替叶峰担心起来 倒是守在门口的姚月清 却眼睛一亮 她是最愿意看到叶峰出丑了 如果手上有瓜子 她肯定要坐下来 边包瓜子边看热闹 然后用手机录下来 以后还能够空闲的时候 回顾心赏心赏 想想都觉得有些激动 好吧 姚月清已经开始歪歪了 前辈 我听说天地万物皆有道 道到极致 也就输入同归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回事 叶峰淡然一笑 很有礼貌说道 不过 她却转移了话题 在场的人 本来还以为叶峰会及时解释 没想到 说到其他方面去了 不过 这也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 不知道叶峰会如何化解 白世镜的难题 当然有 我们对花卉的培植 可不仅仅是种一株花卉而已 而是要感悟其中的意境 领会出花卉中的道 传闻中 如果能够真正领悟花卉之道 就能够沟通花卉 心想事成 种植花卉轻而易举 再也不需要特制的培养土 精心挑选出品质绝佳的种子 更不要严格控制生长环境 就能够在大自然之中 随心所欲得 种出花中真品 秃顶胖老头白视镜抬了一下眼皮子 用小眼睛看了叶峰一眼 似笑非笑道 难不成小兄弟 已经领悟了这花卉之道不成 呵呵 区区不彩 略有领悟 叶峰轻轻笑道 他这话一落音 全场哗然 就算是蔡老和赵老两人都惊恶不已 靠 这家伙脸皮也太厚了 姚月清也是目瞪口呆 不过转眼间 兴奋不已 这下子真要出大丑了吧 我可是拍了下来 吐顶胖老头白视镜 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好一会儿才说道 不好意思 小兄弟 这是太激动了 终于可以见到 一位触及到了花卉之道皮毛的高人 所以忍不住高兴的笑了 不过谁都听出了他话中的讥讽 他不过是碍于蔡老和赵老的面子 没有直接了当的说出来 不过在场的人 看向叶峰的目光有些变化 觉得这年轻人也就这样 狂妄自大 不知天高地厚 蔡老和赵老两人倒没什么变化 谁也看不出他们心中的想法 而赵空缠有些担心起来 不知道叶峰在搞什么鬼 就在这个时候 叶峰突然走向旁边的垃圾桶里 从里面拿出一株已经损坏了的菊花 这是刚才被毁掉的那盆精品菊花 被丢入了垃圾桶之中 只不过有大半的花都已经折断了 看上去惨不忍睹 在场的人很是好奇 不知道叶峰拿出这株坏掉的菊花做什么 赵空缠心中一惊 他不会要说这盆菊花是自己弄坏的吧 诸位前辈 你们觉得这株菊花还有救吗 叶峰拿着菊花走到众人面前 将菊花举了起来 微笑问道 就肯定是有救 不过永远也别想恢复不过来 连次品都算不上了 回答的依旧是秃顶胖老头白试镜 小兄弟 你不会想说 你可以救他恢复过来 如果你真能够做到的话 那么你就是神仙了 在场的人都是点点头 毁掉的花卉 永远也没有恢复的可能性 技术再好也不行 就好比断掉的胳膊 你永远也别想让它重新长出来 前辈说的是 小子肯定不是神仙 而且 就算是真的能够做到 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做到的 各位前辈肯定也等不了多久 要不这样 我们再做个试验 叶峰一点也不及 笑道 赵老和蔡老都不知道 叶峰搞什么鬼 不过事已至此 也只能任由叶峰胡闹下去了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了 都想看看 叶峰准备做什么 人的好奇心总是难以避免的 就算是在场这些都不是泛泛之辈 依旧拥有常人的好奇心 他们都有些期待叶峰 能够弄出什么意外之喜 各位前辈 看好了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叶峰微微一笑 然后将那株折断的菊花放在面前 所有人被他的话所吸引 目光不由自主得落到了 那折断的菊花之上 都想着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奇迹 叶峰一手拿着折断的菊花 一手五指张开 伸手在菊花之上 轻轻隔空抚摸着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叶峰额头都开始冒出冷汗 他不是紧张 而是太辛苦了 不过其他人不是这么看 装神弄鬼 这下要被戳破了了吧 姚月清突然觉得 心情很畅快 因为他终于看到 叶峰要出丑了 而且还是大丑 看他怎么收成 赵空缠紧张不已 心中埋怨 叶峰干嘛硬撑 在场有人已经不耐烦 认为自己 被叶峰当成猴子耍 正要发作的时候 突然有人惊呼起来 天啊 这真是奇迹 几乎这个声音刚起 在场的所有人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只见那株菊花上 有几根折断的 不太严重的花筋 竟然从折取的状态 逐渐抬了起来 然后挺得笔直 就好像有一股 无形的力量 让这花筋 逐渐复原一般 不可能 折断的菊花 怎么会重新恢复过来呢 这太神奇了 这绝对是神迹 不 这不是什么神迹 我看过某本古籍 记录了 有领悟花卉之道的 花道大宗师 就能够让枯木逢春 断金愈合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看来真的是我们 孤陋寡闻了 看到这神奇的一幕 整个现场上都沸腾了 一个个花卉界的翘楚 都是神情激动 因为他们看到了 真正的奇迹 见识到了他们 所不能触及到 而又神往的花道之领域 那之前一直在质疑 叶峰的秃顶胖老头白示尽 脸上再也没有半点神气 反倒觉得有些羞难 毕竟叶峰这一手 就足以说明了叶峰的实力了 赵老 蔡老两人都是目瞪口呆 这也太神奇了吧 赵空缠也是震惊无比 紧跟着 他脸色变得飞红起来 是因为激动 兴奋 他恨不得为叶峰鼓掌喝彩了 碰 门口位置一直用手机拍着的姚月清 也是神色一僵 手机没有拿稳 掉到了地上 他都忘记去捡了 脑海中只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达到这种地步 作为习武之人 接受过名师传授 他自然知道 叶峰刚才是断经欲和直立的手段 绝对不是什么障眼法 而且一般的障眼法 也根本瞒不过他的 花有花道 无有五道 道之极致 输入同归 此刻 叶峰看到 菊花只有几根花精直立起来 而且还断口没有完全愈合 却精神意识很疲倦 当下有些无奈 知道自己跟白莲和小曼藤的意识比起来 相差甚远 自己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已经非常难得了 原来刚才叶峰是利用精神意识 沿着拿着菊花的手 开始感应这株菊花的意识 然后激发菊花的意识潜力 达到恢复菊花的目的 不要认为菊花就没有意识 只不过非常弱小 而且 这意识没有自我 只有本能 天地万物皆有意识 皆有生存的本能 正是这种生存活着的本能 构成意识 刚才叶峰的精神意识 就捕捉到菊花之中 一个极度弱小的意识波动 非常虚弱 几乎都要快消散了 一旦菊花的本能意识消散 代表了她的生存本能 就已经消失了 菊花也将彻底死亡 就好比人 拥有强大生存意志的人 就算是在冰死的时候 也能够拖一段时间 叶峰就以自身精神意识 安抚着菊花的意识 激发她生存下来的本能潜力 这种办法 是叶峰从白莲手上学到 在果园之中 有一次 白莲不小心打翻了一盆 已经生根发芽的血红花 至那的主经被折断 叶峰已经都放弃挽救了 白莲看到叶峰心情不好 硬是要将血红花幼苗救活 本来叶峰还以为他是说着玩的 没想到 白莲硬是让折断的血红花幼苗 重新愈合了断口 恢复了过来 原来 这是白莲用精神意识 沟通血红花幼苗的意识 激发她的生存本能潜力 从而她快速愈合了折断的断口 断掉的肢体 都能够通过手术接回来 同种植物之间 可以用嫁接的办法 自然而言 血红花也可以愈合这断口 只不过愈合难度非常大 为了激发菊花的意识 叶峰可算是耗尽了精神 差点就支持不住了 幸好还是勉强激发了菊花的意识潜力 从而恢复了几根花精 至于其他的 叶峰就暂时无能为力了 赵空缠去拿一个花盆 还有培养土 记住 要用我带来的那些培养土 叶峰对满脸惊讶样子的赵空缠说道 哦 好的 赵空缠反应过来 连忙小跑了出去 没多久 赵空缠就拿着一个花盆进来 里面已经装好了培养土 叶峰让她放在桌子上 然后将菊花重新种植在花盆之中 叹了口气说道 小子的能力有限 不能让菊花所有折断的花精愈合起来 在场的人几乎没有认为 叶峰这是吹牛了 都是惊叹万分 虽然栽种在花盆中的菊花 大部分的花精都折断了 那几根花精却傲然而立 根本不像是被这折断过的样子 小兄弟 我为刚才的话向你道歉 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 这花卉之道精并不存在 就算存在 也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 没想到 今日见到小兄弟的神奇手段之后 叹为观止 心服口服啊 白世镜站起来 朝着叶峰微微鞠躬 很是歉意说道 叶峰疲累不已 却还是强打精神 连忙说道 前辈 这是人之常情 毕竟这种事情 不是亲眼见过 谁也不信的 当初我没有触及到这个领域的时候 也觉得是不可能的 好吧 装逼了 在场的人听到叶峰的话 都感觉脸皮发烫 因为刚才他们都是这样的想法 不过没有人觉得 叶峰这是装逼 反而觉得这个小伙子实在 不焦不燥 不焦不慢 千功不说 还善解人意 哼 没想到这次花卉鉴赏茶会 竟然能够看到如此神奇一幕 老夫真是大开眼界啊 蔡老突然开口笑道 是啊 如果不是白老弟 我们怎么有机会 看到这神奇的手段呢 赵老爷笑道 惭愧 惭愧 白世镜愣了一下 想想也是 如果不是自己误打误撞 不是要错过这神奇的一幕 看来这一次花卉鉴赏茶会 真是不虚此行啊 是啊 我们花卉界现在出了 对了 还知道小兄弟的名字呢 有人点点头 附和起来 这个时候 有人才发现 还不知道叶峰的名字 当即问了起来 小子叶峰 叶峰连忙说道 我们南省花卉界 出了叶老弟这个台柱子 看来明年的全国花卉大会 我们南省必定是独占熬头了 那是肯定的 这等神乎其神的花卉手段一出 谁与争锋 叶老弟 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有时间 老哥我还得向你请教一下 花卉之道 这是我的名片 原本的吹捧 一下子变成了送名片 门口的姚月清 看到叶峰被众多花卉界的 乔楚们簇拥着 争先恐后得递上名片 就一阵纳闷 这节奏不对啊 叶峰不是应该出大丑 怎么变成大出风头了 好不容易将所有名片收了起来 叶峰才从这群热情的 花卉界 巧楚的包围解脱出来 叶老弟 虽然我听说过 花卉之道的存在 却不知道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境界 请问 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 秃顶胖老头白 视镜 好奇地问道 他俨然成了众人的发言代表 所有人都很好奇 这种神乎其神的手段 几乎不应该存在于现实 堪称是神话 是法术 诸位前辈 这手段看起来玄幻 其实原理上简单 叶峰轻轻笑道 所有人都认真得听着 就好像都成为了学生一般 就是要涉及到生命本能了 想来大家都应该认可 任何生物都有本能的存在 无论是动物 植物 微生物等等 都有本能 这种本能更确切地来说 属于一种生存本能 叶峰看了一下周围的人 然后笑着说道 不少人点点头 关于本能 他们是认可的 不过 这本能跟刚才那神乎其神的手段 有什么关联吗 在我看来 本能 或者生存本能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意识 就好比人 生存下来之后 就会吃奶 这就是一种本能 因为婴儿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吸奶 这样的话 意识也就诞生了 不过 这样的意识是没有自我的 只能算是本能意识 叶峰继续说道 更深入的自我意识 我就不说了 这涉及到的东西 奥秘太多了 小子也弄不太明白 不过这株菊花也是一样 它要吸收培养土中的养分 进行光合作用 这就是一种本能 也就是一种本能意识 叶峰又将那盆 刚刚种好的菊花拿了起来 捧在手掌心中说道 在场的人露出了思考之意 这些东西 他们自然都知道 只不过都在分析 这本能意识 跟断金玉合之间 到底有什么联系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 在谜底解开之前 都想尝试自己破解 我的办法很简单 去沟通菊花的这种本能意识 去感应它 去亲近它 去激发这种本能意识的潜力 叶峰与峰一转道 菊花在被折断之后 她的本能意识 也想修复过来 不过 本能意识不够强大 或者说不够坚强 而我要做的 就是鼓励她 激励她 让她爆发 十倍百倍的生存本能来 在场的人听了之后 目瞪口呆 因为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去鼓舞 怎么去激励 毕竟菊花的本能意识 虚无缥缈 看不到 摸不着 不像是小孩子 能够说话 听得懂话 就能够逐渐沟通 表达意愿 这菊花不行啊 难道跟菊花说 一定要坚持下去 好好活下来 菊花又不是人 怎么可能听懂呢 好吧 在场的人几乎都想不通 该怎么完成这一切了 诸位前辈应该想到了 其中的难度 不错 最难的就是这里 如何沟通 如何感应 花卉之道的奥秘 就在于此 当然 这不是窍门 也不是办法 不是你说掌握就能够掌握 说学习就能够学到的 很玄乎 就是一种感觉 一种冥冥中的领悟 就好像你练字 画画 突然间感觉到一切都生动下来 你整个人都精气神 可以融入其中 叶峰并没有说到 关于意识离体的情况 反而用一种很玄幻的解释 这样一来 反而更加合适 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 关于道的领悟 不就是这么玄乎吗 果然 在场的人听了之后 恍然大悟 原来要做到这一步 真的要领悟花卉之道 叶老弟 听你一句话 真是胜过十年苦言 白士竟感慨万分道 虽说叶峰没有教他们什么办法 却指明了一个方向 足以让他们心中感激 有时候 最迷茫 才是最无助的 何谓名师 并不是教会你什么 而是为你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否则的话 空学了知识 却不知道运用的方向 有个屁用 说到这里 叶峰所说的 也就基本告一段落了 经此一事 在场的人更加兴致勃勃了 觉得此次真是不虚此行 就算是原来对叶峰很有偏见 一直想看叶峰出丑的姚月清 此刻竟然没有露出什么笔的表情 反而似有所悟 叶峰刚才那番话 给他有所启迪 让他有所收获 到了最后 他看向叶峰的目光 都变得复杂起来 突然他觉得 老师也许说得很对 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的武道之路 或许真的需要叶峰来打破 重新开创 至于一边站着的赵空缠 几乎对叶峰是彻底的倾慕了 就差变成花痴了 各位 今天可是花卉见赏茶会 花卉还没有见赏 茶也没有品尝 现在不如让我先从花卉见赏开始如何 蔡老看到时机成熟了 当即说道 就是这个道理 既然是叶老弟种出来的花卉 我还真要好好见赏一下 或许能够有所领悟 白士竟笑了起来 在场的人都是连连点头 当即在蔡老和赵老的引领下 开始步入了一条长长的花廊中 这就是见赏花卉的平台 整条长廊组有上百米长 两边摆放了一盆盆的花卉 琳琅满目 什么品质都有 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从大量花卉中精挑细选出来的 就算是以在场人的挑剔眼光 也觉得这些花卉没话可说 而这花廊才刚刚开始 品质就这么高了 那么后面 岂不是更好了 这下子 在场的人都越发期待起来 众人边欣赏边前进 遇到喜欢的都要平头论足一番 当看到极品的时候 不少人都是激动不已 围着观看欣赏 还是用手机拍下来 天哪 这是一株真品兰花 突然 人群中传来一声惊呼 顿时有不少几乎用冲的姿势跑了过去 这花廊中的花卉 并不是按照规定的顺序摆放的 而是精品中有极品 极品中有真品 要看出来就要看一个人的鉴赏水平了 当然 以再常人的水平 自然不难 菊花 真品菊花 我终于第一次 见到我梦寐以求的真品了 又一个难以压抑住的惊喜声响起来 顿时又有不少人抢不上去 哈哈 我的百合花 我竟然看到了一株百合花的真品 我实在太幸福了 一个歇斯底里的狂笑声 骤然响起 大概支持持续了几秒钟 突然就戛然而止 然后就有人失声道 不好 百川兄心脏病犯了 不好 百川兄心脏病犯了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顿时不少人都吓了一跳 连忙看过去 只见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 用手捂着胸口 一脸极为难受痛苦的样子 他的另一只手颤抖着 似乎在口袋子里摸索着什么 快 他袋子里有塑笑救星丸 有人说道 叶峰反应最快 已经第一个冲了上去 将秦百川扶住 然后从他的口袋子里 拿出一个小药瓶 上面写着的是一些日文 叶峰也看不懂 连忙问道 秦前辈 是这个吗 秦百川额头冒汗 难受得点点头 口中发出虚弱的声音 三 三粒 叶峰已经打开瓶盖 倒出三粒药丸 连忙送入了秦百川口中 同时有工作人员送上了水 给秦百川扶了下来 大概十几秒之后 秦百川脸上痛苦 终于缓解了下来 有工作人员拿了一把椅子上来 叶峰扶着他坐下 秦百川靠在椅子上 重重的输了一口气 秦前辈 我现在送你去医院吧 叶峰说道 没事 吃药就行了 去医院也那样 解决不了问题 秦百川摆摆手 轻轻笑道 这次是太激动了 才让这病发了 希望没有影响到 诸位鉴赏的心情吧 老秦 我看你还是下去 好好休息一下 要不然再激动 那还了短 有人劝说道 这可不行 放心 我一定控制情绪 绝对不会再犯了 而且 我刚才吃了药 绝对没问题了 秦百川怎么甘心下去休息 对他而言 鉴赏花卉 那是人生一大乐事 要是这么错过了 就是人生一大遗憾 秦前辈 我看你 还是坐下来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 叶峰点点头说道 他吩咐工作人员 送一些锦铃水果 这水果中蕴含生命之能 想来对心脏病也有好处 行啊行 你们都去赏花吧 秦百川点点头 也不再坚持 等到工作人员送上水果 吃了一块之后 秘辛的甜 原本疲倦和不适感 一扫而空 原本总感觉 有点隐隐绞痛的心口 似乎都放松了开来 嗯 这水果不错呀 秦百川又吃了一块 忍不住问道 叶老弟 这是什么水果 我从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水果呀 叶峰一直没有离开 陪着秦百川 哼 我还经营了一个果园 这些水果 就是我果园所产 叶峰笑道 没想到 叶老弟不仅是 培植花卉有一手 连种植果树也是不凡啊 秦百川很是惊叹道 他自然把这水果 之所以这么好吃 应该跟叶峰的种植水平 联系到了一起 在花廊的尽头 就是一个茶厅 鉴赏过花卉的众人落座下来 边品茶边畅谈起来 对于品茶 叶峰自然就插不上嘴了 叶峰旁边坐着赵空缠 他泡茶的动作 很让人赏心悦目 尝尝 赵空缠将一个小茶杯送了过来 热气腾腾的茶水 翠绿欲滴 闻之令人有种迷醉之感 叶峰一口喝尽了 你怎么一口干了 应该要慢慢品尝啊 赵空缠娇称道 他的举止神态中 多了一种女人的妩媚之味 我喝茶都是这样 从来不品 只用来解渴 叶峰笑道 赵空缠惊恶不已 叶峰 你不是说过 万事万物皆有灵 道知极致 又输入同归 这茶之道 想来你也有些领悟吧 旁边的姚月清 一直在关注这边 忍不住开口了 叶峰有些惊讶 他不是对自己印象很差 怎么来搭理自己了 哦 应该是刚才没有看到自己出仇 所以准备 又找机会来打击自己了 叶峰恶意的想着 他还真想错了 而是姚月清真的很好奇 叶峰对茶道 有什么领悟没 说着无意 听者有心 而这听者 不仅是叶峰 更有在场的其他人 不少人对叶峰喝茶的举动 也有些惊讶 毕竟叶峰现在算是众人瞩目 一举一动 都足以引人关注的 叶老弟 在场的诸位 应该有不少都对茶道也有研究 不如由你来为我们评价一下 茶道的深浅 白世荆又来捧场了 嗯 我觉得不错 正好我跟管老头对茶道的水平 分不出高下 不如现在就让叶老弟 给我们评估评估 我就不参加 只会品茶 不会泡茶 对 既然是花卉鉴赏茶会 花卉鉴赏过 这茶会自然不能这么平淡无奇吧 叶老弟 给我们露一手 如何 在场不少也纷纷附和起来 一来 他们对茶道有所了解 有所研究 二来 他们对叶峰在茶道上的道行 也很好奇 诸位前辈 你们这就是折杀小子了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我喝茶 从来不品 更不会泡 只会用来解渴 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叶峰有些措手不及 他还真是对品茶泡茶 是一窍不通 最多了解有什么样的名茶而已 叶老弟 我们也不要你泡茶 只要你品茶 给我们这些老家伙品品水准 这种可以吧 白世净孝道 看到众人热情的样子 叶峰无奈道 好吧 不过小子可说好了 品的不对 各位前辈可以多担待了 没事 没事 在场的人都是摇摇头 很快 在场的人不少人都使出全身本领 开始泡起茶来 茶道 不仅是要掌握泡茶各个环节的诀窍 更要将自己的心境融入进去 这才算是出入茶道的门槛 否则的话 都在门槛之外 那只能是泡茶技巧 是品不出什么意境 叶峰 你刚才喝了我泡的茶 你觉得怎么样 赵空禅好奇问道 你真要我说 叶峰笑道 当然 赵空禅一脸认真说道 叶峰闭上眼睛 仔细回忆了一下 刚才喝茶的感觉 以他现在的精神意识强度 各种细微变化 都能够了如指掌 然后说道 茶好喝 茶好喝 没有其他的了 赵空禅失落道 没有了 叶峰摇摇头道 叶峰 你也给我评一下吧 突然 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姚月清递上了一杯 刚泡的热茶 嗯 里面没加东西吧 叶峰下意识地问道 姚月清俏脸 一下子又黑了 如果换成以前的脾气 还有对叶峰的坏印象 只怕这一杯热茶 直接朝叶峰脸上泼去 不过这一次 他竟然忍住了 叶峰 我在你眼中 就是这样的人 姚月清看着叶峰 用一种不知道什么样的语气说道 他竟然没有用那种 咬牙切齿 冰冷凌厉的语气 叶峰宁愿他用那种语气 否则他现在怎么会生出一种负罪的感觉呢 真是奇了怪了 这女人转变 未免也太大了 先是赵空禅 现在这姚月清 似乎也有这种迹象 难不成自己的魅力 突然变大了 不是 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来尝尝你泡的茶 叶峰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接过他的茶杯 旁边的赵空禅 却好像发现了敌情 用一种警惕而敌意的目光 看着姚月清 不过姚月清的注意力都在叶峰身上 看着叶峰将茶杯放到嘴唇边 然后一口喝尽 砸吧砸吧 叶峰才将茶杯放下 姚月清紧紧盯着 似乎对自己泡的茶很在意 当然 他该有的矜持还是有的 并没有急忙询问 而是等待着 旁边的赵空禅 却没有这么好的耐心了 连忙问道 叶峰 他泡的茶 应该没有我的好喝吧 叶峰怎么听出 这话中泛着的酸意 嗯 没你的好喝 有点苦 叶峰点点头道 赵空禅顿时开心不已 似乎赢了姚月清 这个未知的对手一般 他还挑衅得看了姚月清一眼 似乎快笑出声来 姚月清却脸又黑了 不过 这一次 他没有将冰冷的目光看向叶峰 而是赵空禅 似乎也找到新的敌人一般 女人与女人 果然是天生的敌人 这不 两人之间的目光 已经开始碰撞出了火花 不过 他的茶中 多了一种冷冽的滋味 叶峰停顿了片刻 与峰一转说道 难道我的就没有 赵空禅撅着小嘴 有些不服道 姚月清却扬起光洁的下巴 露出了一副胜利者的神色 你的啊 还达不到这种赋予茶 无形滋味的地步 主要是阅历 感悟不够 其实这也正常 他是练武之人 精神意识凝炼 比你更具优势 在精神专注的时候 那种冷冽的气质 就会自然而言散发出来 融入这茶中 叶峰笑道 虽然他不会真正品茶 却可以利用敏感的精神意识 感受到茶水中蕴含的一些 用无感难以感受到的东西 一般人品茶 就是通过无感 从色香味等方面入手 然后结合自身的文化修养 得出一种很朦胧很奇特的感受 这感受很笼统 完全要靠个人的领悟 而叶峰就不用了 用了无感之外的另一种超然感官 精神意识 听了叶峰的这一席话 两女露出了一抹深思 叶老弟 我的茶泡好了 请你品尝 白氏镜亲手将一杯茶送了过来 以示尽意 叶峰连忙双手接过 轻轻喝了一口 在这诸多前辈面前 他自然就不能一口喝尽了 必要的礼貌还是要的 除了参与泡茶的人 还有其他人没有参与 也拿起了一杯白氏镜泡的茶 品尝了起来 白前辈 对您泡的茶 我只有一个意见 心中存在郁节 虽然令人苦涩 却也是一种人生 没有什么过不了的看 叶峰放下茶杯 看着白氏镜 用一种很平静语气说道 在场的人都惊愕起来 有点听不懂叶峰这评价的用意 白氏镜却好像见鬼一般 看着叶峰 然后惊叹万分道 叶老弟 我现在对你是一千万个福气了 我这人平时看上去好爽 开开心心的 却有一点不好 从来不会跟别人说心事 也更不愿意被人看透心情 这样活着真的很累 在场的人听了之后 全都露出了惊讶之色 这一位叶峰从白氏镜泡的茶中 竟然品出了白氏镜的心境 这是何等的困难啊 毕竟他们中有人不乏是白氏镜的至交 却从没有听说过白氏镜诉过什么苦 一直以来都是很豪迈开心的一个人 要说叶峰事先知道白氏镜的情况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叶老弟 你品尝一下我的 又一个老者送上一杯茶 叶峰礼貌的双手接过 然后喝了一口 闭上眼睛仔细体会 过了一会儿之后 他将茶杯放下 对那位老者说道 庞前辈对您老的精力充沛 小子只能佩服 扑痴 在场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庞老惊饿了一下 然后露出了一丝尴尬之色 黑黑笑道 信之所去 人之常情 庞老头 你都快八十了 还这么为老不尊啊 有人调侃道 哼 你们是在嫉妒 庞老摸了一把胡子 得意说道 叶峰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旁边赵空禅好奇问道 你连这个都听不懂 叶峰转头低声笑道 赵空禅还是一副茫然之色 又有人送上泡好的茶来 高前辈 你信佛吗 叶峰品尝之后 问道 不错 我确实信佛 说话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 身上并没有佩戴什么特殊的饰品 高老您的茶稍微清淡了一点 确实应该很适合高老的口味 叶峰轻轻说道 这高兴老者若有所思 接下来 叶峰又陆陆续续品尝了十几杯茶 一一做出了评点 没有人有意义 显然都收到他们的心坎里了 叶峰 你也为老夫品鉴一下吧 蔡老也递过了一杯茶来 哼哼 蔡老 您的茶 我就算是不喝 只闻这茶香就行了 叶峰笑道 哦 蔡老有些惊讶 而其他人也都好奇不已 难不成蔡老泡的茶比他们高一个档次不成 哼 其实我以前喝过蔡老的茶 只闻这茶香就能够回味起那种滋味 叶峰笑道 我的评点很简单 而孙字有儿孙福 莫提尔孙做牛马 蔡老微微一愣 然后未然叹道 我也知道 可惜谈何容易啊 虽然他已经将龙门集团的大权 已经交给了后辈 却一直担惊杰虑 就怕后背瞎折腾 现在自己还在 还可以维持局面 一旦自己不在了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掌握龙门集团大权的是二儿子蔡靖 手段室友 却太过于独断 现在有自己压着 还不会发什么事情 以后就不知道了 而且家族内部也有诸多隐患 年纪越大 他就越感觉力不从心 想放手 却又不敢放手 喝完蔡老的茶后 这品茶也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这一次茶会 叶峰着实是出了一把风头 不过叶峰倒也没觉得什么 这风头还是没有出过头 好处是毋庸置疑的 毕竟这次的花卉鉴赏茶会 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私人聚会 在场的绝大部分人 都是南省花卉协会的会员 花卉界的翘楚人物 一举一动 对于南省的花卉行业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所以 这次举行的茶会 其实是有不少人在时刻关注着 甚至有记者守在外面 花卉鉴赏茶会圆满结束了 结束之际 蔡老赵老还邀请众人 去野乡老鱼楼聚餐 三桌全鱼宴 这绝对是野乡老鱼楼 唯一一次破例 白石敬等人 早就对野乡老鱼文明已久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来品尝 现在尝过之后 都是赞成不已 鱼宴之后 叶峰陪着蔡老赵老 送走了参加茶会的人 叶峰 这一次茶会的成功 你可是鞠躬之伟啊 蔡老笑呵呵道 蔡老 为了推销自己的花卉 我当然要卖力了 叶峰笑道 你就放心 有他们为你打广告 你就等着生意上门吧 我还从没有见过 有人能够让这些老家伙们 心服口服 你算是第一个 蔡老拍了拍叶峰的肩膀说道 叶峰 我一直问你一件事啊 我给你的那三枚黄金花茶种子 现在怎么样了 赵老突然问道 以前他之所以给叶峰 也仅仅是觉得 叶峰有培植出来的可能性 不过这次 见到了叶峰的本事 顿时觉得 叶峰肯定能够培植出来 老赵 你不是一直把那三枚黄金花茶种子当宝贝 竟然舍得给叶峰 蔡老很是惊讶道 当初他要一颗 赵老都舍不得呢 有什么不舍得的 在我手上 反正也是浪费 如果叶峰能够培植出来 不就更好了 赵老笑道 赵老 这是我一直忘了跟你说 那三枚种子已经种植出来了 现在都快了一尺多高了 叶峰说道 都这么高了 赵老惊讶道 哈哈 叶峰 你应该说没种植出来 你看吧 这老头肯定要剥削你的劳动成果了 蔡老也是惊喜不已 叶峰 打个商量 我也不多要 只要一株 赵老脸都黑了 联盟说道 蔡老头 你脸皮太厚了吧 这种子是我给的 我要一株 算是情有可原 你也要一株 不觉得害骚吗 梁老 你们还是好好商量一下如何分配吧 反正小子 我要留一株的 叶峰别别嘴巴道 算了 便宜你了 就给你一株 不过 你那花园里的小种金贵 也得云一株给我吧 赵老眼睛一转 然后说道 老赵 原来你早就盯上了我的小种金贵啊 蔡老恍然大悟 然后一脸肉疼道 好 就与你一株 他的小种金贵可不是一般的金贵 极为金贵中的极品 他也是好不容易才得到两株 为了一株黄金花茶 他也是设下了本钱 跟赵老蔡老告别之后 叶峰就先驱车去了锦陵科技有限公司 跟侯卓越商讨了一些事情 这才赶回果园 在棚取下 小曼腾已经用自己的藤条 为两只苍蝇搭了一个窝 三只嗷嗷待哺的厨蝇住在这里 每天吃的是生病之泥制成的食物 一天一个养 可能是小曼腾沟通交流的缘故 再加上三只厨蝇也在 两只苍蝇老是多了 就在小曼腾所在的棚区内活动 只要他们敢离开棚区 就会被小曼腾用藤条抓回来 看到白脸小曼腾他们玩得好 叶峰也就不打扰他们 从养殖区挖了两株黄金花茶树 重新装入了花盆之中 然后给赵老蔡老送去 两老自然是欣喜不已 叶峰亲自给他们植到指定的位置 还撒上了专用的超级培养土 这样的话 叶峰就准备离开 还没有上车 赵空禅突然走了过来 有些难为情道 叶峰 我能问你一件事情吗 可以啊 叶峰感觉赵空禅最近变化挺大的 你真的有女朋友 赵空禅想了想说道 当然 你上次不都知道了 叶峰说道 那你们现在有结婚的意愿吗 赵空禅又问道 这个暂时没有 叶峰满头雾水 这是什么情况 哦 我知道了 赵空禅点点头 嫣然一笑道 开车小心点 说完之后就转身去 叶峰更加疑惑了 这什么节奏 摇了摇头 叶峰看到赵空禅已经走进别墅里 当即才打开车门 钻进车子里 正要发动车子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来了 这是短信铃声 他拿出手机看了一下 有些惊讶 是赵空禅发过来 这怪了 才跟自己说过话 怎么转身就发了一条短信过来 叶峰根本搞不定赵空禅是什么心思 不过还是打开了短信 咦 竟然是一段音频 怪了 这赵空禅在搞什么鬼 叶峰摸了摸下巴 露出一抹凝丝 然后点开了音频 叶峰 你要是能长到一米八 我做你女朋友 又有何妨 听到手机中传出熟悉的声音 叶峰错愕了起来 旋即 他露出了一丝苦笑 立马明白了赵空禅重新录这段音的意思 如果是一开始 他肯定会兴奋不已 不过现在他真的没什么心思去招惹赵空禅了 摇了摇头 叶峰正想删掉 不过鬼使神差的他还是放弃了 最后他将这段录音移到了一个文件夹角落里 将播放记录也删掉 千万别让许晴知道了 他也不想伤害到许晴 驱车回去的时候 叶峰没有直接回果园 而是去了家里 因为下午老弟叶海和弟媳赵梅回来 他们在海省待了这么久 学校又要开学了 所以回来住两天就会回校报道 将车子停下来 叶峰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酒香 竟然让他有种口齿生惊 忍不住想喝两口 叶峰从不喝酒的 而老爸却嗜酒如命 老妈每个月都要给老爸煮一缸米酒 以前老妈煮酒的时候 可没有这么香吧 叶峰心中一动 不由地朝着老屋走去 这酒香就是从老屋后面散发出来的 叶峰走进了老屋 通过堂屋 大厅来到了后屋 后屋是专门的柴房 用来专门煮酒的 堆满了各种干柴 营火用的干松叶 你怎么又掀开啊 少喝点 别让酒气跑掉了 老妈正在往柴灶里塞披好的干柴 看到老爸又将盖在大酒坛上的后室部解开 用长柄酒勺从里面咬了一勺 顿时埋怨道 没事没事 呵呵 你娘的酒真是越来越好喝的 这次的味道真的太好了 老爸坐在一条矮凳子上 拿着茶杯 有一口没一口得喝着 喝的时候眼睛还眯着 一脸享受的样子 老头子 你说是不是这米的问题 老妈用炉钱将灶里的柴捅了捅 烧柴火也是有技巧的 必须空 这样的话 空气才能够进去 为柴火燃烧提供足够的氧气 否则的话 很容易生出烟气来 应该是 老爸点点头 然后又喝了一口气 好酒啊 以前喝的米酒 跟这个比起来 真是烧水都不如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以前酿的都是烧水了 看来 以后还是少酿些酒的了 老妈眼睛瞪了他一眼 言语不善道 别别别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我西风酿的酒 那肯定是最好喝的 老爸一下子慌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叶峰的声音突然响起来 爸 妈 你们在酿酒啊 疯子过来了 老妈起身笑道 疯子 过来 给你喝点好酒 老爸兴致勃勃道 疯子不喝酒 你就别怠坏他 老妈瞪了他一眼 他认为叶峰不喝酒不吸烟 这是个非常好的习惯 不像这老头子 烟酒不济 瘾还大 哼哼 这酒还真香啊 老妈 你酿酒的技术越来越好了 叶峰笑道 这跟我的技术没关系 应该跟米有关系 老妈摇摇头道 哦 叶峰有些惊讶 喝一口 老妈还是拿酒勺 从酒坛里咬了一小勺 热气腾腾 酒香浓郁 递给了叶峰 叶峰接过 稍微一闻就觉得口齿生惊 忍不住流口水 他平时不喝酒 觉得酒没什么好喝的 他轻轻喝了一口 就感觉一股难以形容的滋味 从舌头上的味蕾扩散开来 一点也不辛辣 反而有种甘甜爽口 不过这种甜不是那种真正的甜味 极为独特 属于米酒特有的甜 伴随着一口酒沿着喉咙滚下 滑入肚内 顿时就感觉到一股热流朝着全身辐射 那种舒畅感 真是令人难以形容 就这一口叶峰就记住了他的味道 也彻底迷上了他 叶峰估计 这应该是用生命之米酝酿出来的缘故 普通的米酒远远比不上 老妈 这酒 能不能多酿一些 真好喝 叶峰舔着脸说道 老妈微微一愣 看到了 我儿子也想喜欢喝了 老婆子 以后这一月一谈的规矩 我看是得改改了 多酿几谈啊 老爸很是兴奋道 儿子不喝酒 他认为这不好 男人怎么能不喝酒呢 以后自己老了 岂不是没有人陪自己吃饭的时候喝两杯 一月两谈 你一谈 儿子一谈 你也别想多喝 老妈瞪了他一眼 还有孩子呢 老爸黑黑笑道 你还想将孩子也带坏 不行 他还没毕业 不准喝酒 老妈手一挥 说道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车子鸣笛的声音 紧跟着一个声音从外面响起来 爸妈 我们回来了 是叶海的声音 海子他们回来 你们赶紧出去 老妈说道 他还要酿酒 走不开 好 老爸又连忙拿起酒勺 解开酒坛的湿布 老头子 你做什么 少喝点 老妈亲喝道 没事没事 这米酒好喝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够 来 疯子 我给你盛一碗 还拿两个碗来 我们得给海子和小梅也尝个味 老爸已经喝得有些脸红了 老妈本想再说两句 不过想到儿子而席回来了 让他们喝点酒也行 当即就任由老爸盛酒 很快 叶峰和老爸两人端着酒碗出去了 屋外地平里 叶海正在往外搬东西 而赵梅蹲在地上 似乎脸色不太好 显然是晕车 嗯 这酒好香啊 叶海也是喝酒的 只不过是啤酒 来来来 这可是 你妈刚酿的 推好喝 你跟小梅都喝一点 老爸将两酒碗递了过去 叶海直接接过来 然后忍不住喝了一口 而赵梅从来不喝酒的 而且刚刚坐车回来 有些晕车 本想拒绝 不知怎么递 闻到那古酒香 竟然让他忍不住口齿生惊 生出想尝一口的想法 鬼使神差的将酒碗接了过来 嗯 真好喝 喝起来真舒坦啊 叶海喝了一口之后 忍不住尝出一口气 长时间开车的疲倦 一扫而空 赵梅也尝试着喝了一口 没有他想象中的辛辣苦涩 反而有种甘甜 竟然压下了那种 想要呕吐的感觉 晕乎乎很沉重的脑袋 也都为之轻松起来 他忍不住又喝了几口 最后竟然将碗里的米酒 全部喝光了 你看 小梅都会喝酒了 老爸开怀大笑道 对他而言 有这么多陪他喝酒 那才是真的畅快 这米酒真的好喝啊 我现在都没有什么 晕车的感觉了 赵梅笑道 这就对了 这次去沙士 你们带点米酒上去喝 我觉得啊 米酒不比白酒 喝点没关系 反而对身体有好处 像老爸我以前干农活 回到家非常辛苦 都快起不了身 不过只要喝那么二两米酒 保证就生龙活虎起来 老爸今天话特别多 我们还是进屋子说吧 叶峰也将碗里的酒喝光了 笑道 好 进屋 老爸点点头 当即 几人提着东西 进了新房子 晚饭 叶峰就是在家里吃的 老爸却缺席了 因为他喝醉了 叶峰发现 这用生命之米酿成的米酒 后劲特别足 这也是一般米酒的特点 但是 这米酒似乎更足 持续时间更长 因为叶峰也喝了两杯 都感觉酒精有点上来了 瞇了一会儿才缓解 但是缓解过来之后 却没有一般酒最后那种痛苦感 什么腰酸背痛 头痛欲裂的 一点也没有 反而觉得浑身舒坦 赵梅醉不胜酒力 喝了一小碗之后就醉了 睡了两个小时 起来之后就一点感觉也没有 反而特别舒服 叶峰估计 应该是酒中蕴含的 生命力量的影响 反而让人在醉酒中 得到更好的调整和恢复 回果园的时候 叶峰又从酿好的酒坛里 装了一口乐瓶 带回果园去喝 而且还让老妈多酿几坛米酒 老妈喝了这米酒 也知道这米酒的好处之后 就不阻止叶峰几人喝了 只是吩咐 不许喝得太过了 回到果园 叶峰在棚区找到了白莲 白莲突然嗅嗅鼻子 然后围着叶峰转动了几圈 最后在叶峰身上闻了闻 眼睛发亮道 叶峰哥哥 这什么气味 好好闻啊 好闻吗 叶峰微微一愣 闻了一下衣服上的气味 并不是汗臭味 而是有淡淡的酒香味 这是酒味 我在家里喝了点酒 叶峰笑道 酒 白莲知道 就是那种用粮食经过几道工艺之后 酿成的酒 有米酒 白酒 啤酒 果酒等等 白莲眼睛更亮了 然后说道 白莲说得很对 叶峰摸了摸白莲的头发 说道 我们回屋子吧 嗯 白莲点点头 现在有白莲和小曼藤在 这果园基本上就不需要叶峰亲自打理了 浇水 除草 喂食 都有白莲和小曼藤做 特别是小曼藤 数以千计的曼藤 简直是无数之手啊 它现在最长的藤条 已经有好一两百米了 而且还在持续生长 也不知道极限在什么地方 就算叶峰和白莲就是回到屋子里 小曼藤不需要移动整个身体 长长的藤条就可以直接伸到屋子里来 刚回到屋子 叶峰身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叶峰拿出手机一看 是李教授的电话 说起来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 不过宝宝的情况怎么样了 叶峰按下接听键 喂 叶峰 我是李教授 应该没打扰你休息吧 李教授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来 没事 我刚回来呢 李教授 现在宝宝的情况怎么样 叶峰笑道 不久前做过检查 已经没有问题了 不过他现在的生长发育 依旧有点过快 聚检查 是生长激素分泌过多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发展 就可能出现巨人症的情况 而且 他体内也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 虽然我们之前打氨基酸 蛋白一类 依旧不能满足 而且我们估计 越是增加营养 可能造成巨人症的症状 越发明显 李教授无奈说道 这应该就是服用了血红花的后遗症吧 毕竟宝宝还是个幼儿 并不是成年人 身体发育远远没有完全 一旦生长激素出现问题 最先受到影响的 就是生长发育 诸如症 巨人症 就是由此形成了 也就是说 血红花的效果虽然没有了 但是 分泌生长激素的线锤体 却受到了影响 能治疗吗 叶峰沉默了一会儿 问道 没办法 并不是线锤体发生一变 根本检查不出来原因 只知道 生长激发分泌过多 似乎这是为了适应身体生长 而发生的调整 之前打过生长激素 释放抑制素 身体就出现了 严重的排斥反应 所以只能放弃了 李教授的声音有些低沉 这就意味着 宝宝已经从白血病 变成了巨人症 只不过延缓宝宝的死亡而已 叶峰 这次我准备过来 想看看血红花的生长情况 而且 我女儿和宝宝都会一起过来 算是让他们散散心 免得一直待在家里 也不是个办法 你应该欢迎吧 李教授说道 当然欢迎了 叶峰笑道 虽然李教授过来 有些不方便 不过总不能拒绝吧 那行 明天我们就会过来 李教授说道 两人又聊了几句 这才挂了电话 叶峰将手机收了起来 调整了一下心情 这才开始通过意识交流的方式 给白莲和小曼腾讲课 已经是凌晨十分了 叶峰走出屋子 开始做排气提纲室 气海丹田那个点钟的 昏蒙晦气 已经排除了许多 虽说呼吸吐纳的气 没有达到畅通无阻的地步 却也畅通了不少 根据这种排气之法 估计用不了半个把月 应该就可以将这个点的晦气 彻底排干净了 叶峰有些期待 排干净之后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伴随着臭屁放出 叶峰冲进了屋内 跟白莲洗完澡之后 叶峰坐在床上 忍不住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一个可乐瓶 里面装着的是米酒 将盖子解开 顿时 就有一股浓郁丰富的酒香散发出来 叶峰忍着都感觉全身 都在兴奋中 似乎每一个细胞 都在呼吸这种酒香 嗯 好香 叶峰哥哥 这就是酒吗 白莲闻到酒香 立马放下手机 凑了过来 嗯 叶峰拿出一个杯子 然后倒了一小杯 叶峰哥哥 我也要喝 白莲眼睛发亮得看着酒杯 吞咽了一下口水说道 你想喝 你吃东西 不是都会吐吗 叶峰惊讶道 叶峰哥哥 反正我想喝吗 白莲抱着叶峰的胳膊 撒娇道 好 喝一口 别喝多了 叶峰想了想说道 嗯 白莲已经将红润的小嘴凑了过来 叶峰将酒杯放到他的嘴边 微微倾斜 白莲喝了一口 叶峰将酒杯收了回来 然后问道 白莲感觉怎么样 很好喝 白莲的粉红小舌头 舔了舔嘴唇上的酒水 然后兴奋道 我还要 叶峰却发现 白莲一张翘脸微微发红 紧跟着一股水汽从他的头上冒了出来 看上去极为诡异 白莲 你身上怎么冒水汽 叶峰奇怪道 这酒进入白莲的体内 水分就被白莲的身体排出去 否则的话 白莲的身体就是很不舒服 白莲说道 叶峰微微一愣 也就是说 白莲不能进食任何东西 就会排斥出来 还真点像传说中的神仙 不食人间烟火呀 不对 烟是可以抽的 只不过是生命之烟 以前叶峰让白莲抽过普通的香烟 发现他根本不喜欢 抽了之后就会咳嗽 很显然 只有蕴含了生命能量的东西 白莲的身体才能够勉强接受 而且还不能存在其他杂质 比如说锦铃水果 按理说也有生命能量 但是他的身体接受不了杂质 就会立马呕吐出来 主要是反应太大了 也许同样会吸收其中的生命能领 唯有生命之烟 通过将烟气直接排出 而米酒也可以通过出汗的方式 将其中的水分排出 只会吸收其中的生命能量 排斥反应小很多 看到白莲喝酒没有太大的反应 叶峰索性又拿出了一个杯子 倒上酒递给了白莲 白莲喜滋滋的接过来 然后一口酒喝光了 白莲酒不是这么喝的 应该要慢慢品尝 小口小口的喝 感受其中的滋味 叶峰摇头笑道 他又给白莲的酒杯倒满了 哦 白莲点点头 这一次他喝得很慢了 叶峰也给自己满上 然后有一口没一口的喝起来 以前怎么就从发现 喝酒这么惬意呢 最后 叶峰和白莲都喝了好几杯 白莲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叶峰却感觉有点醉意了 当即就将装酒的可乐瓶 放入了空间戒指中 打了个酒格 对白莲说道 今天就喝到这里 早点睡吧 白莲还没有过瘾 砸砸砸砸嘴巴 不过他最听叶峰话了 也就躺了来 早上醒来的时候 叶峰发现窗外大亮了 他连忙看了一下 放在旁边的手机 已经早上七点一时了 比平时晚起来一个多小时 看来 应该是喝酒了的缘故 叶峰心中暗想 他现在感觉浑身舒畅 这米酒果然不错呀 看来的多酿造一些 他现在是四隐穷路 如实甘移了 嗯 靠老妈一个人酿酒 效率太低 一个月也就几台而已 肯定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 看来的另外想办法了 叶峰摸了摸下巴 心中暗想 对了 不如收购一个酒房 专门替我酿酒 叶峰心中一动 生出了一个想法来 而且 这生命之米 酿出的米酒这么好喝 如果我用桃子 李子之类的锦铃水果 是不是也可以酿出 好喝的果酒来 叶峰越想越兴奋 只有喝过这么好喝的酒后 叶峰明白 上瘾是什么感觉 只怕一天不吃 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虽然叶峰才刚喝 却感觉已经离不开这酒了 现在连白脸也都喜欢上了 恐怕酒量不会太低了 这样一来 他就必须多准备一些酒才行 叶峰低头看了一下 正在睡着的白脸 看上去很可爱 嘴角竟然还流口水 这丫头 肯定又做梦了 叶峰摇摇头 起床开始做早餐 吃早餐的时候 叶峰忍不住将米酒拿了出来 嗯 好香啊 白脸的声音 突然从房间里传出来 叶峰不由得苦笑 看来白脸的鼻子太灵了 还在睡觉中 都能够闻到这酒香 很快 白脸就从床上爬起来 走出了房间 衣服也不换 就这么穿着睡裙走到了过来 直接坐下 撒娇道 叶峰哥哥 我要喝 叶峰又给他拿了一个碗 道上 由于今天李教授要过来 所以叶峰叮嘱了白脸 让他待在空间戒指中 白脸直接答应了 不过他有一个要求 要喝酒 叶峰自然答应了 当然 为了防止白脸全部喝光了 姜娜还剩下大半瓶的米酒 分成两半 一半放在空间戒指中 让白脸喝 一半留在屋子里 这样的话 自己可以喝 也可以用来招待李教授 将白脸收入空间戒指中后 叶峰吩咐小曼腾 一定不能有任何的举动 小曼腾自然很听说 上午十点的时候 李渊开着车子抵达了果园 也不需要叶峰去接 李教授上次来过 还记得路 直接将车子开到了果园山下 宝宝 还记得我播 叶峰看到曾宝怡从车上下来 看上去很健康的样子 不过就是比上次长大不少 至少高了两三个厘米 这种发育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起码比正常速度快了好几倍 叶叔叔好 宝宝非常高兴 声音清脆 左瞧瞧右看看 李教授 李渊师姐 叶峰跟李教授妇女打招呼 李教授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而李渊依旧很憔悴 将三人带进屋子 叶峰拿出水果招待 宝宝 喜欢吃叶叔叔的水果拨 叶峰拿起一个大桃子笑道 想叶叔叔的桃子好好吃 上次宝宝吃了之后 就一直想吃 宝宝连忙接过来 很是高兴 然后咬了一口 一脸满足的样子 宝宝 你还没有谢谢叶叔叔呢 李渊轻轻说道 谢谢叶叔叔 曾宝姨很听话 宝宝真怪 叶峰摸了摸他的头 然后对李教授和李渊说道 你们也吃水果呀 李教授两人点点头 拿起水果吃了起来 味道很好 两人是称赞不已 叶峰 你带我去看一下喜红花吧 李教授吃完一个桃子 迫不及待地说道 好 叶峰起身说道 李渊也带着宝宝跟出去 不过宝宝走的时候 手上一个桃子还没有吃完 又拿起了两个李子 由于手太小 又让他妈妈拿了几个 这里空气真不错 城里真是没法比啊 李教授边走边说道 到了这里 呼吸着这里的新鲜空气 连坐车几个小时的疲劳 都一扫而空了 李教授 你们可以在这里多住几天 也算是一种休假放松 你看宝宝多喜欢这里 叶峰看着四处跑着的宝宝 笑道 嗯 宝宝也从没有这么开心了 李教授点点头 进了种植区 李教授看到那株血红花 脸上顿时变得激动起来 虽然血红花的花朵 已经全部没有了 光秃秃的 却依旧能够感受到 他的勃勃生机 咦 有点反常 怎么发芽了 李教授突然惊一道 叶峰连忙走了过去 果然发现 那光秃秃的枝条上 隐隐约约有一些嫩芽 也许血红花 不是按照一般植物的生长规律吧 叶峰说道 不 血红花的生长规律 跟一般植物没有两样 只不过在开花接种上 跟一般植物不同 它不是一年一次 而是三年甚至更久 在此期间 它依旧会每年春天发芽长叶子 然后也会落叶 李教授摇摇头道 这是他从典籍上 分析研究出来的经验 听了李教授的话 叶峰心中一动 难道是小曼藤是放出的未知气体 或者说是生命之泥 改变了血红花的生长规律 既然血红花改变了 果园中那些已经摘掉了 果子的桃子离子树 也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想到这里 叶峰暂时按捺住 想去看的念头 奇怪 怎么会反常的生长规律呢 李教授站在血红花面前 边观看 边鸣思苦想起来 宝宝 别跑得太快了 小心一点 不远处 李源一直跟着曾宝仪 曾宝仪显得很快乐 拿着一个桃子 蹦蹦跳跳 宝宝 我带你去看野猪 挤得好不好 叶峰走了过去 笑道 好啊好啊 叶叔叔 我喜欢看 这里有大老虎没 曾宝仪拍着小手 蹦蹦跳跳起来 大老虎没有 不过 我这里有豹子 你信不信 叶峰笑了起来 豹子 是不是看上去像猫一样 身上长了许多花纹 曾宝仪闪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对 叶峰笑了 然后将曾宝仪抱了起来 对李源说道 我带去那边围墙上 李源点点头 不过也跟了上去 叶峰来到围墙之下 轻轻一跃 就抱着曾宝仪落在了围墙之上 跟在后面的李源眼中满是惊讶 这么高的围墙 别说是抱着一个小孩子 就算是一个人在助跑的情况下 都很难跳上去的 必须借助双手才行 毕竟这围墙有一个人高了 李源师姐 你想上来不 叶峰看着李源在下面想上来的样子 当即说道 我还是找梯子爬上来吧 李源看了一下周围说道 附近没梯子 我拉你上来 叶峰一手抱着宝宝 弯腰说道 你小心一点啊 李源见此说道 没事的 有我在 稳当得很 叶峰笑道 李源只能站在围墙下 尽量将手举高点 还蹬起了脚 然后就被叶峰握住了 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让李源心中发慌 下一刻 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 被一股大力提了起来 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已经站到了围墙之上 谢谢 李源拨了一下撒乱的发丝 脸上飞红 轻轻说道 李源师姐 你可以在这围墙上坐下 叶峰边说边抱着宝宝坐了下来 然后从袋子里掏出了一包食物 叶叔叔 这是什么 曾宝仪斜着脑袋说道 宝宝 这是食物 用来喂动物的 你看叶叔叔 怎么将这山里的动力召唤过来吧 叶峰轻轻笑道 可以吗 宝宝上次在动物园 也买了许多好吃 可是怎么丢 他们都不过来呢 宝宝有些疑惑道 那是因为你喂的 那些动物不喜欢吃 叶峰解释说 然后手指含在嘴里 猛然吹了一声口哨 叶叔叔 宝宝也要学 曾宝仪看到叶峰用手指 就可以吹出这么响的口哨 很是兴奋道 好 叶叔叔叫教你 叶峰开始教宝宝 怎么吹口哨 李渊在一边看着 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自从丈夫去世之后 懂事的宝宝 就变得沉默了许多 很少看到他像现在这么高兴了 我吹响了 我吹响了 好一会之后 宝宝突然激动地拍起了手掌来 虽然他吹的声音很小 却还是吹响了 宝宝真厉害 叶峰说道 就在这个时候 前面的山林中 突然传来了动静 然后一头大野猪 从灌木中闯了出来 是野猪叶 好大一头野猪 宝宝明亮的眼睛 一下子睁得老大 然后极为兴奋起来 旁边坐着的李渊 也满是惊讶起来 还真有野猪啊 而且 这野猪的块头还真大 在动物园里看到的野猪 跟这比起来 就是小家伙了 这也难怪 这些野猪 天天吃着生命之泥的食物 最近又呼吸上了 富含未知气体的空气 生活条件 那是好的令人都极度眼红啊 死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马丝声响起 紧跟着 一头高大的棕色骏马 从灌木中纵跃而出 然后踩着大野猪的背部 跃了过去 那头大野猪 一个没留神 被踩得身体都摇晃起来 然后一头撞到了一棵树上 砰 树叶纷扬扬地落了下来 而大野猪 也被撞得晕头转向 好一会儿后爬了起来 然后发出呼吱呼吱的愤怒嚎叫 猛然朝着棕色骏马 横冲直撞而去 大有不报这仇 就恃不罢休的势头 太好玩了 那头野猪太笨了 宝宝看得手舞足倒起来 发出大笑来 显然被刚才这一幕给逗乐了 李渊更是惊饿了 居然还有马 不过他这念头刚起 一头猫科动物 猛然从不远处的 一个树上跳跃而下 落到了不远处的围墙上 吓得李渊花容失色 差点没从围墙上栽落下去 幸好叶峰一把将他扶住 李渊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看到他正用奇怪的眼神 打量着自己的猫科动物 心中一动 刚才叶峰不是说这里豹子 难道就是这头豹子 不对 这不是豹子 反而像是一头猫 放心吧 他不会咬人的 叶峰看到李渊的尴尬 当即松开了手 轻轻说道 小豹子 你干嘛吓到客人啊 叶峰看向猫豹 呵斥了一声 豹猫委屈地垂下了头 发出呜呜的声音 李渊看得越发惊讶起来 这头四豹四猫的动物 似乎很通灵 一看就知道是猛兽一类 却在叶峰面前表现得这么驯服 叶叔叔 宝宝能摸这小豹子吗 宝宝却胆大得多 激动地说道 当然可以啊 叶峰笑道 然后朝着豹猫招招手 豹猫乖巧得走了过来 就在叶峰身边躺了下来 而宝宝也不害怕 轻轻抚摸着豹猫的毛发 而豹猫却好像一脸享受的样子 见此 李渊原本紧张的心才落了下来 这个时候 一头头的大野猪从树林中钻了出来 一头头的山羊也在丛林中若隐若现 还有一大一小两只脊子也在周围徘徊 那只大脊子看上去大了许多 而小脊子也几乎长到成年脊子的体型了 这么多野猪 山羊 还有脊子 李渊越发惊讶起来 这树林里怎么有这么多的大型动物 难道都是叶峰放养在里面的 宝宝 来 你来扔食物 叶峰从袋子中拿出一把狗粮 对曾宝仪说道 好 宝宝欢呼雀跃 两只小手接过狗粮 然后被叶峰抱着站起来 两只小手就开始用力的朝着下面丢食物 顿时 下面聚集的动物开始争强起来 特别是那些野猪 个个蛮横 你撞我 我撞你 叶叔叔 那些羊和挤子怎么不过来吃啊 宝宝看到外围不敢靠近的动物 好奇问道 他们怕这些野猪 所以才不敢过来 叶峰笑着解释道 那怎么办 宝宝小脸上露出担心 他们不过来吃 岂不是要饿肚子啊 别担心 我们沿着围墙丢食物 那些动物总能够吃到的 叶峰抱着宝宝在围墙上择起来 好好好 宝宝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果然 趁着那些野猪在原来的位置争抢食物的时候 宝宝在另外的地方丢食物 那些山羊 脊子 兔子 都纷纷过来吃东西了 围墙上 时不时传出了宝宝欢快的笑声 老哥 正当叶峰三人玩得高兴的时候 养殖区外隐隐传来了一个声音 叶峰耳力很强 知道是老弟叶海和赵梅他们过来了 当即 叶峰带着宝宝和李源下了围墙 朝着外面走去 至于李教授还在研究血红花 老哥 他们是 叶海看到叶峰三人出来 不由得有些惊讶 叶峰连忙给双方介绍一下 对于可爱的宝宝 叶海和赵梅两人很快就喜欢上了 特别是对赵梅这种怀孕的女人来说 母性更是大发 最后 李教授三人在叶峰这里玩了两天 当然 李教授研究血红花也研究了两天 而且 叶峰还特意带她去 压坡山挖掘血红花的地方看了一下 拿回来了一些土壤标本 采集了一下当地的各种环境条件 宝宝在这里玩得有点乐不思蜀了 有各种动物陪她一起玩 水果馆够 第三天 李教授一家就跟叶海赵梅两人 开着车子一起返回沙市了 当然 叶峰送了他们几箱锦铃水果 也香老鱼也带了不少 特别是李教授喜欢喝酒 在喝过米酒之后 就赞不绝口 自然也送了她两瓶 如果不是这米酒不多 肯定会多送一点 热闹了两天的果园 也终于平静了下来 这两天 白莲都待在空间戒指中 至于那半瓶米酒早就喝光了 幸好老妈又酿了一坛酒 叶峰给白莲装了一瓶进去 再加上在空间戒指中可以看书写字 否则的话 这么长的时间 闷在空间戒指中非常难熬的 叶峰哥哥 在外面的感觉真好啊 白莲出来之后 说出了第一句话 白莲 再过一段时间 等到你学习的差不多了 我就给你办一个身份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正式出现在世人面前了 叶峰有些歉意道 不吗 白莲要一直待在叶峰哥哥身边 白莲双手抱着叶峰的胳膊 撅着小嘴 摇摇头 其实在空间戒指中 白莲不会太闷的 傻丫头 总不能天天将你装在空间戒指中吧 反正这是以后再说 叶峰揉了揉白莲的头发 有些溺爱道 叶峰哥哥 还有米酒没 白莲突然问道 没了 全被你喝光了 我都没舍得喝 叶峰怂怂肩道 不过 这次 我会去找一个酒房 专门为我们酿这种酒 怎么样 好好好 这样的话 白莲就可以天天喝了 白莲眼睛发亮 很是激动 下午的时候 叶峰来到了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他正在会议室中 听着各部门的一周会议报告 每周 他都会出席这样的例会 老板 自从上次龙门山庄花卉 鉴赏茶会之后 彻底打出我们龙门花卉培植基地的名气 最近花卉销售猛增 在短短三天的时间里 跟两家省级大型花卉市场签订了长期供应协议 另外还有县市级花卉市场五家 各类零售客户多达382家 销售部主管王立新正在向叶峰做报告 这样的惊人业绩 他是心中兴奋不已 不过 这并不是他们销售部门的成绩 而是老板带来的 自从在花卉鉴赏茶会上 见识到了老板的本事之后 他对老板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虽然在场的其他部门主管早就知道 最近业绩惊人 却没有具体的数据 现在轻耳听到 还是有点难以置信 在此之前 龙门花卉培植基地的客户 多是针对零售客户 就算是有比较大的客户 也因为各种原因 跟基地结束了合作关系 但是现在 龙门花卉完成了百倍以上的惊人业绩 一时间 会场全都振奋不已 叶峰对此也有些惊讶 不过想想 也就觉得理所当然 他不由地 看向宣传部的主管刘渝 刘渝知道自己发言的时候到了 当即站了起来 说道 老板 经过我们宣传部资金的统计 蓝省日报报到了 龙门山庄的花卉鉴赏茶会 并且提及到 我们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香肖城报 沙市晚报 沙市都市报 楼市日报 朱市日报 潭市日报等十几家报纸 都进行相关提及 特别是楼市日报 进行专题报道 篇幅较大 另外 中国花卉报上 也报到了此次花卉鉴赏茶会 并且将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列入了重点关注目标 在刘渝的报告中 不仅是报业 在一些地方电视新闻上 特别是涉及到园艺 花卉等栏目 也有一些提及 上次参加茶会的一些专家 在各种场合下 都会或多或少提及到 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并且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网络上 一些跟花卉界有联系的大V 也都纷纷进行相关转载 在花卉界 这些专家可都是大碗级的人物 属于花卉界的方向标 自然而言 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想不出名都难了 根本不需要龙门花卉培植基地出钱 就会有无数的人免费做广告 主委也听到了 现在是我们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最好的发展时期 同时也是最关键的 必须各位全力配合才行 我不希望因为某些环节的原因 造成基地的发展出现问题 叶峰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 淡淡说道 现在叶峰在基地的威望 已经达到最高 无人不服 开完会议后 叶峰就参观了大棚区 现在所有大棚 都已经全部摆满了花盆 这已经不是满棚培植 而是属于爆棚培植了 一般来说 一个棚区的花卉 根据种类的不同 数量不一 却绝对不会满棚培植 这样的话 花卉培植才能够做到最佳控制 一旦到了满棚 次品率就会增加 控制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不过之前 叶峰就让棚区进行满棚培植 良品率 精品率都没有降低 所以 最近叶峰又让棚区进行爆棚培植 也就是在满棚的基础上 再增加一两成的花盆量 如果是以前 棚区的管理人员 肯定会竭力反对的 不过现在 叶峰命令一下 棚区就全力配合 之所以爆棚培植 主要是最近的业务压力大 而基地的扩展工作 才刚刚启动 要建造新大棚投入使用 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行 在现有棚区的情况下 就必须爆棚培植 才能够满足现有需求 叶峰对爆棚培植很有信心 有超级培养土在 只要保证充足的氧气和水分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工作人员跑过来说道 老板 刚才有两个记者要对您进行采访 记者 叶峰倒也不觉得意外 最近两天 有好几拨记者来采访过了 由于叶峰这个老板不在 所以就由宣传部的人招待 知道是什么报社的记者吗 叶峰问道 他们说是芒果卫视 那个工作人员说道 芒果卫视 叶峰有些惊讶 这可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电视台 过去看看 叶峰想了想说法 当即 在众人的簇拥下 叶峰来到了会客室中 两个记者早已经在这里等待了 一男一女 不过看上去以女的为首 女的手上拿着话筒 而男的拿着摄像机 见到叶峰等人进来 连忙起身迎了上来 叶峰先生你好 我是芒果卫视的记者聂歇 这是摄影师彭彭 这女子扎着马尾便 整体看上去很清爽 很耐看 笑的时候很有亲和力 而且 她的声音很有立体质感 聂小姐你好 你怎么知道 我是叶峰 叶峰好奇道 现在在我们南省的花卉界 谁不知道叶先生的大名 我们做记者的 自然要事先做好充足准备 要是连主角都不认识 岂不是犹如我们记者的职业素养 聂歇儿笑道 聂小姐 请坐 叶峰觉得这个聂歇儿有点意思 当即邀请两个记者坐下 聂歇儿跟叶峰面对面坐着 不过 她并没有将话筒打开 旁边的摄像师 也没有打开机子 他们不是什么八卦记者 自然不会在没有进入正题的时候乱拍的 不知道聂小姐想采访些什么 叶峰让助理秘书泡了茶进来 叶先生 其实我对花卉培植是非常感兴趣的 我在大学读的专业跟花卉有关系 只不过后面当了记者 一直以来 我都对花卉方面非常关注 最近我想策划一个节目 跟花卉有关系 想请叶先生做评委 聂歇儿说道 做评委 叶峰有些惊愕 不由得笑道 聂小姐 我的名气还没有这么大吧 我觉得 你应该请那些真正的花卉名家 我要是站在评委席上 只怕就没有什么幸福力 叶先生 你太谦虚了 现在我们南省花卉界的诸多专家 都称赞 你为真正的花卉宗师 自叹不如 我去请过几位知名专家 他们都说 我这个节目 要是叶先生不上的话 那就是名不负实了 还说叶先生要是上了 他们必定会参与的 聂歇儿这嘴巴 还真不是一般的会说 话里话外都是吹捧 说的叶峰都不好意思了 不过 聂歇儿还真不是故意吹捧的 他去找过几个花卉界的翘楚 惊人一致的说出了这些话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从沙士赶过来采访叶峰 聂小姐 我还不知道 你这节目是什么样子的 叶峰并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询问了节目的事情 如果这节目没什么前途 跟花卉搭不上太大的关系 也就没有答应的必要 他内心是不想参与的 毕竟他这人不喜欢高调 出风头 如果不是为了宣传龙门花卉培植基地 他肯定不会在龙门山庄的花卉键上 茶会上出风头的 这不符合他的性格 聂心松了一口气 如果叶峰一口否决的话 他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当即他就给叶峰 讲述他策划的这档节目的大概情况 节目其实并不复杂 跟花卉是密切相关 定位于花卉鉴赏上 根据聂心的说法 他的创意接近了一些 现在很火热的古董文物方面鉴定的节目 比如说御省卫视的华裕之门 当然也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异 聂小姐 我觉得你这个节目有一个很大污点 叶峰微微沉思片刻 说道 叶先生请说 聂心儿连忙问道 他现在也是忐忑不安 可以这么说 如果叶峰不同意的话 那么他这节目很可能就会泡汤的 花卉跟古董文物不一样 它的价值在于人的培植上 而且属于一种持续创造的类型 而古董文物却不一样 它的创造能力差很多 时间周期长 更多的在于发掘隐藏于民间的宝物 让他们重新释放出价值来 这个发掘过程才是亮点所在 是不是真的古董文物 还有专家的鉴定结果 从而形成了一种很强烈的心理落差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踊跃参加 就因为专家的鉴定 可以让这种价值得到释放 得到认可 叶峰斟酌了片刻 然后才继续说道 花卉不一样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本身创造上 需要的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发掘带来的价值释放 聂锡儿听了之后 陷入了沉思 虽然他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却没有叶峰所说的这么深刻 一针见血 聂小姐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点建议 叶峰看到聂锡儿的神色 微微笑道 叶先生请说 聂锡儿连忙说道 我倒是觉得 可以邀请一些明星 进行花卉培植方面的日常记录 现在你们芒果卫视的爸爸去哪 奔跑吧兄弟 不就是这种类型 而且 这比那些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有针对性 我相信 明星中有很多 应该都喜欢养花养草吧 这样的节目 可以释放出 他们身上那种热爱自然 珍惜生命的信号 同样的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都会喜欢养花养草 足以吸引很多的观众了 叶峰笑了笑道 聂锡儿听了之后 眼睛一亮 虽然叶峰只说了的大概 对他而言 却开启了一扇大门 更多的闪光点 在他的脑海中跳跃而出 叶先生 如果我的节目 能够顺利启动的话 你的建议一定是鞠躬至尾 聂锡儿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 聂小姐还真是会开玩笑 我的建议也不一定是对的 毕竟不是专业人员 还得聂小姐自己去斟酌考虑了 叶峰笑道 接下来才进入正式采访 对叶峰来说 这么一个宣传龙门花卉 培植基地的机会 自然也不会放过 在采访中 叶峰带着聂锡儿 两人在基地里到处走动 观看 特别是棚区 进行一些讲解 叶先生 我以前去过一些花卉基地 见过培植大鹏 可从没有见过这么拥挤的大鹏哦 聂锡儿不愧是记者 看似很平常的问题 却有些刁钻 聂小姐 你见过的原始森林 是什么样的吗 叶峰笑道 原始森林 聂锡儿感觉 叶峰的思维跳跃太离谱了 这森林跟花卉培植有什么关系 你不觉得原始森林也拥挤吗 不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拥挤 几乎都落不下脚了 你看我这里 至少可以落脚 在我看来 越是茂密 越是说明了这森林的生命力 花卉也是一样 只有这样 才能够真正展现出花卉的生命力 它们不再是单一的个体 而是一个整体 领悟了真正的花卉之道 花卉密度就已经不是问题 反而对花卉的成长会有所帮助 因为你让花卉们知道 它们有无数的同伴存在 而不是孤独的 叶峰轻轻笑道 聂锡儿露出了一抹沉思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任何话在叶峰口中说出来 都有种特别的感染力 说服力 他不得不承认 他被叶峰这番话说服了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样的花卉培植理念 跟其他的花卉名家截然不同 他不由得仔细看了一下 眼前这个男人 身形挺拔 看似平凡的面孔下 却透出一种莫名的魅力 突然 他发现叶峰突然用一种 似笑非笑的表情 看了自己一眼 不由得内心怦怦直跳 他自认为 自己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人 眼光很挑剔 从来不会怯场 自信心爆棚 但是在这个男人面前 却无形中产生了一种 信心不起来的感觉 就在这个时候 叶峰身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抱歉 聂小姐 我接个电话 叶峰对聂心说了一句 就走到了摄像头的视线范围之外 拿出了手机一看 是个陌生电话 对于陌生电话 除非是被标注为骚扰之类 他还是会接的 喂 请问是哪位 叶峰按下了接听键 您好 我这里是封县一中校庆办公室 请问您是叶峰先生吗 一个颇为悦耳的女生 从手机中传了出来 封县一中 校庆办公室 叶峰有些惊讶 难不成准备邀请自己不成 他记得黄俊杰跟自己说过这件事情 只不过由于时间有点久 他都忘记了这么回事 虽说百年校庆 只要是一中的校友都可以参加的 不过 能够有资格得到邀请函的 只是少数 必定是在某一行某一页 拥有一定成就和影响力的校友 至于一般的校友 最多是校友之间进行通知而已 不错 我就是叶峰 叶峰说道 叶峰先生 您是我们封县一中 03级老247班的校友 封县一中将在这次国庆节 举行百年校庆 想邀请您参加此次校庆 请问您有时间参加吗 电话中的声音很有礼貌 哼 既然校庆 就算是没有时间 我也要抽出时间来 叶峰笑道 反正自己就在家参加参加也好 想来可以见到不少老同学 叶峰先生能来参加 那是我们一中的荣幸 过段时间 我们校庆办公室 将会为您送上百年校庆邀请函 那个女婴连忙说道 行 叶峰说道 叶峰先生 再次感谢您 祝你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那个女婴说道 谢谢 叶峰也很礼貌的致谢 挂了电话之后 叶峰有些很奇怪的感觉 没想到有朝一日 自己也能够得到邀请函 不知不觉中 在这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 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完全改写了 采访结束之后 叶峰送了聂仙 和那个彭彭 一人一盆精品花卉 两人自然是喜自知的 送走了两个记者之后 叶峰也就没在龙门花卉培植基地中多停留 直接驱车来到了金黄大厦 现在景陵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 已经全面展开 各部门全部配齐 而下面的生产工厂已经准备就绪 就等着生产线的到来 由于生产线是特定的 负责生产核心器件 当然 这个核心器件的本体 也是由专门的电子厂家生产出来的 只不过在景陵科技的工厂里 进行核心程序写入 另外 翻译机的组装 也会在景陵科技的工厂里进行 至于所有的硬件设备 都是由其他公司生产的 反正只要掌握了核心技术 那么翻译机就无可复制 由于伏计文模型的时效性 必须在母机上 进行现场模拟之后 才能够生效 一旦生效之后 就无法复制 这样一来 就算是有人 想要从翻译机中 复制伏计文模型的软件程序 得到的只是一堆错乱的数据 可以这么说 翻译机根本不需要进行什么加密 伏计文模型 本身就是一种加密 叶峰之所以能够用精神意识 进行复制 观想出伏计文的模型 就在于人的大脑意识的特殊 可以自行模拟出来 拥有跟母机一样的功能 甚至这种功能更为强大 叶峰刚到景陵科技的时候 正好遇上开会 当即也就没有进去了 直接去了下面的实验室 王老师 你回来了 你女儿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叶峰来到实验室的办公区 正好看到王老师也在 当即问道 前段时间 王老师的女儿动手术 所以他就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手术比较成功 医生说 如果坚持锻炼的话 有很大几率 恢复一定的肢体行动能力 不过要 完全像正常人一样 能够自行走路 几率不太大 王老师脸上很是激动说道 虽然不能完全走路 对他来说 已经非常满意了 意味着女儿 就不需要一辈子躺在床上 以后恢复的好的话 就可以坐起来 在人扶着的情况下 就可以慢慢走路了 总而言之 这是一个大大的好消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